第193章 索尔受伤 抓捕行星吞噬者 现在自己所说的话 简直不像是一位天才科学家所能够表达的话 有薄长脸 正当李德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十分懊悔时 林昂诧异地看了一眼李德 在李德眼中仿佛林昂已经充满火气 准备好好教训他 他已经做好迎接林昂的怒火 但是却听到林昂说道 你的这个想法很好 反兰心之前做过类似的事情 什么 正在反思林昂是不是准备教训自己的李德 听到林昂的话差一点摔倒 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能够做到 林昂先生 您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可以抹除记忆 永远不会想起来吗 站在旁边的李德反复询问着林昂 这简直打碎他作为科学家的三观 反兰心目前就存在一位被抹除记忆 帮助反兰心做事的人 听闻 几人更加惊讶 但是 看到林昂已经做好返回反兰心的准备 几人便不再多说话 准备和林昂一起返回反兰心 帮助反兰心应对突如其来的进攻 等林昂再次使用传送来到反兰心时 几人已经适应林昂快速的传送技能 这一次并没有不适应 等几人落地之后 几人才反应过来 林昂并没有前往战场 第一时间支援索尔和洛基 他直接带着他们来到反兰心总部 同时等在那里的 还有反兰心众人 林昂到达反兰心时 直接向里面走去 看着已经准备好装备 时刻准备出发战场的人 林昂稍微有些欣慰 林昂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索尔和洛基已经到达边缘地区 现在还没有传回任何消息 但是记录上面显示 两个人目前并没有任何危险 对于这次战争 你有什么 要教导我们的吗 看着林昂出现在反兰心 反兰心众人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样 将林昂围在中间 将索尔和洛基的情况一一禀报 林昂听到万磁王的汇报点了点头 和他猜想的一模一样 索尔和洛基作为天神 他们现在能够保证 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拿到信息 但是 他们没有办法伤害到行星吞噬者 林昂 索尔和洛基联手 能够打败侵入者吗 索尔和洛基作为奥丁之子 本身就具备神之力 现在又在进化舱中增强过力量 他们的神之力比其他人强很多 应该会对侵入者造成一定影响吧 赫拉克勒斯站在林昂面前 询问林昂对这一场战事的理解 在他看来 索尔和洛基是具备和敌人一战的能力 而自己被万磁王等人 要求留守后方 预防林昂不能准时回来时 侵入者来到总部 他们不是行星吞噬者的对手 竟然是行星吞噬者 我们有办法对付行星吞噬者吗 赫拉克勒斯惊恐出生 行星吞噬者 作为先于宇宙存在的物体 它的能量根本无法预测 它能够轻松掌控宇宙能量 同时还可以物质重组 曾经他们以为 面对是神者 还有低仓穷 已经是足够惊讶的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还会有行星吞噬者 反蓝星目前没有危险 它是因为饥饿才去 将行星能量吸收完毕后 才会换一个地方继续吸收 但是目前反蓝星的能量 它没有办法完全掌控 同时对其他星球的影响 也降为最低 林昂将行星吞噬者的相关信息 解释清楚后 并让他们放心 经过林昂的解释 几人确实松了一口气 但是想到行星吞噬者的存在 还是非常感叹 火箭的研究进行到那一步了 林昂在周围扫尸一圈 并没有发现火箭 火箭已经研究完毕 现在就剩下批量生产 此次我们准备安排500名战士 前往战场锻炼 后续有什么不妥之处 我们再另行安排 你要不要对他们制定 更明确的安排计划 眼下还是我们听到你说 行星吞噬者来到反蓝星后 仓促下做出的安排 X教授不了解现状的情况下安排的 对于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一无所知 还唯恐自己安排出错的 X教授看到赶来的林昂 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 立刻询问林昂应该做何安排 林昂直接摆了摆手 说道 你安排得很好 不需要另行安排 林昂只是将此次战争 作为锻炼反蓝星战士的存在 人数以及训练装备 可以根据安全政策处理 这一次没有办法参加的战士 下次接着参加即可 并不会产生影响 第194章 前往前线 索尔和洛基异常狼狈 赫拉克勒斯 你随我一起去吧 几乎在林昂说完行星吞噬者之后 他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 他对于行星吞噬者的存在 非常感兴趣 甚至到了想要面对面聊一聊的地步 对于林昂突然的邀请 赫拉克勒斯非常兴奋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向林昂说道 林昂 你放心 我的能量并不比索尔和洛基弱 我一定能够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获取对反蓝星有利的信息 赫拉克勒斯激动出声 在这一瞬间 他感觉林昂的身影 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那就走吧 防护服拿上三个 正准备离开的林昂 想到和行星吞噬者相比 实力稍微有些欠缺的索尔和洛基 便准备让赫拉克勒斯 拿上火箭新做好的设备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过去拿 时间紧迫 斯特齐阻止两人 前去实验室拿装备的动作 直接表示 自己可以使用传送过去 然后林昂正好可以休息休息 对此 林昂并没有阻止 在斯特齐前往实验室时 林昂正好有时间 询问一下战士集合情况 挑选的战士如何了 能不能上战场 听到林昂的询问 X教授和万磁王直接笑了 这一次挑选战士支援反蓝星 全部战士都想要参加 他们认为平时只是训练 并没有帮助反蓝星做过什么事情 现在终于有机会帮助反蓝星 他们直接全部报名 但是 我们和他们的教练进行了沟通 这一次挑选出来的选手 是和他们教练沟通过的 毕竟 我们要保证战士的安全才可以 是的 刚刚透露出风声 他们就向领队报名 说想要参加 我们就让领队挑选出表现比较好 实力强悍的 便作为这一次参加战争的人选 万磁王和X教授向林昂说着 当时挑选人参加战场时 反蓝星战士的举动 这不仅让他们感到十分欣慰 这就表示 他们虽然站在反蓝星这个地面上 但是 他们并没有因此 做出任何 有损反蓝星行为的事情 甚至每一个人 都想要维护反蓝星的形象 想要将反蓝星的形象 你放心 反蓝星是所有人的家园 我们肯定不会做出 任何伤害反蓝星的事情 万磁王和X教授 在刚刚加入反蓝星时 也会因为一些事情 不能够处理感到沮丧 认为这么大一颗星球 却是林昂一个人守护 他们就像被保护在温室的孩子一般 没有任何工作的能力 但是 在后面 几人的状态慢慢调整过来 认为林昂实力强悍 帮助他们守卫前方 他们也可以在增强能力的同时 替林昂守卫好后方 保证反蓝星能够稳定 并持续地向前发展 林昂点点头 对此并不多说什么 万磁王和X教授两人 在蓝星经历过什么 他们都清楚 现在来到反蓝星 他们非常享受反蓝星的生活环境 以及想要在反蓝星 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 林昂先生 已经做好了 正在万磁王还想着和林昂说几句 突然被斯特奇惊呼的声音打断 林昂众人将视线转移到斯特奇身上 只见斯特奇手中拿着一个薄薄的外衣 几乎看不出任何重量 这就是火箭研究出来的设备 这根本就看不出来 是一件能够抵挡能量的宝物 几人不知道 应该如何感叹 火箭所做出的宝物 好了 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现在应该走了 不等几人感叹火箭的研究成果 林昂便准备离开 赫拉克勒斯 前往吞噬者的时候 你将火箭的研究成果穿上 赫拉克勒斯点点头 林昂说的很有道理 行星吞噬者 对他们的威胁不可估量 确实要像林昂所说 将设备穿上保护自己 林昂对于赫拉克勒斯的反应点点头 林昂随后便不再说任何废话 领着赫拉克勒斯进入传送 等来到反蓝星边缘时 赫拉克勒斯已经感受到浓郁的能量 就在落下的瞬间 赫拉克勒斯被浓郁能量冲击得有些不舒服 这么强烈的能量 索尔和洛基没有穿戴火箭研究的装备 可以抵抗住吗 巨剑虽然可以帮助他们抵挡一些能量 但是不能保证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被行星吞噬者攻击 凭借能量就能够让他们痛苦不已 第195章 洛基昏迷 林昂救场 赫拉克勒斯站在地面上难以忍受 他甚至感觉自己身体上的能量在慢慢流失 而林昂站在旁边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头脑迷糊的赫拉克勒斯 没有办法查看周围的环境 只能平复着自己的身体反应 等身体平复完毕后 赫拉克勒斯将视线转向四周 想要查看索尔和洛基的位置 就在不远处 赫拉克勒斯发现了两人的位置 连忙向琳琅说道 他看到索尔和洛基躺在地面上 而更远处 一个身高九米的巨人就站在他们旁边 长大嘴巴贪婪的C517收着能量 索尔和洛基像是已经没有管一般愣在原地 索尔和洛基是怎么回事 他们难道已经被行星吞噬者销毁 赫拉克勒斯经过传送来到这里的瞬间 就有一些难受 也明白 几人根本就不是行星吞噬者的对手 唯一能够解救机会的 就是琳琅战胜行星吞噬者 琳琅调动苍穹之力 观察着对面的情况 索尔和洛基身上还有呼吸 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也或许是行星吞噬者 太过饥饿 没有时间理会索尔和洛基 让两人直接在那里自生自灭 而赫拉克勒斯并不知道 索尔和洛基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反而是在见到行星吞噬者的瞬间 感到异常恐惧 甚至认为他才是天神最强劲的对手 赫拉克勒斯勉强平复下来心情 将所有注意力放到行星吞噬者身上 眼下行星吞噬者并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在他们落地的瞬间 也不曾向他们所在的方向看过一眼 他仿佛已经沉浸在吃饭上 任何事情都分布走他的注意力 索尔和洛基没有问题 他们是被强悍能量冲击导致的不能行动 甚至是陷入了昏迷 听到灵阳的解释 赫拉克勒斯满脸惊恐 什么强悍能力 能够让身为天神水平的他们 一瞬间昏迷 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灵昂巨剑也已经消失不见 他是不是把巨剑吃了 现在怎么会没有一丝踪影呢 赫拉克勒斯说话间慢慢靠近灵昂 他发现只要在灵昂身边 不管面对的是多么强悍的对手 他都能够慢慢平复心情 甚至认为能够将对方击溃 眼下灵昂面对行星吞噬者并没有任何反应 可以说非常平淡 仿佛只要有他的存在 世间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事情 巨剑已经被销毁 在索尔和洛基到达边缘地区的瞬间 就已经被销毁 而索尔和洛基身上的能量 并不能填满他的肚子 所以两个人活了下来 赫拉克勒斯有些惊恐 两个人被放过的原因竟然这么草率 行星吞噬者做的究竟是人事吗 惊恐到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出声音 现在两个人怎么办 他们已经昏迷过去 周围的能量波动 会不会对他们再次产生影响 现在我穿着火箭制造出来的衣服 还有一些不舒服 不知道昏迷中的他们会不会受到影响 说着赫拉克勒斯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甚至有些好奇等索尔和洛基两个人清醒过来后 发现想要在战场上做出一番厮杀战绩的人 却只是站在战场上就被人打趴 眼前的事情真是有够嘲讽 我使用苍穹之力 避免行星吞噬者观察到你的踪迹 你将衣服帮他们两人穿上 还有将他们两人带到这里 行星吞噬者知道自己最后的结局不会很好 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吸收各个星球的能量 然后再慢慢地将星球毁灭 得到林昂吩咐的赫拉克勒斯没有停留 快速向索尔和洛基冲过去 在冲过去的瞬间 他也明白林昂肯定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表明做好了防御准备 所以他并没有担心在前往解救两人的途中 遭受行星吞噬者攻击 但是在解救的过程中 林昂清楚地发现 在赫拉克勒斯移动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突然将视线放到赫拉克勒斯身上 然后看到赫拉克勒斯是朝索尔和洛基走去 而且身上并没有能量 行星吞噬者便将视线转移过来 不将注意力放到几人身上 慢慢吸收反蓝星能量 反观被行星吞噬者注意到的赫拉克勒斯浑身一颤 内心不满恐惧 深深认为下一秒行星吞噬者就将注意力放到他身上 然后将三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打败 最后又将他们身上的能量占为己有 第196章索尔和洛基感到耻辱 行星吞噬者深感危险 行星吞噬者将视线从几人身上移开之后 赫拉克勒斯深呼出一口气 好险 那一瞬间感觉自己被恶灵盯住一样 仿佛下一秒就要消失在这里 帮助索尔和洛基穿衣服时 赫拉克勒斯还在忍不住吐槽起自己的窝囊 就算图神者出现在奥林匹斯将所有天神斩杀 他也不曾有过恐惧的想法 起码在他看来 两人的实力旗鼓相当 谁胜谁负并不能够判断 但是行星吞噬者的存在 就是在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碾压 什么叫做能够将他们压在地面上 不能反击 他们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 就像是已经接受了他的审判一般 赫拉克勒斯加快帮两人收拾的速度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收拾的太快 弄疼了索尔和洛基 所以这两人就模模糊糊睁开了眼睛 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赫拉克勒斯 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到两人彻底清醒后 赫拉克勒斯像是没有发现一般 将装备完好的索尔和洛基拉起来就走 两个人被赫拉克勒斯的行为整得惊呆了 刚恢复过来的情绪又突然迷茫起来 甚至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等到林昂身边 赫拉克勒斯也不管不顾 直接将两个人扔在林昂面前 嘴里嘟嘟当当的向林昂说着自己刚才的感觉 林昂 我在接近索尔的时候 就感觉行星吞噬者的眼神停在了我身上 甚至有一种想要将两个人扔下逃跑的冲动 这简直是恐惧般的存在 你不是已经叫我们扔下了吗 赫拉克勒斯向林昂解释着自己刚才解救两人的时候 所受到的威压真的没有办法想到 还没有等赫拉克勒斯解释完 就听到一阵郁闷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声音的主人听起来有一些不敢置信 自己竟然这么被对待 被质问的赫拉克勒斯为难的扭扭头 一脸不好意思 抱歉啊 刚才动作粗鲁了一些 索尔和洛基慢慢清醒过来 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听到的是赫拉克勒斯的吐槽 两人对于自己的经历不好意思说 只能打断他对两人的评价 真是够糟糕的 我和洛基刚到这里没有多久就被发现 然后他直接将巨剑摧毁 后面又对我们两个人熟视无睹 仿佛不存在一般 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昏过去的 讲到自己的糟心事 索尔向是摆烂一般 直接躺在地上 然后想着自己经历的事情感到非常无语 甚至还没有战斗就被别人打到 连两个人回家的道具都被人销毁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们两个人还是想要在战场上生活的人 眼下的事情怎么会就被打垮呢 这究竟是什么事啊 同样被安排出来的洛基 也是一脸无语的靠在地面上 本想着第一次出来 好好展示自己的实力 后期再发生什么意外 他还有什么脸待在反蓝星 想到这里 洛基又将视线放在行星吞噬者身上 这边四个人在这里说话 可是那个人像是没有发现他们一般 任由他们行动 就连视线都不曾放过来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在这边说话 他没有任何反应吗 终于 洛基还是忍受不住困惑 向林昂询问着 林昂看了他一眼 他能够记住 你的一举一动 还有 他不是没有反应 是以为你不成气候 能量对他而言 非常珍贵 眼前的人和他们 又没有什么关系 绝对不能浪费他 收取能量的时间 听明白林昂意思的洛基 一脸菜色 他实在不清楚 这究竟是哪里来的怪物 竟然对反蓝星虎视眈眈 林昂保证几人不受影响时 撤掉身上的苍穹之力 浓郁的能量在一瞬间炸裂 甚至引起行星吞噬者的注意 行星吞噬者闪身来到几人面前 近距离被行星吞噬者观察的几人 面色有些紧张 他们还不知道 林昂做了什么事情 就把行星吞噬者招引了过来 而且 三人还感受不到 行星吞噬者的能量 只见行星吞噬者站在林昂面前 他满脸抑郁地看着林昂 刚才的能量波动 是你发出来的 能量 非常浓郁的能量 是他梦寐以求的能量 只有他这种能量 才能够让自己吃饱 本来还平静的吞噬者 眼神突然冒出贪念 他想要林昂身上的能量 第197章 索尔进攻 行星吞噬者的贪心 察觉到他眼中的贪念 索尔和洛基一脸无语 这是什么意思 对他们两个人的能量熟视无睹 现在看到林昂的能量 简直想要把眼睛 放在林昂身上不动 这对他们两个 是天大的侮辱 你是谁 等了许久 听到行星吞噬者 开口询问林昂的身份 三人站在林昂旁边 被完美地忽略 林昂若有所思地 看着行星吞噬者不言 此人身高30尺 瞳孔涣散 看着他说话 就像是再和一位 许久不见的朋友闲聊 或许是等的时间过长 行星吞噬者的眼神 带有不耐烦 我是这一颗星球的主人 主人 似乎是第一次经历 被主人询问前来的原因 他一时之间被困住 不知道应该如何 回答林昂的话 所以 你现在是想要干什么 想要挽救反蓝星的能量 但是他已经被我吸收了 反蓝星的能量 确实非常浓郁 不清楚林昂的意思 而且也不明白 林昂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 说话的时候 有一股疑惑的味道 同时 行星吞噬者 像是孩子一般疑惑的语言 让周围三人非常不满 干什么这么说话 这就是我们的家 你破坏我们家的环境 你说应该怎么办 你要不老老实实回去 要不然 我们就一决胜负 索尔好像要将自己的场子 找回来一般 在听到行星吞噬者 近乎愚蠢的话 感到非常无语 甚至直接站在林昂面前 帮林昂回答 林昂听着索尔的话 并没有反驳 他在看行星吞噬者的反应 想要看看 他除了想要满足自己的饱腹感之外 还想要做什么 行星吞噬者的能量攻击 还不是很熟悉 目前除了剧情中的了解 对行星吞噬者的真实能力 不曾有一丝了解 随着索尔开口说话 行星吞噬者 将视线放到索尔和洛基身上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的错觉 在行星吞噬者 将视线看过来的瞬间 他们浑身充满良意 甚至怀疑 下一秒行星吞噬者 就要对他们发起进攻 然而 行星吞噬者 并没有给他们多享的时间 听到几人的问题 反而反问起来 你们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 我现在并没有办法离开 行星吞噬者 一般将所有能量吸收完毕后 因为饥饿感 会前往另一颗星球吃饭 但是他现在在反蓝星非常幸福 好像自己的肚子 在反蓝星就没有饥饿过 而且新出来的男的 身上充满能量 能够很大程度上吸引他 索尔和洛基 看明白了行星吞噬者的想法 脸色一黑 这个蠢货竟然想着 要吸收琳琅的能量 你是不是想干一家 我随时奉陪 索尔看不得行星吞噬者 用一种非常贪念的目光看着琳琅 而且 他还想要将反蓝星占为己有 简直不能原谅 索尔和洛基拿出雷锤和世界之剑 冷冷地看着行星吞噬者 他再敢说出任何不是的话 两个人就准备将他就地处罚 行星吞噬者 看着两个人的行为 还感到非常疑惑 不明白两个人是想要干什么 在来到反蓝星之前 从来没有人试图举起武器战胜他 索尔和洛基两个人正在准备进攻 为了隐藏他们 刚到反蓝星就昏迷的真相 看到琳琅并没有阻止两个人的意思 索尔看着行星吞噬者大吼一声 行星吞噬者 我们之间的战争现在开始 拿起你的武器 开始反击吧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你完好无缺地离开反蓝星 危害其他星球 语气非常强硬 仿佛现在就已经像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一般 随后不等着行星吞噬者有任何反应 大吼一声 雷锤之力 雷电开始向索尔聚集 阵阵雷声传来 让行星吞噬者有一些差异 随后 索尔缓缓将力量聚集在双手上 然后在行星吞噬者没有任何反应之时 向他腿部猛猛击打 在攻击的瞬间 索尔甚至想到 他应该先将身体拔高 然后和行星吞噬者来一次一等一的对决 起码不能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才对 但是现在 自己好像小孩一般 对行星吞噬者造不成任何危机语 大意了 刚才被他洗脑了 果然 索尔充满力量的一拳刚刚击打下去 行星吞噬者像是没有任何处决一般 疑惑地看向索尔 不明白 刚才索尔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人难不成是铜墙铁壁 简直不可思议 第198章 无动于衷 琳琅观察 原来被索尔强硬攻击的行星吞噬者 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甚至眼神疑惑地看向索尔 你在做什么 行星吞噬者低下头 脸色诧异地看着索尔 甚至不等索尔有反应 直接开口询问道 索尔一脸难堪 不确定行星吞噬者是不是在嘲讽自己 索尔沉默没有说话 在他看起来 这就是行星吞噬者的挑衅 他不言语 慢慢将身体变大 准备和行星吞噬者来一场生死决战 等索尔的身高 可以和行星吞噬者平等时 洛基激动地想要鼓掌 这代表着自己的哥哥已经开始认真 甚至已经做好和行星吞噬者同归于尽的准备 眼下他需要做的 就是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然后将战斗民族的特色展现出来 索尔看起来 战斗力十足 眼下他是不是能够分摊一些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这样等你攻击的时候 会好很多 还有行星吞噬者 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子 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也不明白 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对反蓝星 还有其他星球 存在什么危害 你说他真的像是生活无数年的人吗 一举一动 都不像是之前生活在宇宙中的人 我之前说过 他吸收每一颗星球上面的能量 就是因为饥饿感 所以 现在只要打扰他吃饭的人 就会是他的敌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 但是 现在索尔并没有做出这种过激的举动 所以 他企图攻击行星吞噬者的行为 在他看来 就是小孩子打闹 根本当不得真 羚羊淡淡地解释着 行星吞噬者的想法 还有面 对索尔近乎挑衅的行为 为什么没有一点攻击 赫拉克勒斯 听到林阳的解释 一阵无语 甚至在看到索尔将自己的身体拔高 准备攻击行星吞噬者的时候 对索尔产生了一些心疼的想法 恐怕索尔 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的攻击 对行星吞噬者而言 相当于恼痒痒 甚至连危险都算不上 既然如此 林阳为什么会同意索尔 做一些无用功呢 赫拉克勒斯保持疑问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想法问出 对此 林阳可以说没有任何考虑 就告诉赫拉克勒斯 因为索尔需要锻炼 他目前并不足以领导反蓝星战士 稍后过来的战士也会训练 简直完美 林阳分明就是想要物尽其用 现在没有对行星吞噬者发动进攻 是因为想要锻炼反蓝星众人 赫拉克勒斯感叹地 将目光从林阳身上收回 此时此刻 他也不清楚 自己应该向林阳表达什么想法 受死吧 正当赫拉克勒斯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被一阵惊喉打断 只见已经和行星吞噬者等高的索尔 手握雷锤 一声怒吼发出 重重的力量直接砸向行星吞噬者 在索尔攻击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在接近他头颅的时候 行星吞噬者还一脸诧异地看着索尔 仿佛在询问他是在做什么 这些小细节 索尔都没有看到 直直地朝着他的头攻击去 碰 预料中的撞击声并没有发出 索尔在接近行星吞噬者 大约五厘米的样子 手中的雷锤像是被控制一般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甚至索尔也没有任何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啊 洛基和赫拉克勒斯还没有搞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见雷锤从索尔手中缓缓落下 而雷锤的主人像断了线的风筝 向远方漂流 根本无法控制住他 赫拉克勒斯和洛基 惊讶地看着向远处漂浮的索尔 他们还没有看清楚 索尔准备如何进攻行星吞噬者 就看到行星吞噬者已经开始反击 甚至反击的过程 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哥 赫拉克勒斯还在想 行星吞噬者是怎么发起进攻的 洛基已经向索尔冲去 想要在索尔倒下前 将索尔就回 速度快到赫拉克勒斯 都在怀疑他是不是开挂了 然而 洛基只能接到索尔的后背 怎么回事 还没有来得及细想 索尔身上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能量 人以及和索尔一般被重重甩飞 落在地面上 太不可思议了 根本就没有发现 行星吞噬者有任何攻击的举动 两个人已经被直接打怕 而且 还是具有天神力量的人 行星吞噬者的能量 竟然如此恐怖 根本就没有看出来 赫拉克勒斯感叹地看着 已经被甩飞的两人 第199章 反蓝星战士 行星吞噬者的实力 行星吞噬者的实力 再次成为迷 而接下来 要站在这里 攻击行星吞噬者的反蓝星战士 更是让赫拉克勒斯担心不已 想来 索尔和洛基作为天神 还不能够作为行星吞噬者的对手 而作为反蓝星战士 保护反蓝星后背力量的人 有可能成为行星吞噬者的对手吗 他们的存在 能让行星吞噬者感受到危机吗 随着对行星吞噬者的了解 他渐渐意识到 眼前之人并不是 他们刚刚踏进神之力的人 可以应对的 他的存在 可以直接秒杀他们 甚至摧毁 可是 他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般 将所有注意力放到饮食上面 其他就算已经开始攻击 或者对他存在攻击心里的人 他都可以忽略不伤害他的性命 赫拉克勒斯 眼看灵昂的视线 一直放在行星吞噬者身上 并且没有任何害怕 甚至畏惧的心理 便想到 灵昂对这一场危机并不是束手无策 而他也没有办法查看灵昂的心理 所以便向索尔和洛基走去 索尔和洛基正满脸诧异地躺在地上 仿佛还不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到前来关心的赫拉克勒斯 脸上一闪而过的难堪 不要担心 那个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不是我们可以挑战的 交给灵昂就好 灵昂逆天的悟性 以及深不可测的能力 一定不会让反蓝星处于危险之地 而且 后面会有反蓝星战士前来应战 到时候 你们好好配合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赫拉克勒斯 眼看索尔和洛基 没有任何精神发起进攻 便好心安慰到 虽然在他看来 几人联合 依旧在行星吞噬者手中 逃不到好处 行星吞噬者的实力 深不可测 根本不可估量 但是赫拉克勒斯清楚 行星吞噬者真想要动手 他抬手便可摧毁整颗星球 而不是像对待索尔和洛基一般 遭受过他的攻击 人并没有任何不舒服 只是自尊心受挫 身上甚至没有任何伤口 不过索尔和洛基 听到他的安慰 起码心情变好了一些 但是也知道 两人联合 也不会是行星吞噬者的对手 反观行星吞噬者 他将眼前碍眼 并不能向自己提供能量的 两人解决了后 他再次将视线 放到琳昂身上 他有些疑惑 眼前的人并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但是自己看到 他却能够感觉到 琳昂能够向自己提供饱腹感 只要有了他 他就不用跑着吃饭 怀疑的同时 行星吞噬者 也在一步一步向琳昂靠近 同时随着他的靠近 在旁边等着的几位心脏 快速跳动 想要冲过去 帮琳昂解决 在他们看来是行星吞噬者 看到琳昂对他们存在威胁 所以想要将琳昂处理掉 偏偏两个人的身体 因为行星吞噬者的攻击受损 而另一位并没有前往 琳昂呆的地方解决的样子 赫拉克勒斯 什么意思 不会过去帮忙 接连试了两次 没有站起来的索尔 将实现放到赫拉克勒斯身上 在他看来 赫拉克勒斯 应该飞快过去 帮琳昂处理事情 然后帮琳昂抵挡 行星吞噬者的攻击 偏偏他没有任何动静 甚至还等着看戏的表情 这让索尔有些不爽 甚至认为 这家伙加入反蓝星 就是为了反蓝星的能量 我过去没有用 行星吞噬者 抬手间就可以将我消灭 还有你没看到 琳昂游刃有余的表情吗 说明眼下的情况 在他掌控之中 我们过去就是添乱 赫拉克勒斯 非常好心地 向他分析着眼前的情况 随后便不准备再和他说话 只是将视线 放在赫拉克勒斯和琳昂身上 想要看看 两人的竞争 会以什么状态展开 面对行星吞噬者的询问 琳昂起初并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 琳昂才将视线 放到行星吞噬者身上 你来反蓝星的原因是你饿了 但是你造成的反蓝星损失 应该如何计算 什么损失 我只是在这里 填饱了自己的肚子 你是反蓝星的主人 星球还有主人吗 我之前经历过很多星球 并没有看到过他们的主人 你可以感受一下 反蓝星的生命力 说话间 琳昂感受到一股力量 向自己冲进 他明白 这是反蓝星整装待发的战士 现在 他们将要在这里 展示出自己的实力 精进自己的力量 随着琳昂话音落下 反蓝星重将士 出现在他面前 第二百章 反蓝星战士出击 行星吞噬者 毫无反应 看到琳昂的动作 洛基三人 也将视线 放到琳昂所看的方向 随着一阵闪电划过 反蓝星重战士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每一个人身披战甲 眼神犀利地盯着 他们共同的敌人 太强了 每一次看到他们 还是会忍不住 想要做他们的领队 带领他们在战场上面冲锋杀敌 但是我们两个目前的状态 好像并不适合站在战场上面冲锋杀敌 满适合像万磁王和X教授一样 在反蓝星后方工作 随着反蓝星战士的出现 洛基发出一阵感叹 随后身武二灵体直接躺平 等着反蓝星战士大胜而归的样子 嘴里的话 却在嘲讽自己实力不济 根本就不能作为战士领袖 索尔听到洛基的话 并没有反驳 点了点头 他说得很对 眼下两个人的战绩 非常看不上眼 但是这又如何 林昂相信 他们就是最好的成绩 索尔想着 便努力站起来 向林昂所在的方向走去 在战争面前 他想要亲眼看着反蓝星战士发起进攻 然后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500名反蓝星战士 出现在边缘地区的时候 他们第一眼看的 不是将反蓝星 化为危险地区的行星吞噬者 而是将视线放到林昂身上 众战士满脸激动地出现在林昂身边 为首的战士 还十分激动地向林昂说道 林昂大人 能够和你一起 参与保护反蓝星 是我们的荣誉 我们一定会将敌人打败 换反蓝星一片宁静 林昂点点头 承认了他们的宣言 那就是行星吞噬者 林昂指着站在自己面前 一脸茫然的行星吞噬者说道 战士诧异地 看向一脸茫然的行星吞噬者 这看起来很有善 和之前攻击反蓝星一脸愤怒的敌人不相同 如果不是林昂大人在这里 他们甚至怀疑是不是搞错了人 行星吞噬者 在宇宙存在之前就曾经存在的人 他的能量超乎你们所有人认知的强悍 你们必须打起百分百的精神 应对行星吞噬者 还有他的能量没有规则 说不定抬手间就将你们消灭 林昂将所有事情解释清楚后 再次看着重将士的表情 索尔和洛基以及赫拉克勒斯 作为天神已经了解到 行星吞噬者的存在 而且 他们的了解肯定比自己说得更加恐怖 林昂大人 我们身为反蓝星 死也是反蓝星 就算被消灭 也是我们作为反蓝星战士最终的归宿 我们并不曾害怕 还有能够被挑选出来 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怎么可能后退 不将行星吞噬者 赶出我们的家园 我们绝对不会撤退 重将士站在林昂前面 将林昂保护在他们身后 然后加大力量 看向行星吞噬者 一阵阵能量涌现而出 被自己注视的人 回到了最后 行星吞噬者 不解地看着重战士的动作 他们是想要做什么 身上渐渐涌现而出的能量 并不能够吸引行星吞噬者的注意 他对林昂的注意 明显在所有人之上 为首的将士 不知道行星吞噬者的想法是什么 在看到他的视线 一直在林昂身上徘徊 直接怒了 认为行星吞噬者 就是想要打败林昂才来的 战士们 现在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 站在前面冲锋陷阵 保护我们的星球 保护林昂大人 冲啊 首领在看到林昂受到威胁的瞬间 脸色瞬间凝重 然后便不给行星吞噬者反应的时间 500名战士齐聚一心 凝重地看着行星吞噬者 听到林昂的解释后 战士已经将行星吞噬者 作为最危险的人物标记 发起进攻的瞬间也增强力量 500名战士 瞬间将所有能量发挥到最强 无视面前对他们毫不在乎的行星吞噬者 500战士 直接向行星吞噬者攻击去 他们并没有攻击行星吞噬者一个位置 从四面八方释放的能量 攻击到行星吞噬者不同的位置 一开始 行星吞噬者对战士的举动 还感到很疑惑 不明白 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但是 随着不同的能量释放 行星吞噬者 有一瞬间的喜悦 甚至认为 许久不见的生物 竟然这么友好 现在还向他们投放各种能量 随着500战士 逐渐释放能量 而行星吞噬者 没有任何不适应 甚至还十分享受目前的状态 他们缓缓放慢攻击 一直到最后停止能量进攻 诧异地 看向行星吞噬者 第201章 战士惊异 行星吞噬者出击 500名能量高手的攻击 对他竟然没有任何伤害 他看起来 好像十分享受他们的能量进攻 宇宙间 竟然还有如此奇怪的怪物吗 这简直不可思议 众人惊恐的目光 看着行星吞噬者 不明白这奇怪之处 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 林阳先生 这是什么情况 他竟然连我们攻击的能量 都可以吸收吗 而且 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不适 好像非常享受眼前的攻击 没错 他好像非常高兴 我们能够帮助他提供能量 战士们纷纷停下进攻 看着享受着的行星吞噬者 有一些不满意 甚至认为 行星吞噬者 好像就是在挑衅他们 因为他吸收能量的速度 再次快了起来 甚至想要将反蓝星 所有能量吸收完毕 看到他们近乎无耻的反应 战士们瞬间不知道 应该做出来什么表情 他看起来非常欠奏 但是他又没有实际性攻击 我们仿佛是一个跳梁小丑一般 站在原地被他侮辱 甚至他可能并不知道 侮辱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啊 就算他能够吸收能量 但是我们可是攻击的 怎么可能会对他没有影响呢 眼下应该怎么攻击 万磁王先生 害怕我们会破坏反蓝星的生态 所以 并没有让我们使用科技进攻 但是眼下不使用科技 我们又没有办法伤害到他 林昂先生 对此 应该有解决的办法 我们听林昂大人的 林昂大人肯定知道 行星吞噬者的弱点在哪里 只要找到他的弱点 就能拿回胜利 林昂在旁边听着几人的话 并没有开口说什么 甚至认为 他们有一些人说的十分有道理 行星吞噬者 确实不是他们能够打败的存在 但是能够见识到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多他们而言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话 虽然在表示 对方实力强悍 他们不能够成为一对一的对手 但是语气中也存在着野心 他们想要打败行星吞噬者 帮助反蓝星出一份力量 你们的存在 是帮助反蓝星 抵抗其他星球的进攻 保护反蓝星的领土 不被侵犯 眼下行星吞噬者的能量 不是你们可以预估到的 他抬手间 就能够将整颗宇宙消灭 甚至将所有生命体消灭 你们认为 被消灭的生命体中 有没有能量浓郁的存在 他们的能量加起来 难道不比你们五百人多吗 众人陷入沉默 是了 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可以将整颗星球的能量销毁 又怎么不会将他们的能量销毁呢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灵昂安排他们前往前线 只是为了支援索尔和洛基 并没有打算让他们建功立业 或者将反蓝星的敌人 打出反蓝星 眼前只是一个锻炼机会 为了他们日后 能够站在真正的战场上面 帮助反蓝星杀敌 在一旁听着灵昂讲解的索尔和洛基 了解的点点头 确实 如果让战士作为先锋攻击 恐怕反蓝星 有多少战士 都不够行星吞噬者杀害的 但是眼下并没有一名战士受伤 这就已经表明他手下留情 或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人的能量 灵昂说得很对 你们仔细听清楚 日后你们的战场在哪里 眼下的战场 又是因为什么存在 都要了解的一清二楚 当然 到时候 我们将和你们一起共进退 并不需要为此担心 随着索尔向战士解释自己的用心 一旁的洛基也不甘落后 纷纷向战士说明 他们会在将来的战场上相遇 到时候 才是展现自己实力的地方 眼下行星吞噬者的实力 已经不是可以掌控 以及攻击的对象 稍微的放弃并不会影响他们 林昂大人 接下来 我们应该如何开始反击 既然这是锻炼我们的场所 那应该让我们发挥出 自己最佳的实力 就算对面是我们 不能作为对手的强者 我们也不会退缩 身为反蓝星战士 我们就应该无所畏惧地前进 战士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表明他们 是绝对不能退缩的 既然林昂将这里当作一场训练 那他们就将这场训练 完美坚持下来 很好 不亏是反蓝星的精英战士 你们有这种战争态度 接下来的战争 队友也可以安心 将后背交给你们 索尔直接鼓掌 为这些明知道不能打败 但是依旧想要锻炼自己的战士 第202章 反蓝星战士不言败 努力进攻 能量进攻显然是没有任何用 甚至会被行星吞噬者吸收 放弃这一条路 将你们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然后使用力量攻击它 当然 我也告诉过你们 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目前你们贸然进攻 就算它没有杀星 可能也会因为你们不知所谓的挑衅 下意识动手 它动手之时的力量 依旧会伤害到你们 所以 在使用力量进攻之前 一定要考虑好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后果 对于反蓝星战士 想要为国出力的想法 林昂非常支持 但是 在他们准备攻击之前 林昂也将事情可能存在的结果 告诉了他们 听到林昂的解释之后 所有战士没有一味退缩 他们钦佩的目光看向林昂 听着林昂向他们解释 行星吞噬者 可能会造成的威胁 内心充满激动 这就是他们的主人在担心他们 不想他们送死 可是 他们既然已经站在这个位置 就表明他们要保护反蓝星这个家园 保护家园里的所有生命体 他们只会引以为豪 绝对不会有 想要背叛反蓝星的想法 等着林昂将所有事情讲解清楚之后 战士没有理会站在旁边的行星吞噬者 直接对着林昂大喊 林昂大人 我们一定会证明 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们绝对有实力 保护反蓝星 保护反蓝星所有生命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虽远必诛 阵阵吼声在反蓝星上空飘荡着 他们满怀热血的 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们向林昂向所有人宣示 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家园 那在后方的索尔 洛基以及赫拉克勒斯 看着如此壮观的景象 没有说话 眼神中 只有慢慢的钦佩 是林昂一人将反蓝星 发展到所有人畏惧 以及尊敬的地步 眼前的战士们 重置成城 还有什么 能够难倒他们的 那一颗星球 能够遇到这么多 有能力 又有决心的战士 索尔他们甚至相信 这些 只是戴安娜挑选出来的第一批战斗型战士 剩下没有参战的战士 绝对不会心存侥幸 自己没有被选上 而是吐槽自己 为什么不好好努力 连参选的条件都不具备 这就是反蓝星 所有人都可以同心向前的反蓝星 好 你们慢慢将能量收回 提升自己的力量 深受感动的索尔 站起来充当X教授和万磁王的角色 帮助这些战士排兵布阵 帮助他们 能够更好地应对强悍角色的攻击 不要练战 认为自己做出有效攻击后就赶紧撤回 不要给行星吞噬者攻击你们的可能 你们要明白 行星吞噬者的攻击不是你们可以抵挡的 你们目前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影响他的注意力 然后偷袭 这是保护你们不被行星吞噬者伤到 又能够进行训练的最佳方式 针对双方力量相差悬殊 索尔另辟途径 告诉反蓝星重战士在攻击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听到索尔的讲解 他们虽然没有对林昂的那种钦佩 但是也非常认真的听着索尔说话 眼下事关他们的生命安全 再怎么任性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 洛基听着索尔的话也非常不甘心地补充着 没错 所有的计划前面都要保证自己的生命不会受到危害 然后在这一项能够做到的前提下 杀敌 荣归故里 洛基根本就不放过任何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 在他看来 索尔的一举一动也是在争强指挥权 只要自己一松手 指挥权就到了索尔手中 索尔当然明白洛基在想什么 对此只是翻翻白眼 并没有过多解释 索尔尽量将洛基忽视 把注意力放到战士身上 你们可以理解为 我们一同帮助反蓝星建设独一无二的家园 我们所建设出来的家园 不是让别人摧毁的 战争中保持自己百分之二百的注意力 绝对没有错 好了 现在开始可以准备进攻了 索尔做好赛前准备 便向他们说明已经可以开始进攻 在这一番动员下 索尔几乎将行星吞噬者屏蔽 反正他也不在乎他们身上的能量 甚至不在乎自己会不会被伤害 既然如此 他多和战士说一些话也没有问题 但是谈话也只能到这一步 索尔和洛基在吩咐战士做好攻击准备时 示意灵昂在身后休息一下 稍后应对他的攻击还在灵昂身上 第203章 行星吞噬者的困惑 反蓝星的诱惑 战士们看到林昂对索尔和洛基的安排并没有出声制止 便认为林昂是认同索尔和洛基的分析 随后便渐渐增强力量 看着处于迷茫中的行星吞噬者 众人没有犹豫以及留情 他们不清楚反蓝星拥有无穷无尽的能量 只知道行星吞噬者在掠夺反蓝星能量 但凡被他得逞 反蓝星众人将会被消灭 他们艰难守护的家园也会被消灭 这是在挑战反蓝星所有生命体 甚至是在挑战林昂的威严 他们绝对不会任由别人挑衅林昂 哪怕他们面对的 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败的对手 一就要教训他 并且警告他 在反蓝星是林昂说了算 战士犀利的目光看着行星吞噬者 手中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战士们冲 随着索尔一声怒吼 众战士仿佛收到命令一般 大喊着向行星吞噬者围攻 林昂则是被他们保护在身后 不让行星吞噬者有接近他的机会 而他们渐渐将行星吞噬者 包围在他们的圈子里面 被包围的行星吞噬者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群 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 甚至下意识将视线放到远处的林昂身上 仿佛是在询问林昂 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不等林昂回复 雨水大的拳头 密密麻麻砸在他身上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躲开他们的进攻 头上 脸上 肩膀上 甚至是腿上 都遭受到他们大大小小的进攻 一开始 行星吞噬者是诧异的 不明白这种奇怪的感觉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战士几乎卯足全部力量进攻 但是看到行星吞噬者 仿佛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的样子 他们还深受打击 实在不清楚 行星吞噬者弱点 在那里的战士 只能加大力量进攻 有的战士甚至还换了位置 方便他们能够有效 并持续地进攻到行星吞噬者 身后的索尔和洛基两个人也坐不住 他们直接加大力量 朝行星吞噬者所在的位置冲过来 反蓝星战士 身穿火箭做出的衣服 可以有效减缓 对方对自己的能量吸收 虽然行星吞噬者 根本看不上他们的能量 但是在索尔和洛基接近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明显发现不对劲 他几乎瞬间判断出 索尔和洛基的身影 在两人接近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伸出手掌 将攻击他手臂的战士 甩在一边 一股热流冲向索尔和洛基 还没有接近行星吞噬者身体的两人 就已经被攻击在地面 甚至碰巧落在林昂脚边 两人抬头便看到 林昂没有任何情绪的脸 索尔和洛基仿佛被按下暂停键 僵硬地躺在地上 不知道如何是好 此时赫拉克勒斯 还算是好心地将两人搀扶起来 等两人站在林昂身后 才微微解释道 你们不必在意 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你看他们 赫拉克勒斯提醒索尔和洛基 将视线放到行星吞噬者身上 索尔和洛基 随着赫拉克勒斯的手势看过去 此时正被攻击的行星吞噬者 貌似并不清楚战士们的行为 他们攻击的力量 好像在帮助他解决生理问题 他十分享受 甚至还在找寻林昂的位置 仿佛只有林昂 才能引起他的兴趣 才能帮助他解释 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对于疼痛无感吗 眼下他身上可是没有一点好地方 就这么让敌人在自己身上摸索 他是不是忍者神规 就算是超出宇宙控制 他也不必如此夸张吧 索尔和洛基感觉精神被重塑 行星吞噬者的一举一动 已经超出他们对正常人理解的范畴 甚至认为他就是在挑衅 所以你们根本就不用感到羞耻 这分明就不在我们掌控的范围内 就算身为领导想要证明实力 但是你们也要看看自己面对的是谁 行星吞噬者 你们想要将他攻击的只剩下一半力量 然后留着让林昂收尾 这不太现实 反倒是林昂帮助你们 收拾烂摊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索尔和洛基被赫拉克勒斯一言击中 证明自己的实力占据一小部分 想要帮林昂分担压力更为重要 他们看向林昂 发现林昂的视线依旧放在行星吞噬者身上 对于两人的进攻分明就是预想到的事情 这让两人明白 局势都在林昂的掌控中 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对林昂造成困扰 第204章 行星吞噬者的反击 你这人怎么一开始没有说清楚 反而在我们失败的时候 将所有一切打开 解释得一清二楚 索尔瞥了一眼赫拉克勒斯 这人看起来非常淡定 不知道是了解林昂的能力 还是清楚行星吞噬者的战力 就这么站在旁边看戏 赫拉克勒斯摇摇头 对于他们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和林昂一样看着比赛 不再说话 林昂的视线没有离开过行星吞噬者 和反蓝星战士 甚至在索尔和洛基被击落在地时 也完全在预料中 索尔和洛基的能力过强 能量稍微浮动 就会被行星吞噬者察觉 尤其他们两人在此之前 已经攻击过行星吞噬者 所以稍微的波动 就会引起行星吞噬者的不满 他下意识的反击也在预料之中 而让他关注的是 反蓝星战士的攻击战况 他们仿佛不知道疲倦一般 在行星吞噬者身上来回击打 甚至在疲倦 应对其中一个位置时 两名战士会突然更换位置 再次攻击行星吞噬者 并且在攻击途中 战士们的力量并没有减弱 甚至还有隐隐约约增强的效果 而被他们攻击的行星吞噬者 起初以为对方在和自己开玩笑 随着他们增强力量 以及增加攻击时间 身体感觉到匹配 能量在外泻 好不容易温饱的肚子 再次感到饥饿 表情也开始不耐烦 甚至力量外泻在加剧 停止进攻 在行星吞噬者准备反击的瞬间 林昂瞅准机会 吩咐众人暂停进攻 收到命令的战士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停止进攻 返回林昂身后 严阵以待 被突然松绑的行星吞噬者 还保持着烦躁的状态 早已做好的攻击迅速发出 身体内的能量仿佛刀剑 一般向周围发射 而被叫回的众人一脸诧异 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 行星吞噬者的能量 怎么会突然之间攻击了 围观的索尔和洛基也十分诧异 看向从四面八方涌现的刀剑 能量波动不算小 但是他们竟然没有感受到能量波动 如果不是林昂突然终止训练 恐怕这些战士已经倒在战场上 不死即伤 力量经过发泄的行星吞噬者 感受着身上前所未有的轻松 一脸疑惑 刚才的人呢 睁开眼睛后 发现刚才攻击自己的人 已经站在林昂身后 甚至和林昂一起对他怒目而逝 哦 不对 是林昂身后的战士对他怒目而逝 行星吞噬者对林昂的态度越加不好 甚至在走向林昂的路上满脸怒容 几人被突然改变态度的 行星吞噬者震惊 不明所以 甚至在看他走过来时 索尔还向林昂说道 他是不是不相信自己攻击失败 所以来找是来了 现在能量已经收敛 可是看着他走过来的状态 明显是对你存在怨念 他会不会直接对你动手 索尔说话间 还担心地询问林昂 唯恐行星吞噬者突然发怒 将反蓝星毁灭 但是 随着行星吞噬者接近 林昂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甚至还在观察 索尔瞬间不慌了 林昂肯定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走近的行星吞噬者 并没有理会 让自己吃别的反蓝星战士 他依旧将目光放在林昂身上 甚至非常轻松地询问道 把他们交出来 让我浪费能量 必须付出代价 行星吞噬者 貌似已经接受 反蓝星是林昂的专属 甚至知道战士 是林昂安排 所以 来到林昂面前时 还非常认真地询问林昂 让林昂将身后人交出来 在自己说过之后 眼神便放在林昂身上 等着林昂的回复 时间流逝 林昂并没有回应 已经等得不耐烦的行星吞噬者力量 再不断增强 身高也在瞬间拔高 一直到身高20米有余 才停下生长的步伐 他俯视着犹如蝼蚁般的战士 面对林昂的不回答 他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他们 高大的身影 在肆无忌惮地 吸收着反蓝星的能量 在吸收的过程中 冷冷看着林昂 仿佛在告诉林昂 就算你是反蓝星的主人 又如何 现在他依旧能够 将反蓝星 当作一颗没有生命体存在的星球 可以肆无忌惮地 将反蓝星的能量占为己有 察觉到行星吞噬者变化的众人 脸色逐渐难看起来 他们明白 行星吞噬者在警告他们 甚至在直面痛击他们 但是他们并不是行星吞噬者的对手 对于他束手无策 你认为 可以肆无忌惮地吸收能量吗? 第205章 行星吞噬者发起进攻 林昂启动能量 正在肆无忌惮 吸收能量的行星吞噬者 听到林昂的话 浑身一震 眼神盯着林昂 但是 吸收能量的动作并没有停止 甚至在等着林昂说 接下来的话 不料林昂根本就不给他 吸收能量的机会 甚至启动天神组能量 改变行星吞噬者周围的规则空间 等意识到周围 已经不再存在能量时 林昂才冷冷 看向行星吞噬者 就在一瞬间 林昂已经感受到 行星吞噬者不满 愤怒 甚至不可置信 这一次 他终于正视林昂 甚至不可思议地 问到523 你竟然控制了整颗星球的能量 语气中 满是不可思议 他还没有经历过一个人 能够掌控整颗星球的能量 甚至可以随意释放 我说过 反蓝星的能量 不是你想要吸收 就能够吸收的 反蓝星的能量 只能存在反蓝星 任何人都不能带走 包括你 行星吞噬者大怒 这个不知道 天高地厚的小子 竟然想要挑战自己 简直不能原谅 行星吞噬者 立刻转身 想要用脚践踏林昂 准备将林昂踩成碎片 赫拉克勒斯 立刻带领战士 返回反蓝星总部 让万磁王安排 他们的训练规划 再察觉到行星吞噬者 近乎癫狂的状态 林昂立刻对赫拉克勒斯 下达命令 将所有战士 安全送回反蓝星 收到命令的赫拉克勒斯 收回脸上 漫不经心的表情 凝重地看向 已经准备发起 进攻的行星吞噬者 在向林昂做好保证后 赫拉克勒斯 在林昂的传送中 将所有战士 聚集在一起 几乎就在行星吞噬者 发起进攻的瞬间 反蓝星所有战士 就已经被林昂送走 不料 看到林昂 将所有战士送回 他的表情难看了起来 了解这一切 都是林昂设下的局 甚至都是 在他的计划下执行的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 现在行星吞噬者 突然改变态度 甚至连对你的好奇 都能够放下 他像是意识到了 这一切都是林昂安排的 包括战士 前往前线收拾他 还有我刚才 好像听见能量 已经消失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林昂 将能量封闭 导致他无法填饱肚子 所以现在 才会一脸愤怒地 看着林昂 现在想要吃的 看起来也不想 那么一回事 他现在的表情 看起来就像是 要杀了林昂一般 洛基尧摇头 表示 不能赞同索尔的想法 行星吞噬者 现在分明就是想要报仇 而不是填饱肚子 当他站在林昂面前 抬起脚 就要将林昂踩在脚底下 林昂闪身离开 站在行星吞噬者身后 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感受到脚底传来的异样 行星吞噬者诧异地收回脚 人去哪拉 林昂在屏蔽能量的同时 身体上的能量 也被自己屏蔽 目前行星吞噬者 并没有发现 林昂究竟在那个位置 忽然 听到身后 传来一道浅浅的呼吸声 行星吞噬者 立刻扭转身体 同时将手臂重重甩去 刚才的呼吸 他感觉距离自己很近 抬手就能触碰到的程度 转身的瞬间 几乎已经意识到 可以触碰到林昂的身体 但是 就在扭转身体的瞬间 那道熟悉的呼吸声 已经消失不见 行星吞噬者 便已经猜想到 林昂已经离开 想到这里 他便想到林昂 使用传送 将所有人送走的时候 唯独留下他们三位 这是有预谋的进攻 随着自己的思想 越来越接近真相 他的表情 也更加难看 然后 将注意力放到索尔 和洛基身上 一开始攻击自己的索尔和洛基 也是林昂安排好的 但是 在接近自己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 他们身上的能量 行星吞噬者 当时就已经明白 索尔和洛基身上 是具备天神能力 只要吸收过他们的能量 就能够勉强供应他 目前的空腹 既然不能将林昂拿下 那拿他两个手下 松松手也是可以的 退而求其次的行星吞噬者 将视线放在索尔和洛基身上 再次将目光 放到两人身上 行星吞噬者 诧异发现 属于两个人身上的能量 已经消失不见 仿佛他之前 感受到的能量波动 是一个错觉 这怎么可能呢 而察觉到行星吞噬者 视线的索尔和洛基 将视线放在此时 站在行星吞噬者身后的林昂 不太明白眼前的局势 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不能打败林昂 所以将视线放到 第一次攻击他的人身上 暗查不好的索尔 向林昂投入求救的眼神 第206章 势均力敌 行星吞噬者的不满 身体缺少能量 肚子充满饥感 索尔和洛基 在开始攻击时 行星吞噬者 已经察觉到 他们身上的能量波动 眼下为了让身体 更加舒服一些 他就将视线 放到已经感受到 能量的索尔身上 深知 不是行星吞噬者 对手的两人 知道如果他们 被行星吞噬者抓到 将会被吊着打 他们便将求救的目光 看向他们的首领林昂 大好生活 还在向他们招手 战士 还在等着他们领导 怎么能够 将生命交代在这里呢 察觉到索尔和洛基的求救 林昂暗暗感叹 一下两人 越来越在乎自己的生命 而不是埋着头 往前冲的时候了 林昂闪身冲到索尔 和洛基身旁 在插开行星吞噬者 视线的瞬间 林昂在索尔和洛基脚下画 上传送阵 送他们离开边境之地 再察觉到林昂 将他们传送回去的洛基 和索尔两人 暗暗感到不好 他们在这里 还能够观察林昂 如何对付行星吞噬者 可能的话 还可以看到 林昂的攻击方式 能够从中间学到一点 也可以保证 他们的小命不受威胁 如果能够挽回 他们肯定不会 向林昂求救 就算冒着 被行星吞噬者打伤的风险 也要留在原地 等着林昂教训他 这一方面 也相当于帮助他们复仇了 等索尔和洛基回到 反兰兴总部 周围的人 惊讶地看着两人 林昂不是 将他们留在了边缘之地吗 怎么会传送过来 你们两个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应该不是林昂送你们过来的 如果是林昂 想要你们回来 当时 应该和我们一起回来才对 已经将战事 安排妥当的赫拉克勒斯 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就看到 被传送过来的索尔和洛基 而此时 两人看起来 还有一些尴尬 是啊 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 前线是不是 发生了什么意外 万磁王和X教授 旺达等众人 纷纷来到两人身边 担心林昂在前面吃亏 你们倒是说啊 磨磨叽叽地做什么 万磁王眼见 两人不说话 性子上来 直接对他们吼道 两人尴尬地看了一眼 才小声说道 林昂在前面很好 看他的状态 应该是有把握 拿下行星吞噬者的 我们回来 是因为 说到这里 索尔又有一些卡壳 但是 察觉到众人不善的表情 又立马补充道 因为行星吞噬者 将注意力放到了我们身上 可能要对我们 发起进攻 或者直接占据我们的能量 我们意识到 自己和行星吞噬者之间 存在天大的差距 所以在行星吞噬者 发起进攻的瞬间 我们下意识 向林昂发去求救信号 林昂接收到我们的 求救信号后 闪身来到我们身边 使用传送 将我们送回了总部 说完索尔和洛基的脸上 涌现出一丝羞愧 身为林昂的手下 他们竟然没有在前线 保护林昂 反而还被林昂 送到总部 但是 听到两人的解释 围观的众人 甚至松了一口气 正当两人疑惑不解时 万次王带头说道 说得很对啊 既然林昂 对于打败行星吞噬者 非常有信心 你们在那里 确实不是非常合适 林昂和行星吞噬者 战斗的时候 还要分散精神 保护你们 这确实不太利于 林昂的战斗 你们两个 这次做得非常好 再接再厉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不得话 可以跟着 我们一起守卫后方 保护反蓝星的安全 说罢几人 便不再停留 纷纷散去 留下两兄弟 惊讶地看着彼此 不知道说什么 他们这么没有用吗 让林昂将他们送回来 竟然是对林昂的一种保护 两人苦笑一声 看着已经离开的众人 两人也向他们走去 这也算是一种帮助 反蓝星边境 准备吸收能量的行星吞噬者 眼看着到手的食物 消失了 满脸愤怒 眼下他再也顾不得 对林昂的好奇 直接冲到林昂身边 将两人送走 也是你的主意 你可以控制所有能量 和林昂说话的时候 行星吞噬者的脾气 越发控制不住 但是内心的想法 还没有得到解释 甚至看林昂的眼神 也十分恐怖 想要借此 向林昂讨要能量 甚至让林昂送能量 你不要忘了 你身上的能量 可是比他们两个人 都要强悍 吸收你自己的 完全能够补足 刚才离去的众人能量 第207章 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林昂的想法 行星吞噬者说话的时候 身体在不断接近 林昂的时候 手也没有停下 在不停晃动 甚至在增加力量 就在凑近林昂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 瞬间增强力量 猛地出击 准备控制住林昂 然而 林昂早有预料 就在行星吞噬者 攻击的时候 林昂伸出左臂 将行星吞噬者 控制下来 行星吞噬者 惊讶地看向 被握住的手臂 这个人类 竟然能够承受 助自己攻击的力量 甚至还控制住自己 这一刻 行星吞噬者 看向林昂的眼神 不再是迷茫自己困惑 面对林昂 他感到非常惊讶 作为超越宇宙的存在 但凡他经过的地方 不会有生命体存在 甚至星球所有 能量都归自己所有 但是 这一颗星球独立特形 不仅存在生命体 还有人类大言不惭地 想要挑战自己 就在自己准备 给那些不知道 天高地厚的人类 一个教训时 他们又被眼前人送走 甚至送达的地方 他都不清楚 现在他又在挑衅他 甚至他的能力 能够控制住自己 不能移动 这简直可恶 行星吞噬者 不允许有人挑战 自己的尊严 面对林昂一 而在再而三 不知道死活地挑战自己 行星吞噬者 准备给他一个教训 加大力量 和林昂对冲 想要看到林昂 低头认输 想要看到林昂认错 林昂当然看到 行星吞噬者的面部变化 无非就是认为 自己能量强大 应该有人违背 自己的意愿 既然有人违背 那就应该付出代价 当然 这个代价 就是生命 可是自己 一而再再而三地 打破他的想法 甚至将他的自大 踩在脚下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 想要将所有受到的耻辱 放在自己身上 面对行星吞噬者挣扎 想要摆脱控制的时候 林昂没有放松力量 甚至在他反击的时候 还暗暗增强力量 当然 这也导致行星吞噬者 满脸愤怒 能量更是不受控制的波动 带有杀意的目光 直视着林昂 手法被林昂紧紧握着 不能有任何波动 不受控制的能量 被林昂冷眼一看 虽然有瞬间迟疑 但是也很快反应过来 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随后手臂增强力量 猛地将手臂 从林昂手中抽回 然后 将左手放到右手上面 来回摩擦着 眼神却放在林昂身上 不断闪动 他在想林昂究竟有什么实力 能够控制住他的力量 甚至在这个时候 还能够分身攻击他 刚才能量波动的时候 他察觉到反蓝星的能量 并不是和之前的星球一般 被他吸收干净 而是人为控制 想到这里 他愤怒地将视线看向林昂 从一开始故意针对他 到现在想要杀了他 行星吞噬者被愤怒冲赢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绪 能量在半空中漂浮 一直到林昂能够正面应对他的比赛 林昂对于行星吞噬者的攻击有些诧异 现在他也已经猜到行星吞噬者 可能已经猜到自己的目的 甚至知道 刚才反蓝星的行动 究竟是因为什么 当能量开始波动时 行星吞噬者几乎是闪身的瞬间 就出现在林昂面前 抬起手臂就想要掐住林昂的脖子 想要林昂在这个时候 慢慢窒息而死 然而林昂并没有在意 能量重新在反蓝星波动 如此挑衅的行为 也如林昂所料 行星吞噬者的表情更加难看 甚至可以说是阴狠 他非常愤怒地盯着林昂 没有掐到林昂的脖子 让他非常失望 同时看到林昂 近乎悠闲的动作 更是不满 身上的能量慢慢分解 然后形成 巨球冲向林昂 而行星吞噬者也没有休息 察觉到林昂 想要闪身的动作时 行星吞噬者 直接出现在林昂面前 身体也在瞬间恢复原形 他意识到 巨型身体只会对离开的战士 有影响 和林昂一对一起来 巨型的身体 反而会成为自己的负担 身体恢复原形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 便迅速移动脚步 来到林昂面前 双手成拳 加大力量 向林昂打去 力量的威力 让林昂感受到 行星吞噬者 已经处于暴怒中 而迎面来的能量球 更是行星吞噬者 做出的攻击 让林昂在他的双重攻击下 没有还手之地 甚至还想着 林昂在这个时候 被攻击 整颗反蓝星 将被他收入囊中 那样 他将不会伤害其他星球 甚至能够照顾好自己 想到自己能够将一切平复 行星吞噬者 在攻击林昂的时候 也直接增强力量 决定给林昂致命一击 第208章 吸收宇宙能量 反蓝星负面 林昂对此并没有担忧 甚至看着一位身高8.15米 体重18吨的异物 能够在反蓝星 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举动 能量球 在距离林昂 有两米远的地方 被林昂挥手阻止 在行星吞噬者眼中 能量球 直接覆灭 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察觉到能量 已经消失的行星吞噬者 并没有减少能量进攻 甚至还在加强能量 然后猛地 向林昂击打 林昂这一次 并没有躲避 行星吞噬者的攻击 甚至在他攻击的时候 手腕渐渐聚尽能量 就在林昂释放能量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 就已经察觉到林昂的威压 对此 带有深意的眼眸 深深看了一眼林昂 同时力量 再次增强 甚至 还在波动能量 想要一次压迫到林昂 让他诧异的是 林昂好像并没有任何影响 甚至还有增强力量的想法 这一切都让他十分愤怒 甚至生出想要 毁灭他的想法 碰 带有疾风的拳头 猛猛锤在对面 是林昂的手心 林昂脸色轻松地伸出手掌 将行星吞噬者 充满力量的拳头 捏在手心 就在下一秒 行星吞噬者 将拳头从林昂手中夺回 然后 又迅速伸脚 准备将林昂打趴 速度快如闪电 林昂此番并没有坐以待毙 就在行星吞噬者 发起进攻时 林昂增强手臂能量 将拳头紧握 然后 狠狠冲撞在行星吞噬者身上 双方力量势均力敌 强悍的力量 让整颗反蓝星位之一颤 远在总部的众人 也察觉到地面的变化 轻松的神情 瞬间凝重 双方已经开始交手 这一次造成 整个地面颤动 是因为谁的能力 行星吞噬者 既然地面开始颤抖 他们应该不是 使用能量进攻 属于试探双方能力的 力量进攻 在总部的众人 察觉到地面的颤抖 纷纷将视线 放在边缘所在的方向 旺达和戴安娜几人 虽然明白 林昂能够将事情解决 但是还忍不住担心 林昂会在这个期间受伤 或者和行星吞噬者 打斗的同时 危害到自己 两个人单纯的力量比拼 竟然能够引起星球颤抖 如果索尔 洛基还有500名战士 现在还在边缘地区 恐怕现在 已经受到了波及 所以在林昂决定 将你们送回来的时候 已经决定 收拾行星吞噬者 他也是为了保证 你们的安全 恍然大悟的众人 将目光放在索尔和洛基身上 使用传送阵 将索尔和洛基送回 并不是因为担心他们坏事 林昂先生 真的能够打败行星吞噬者吗 根据我们的了解 行星吞噬者的身体 比林昂五个大 体重更是堪比100个林昂 还有行星吞噬者 同样能够掌控宇宙能量 不仅仅能够重组物质 还能够将能量幻化成冲击波 可以自由自在地 在太阳系中游荡 神奇先生不曾 见过林昂的战斗 现在看到反兰星众人凝重的表情 下意识认为 林昂对付行星吞噬者 可能会棘手 听到神奇先生说的话 旺达的眉头紧簇一下 林昂当然没有任何危险 宇宙能量是林昂玩下的招式 现在肯定是林昂占据上风 还有 就算能够重组物质又如何 林昂照样能够破解他们 旺达小姐 您别着急 我只是太担心 林昂先生了 如果林昂先生 能够打败行星吞噬者 当然是最佳的事情 察觉到旺达激动的声音 神奇先生讨好地解释着 万磁王也站在旺达身边 听到旺达近乎激动的发言 他耐心地安慰着 旺达 不要担心 反兰星建设至今 我们经历过 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 每一次 我们都能够安全撤退 这是因为什么 不是林昂挡在我们前面吗 第一苍穹的实力不够强吗 对我们而言 第一苍穹 是我们不能磨灭的存在 但是林昂 不是照样将第一苍穹击破 甚至反兰星不存在任何损失 你现在太担心林昂了 你应该相信林昂 自从知道旺达和快银的身份 万磁王对旺达和快银 表达出前所未有的耐心 甚至还会在关键时刻 帮助旺达走出自己纠结的思绪 旺达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思绪 向神奇先生投向抱歉的眼神 他实在太担心林昂了 神奇先生摇摇头表示理解 并且从他们的谈话中 了解到林昂已经将宇宙之主 第一苍穹击败 甚至反兰星没有任何损失 第209章 行星吞噬者的技能 林昂的态度 神奇先生观察着几人 对林昂推崇的表情 明白几人的态度 同时也在暗暗感叹 反兰星的凝聚力 反兰星具备如此强悍的力量 是任何星球都不能破坏的存在 反观反兰星边缘地区 随着和林昂搏斗 行星吞噬者发现林昂的能力深不可测 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星球的统治者 可以做到的事情 之前吸收没有生命体存在的星球 星球上方的能量可以说非常稀疏 但是那也是自己用三天时间整段来 但是 所有星球加上的能量都不够此时 林昂给他的波动强悍 甚至 生出一种林昂和反兰星同生共死的想法 只要现在掠夺林昂的能量 反兰星也会因此崩盘 甚至是注销 想清楚事情经过的行星吞噬者 慢慢收回力量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林昂 或许是林昂看起来太过平淡 才会让他忘记林昂能够站在这里 和他进行一对一战争 是一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将所有事情捋顺后 再次看向林昂的目光带有探究 疑惑 过了一会 行星吞噬者开口问道 你怎么能够调动宇宙能量 你不是反兰星的主人 就算他不曾和人类打交道 但是 他也深知一个星球的主人 实力远远没有林昂恐怖 尤其是林昂面对宇宙之主 那种波澜不惊的态度 更是没有人能够做到 林昂审视的目光盯着行星吞噬者 仿佛对他现在问的问题感到好笑 反兰星的主人 是我 还有你在侵占别的星球前面 难道不观察 星球实力如何 还有你 是不是可以应对 我劝你最好 将你的实力展现出来 不然 你没有机会打赢我 林昂用异常平淡的声音说着 甚至算得上 好心提醒 但是对于行星吞噬者而言 林昂的一举一动都在挑衅他 认为自己在反兰星一家独大 甚至开始不要命般地挑衅他 简直不知所谓 只是林昂在攻击的瞬间 所展现出现的能量以及力量 均在他所理解的上方 现在林昂想要和自己同归于尽 真不知道能不能完美脱身 行星吞噬者的变化 被林昂尽收眼底 他就知道 行星吞噬者 只是凭借自己的能量 在每一颗星球胡乱作为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勇气承担起责任 就算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会还给自己 可还是有着想要逃避的想法 甚至还想着将所有星球的能量占为己有 现在能够遇到一个和自己成为对手的人 却害怕自己受伤 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后拖延 听起来还有够嘲讽的 林昂直接向行星吞噬者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不料 行星吞噬者听到林昂的声音更为愤怒 但是 看到林昂的实力之后 多了一丝谨慎 哪怕现在 想要将林昂解决 也不顿不考虑 打败林昂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很快 林昂像是嘲讽行星吞噬者一般 身上的能量 在不断增强 没有理会行星吞噬者 近乎诧异的眼神 能量像是源源不断地向林昂身上移动一般 甚至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能量 这让行星吞噬者大惊 随后是愤怒 你果然能够掌控所有能量 你是怎么做到的 宇宙能量 只有宇宙之主能够掌控 而我的实力 比宇宙之主更为强悍 所以你呢 或者说 你和第一苍穹有什么关系 林昂听着行星吞噬者 终于回到正题的话 笑了 没错 你只要认识到这个选项 才能够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林昂停止能量吸收 重新将视线放到行星吞噬者身上 你既然认识第一苍穹 那就应该知道 第一苍穹的苍穹之力 具备什么能力 你认为 能够遮带整颗星球能量的 除了苍穹之力 还有什么能量 你刚刚使用的是苍穹之力 行星吞噬者惊恐出生 苍穹之力 除了可以隐藏能量之外 还能够保证 自身不受伤害 你不是宇宙之主 他曾经见到过宇宙之主 还吸收过他的能量 第一苍穹的能力 绝对没有他强悍 听到他的疑问 琳琅笑了笑 随后 漫不经心地说道 因为第一苍穹 是我杀的 苍穹之力 是我领悟的 不可能 第一苍穹不死不灭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伤到他 更不要说死在你手中 那你有能够怎么解释 苍穹之力呢 还是说 你有新的发现 第210章 行星吞噬者震惊 林昂轻松应对 他当然不曾见过 第一苍穹的能量 被其他人掠夺 所以 现在看到林昂轻松地表示 自己将第一苍穹杀害 又领悟了苍穹之力 现在 甚至将苍穹之力对准自己 想要依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样的人 怎么配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的手下 还对他言听计从 行星吞噬者 眼神不善地盯着琳琅 偏偏在这个时候 又不能拿它怎么办 你为什么会见到第一苍穹 行星吞噬者的记忆 还停留在第一苍穹 被下属背叛 被逐出宇宙 自己的身体527 也被分成零零散散的碎片 到最后 成为了星球 说不准眼下反蓝星这颗星球 就是第一苍穹的身体 这群人 不仅不对第一苍穹感恩 甚至还想将第一苍穹斩杀 简直不能原谅 波动中的能量 仿佛要站出来 帮第一苍穹出气 羚羊嘲讽般的眼神 看着行星吞噬者 眼前人就是为了自己的能量 做出最后挣扎 眼下 看着自己能量 不足以战胜他 就想着通过 和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 第一苍穹身上建立 道德谴责他 然后再以此为理由 向他发起进攻 哦 如此还可以为他 现在的强盗行为 做出新的解释 甚至能够给他 一个光明的身份 羚羊嘲讽的眼神 一动不动地盯着行星吞噬者 起初行星吞噬者 并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随着羚羊眼神 增加深意 他恼凶成怒 能量以及力量 不受控制波动起来 想要冲上去 和羚羊决一胜负 但是却畏惧羚羊的能量 不敢轻举妄动 羚羊当然明白 行星吞噬者的想法 但是畏畏缩缩 向来不是羚羊的做法 在察觉到行星吞噬者 不敢攻击的时候 羚羊就增强力量 闪身来到行星吞噬者面前 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一拳狠狠撞在 行星吞噬者的肚子上面 嗯 猝不及防的进攻 让行星吞噬者 忍不住轻横出声 随后 立刻伸手手臂 准备控制羚羊 然而羚羊 并没有给他任何防守空间 就在行星吞噬者 准备出手瞬间 羚羊迅速闪身 来到行星吞噬者身后 此时行星吞噬者 已经完全打起精神 羚羊再次转移视线时 他已经察觉到 羚羊的动作 就在羚羊想要 从后方攻击他时 行星吞噬者 快速伸出手臂 阻挡羚羊的进攻 但是 羚羊手上的力道 并没有松动 甚至在被行星吞噬者 控制的瞬间 还有增强的意思 双方激烈的力量碰撞 让两人后退一步 很强 羚羊绝对是他 见过最强的人类 他的实力 已经超过天神 现在行星吞噬者 已经明白羚羊 确实有实力 能够打败第一苍穹 但是战争 又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羚羊怎么可能 在短时间里面 领悟第一苍穹的技能 甚至掌控宇宙 按照常理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察觉到行星吞噬者 心情的羚羊笑了笑 这位宇宙之外的掌控者 除了具备 强悍的实力之外 还想着 慢慢探索着中间的疑惑 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 让他认为 可以在思考问题的同时 还能够打赢自己 羚羊手速如闪电 快速甩开行星吞噬者的手臂 猛地后退 一脚踹在行星吞噬者身上 砰 强悍的力量进攻 行星吞噬者的身体 无法控制 直接摔倒在地面上 在两人周围 掀起一阵烟土 漫天飞扬的尘土 让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 行星吞噬者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嗓子也是因为 无法忍受尘土攻击 咳嗽了起来 等一切尘埃落定 行星吞噬者的情绪 慢慢得到了恢复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 他还没有从 被羚羊打败的心情中 正拖出来 冷冷地看着天空 不知道在想什么 羚羊就站在旁边 冷冷地看着他 羚羊深知 这是行星吞噬者 对自己的试探 到目前为止 行星吞噬者 连自己的绝招都没有使用 甚至只是 单纯力量比拼 这样怎能够彰显出来 他的实力呢 还是说现在 就是一个玩笑 认为自己已经不行了 所以想要另辟途径 不过在攻击他的瞬间 灵昂已经察觉到 行星吞噬者的身体 素质及其强悍 他的实力 绝对在第一苍穹之上 但是 之前他被饥饿感 隐藏了实力 反蓝性的能量 已经逐渐恢复 现在他几乎可以站着 就能够将能量吸收完毕 所以现在他躺在地面上 也在渐渐吸收能量 再等最后一个机会 他就要对灵昂 发起进攻 灵昂当然明白他的想法 第211章 物质重组 琳昂的计划 所以 琳昂就站在行星吞噬者身边 看着他恢复自己的体力 看他做最后攻击计划 过了许久 行星吞噬者 像是反应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 看向琳昂 你的力量 是怎么锻炼到这种地步的 还有你的能量 不像是反蓝性 所拥有的能量 你究竟做了什么 你的速度 又是怎么练成的 果然 和自己想的一模一样 行星吞噬者 本就没有打算 和自己同归于尽 他一直还想着 偷偷吸收反蓝性的能量 如果一开始 是因为不习惯星球上 生命体存 再才没有发起进攻 那现在 就是有些害怕他 认为自己的利益 会被损坏 所以就准备侧面 掌控反蓝性 吸收反蓝性上面的 所有能量 察觉到琳昂 并没有回复自己的意思 行星吞噬者脸上 闪过难堪 但是他认为 自己并没有被琳昂 发现自己的情绪 所以 几乎没有停下 再次询问道 反蓝性的战士 看起来确实挺强 虽然他们身上的 能量波动并不明显 甚至可以当作 察觉不到 但是 我还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能量波动 比其他星球的 能量波动要强悍 但是 看你的表情 他们并不是最强的人 这足以证明 反蓝性非常强悍 你是怎么将反蓝性 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为什么反蓝性的能量 看起来像是 永远用不完一般 说到这里 行星吞噬者 便不再说话 反而将视线 放在琳昂身上 像是琳昂不回答 他就不会松手一般 琳昂皱着眉头 看着耍赖般的 赖在地上的行星吞噬者 我想这和你来到 反蓝性并没有冲突 怎么会没有冲突 我就是因为 反蓝性具备 浓郁的能量才过来的 不然我怎么可能会遇见你 还有一群 想要杀我的废人 行星吞噬者 听到琳昂说的话 像是被戳中了心事 整个人恼怒了起来 没有理会自己 刚才所说的话 反而一脸气势冲冲地 看着琳昂 想要琳昂给自己一个解释 你侵占别人的家园 现在又来责怪他们攻击你 究竟你是的问题 还是他们的问题 琳昂并没有按照 行星吞噬者的想法走 反而开始询问 他话中的漏洞 语气中也满是对他的嘲讽 现在杀人的想要 作为一名被害人 出现在面前 脑子究竟是再怎么想的 还是说 脑子直接坏掉了 行星吞噬者 像是没有听懂琳昂的话一般 抬头看向天空 并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琳昂 却可以清楚 察觉到行星吞噬者 在说话的时候 并没有停止吸收能量 甚至吸收的速度更快了 琳昂便知道 他一开始 就没有想着友好解决 反蓝星的能量 对他而言太有吸引力 如果没有满足 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离开反蓝星 和他搭话 也就是想要 为自己争取时间而已 但是 琳昂并没有打算拆穿他的想法 甚至站在一边等着他 继续表达自己的想法 见他没有继续说话 琳昂还贴心地向他搭话 你说你现在算是 留在反蓝星示范了 你现在算是反蓝星的一个成员吗 侮辱 这就是直面侮辱 行星吞噬者的表情 直接红了起来 但是他还是忍着没有看琳昂 但是周围的能量波动 更加剧烈 就在琳昂认为他 已经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 他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甚至连看向琳昂的视线 已经慢慢偏离 直接一个摆烂的状态 琳昂决定 不惯着这个 像是一个 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的 行星吞噬者 手掌聚集大量能量 随着行星吞噬者 周围能量的增强 琳昂手中的能量也在增强 察觉到琳昂动作时 行星吞噬者一个月起 直接从地面上站起来 面色不善地看着琳昂 眼神仿佛像是在质问 我已经大人 大量不和你计较了 你还想要干什么 琳昂没有和他计较 手掌中的力量 仿佛一把利剑 直接冲向行星吞噬者 该死 行星吞噬者狠狠咒骂一声 就要将琳昂解决 手中也聚集强烈能量 就在琳昂冲过来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伸出手掌 接下琳昂强悍的攻击 砰 激烈的能量撞击让两人为之一阵 行星吞噬者就在这一瞬间 察觉到琳昂的力量 比刚才更强了 甚至可以直接击破他的那种 行星吞噬者紧皱眉头 暗暗增强力量 察觉到行星吞噬者行为的琳昂 直接笑了寻 很好 现在已经开始进攻 第212章 措手不及的进攻 行星吞噬者慌忙应对 琳昂突然地进攻 让行星吞噬者有些诧异 不明白琳昂为什么会向他发起攻击 就在刚才 他还一直以为两个人聊得非常好 几乎已经聊到 琳昂准备向他拱手相让能量的地步 但是琳昂突然地进攻 还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慌忙地从地面上跳起来 脸色难看地看着琳昂的同时 也做好攻击准备 准备随时应对琳昂的进攻 但是 看到琳昂手上停不下来的能量波动 还是有一些心惊 不想和琳昂直面进攻 但是行星吞噬者察觉到 琳昂想要进攻的态度 以及琳昂的心态在慢慢发生变化 行星吞噬者也不再多说 在琳昂的拳风扫过时 他像是感觉到一个利刃在耳边擦过 行星吞噬者更不敢分神 他能够保证自己 但凡出现任何分神的动作 琳昂会直接将他斩杀在反南星 甚至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琳昂更是没有任何客气可言 在发现行星吞噬者感受到攻击时 立刻闪身来到他身后 能量波动的双手 直接扣住行星吞噬者的手臂 然后抬脚准备踹上去 真刀真枪的绝胜负 这样才能够看出行星吞噬者的实力 察觉到琳昂动作的行星吞噬者 脸上涌出一抹苍白 随后又快速增强手臂力量 强硬甩开琳昂 准备替自己争取反击的机会 就在行星吞噬者增强力量攻击的瞬间 琳昂察觉到他的动作 迅速松开行星吞噬者的手臂 然后来到他面前 此时行星吞噬者可能是刚刚吸收过能量的原因 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甚至面对琳昂的攻击 没有任何不耐烦 眼中只剩下谨慎 预防差一间被琳昂直接灭口 发现在打量自己的琳昂 行星吞噬者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轻松 并没有受其影响 甚至在琳昂看过来的时候 甩了甩手臂 用着异常轻松的姿态 说着 你就只有这么强的力量吗 看起来很不够啊 还是说 你没有打算让我离开反蓝星 虽然反蓝星的战士 看起来比较强悍 甚至可以说无敌的地步 但是 你也知道 遇上我 你们的实力压根不够看 倒不如直接来我这里 去你那里 你在哪里 跟着你漂流对吗 起初 行星吞噬者 看着没有任何表情的琳昂 还有些恼怒 但是现在听着琳昂 近乎诋毁自己的话 行星吞噬者 宁愿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听到自己说话 或者直接哑巴 不会说话 眼瞅着表情 阴沉下来的行星吞噬者 琳昂直接笑了 这还是琳昂看到行星吞噬者 第一次发出的笑声 他见过很多实力强悍的对手 但是像他一般 蠢得如此出奇的 还是第一次见 所以 在攻击他的时候 琳昂留了一部分力量 准备在他措手不及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行星吞噬者 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 让琳昂离开这里 眼下是琳昂的实力太过强悍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 能够一击将琳昂击败的机会 只能和琳昂再婉转 或者找到能够击败琳昂的机会再出击 没有想到 琳昂将他的想法看得一清二楚 现在之所以没有进攻 就是因为 想要看看行星吞噬者的想法 看他在攻击的时候 什么时候 才愿意将所有能量释放 什么时候 愿意真正来一场对抗 眼前的战争 根本就没有意思 琳昂想要直面应对攻击 但是行星吞噬者 一直在躲避进攻 甚至在进攻的瞬间还在挣扎 想要躲开 并查清琳昂攻击的缺陷 然后再以此为要求 发展自己的能量 当然 这个过程中 最好不会损伤自己任何能量 对此 琳昂一句话没有表示 只是冷漠地看着他做戏 看他究竟想要做出什么幺蛾子 快点 时间有限 琳昂直接催促着行星吞噬者 让他有事情尽快解决 行星吞噬者 却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 可以说 从索尔和洛基出现在这里后 行星吞噬者 就已经意识到 反蓝星和他之前去过的星球不同 一直到琳昂出现 他才意识到 可能会在反蓝星发生什么意外 更有可能永远离不开这里 眼下琳昂不断地进攻非常棘手 如果不将琳昂解决掉 他很有可能会永远留在反蓝星 宇宙中将不会有他的身影 想到这里 行星吞噬者便明白 琳昂不管如何 都不会让他轻易离开这里 甚至稍有不慎 会直接损失生命 第213章 脑海中的波动 行星吞噬者的进攻 行星吞噬者 察觉到琳昂的变化 苦于没有能量以及技术 能够支持他 一次性将琳昂解决 所以 他才会在这里 不断和琳昂纠缠 并没有开口前往别处 只是琳昂太聪明 他几乎能够在瞬间 明白自己的心情 甚至在休息 或者想要偷袭的时候 立刻做出反击准备 将他制服 或者将所有注意力 放到别处 他一面应对 琳昂的进攻 一面又想着 应该通过什么办法 来处理眼前的麻烦 明明知道 琳昂不能留下 但是却没有制服 他的办法 眼前的困境 让行星吞噬者的心情 非常纠结 琳昂几乎 万无一失的情况 让行星吞噬者 很是棘手 第一次见到 如此欣细的敌人 行星吞噬者的心情 难免复杂了起来 所以 在面对进攻时 心情也是敷衍着进行 等到琳昂攻击到自己 甚至身体受伤 行星吞噬者 慢慢意识到 眼下只是全身心 投入到战争 所有力量 都放在战争上面 才能够勉强应对琳昂 四面散开的心情 在慢慢聚集在一起 他坚强地 看向琳昂的目光 带有讽刺意味 同时更是在这个时候 想要对琳昂 发起进一步进攻 看来 我真的应该认真 看待你的进攻了 行星吞噬者 勉强和琳昂拉开距离 距离两个人发起进攻 已经记不清楚 自己刚看到琳昂时 所有的想法 现在 他摆脱了琳昂 对自己的控制 他的身形 一下子长到和宇宙同高 反蓝星所有生物 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甚至看到 已经被琳昂解救的众人 只要他伸伸手 就能够将这些 被琳昂解救过的人收回 并控制起来 甚至能够在瞬间 毁灭反蓝星所有土地 威风飘动 将行星吞噬者的衣服掀起 他仿佛没有感受到一半 居高临下地看着琳昂 仿佛现在的他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琳昂 你对于自己的行为 应该付出代价 反蓝星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在行星吞噬者眼中 他具备能够毁灭一个星球的能量 将反蓝星销毁 也是挥手之间 让他感到可惜的 是面前的人并不能为自己所用 甚至还在抵抗自己 而自己留给他的机会已经用完 现在等待琳昂的 只剩下斩杀 行星吞噬者轻呼一声 下面你就要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行星吞噬者 紧紧握住双手 周遭风电闪动 第一次和变种人对战的行星吞噬者 备战起来 全身谨慎 面对行星吞噬者说话 琳昂并没有搭话 但是在他攻击的瞬间 琳昂朝着行星吞噬者能量出现的地方 拍出一掌 掌中带风 琳昂现在掌控宇宙 身为宇宙之主的 能够轻松调动宇宙中的能量 所以 这一次他的攻击 墙中带风 充满力量的掌风 迅速冲向行星吞噬者 感受着与众不同攻击的行星吞噬者 眯起眼睛 手缓缓挥动 在攻击的时候 他增加了天神的力量 但是琳昂在攻击的时候 行星吞噬者 看到琳昂掌风经过之地 寸突不升 后期也只能倚靠琳昂这个救世主的身份 将所有能量恢复 掌风和行星吞噬者 攻击而来的力量正面攻击 半空中的力量 像是将天空一分为二 阵阵刀锋像是利刃一般 将所有物品撕碎 突然 琳昂的掌风 冲破所有障碍来到行星吞噬者面前 没有顾及行星吞噬者惊恐的表情 掌风冲在行星吞噬者身上 躲闪不及 行星吞噬者的身体被撕裂成好几块 看着强风分割自己的身体 行星吞噬者本不在乎的目光 开始变得惊恐 身体上的疼痛感 让行星吞噬者下意识将身体恢复原形 朝着琳昂所在的方向惊恐出声 你究竟干了什么 为什么我能够感受到 你带来的伤害 他使用的是天神力量 这中间应该所向披靡才对 但是天神力量并没有带来他想象中的结果 甚至还被琳瑙击退 对此 琳瑙的攻击并没有因为天神之力的退缩暂停 甚至更有攻击力量 他的掌风穿过所有力量来到他身旁 然后将他的身体分裂 以至于到最后 只能恢复到原始状态面对琳瑙 琳瑙将行星吞噬者的所有反应看到眼中 行星吞噬者在恢复身体的瞬间 看到站在一旁的琳瑙 对于自己的掌风能够达到的力量 他非常清楚 所以 才会这么淡定地站在原地 第214章 行星吞噬者的攻击 琳瑙的想法 而现在琳瑙的一个攻击 竟然让他所有准备被毁 甚至只能保持原形来和琳瑙沟通 两人前前后后过了好几次招式 他自认为是了解了琳瑙的进攻 只是在琳瑙使用能量开始攻击时 他还是有一些措手不及 双方都能够调动宇宙力量 但是在攻击强度方面 竟然会相差如此悬殊吗 就在一瞬间 行星吞噬者甚至感觉自己身体身体 都会被琳瑙摧毁 现在恢复到原形 也是因为力量太强 他没有办法继续保持高大身材 可以527说 琳瑙的一掌 直击击溃行星吞噬者眼中的自命不凡 此时 恢复到原形的行星吞噬者 吃痛出声 他在地上怒吼 但是并没有得到琳瑙的回应 在修复身体的时候 疼痛的感觉在慢慢减缓 等能够正常说话的时候 行星吞噬者将视线放到琳瑙身上 他依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一动不动 他的怒吼 也并没有让气分心 反倒是自己现在的举动 像是在琳瑙面前表演了一出大戏 现在戏已经要落幕 他的视线终于稍微移动了一下 察觉到琳瑙的漫步惊心 行星吞噬者愤怒说道 琳瑙 既然你不想要我毁灭反蓝星 那我就要将你身上的所有能量吸收掉 然后再将反蓝星送到你面前 行星吞噬者的身体经过修复 已经慢慢恢复到正常水平 他的身体在琳瑙的注视下 慢慢变大 一直变到和之前差不多的高度才停下 此时行星吞噬者眼中淡定的表情 已经消失不见 看向琳瑙的目光充满怨恨 处于监控室 将一切观察清楚的万磁王等人 只能咽了咽口水 不可思议地看向监控室 眼前的攻击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 但是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他们也看得一清二楚 经过和琳瑙的战争 他面对琳瑙的攻击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而且 琳瑙对行星吞噬者的攻击 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琳瑙的能量超乎预料的强 站在旁边一直观察战争的神奇先生 突然站起来说道 反蓝星能够发展到 让人畏惧的地步 就是因为有琳瑙先生的存在 其他人听着神奇先生的话 一开始并没有说话 因为神奇先生所表示的想法 是他们一直以来了解的真相 只有从来不曾了解过 反蓝星实力的人 才会说出 琳瑙可能实力不济的话 琳瑙先生 这是在做什么 行星吞噬者 明显是想要加快攻击的速度 而琳瑙先生 却像是没有看见一般 他是想要和行星吞噬者 同归于尽 神奇先生 你不要乱说话 旺达虽然知道 琳瑙可以打败行星吞噬者 甚至能够将反蓝星 发挥到最强 但是他仍然不愿意 听有人污蔑琳昂 还有说琳瑙 有可能存在危险的地方 眼下神奇先生 竟然口不择言地说 琳瑙想要和行星吞噬者 同归于尽 他更加愤怒 想要指责神奇先生 还没有等他说什么 神奇先生 先是满是歉意地 向他点点头 然后将视线放到监视器中 他们明白 几人都不想要听到 任何对琳瑙不利的信息 但是眼下事情 琳瑙又没有任何动作 难免不会让人多想 神奇先生 旺达有一些冲动 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可能是因为 你还不是很了解琳瑙的原因 琳瑙现在之所以会站在这里 绝对不是因为 不敢和行星吞噬者过招 你刚才也看到了 琳瑙和行星吞噬者的战斗 他的一举一动 都是压制着行星吞噬者 而眼下 想必是行星吞噬者 想要发动同归于尽的招式 将琳瑙拉下水 琳瑙之所以没有任何动作 是因为他在观察对手的技能 也是在领悟 领悟对手的能量 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在我看来 领悟一个人的招式 最少也需要五年以上 而现在行星吞噬者 就要将琳瑙压在地狱 他却在领悟对手的能量 这是不是不太好 X教授听着神奇先生的话 可以理解他 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 毕竟常人根本做不到琳瑙这一步 不需要五年时间 琳瑙最慢需要五分钟 领悟对方的技能 甚至还可以在这期间进行优化 将能量发挥到极致 X教授正常地解释了一下 琳瑙的能力 但是听到神奇先生耳中 仿佛是惊天大事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但是 看着淡定的X教授 神奇先生发现 自己反驳不出来 第215章 无法伤害琳瑙 行星吞噬者震惊 几人简短地交流后 就重新看向屏幕中 处于战斗琳瑙 以及行星吞噬者 眼下行星吞噬者 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 而琳瑙 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像是等着行星吞噬者攻击一般 等行星吞噬者 以战斗姿态 完美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的信心 好像也是强所未有的强大 只见他冲着琳瑙的方向招手 来吧 尽快解决吧 不知道事情真想的众人 可能还以为 行星吞噬者 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因为和琳瑙 无法道德沟通 所以 现在被琳瑙逼迫到 要真刀真枪决胜负 没有受行星吞噬者影响 琳瑙看着行星吞噬者说道 使用物质重组 碎星冲击波进攻 小打小闹 连伤害我的机会都没有 行星吞噬者 僵硬地站在原地 似乎没有想到 琳瑙在这个时候 竟然口出狂言 然而 现在的行星吞噬者 已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所以 面对琳瑙的话 直接过滤 做好攻击准备的状态 也只是深深看了一眼琳瑙 仿佛是在告诉琳瑙不要口出狂言 他会让琳瑙明白 什么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使用物质重组 以及碎星攻击 行星吞噬者 可以简单地拿下胜利 他普通状态下 不会使用碎星攻击 因为太消耗能量 而他又非常迫切地希望 有能量填饱肚子 所以 一般状态下 会当作没有听见 或者看见 眼下他已经吸收全部能量 而且 反蓝星 还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 唯一困扰自己的因素 已经被反蓝星解决 眼下他能够轻松调动宇宙能量 只是作为宇宙之外存在的 行星吞噬者 本可以清楚看到 对抗者的能量波动 以及人生经历 但是灵昂站在他面前后 他能够看到的 也仅仅是一片幻影 黑白交加 他根本看不到 有关灵昂的任何痕迹 他的身体就像水流一般 源源不断 却没有留下痕迹 没有查询到灵昂任何信息 这让行星吞噬者 忍不住皱起眉头 尤其是想到 灵昂近乎施舍般的话 更是让他心生不安 唯恐这中间 隐藏着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信息 反蓝星总部 时时刻刻 观察战斗情况的众人 察觉到行星吞噬者的动作 感到十分诧异 X教授 为什么行星吞噬者 突然放弃了进攻 他刚才不是信心满满的 想要将灵昂先生碾压吗 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神奇先生在刚刚瞬间 已经可以感受到 行星吞噬者身上的能量波动 正想着好好观察一下 这个变化 就发现在距离 灵昂近的行星吞噬者 突然没有了攻击的打算 X教授的注意力 已经放在监控中 听到神奇先生的疑惑 淡淡解释道 行星吞噬者 因为没有办法一击击败灵昂 又被灵昂刚才所说的话 打乱了节奏 现在他正在疑惑 是不是要用灵昂所说的办法进攻 神奇先生听到 X教授的解释感到惊讶 竟然是这个原因吗 要知道 行星吞噬者 可是作为霸主的存在 就算他们 是在监控外 观看这场战场 但是在行星吞噬者 做好攻击准备时 普天灭地的能量 他可以直观感受到 甚至他还可以感受到 行星吞噬者 因为收集反蓝星的能量 身上的能量 正在飞速增加 他甚至怀疑 现在行星吞噬者 随便一个行动 都能够摧毁一颗星球 而现在反蓝星 没有任何波动 不仅仅是因为 反蓝星的防御装置 还有灵昂能够掌控反蓝星 他深深知道 如果两个人交战 将会是毁天灭地的战争 反蓝星可能也会在 这场战争中受到威胁 甚至是毁灭 而察觉到 灵昂打算的X教授 转身看向刚才询问自己的神奇先生 看到他一脸迷茫 以及不可思议地 看着战争的表情 X教授便猜到他的想法 他走到神奇先生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你是不是认为 反蓝星可能保不住了 不要担心 这是属于灵昂的战争 他不会将反蓝星 置于危险之地 而且 反蓝星曾经发生过很多 和今天状态 类似的战争 毫无疑问是灵昂胜亡 而且反蓝星也好好生存了下来 就算行星吞噬者 在反蓝星得到了充足的养料 实力大增 但是 你要明白 这个未知情况 灵昂是事先明白的 没错 在他进攻反蓝星之前 他已经和灵昂说过 行星吞噬者的存在 而且 灵昂还对此做了补充 第216章 行星吞噬者崩溃 震惊神奇先生 像是感受到神奇先生的思绪 已经慢慢平复 X教授又慢慢补充道 你仔细观察一下 现在的战争情况 行星吞噬者 想要将灵昂解决掉 但是没有办法 而灵昂面对行星吞噬者的挑衅 以及能量暴增 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过什么 而且 表情也不曾变化 你认为两个人旗鼓相当吗 神奇先生疑惑地抬起头 好像在回答 X教授的问题 难道不是势均力敌吗 X教授笑了笑 说道 你要明白 灵昂在这一场战争中 可是从始至终就没有说过话 也没有使用力量 对了 神奇先生 还想要说什么吗 却看到 X教授已经将视线转移到监视器上 正当他不解的时候 发现灵昂和行星吞噬者的战争 已经开始了 无视灵昂近乎嘲讽般的话 行星吞噬者最终忍不住气 想要尽快将灵昂击败 达到灵昂和行星吞噬者的境界 他所使出的力量不需要多花哨 就可以打出强大的力量 甚至简单的力量 就能够毁灭一颗星球 而砸向灵昂的拳头 全速冲破反蓝星防御系统 权力更是能够能够在宇宙中 砸出一道裂痕 站在行星吞噬者对面的灵昂 看着他的进攻 神色不动 只是在行星吞噬者打出这一拳后 他的拳头并没有并没有触碰到实质物品 而是砸在一片虚空里面 他击空了 行星吞噬者满是惊讶地收回拳头 然而 就在他想要调整姿态 准备重新攻击灵昂的时候 他发现 自己的手臂被牢牢地控制着 使劲争夺 却丝毫不动 行星吞噬者扭头看过去 是灵昂 他就站在自己身后 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手臂 还不等他做出什么反应 灵昂的另一只手已经向他挥出一拳 当灵昂已经挥出拳头 将要打在自己身上时 行星吞噬者本能地想要后退 可是撤退的想法 还没有从大脑中散去 灵昂的拳头已经挥来 重重的拳头直接砸在他身上 一拳 行星吞噬者被打的一阵 忍不住向后退去 五脏六腑仿佛经过一阵 都在晃动 对于灵昂的实力 有了深刻认识 前存的幻象已经破灭 灵昂的力量 超乎预料的强悍 仅这一拳 行星吞噬者 仿佛已经感受到死亡的滋味 如果不是他身为超乎宇宙的存在 他相信 现在的身体 就如威风一般 被灵昂彻底摧毁 甚至连尘土 都不会留在这里 感受着灵昂的力量 在体内不停寻坏 行星吞噬者 甚至感觉 身体已经被重组一遍 开口想要对灵昂说什么 但是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 甚至在看向灵昂的时候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撤退 当视线转移到灵昂身上 发现他竟然没有任何损失 脸色大变 一时之间 站在原地 竟然忘记了移动 观察中的人 也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之前好好比赛的两人 都暂停了 甚至行星吞噬者 距离灵昂的距离 在不断加远 仿佛害怕面对灵昂一般 行星吞噬者站在中间 身体却承受着 与众不同的能量攻击 甚至身体从不同的地方 逐渐渗出血水 而行星吞噬者 像是没有触觉一般 眼神阴森地盯着灵昂 过了一会 他将身上的血迹擦拭干净 语气淡然地向灵昂说道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人 但是 我感觉 从此之后 不会再遇到像你这般有实力的选手 能够遇到宇宙之主 以及超越宇宙的人存在 你应该感到庆幸 毕竟你的人生中 能够遇见他们的机会并不多 说话间 行星吞噬者体力不支 最终倒在地面上 虽然在灵昂出拳的瞬间 他已经使用修复能量 慢慢调整身体上的创伤 但是灵昂的能量太强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能够再瞬间修复好身体的创伤 一直到现在为止 血液依旧在身体内晃动 仿佛打在身上的每一道力量 都在抹杀着他身体内的健康细胞 再重新刷洗自己的身体 这也表明他不得不使出全力 不然不仅灵昂没有受伤 他也要交代在这里 灵昂 你绝对是宇宙中最强的人 你的力量很可能已经超越我 所以你必须死在这里 像是将最后的话 说给灵昂听一般 说过之后 行星吞噬者直接从地面上站起 没有理会身体内的痛苦 直接将身体调整为最佳状态循 然后以战斗姿势看着灵昂 第217章 物质重组 震惊反蓝星 重新以完整状态 站在灵昂面前的行星吞噬者 瞳孔漆黑 双眼无神地 看着灵昂所在的方向 身体也在灵昂的注视下 渐渐变大 一直达到和宇宙大小的高度 才堪堪停止了变身 随后 犹如一颗飞船大小的武器 向灵昂飞去 在冲向灵昂的时候 还在空中不停地旋转 像是在吸收能量一般 而处于攻击状态中的灵昂 看着向自己冲过来的碎石 没有任何表情 甚至连躲闪的想法都没有 全神贯注地 看向行星吞噬者的物质重组 而这时 和星球同高的行星吞噬者 吞噬一个闪身 他对灵昂说道 你不是想要见识 我的能量重组吗 现在就让你见识到 不过你不要后悔才对 对于行星吞噬者 近乎挑衅的话语 灵昂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反蓝星监控室 看到行星吞噬者的态度 以及灵昂的表现 已经知道灵昂态度的众人 这一次观察并没有开口过多解释 甚至还在灵昂和行星吞噬者 处于决战的时候 他们发现 行星吞噬者 可能处于潜虑技穷的地步 灵昂先生 真的是一位前所未有的强者 面对宇宙掌控者的攻击 他竟然没有任何恐惧的想法 甚至还闲情意志地 领悟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他难道不害怕 没有办法成功吗 到达灵昂和行星吞噬者 这一等级的能量 几乎可以秒杀 但是灵昂却没有任何行动 就站在原地观察 不论灵昂的能力 能够达到那种地步 就凭借他目前的定力 就能够证明 灵昂绝对有潜力成为王者 而现在灵昂的成就 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刚才说 灵昂大概五分钟左右 可以领悟到技能 是对他而言最迟的想法 甚至还可能会提前领悟 但是现在行星吞噬者 像是已经使用了全部力量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看灵昂会如何应付就可以 事关灵昂的胜负 所有没有事情的人 都来到这里 看灵昂是如何打败行星吞噬者 还有行星吞噬者 具有多强的能量 X教授眼看灵昂 已经将行星吞噬者打伤 也就意味着灵昂现在具备 打败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现在只差什么时候 能够彻底领悟 行星吞噬者的力量 所以放下来心 也有心情帮神奇先生解答问题 起码在这个时候 不能够再让神奇先生 对反蓝星存在误解 你之前是不是听说过 至高无上以及低仓穷 X教授将视线 从监视器上移开视线 将注意力放到神奇先生身上 将灵昂曾经的对手 一一说给神奇先生听 在他看来 神奇先生对灵昂的了解 仅仅限于反蓝星的强悍 以及反蓝星 拥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科技 但是他对灵昂的判断 还不够了解 他根本不能够明白 灵昂在宇宙中充当的角色 至高无上是想要灵昂的躯体 但是被灵昂反杀 并且彻底掌控 反蓝星这一个星球 从哪个时候开始 灵昂改变了反蓝星的命运 他帮助反蓝星生命体 摆脱至高无上的控制 甚至让反蓝星所有生物 实现人人平等 说到这里 X教授忍不住感叹一声 灵昂本来就没有多大 但是做的事情 单拿出来 也是足够震惊宇宙的存在 X教授没有停顿 继续补充道 还有和第一苍穹的战争 你知道 他是因为什么攻击反蓝星的吗 X教授先是询问神奇先生 是不是了解灵昂的这些历史 得到他的否认之后 X教授继续补充道 因为天神组不能看到 有星球超越他们的认知 所以在发现反蓝星之后 他们的第一反应 是想要毁灭反蓝星 后来天神三位天神 被灵昂秒杀 没有理会神奇先生惊讶的眼神 X教授继续补充道 后来第一苍穹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 他认为 反蓝星应该服从天神组的命令 哪怕是天神组 要求反蓝星毁灭 所以 灵昂和他发起进攻 斩杀了天神 斩杀了第一苍穹 成为宇宙规则 领悟了苍穹之力 再次将灵昂的历史叙述一遍 X教授仍是忍不住感叹 幸好有灵昂存在 让我们实现自由与平等 赫拉克勒斯听到X教授的话 也忍不住一惊 他没有想到 灵昂在建设反蓝星 竟然经过这么凶悍的事情 这就是天才所需要经历的事情吗 听起来与众不同的瞬间 也让他们心惊不已 第218章 反蓝星的意见 战争胶着 在一旁一直听着的 赫拉克勒斯忍不住点点头 向神奇先生说明 X教授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甚至在他受邀来到反蓝星时 看到反蓝星的生活状态 他是震惊的 在他的想法中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尝试 根本就不可能会拥有一个 不存在邪恶 每个物种之间和平共处的现象 一开始 反蓝星众人向他说明 这是灵昂一手建立起来的 而且 这中间花费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他知道的瞬间 他是感叹 以及不敢相信的 一直到灵昂虐杀第一苍穹 掌控宇宙之主的地位 他才明白 原来真的有人具备建立 以及改造一切的能力 但是那种人凤毛麟角 百年难得一遇 就算他们有幸 遇到一个极具天赋的人 也会因为时代的原因 以及生活环境原因 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实力 可以说 灵昂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 任何人的存在 都不可能会超越灵昂 他们的作用 也仅仅是作为当代比较突出的代表 表现优异的 会被代代铭记 表现差的 也就仅存在那个时代 但是向灵昂达到的成就 他不仅会被世世代代铭记 甚至没有人能够超越灵昂 神奇先生 听到众人对灵昂的叙述 以及赞叹 他有些明白 灵昂为什么能够被这么多人拥护 甚至被铭记 像赫拉克勒斯 万磁王 X教授等人 在自己的领域 都是非常出色的存在 索尔和洛基 作为奥丁之子 更是可以独占一方 在自己的领域 作为一名霸王 自己的目标 也会被轻易实现 但是 他们却没有任何怨言 高兴地 跟在灵昂身后 甚至对于灵昂安排的事情 欣然接受 不仅没有埋怨灵昂的安排 甚至还担心 灵昂不安排自己做事 或者将他们忽略 神奇先生甚至认为 索尔和洛基为灵昂赴死 也是心甘情愿的事情 反蓝星的每一个人 安排到其他星球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 不过 您放心 我和您还有反蓝星众位 具备同样的心情 如果说 一开始 我们是喜欢反蓝星的生活环境 之后 又是因为反蓝星 前所未有的科技力量 到最后 又因为灵昂本身的魅力 灵昂身上有一种气质 它能够让其他人 心甘情愿地臣服 以及追随 神奇先生说到这里 感慨一笑 在遇到灵昂之前 他真的不会想到 宇宙中会存在这样的人 甚至一个人的存在 能够改变宇宙规则 以及恢复所有生命体的 和平规则 可以说不追随 灵昂先生后悔一生 追随灵昂先生 幸福千万年 而现在自己所说的话 绝对不是因为 众人对灵昂的盲目推崇 而是灵昂在处理事情 以及三观上面 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 众人听到神奇先生的话 笑了笑 谁知道呢 他们刚刚认识灵昂的时候 怎么也不会想到 灵昂能够达到现在的成就 掌控所有规则 这是他们之前 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灵昂大人 对科技的敏感度 也超过我们所有的认知 反蓝星的科技力量 得到启蒙的地方 就是灵昂大人的知识库 我们只是将灵昂大人的知识 得到实现 包括现在反蓝星重战士 现在穿的隔离能量的衣服 也是因为灵昂大人的建议 才做出来的 火箭听到几人的谈话 顺便也将自己的意思 表达了出来 灵昂的存在 对他们这些动物而言 就是救世主的存在 几人听着火箭的解释 若有所思 甚至有一些期待 接下来 灵昂能够做出什么科技设备 几人恍恍惚惚说了几句话之后 便将视线重新放到监视器上面 反蓝星边缘 灵昂和行星吞噬者的战场上 几人将心中的杂念摒弃 仔细地观察两个人的战争 现在 灵昂在观摩对手的行动 为了领悟他的技能做准备 几人已经将所有事情说开 眼下他们并没有什么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几人将注意力放到战场上面 行星吞噬者的碎星能力发射出来 但是他第一方面 并不是瞄准灵昂 而是将注意力 放到反蓝星身上 眼下反蓝星被灵昂控制 他想要将反蓝星的能量 一一吸收就要经过灵昂的同意 经过谈话 他明白 想要吸收反蓝星的能量 可以说天方夜谈 而灵昂的认知和他并不相同 之后毁灭灵昂 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能量 所以 现在只有破坏反蓝星的建筑 第219章 另辟其境 灵昂的反击 这就是被所有人 恭维起来的反蓝星建筑 他们如果不是灵昂在保护 很可能在他来的瞬间 就将反蓝星所有建筑毁灭 能量吸收 若 眼见飞船直接冲向反蓝星建筑 而灵昂站在旁边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行星吞噬者便认为 灵昂已经被他吓到 现在已经没有力量进攻 所以 在攻击反蓝星的建筑时 更加肆无忌惮 不在乎灵昂的想法 砰 一声巨响传来 飞船直接撞到反蓝星的一个墙壁 墙壁硬生倒地 建筑在这一刻 化为530废墟 处于建筑边缘的灵昂 差一点就被销毁 但是灵昂依旧没有反应 放在现在用一句话表示 就是灵昂已经彻底摆烂 并不想继续进行 而行星吞噬者 已经凭借自己的能量 彻底碾压反蓝星 将墙壁摧毁的飞船 下一秒又转移视线 向着旁边的能量塔移动 像是想要将刚才一举消灭 墙壁的能量拿出来 准备将能量塔一次性销毁 甚至没有在乎灵昂的反应 直觉告诉行星吞噬者 灵昂已经没有办法对付他 之前他吸收的宇宙能量也是如此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星球能量吸收 然后再将宇宙能量化为己有 但是 随着飞船渐渐接近能量塔 行星吞噬者感受到一股压力 在向自己逼近 而压力就是来自于 一开始没有任何反应的对面灵昂 对面灵昂正在一动不动地观摩着 行星吞噬者的物质重组 以及碎星能量 它和之前所领悟的能量不同 物质重组超出规则 以及非规则之外 它反生命方程式以及苍穹之力一样 它是不能够模仿的能量 而现在 它只能凭借自己的悟性 创造出一个 能够凌驾在物质重组上面的能量 在打破物质重组的力量上面 创造出一模一样的能量 此刻 灵昂身体内的苍穹之力 为灵昂提供着燃料 它将所领悟到的物质重组 以及碎星能量 在脑海中不断播放 然后 又以苍穹之力作为引导线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在灵昂的脑海中 所创建的物质重组以及碎星能量 正在和第一苍穹的苍穹之力相互决斗 灵昂更是在双方能量交叉攻击的瞬间 不断调整物质重组的变化 以及慢慢创建属于自己的物质重组力量 就是在创建力量的过程中 灵昂身上散发着能量 更是随着物质重组的完善 灵昂身上的能量波动更加剧烈 也正是在灵昂身上不断散发着能量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感受到 灵昂身上的能量再不断增强 甚至它散发出来的能量 对它而言有一些熟悉 也在随着灵昂身上的能量不断散发 行星吞噬者感受到 自己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甚至就在一瞬间 感觉到身上的能量再不断流逝 让它迫不及待地想要吸收能量 仿佛自己已经干枯 而能够医治自己的良药 就存在反蓝星这个星球中 行星吞噬者 尽量让自己不受灵昂的威胁 继续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及能量 同时在飞船攻击的途径中 增加上灵昂的踪影 就让灵昂和反蓝星一起消失 当然作为它好不容易良心发现的补偿 它会和灵昂一起在宇宙中消失 这也算是帮助宇宙消除一个祸害 行星吞噬者将自己目前的行为 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甚至立刻命令 已经出击的技能重新开始攻击 将注意力放到灵昂身上 而受到主人指示的技能开始移动 从反蓝星边缘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调转方向 朝灵昂所在的位置攻击去 行星吞噬者突然转变的攻击方式 让周围人大惊 旺达甚至忍不住轻呼出声 小心啊 灵昂 最终没有抵抗住本性的担忧 哪怕明白灵昂最终能够成功 她还是忍不住轻呼出声 害怕灵昂会在这里受伤 戴安娜了然地上前拍了拍旺达的肩膀 她十分清楚这种感觉 也明白旺达现在的心情 所以 她轻拍着旺达的肩膀 安慰着旺达 但是眼神也不敢看向监控器 她总感觉 灵昂如果受危险了 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灵昂一定能够解决危机 环返蓝星一片安宁之地 站在总部的人 看着监视器中发生的种种 虽然知道 灵昂具有逆天改命的能力 但是还是忍不住担心 不用着急 你要看到行星吞噬者突然进攻 肯定是意识到了什么 第220章 行星吞噬者的压力 灵昂的实力 而能够让他改变决定的 肯定是感觉到了危险性 索尔非常清楚 行星吞噬者目前的处境 也非常明白 什么行为能够让他突然改变主意 现在 他们不应该感到紧张 而是应该高兴 高兴灵昂的实力再次进步 高兴反蓝星将会一片安宁 听到索尔的解释后 万磁王 洛基 以及神奇四侠将视线凑在监视器上 发现确实就像索尔说的那样 虽然灵昂从史之中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行星吞噬者 像是发现了什么一般 脸色大变 甚至还吩咐已经出击的飞船掉头 想要将灵昂击溃 而且看着行星吞噬者的表情 他现在分明是想要和灵昂同归于尽 离开的想法 在那一瞬间已经消失不见 将监视器中的一举一动观察清楚的洛基 有些诧异的询问 行星吞噬者究竟发现了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之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宁愿死也要将灵昂击毙 其他人也是非常疑惑 刚才他们只注意到 灵昂和行星吞噬者之间的无声交流 以及灵昂现在所处的境地有没有危险 丝毫不清楚行星吞噬者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变化 还有他看起来很紧张 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看下去 眼下行星吞噬者的反应 已经向我们证明 灵昂更加具备优势 所以 我们只需要等灵昂反击就可以 灵昂这一次的胜利 将会在自己的成绩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反蓝星也在灵昂的保护下 再次恢复安宁 万磁王打断他们探讨的声音 对着监视器中的灵昂感叹道 一开始 他们以为灵昂的家乡 就是一颗小星球 谁能够抱有这么大的希望 而且 自己还差一点走入歧途 当然 他更害怕的是 自己交流的时候 没有看到灵昂出手 几人经过万磁王的提醒 也明白是反蓝星的重要时刻 纷纷安静下来 再次将视线放到监视器中 而此时 两种能量在灵昂体内交汇 灵昂的身体 也忍不住释放出能量 你观察了行星吞噬者的物质重组 并模拟出一次物质重组 同时使用物质重组的能量 击败苍穹之力 你顿悟了 你已经彻底掌控物质重组 物质重组 能够将宇宙中所有有生命体征 以及没有生命体征的物体 进行重新装置 能够改变生命体中的能量物质 或者是吸收以及消灭 物质重组 不论你身在何地 何处 何时 都能够第一时间定位物体 并进行改变 被物质重组打伤的能力者 将销毁身上所有能量 并在宇宙中消失 随着对物质重组的掌握 灵昂的能量 也在行星吞噬者 肉眼可见的范围内改变 行星吞噬者 也是将琳昂的变化放在眼中 正式观察到琳昂的变化 行星吞噬者 才会第一时间 吩咐飞船 掉头攻击琳昂 而就在此时 行星吞噬者发现 琳昂身上的能量达到了顶峰 甚至在暗暗压制着 它身体内的能量 行星吞噬者 惊恐地看着琳昂 不明白突然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刚才做了什么 就在此时 行星吞噬者感觉到 甚至是不受自己控制 第一次出现这种异常的 它直接将视线放到琳琅身上 并且感觉到 自己身上的变化 和琳琅脱不开关系 随着能量的流逝 它的身体也在慢慢变小 瞳孔不自觉放大 惊恐地看向琳琅所在的方向 因为行星吞噬者身上的能量 四处释放 飞船也没有办法保持稳定 本来冲向琳琅的飞船 此刻不受控制地 在半空中跌跌撞撞起来 甚至面对四周的建筑物 开始乱撞 而碎星的能量更是在四周漂浮 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 反蓝星边缘在一瞬间混乱起来 观战的众人也忍不住贴近屏幕 看着突然发生的事情 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个怪物怎么会突然间缩小身体 而且满是恐惧地看着琳琅 神奇先生看着监视器中的异象 不可思议地询问道 当然 他用非常轻的声音说着 甚至以为周围人都在关注琳琅的动作 根本就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但是就在他划落的瞬间 旁边的索尔就解释道 因为行星吞噬者感受到了危险 他的能力可不是天神能够相比的 就是这样强悍的人 越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危险 面对不可控制的危险 这是他们下意识做出的反应 第221章 行星吞噬者致命攻击 琳琅的平静 索尔非常轻松地猜出 行星吞噬者的想法 他现在的行动就已经说明 自己不是琳琅的对手 所以 在琳琅稍微有些动作 就已经感到恐惧 已经慌不择事 想要尽快将琳琅消灭 才能安心 几人听到索尔的解释后 发现确实像索尔所说的那样 在战争中慌神 那就已经处于弱势 琳琅对战行星吞噬者的战争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琳琅能够胜利 而且 行星吞噬者会消失 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内心的答案 为什么行星吞噬者 突然慌乱了起来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 随着神奇先生说话 后面跟着的人 也忍不住询问着 说的没错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琳琅和行星吞噬者 有什么异常 或许是查看到熟悉的气息 行星吞噬者 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琳琅的时候 淡然的态度 自然也没有任何用处 可能是琳琅已经领悟到 行星吞噬者的技能 现在行星吞噬者察觉到危险 就想要将琳琅销毁 反兰星众人知道琳琅的能力 听到神奇四侠的疑惑 就向他们慢慢解释着 说话的时候 脸上还带着荣誉的表情 仿佛琳琅做出的事情 是他们做的一样 神奇四侠听到解释后 也是满脸高兴 将注意力再次放到显示器上 而监控中 被琳琅打断攻击的行星吞噬者 显得有些慌不择路 宇宙飞船 更是在他们的视线中来回横撞 几乎在下一秒 就要撞在琳琅身上 观战的众人平住呼吸 看着琳琅的反应 随着物质重组的能量 在琳琅周围波动 琳琅睁开眼睛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 释放物质重组 两股物质重组能量 在半空中激烈碰撞 行星吞噬者 几乎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 看向悬浮在半空中的能量 刚才不能够解释的压力 好像在这一刻得到缓解 原来琳琅身上 具备物质重组的能量 所以在那一瞬间 他有一些不敢相信 最后便决定攻击琳琅 到现在 看到两股能量 在半空中撞击 他才明白 那种违和感来自哪里 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心情 行星吞噬者 向着琳琅怒吼着 你怎么能释放出物质重组 这根本就不可能 琳琅刚才制造出来的压力 根本就不是能量释放 而是将体内有关规则的物质 变成不规则 然后 再以物质重组的能量释放出来 他突破了身体的限制 将所有安排提前完成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不能够承认 琳琅突破所有限制 提升能量的行星吞噬者 不断地给自己洗脑 眼前的事情的虚假的 但是抬头看到 悬浮在半空中的能量 在争夺生存权 甚至自己的能量趋于弱势 他不得不证实这个问题 物质重组 是在宇宙出生之前 一直作为一股能量 依附在自己身体内 两个人可以说是 同生共死一般 在宇宙诞生之后 他开始掠夺其他星球的能量 然后又不断锻炼体内的能量 他慢慢明白过来 物质重组 可以和自己融合 以自己身体为养料 也正在他的喂养下 物质重组能够发挥出 前所未有的能量 以及伤害 这个过程 他持续了大概一个光年 凌昂短短时间内 就能够彻底掌控物质重组 甚至压制下来他的攻击 这根本就不现实 就算再不想承认 凌昂学会了物质重组 可是看到半空中 在争抢能量的战争 也不得不承认凌昂的实力 和凌昂的实力 以及潜力相比 凌昂前所未有的爆发力 才是最为恐怖的 这不仅仅能够在这战争上 直接压迫一个人 还能够从心理上击退对方 凌昂 你很好 行星吞噬者用尽全身力量 向凌昂放下狠话 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往下滑 在和凌昂的对战中 身体受到过凌昂全力击打 而身体修复的速度很慢 慢到可以忽略 现在看到凌昂打出物质重组 身体更像是泄气一般 无法站立 而在身体倒下的瞬间 行星吞噬者将所受到的压力 倾泻而出 他在加大能量攻击 想要给凌昂留下致命一击 但是 自己面对着凌昂的进攻 已经处于无法喘气的地步 他依旧释放全部能量 要让凌昂感受到被能量压迫 导致身体不能呼吸 不能移动 是什么感觉 他想要看到 凌昂被压迫到喘不过来气的样子 但是强烈的进攻 并没有出现凌昂颓废的状态脉 他依旧面不改色地站在原地 冷冷地看着悬浮在半空中的能量 第222章 行星吞噬者丧失能量 凌昂的实力 凌昂看向已经没有办法 正常进攻的行星吞噬者 他并没有直接攻击或者加强能量偷袭 面对行星吞噬者几乎混乱地攻击 凌昂只是站在原地 不慌不乱地吸收着行星吞噬者释放的能量 而现在能够被修改 以及不能修改的法则被凌昂渐吸收 一直到最后归凌昂所用 醉红物质重组在凌昂体内得到完善以及更改 随着凌昂对物质重组的掌控 行星吞噬者的能量在缓缓消失 最终到最后一刻 行星吞噬者像是明白了什么 他脸色惊恐地看向凌昂 眼下所发生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包括我前来反蓝星吸收能量 包括你在我吸收能量时 你做出的反应都是在你的计划之中 你从一开始就打算着吸收我身上的能量 然后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杀了我 像是最终搞明白 凌昂之前看来不正常的举动是什么意思 深受打击的行星吞噬者 赤红着双眼 恨不得将凌昂从高处拉扯下来 在刚来到反蓝星时 他还在感叹自己终于遇到一个 能够长久生活下去的城市 没有想到 从一开始就落在凌昂的陷阱中 甚至凌昂丝毫不关心 自己有没有可能伤害到反蓝星 双目赤红的行星吞噬者 最终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 以完美姿态站在凌昂面前迎接攻击 再看到自己的能量 被凌昂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一一吸收 行星吞噬者的身体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 然后 只留下满脸不甘的表情 消失在宇宙中 察觉到行星吞噬者 已经在宇宙中消失 凌昂收回悬浮在半空中能量 不曾多说一句话 而凌昂几乎没有消耗任何能量 就将行星吞噬者解决的情景 更是在所有反蓝星成员中不断播放 神奇四侠第一次看到凌昂轻松战胜对手 更是忍不住感叹出声 行星吞噬者 就这么被消灭了 他可是掌控宇宙能量 抬手间可以销毁一个星球的存在 就这么被凌昂打败了 神奇先生在监控器中 观察过行星吞噬者身上的能量波动 察觉到他身上具备一颗星球上的能量 神奇先生是诧异和恐惧的 就在发现的同时 神奇先生忍不住前来反蓝星 找解决的办法 甚至在凌昂开始战斗之前 他想着聚集几颗星球的能量 然后在行星吞噬者荒神地瞬间攻击他 谁想到 自己所猜测的一切都没有用上 凌昂就凭借自己的力量 消灭了行星吞噬者 要知道 行星吞噬者作为宇宙之前的怪物 他拥有不死不灭的身躯 以及用不尽的能量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怪物 被凌昂抬手间消灭 甚至没有浪费一丝力量 神奇先生脚步微动 想要上去查看 是不是真的没有了行星吞噬者的踪影 等自己往前走一步时 才发现 他们现在是在监控器面前 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 想要去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不简单 正好我们也想要去看看 就一起吧 战争已经结束 深知反蓝星星情的斯特奇 向众人说道 除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神奇四侠 反蓝星众人 已经在斯特奇面前站好 怎么还不过来 不是想要去现场观看 行星吞噬者 有没有彻底消失 赶快啊 察觉到神奇四侠 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万磁王连忙向他提醒道 眼下斯特奇已经准备好传送 他们还愣在哪里 没有任何反应 等一会明白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晚了 林昂已经将反蓝星边缘 进行最后收尾 人已经回到这里 听到万磁王的提醒 神奇先生几人才明白过来 他们是在干什么 来不及想 究竟想要去边缘位置干什么 他们四人已经站在传送中 准备跟着几人行动 斯特奇的传送阵 和林昂相比 漫上很多 他们在这一次传送中 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 甚至在出现在反蓝星边缘位置时 能够和林昂正常对话 等反蓝星众人出现在周围时 林昂正在对行星吞噬者的能量 做最后的吸收 以及完善工作 他们来到这里 看到林昂在对自己的工作 做最后吸收 也没有打扰林昂的意思 纷纷来到行星吞噬者消失的地方 想要看看 是不是还存在什么 他们在监视器中不曾看到的细节 等几人来到行星吞噬者消失的位置 还隐隐约约能够感受到 行星吞噬者的能量 覆盖在反蓝星上面 第223章 行星吞噬者消失 众人的感叹 行星吞噬者留在的地方 还有隐隐能量波动 等他们距离近一些 更能够感受到行星吞噬者的能量 甚至在一瞬间 能够被遗留的能量冲击以及伤害 感受到行星吞噬者 遗留下来的强悍能量 众人忍不住感慨 行星吞噬者 具有这么强悍的能量 竟然被羚羊挥手解决 这看起来 怎么这么不可思议 是啊 如果我们在这里 受到的波及更大 说不定会影响羚羊解决对方的事件 万磁王和X教授 看到不断波动的能量 忍不住感叹道 甚至认为 现在羚羊的实力更加强悍了 羚羊的能量再一次增强 看来能量是没有尽头的 是啊 在遇到林昂先生之前 我们从来不知道 一个人能够具备这么强悍的力量 甚至可以颠覆宇宙 再说 我们在此之前 怎么可能想过 能够和颠覆宇宙的人认识 我们所了解的 也仅仅是 怎么能够 让变种人不受歧视的生活下去 怎么才能够证明 自己的能量 对人类无害 怎么才能够实现公平 但是 你看现在的情况 我们不是相处得很好 之前想要实现的愿望 也一一实现 万磁王想着他之前 因为想要追求公平的时候 差一点误入歧途 当时就是因为林昂的存在 以及林昂帮助他们 进入一颗星星球 他那些偏激的想法 慢慢得到改善 甚至已经能够轻松地面对 之前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 赫拉克勒斯 听到万磁王的话 感同身受 岂只是变种人之间存在不公平 就连天神之间也存在不公平 不然 他也不会跟随林昂 出现在反蓝星 林昂再次解决一个大魔头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会方便很多 几人茫茫说是 反蓝星虽然只是宇宙中的 一颗小星球 但是它的能量 以及规则 已经站在宇宙之上 成为一颗独立的星球 赫拉克勒斯甚至敢保证 但凡林昂想要收集 其他星球的能量 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现在之所以没有理会 其他星球 也是因为 星球之间是相互隔离 没有任何影响的事情 你们看 行星吞噬者的能量也在消失 它消失之后 被它吸收的星球 能不能回到原始状态 能量消失 不是应该回到反蓝星吗 它现在是以反蓝星的能量 生存下来的 神奇显示还想着 如果能量能够回到 被它吞噬的星球中 起码星球的能量被保留下来 说不定 星球也能够恢复 听到万磁王的话 猛然意识到它 已经吸收很多反蓝星的能量 就算能够释放 现在释放出来的 也是反蓝星的能量 明白事情真相的 神奇先生 不再多说话 反而对于行星吞噬者 消失的地方 感到格外好奇 以及诧异 而另一边的凌昂 已经将行星吞噬者的物质重组 和碎星能力完善完毕 现在所发挥出来的力量 更是行星吞噬者 毁灭能量的两倍 旺达对行星吞噬者 消失的原因 以及消失后 产生的影响不在意 它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凌昂身上 在来到反蓝星边缘的瞬间 看到凌昂在闭目思考 它没有打扰 但是在凌昂 已经将所有能量 吸收完毕 睁开眼睛时 旺达是第一个发现的 在看到凌昂睁眼的瞬间 旺达直接向凌昂跑过去 来到凌昂身边 更是没有给凌昂反应的时间 紧紧保住凌昂 你太棒了 凌昂 你将宇宙大魔头击败 现在反蓝星也恢复了安静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紧紧抱完凌昂 旺达稍微松开一下力量 双眼朦胧地看着凌昂 你知道这一段时间 我有多担心吗 我非常害怕你 会有危险 哪怕知道 你拥有强大的能量 任何人都不能伤到你的前提下 我以后会刻苦锻炼 争取能够站在你旁边 帮你分忧解难 虽然他的梦想是 想要帮助凌昂洗衣做饭 但是现在 他更想要时时刻刻 站在凌昂身边 和凌昂一起在前线战斗 保护他们的家园 随着旺达的动作 后面的众人也发现 凌昂已经将状态调整到极致 现在 他的能够直面给他们一股压迫感 如果不是熟悉凌昂的能量 以及气势 他们现在 恐怕接近凌昂 都要想一段时间才行 凌昂 恭喜你的实力再进一步 你的潜力简直无法预测 当我们意识到他 已经达到顶峰时 你就会向我们证明 这只是一个开始 第224章 能量波动 久违地放松 万磁王向凌昂表达恭喜的时候 真的就是单纯的恭喜 以及感叹 曾几何时 面对凌昂飞跃般的进步 他只会认为 这是对反蓝星有利 对变种人有利 但是现在 他已经站在凌昂的角度考虑问题 眼前的事情 对凌昂有利 才是最合适不过的 只有凌昂的能量达到顶峰 就算躺着说话 旁人也会尊敬地 站在凌昂面前 听他说自己的人生往事 当然合适的情况 还会咨询凌昂的意见 没错 这一次太过出乎预料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你们两人533 是怎么发起进攻的 还有不可一世的行星吞噬者 竟然就这么失败了 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 X教授随着万磁王 也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凌昂扶起趴在他胸口上的旺达 等旺达站稳之后 凌昂抬手握成拳 感受着身上流动的能量 满意地笑了笑 宇宙之主 本就心存狂傲 就算他们站在反蓝星 也会认为是反蓝星的荣耀 和他们无关 当然 他们反蓝星 就是他们的私有物品 想要摧毁就摧毁 想要征用就征用 感受着身上涌动的能量 凌昂对行星吞噬者 以及之前出现的第一苍穹 没有一丝好感 可以说 两个人的存在 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 在后面稍微有不符合 他们想法的事情存在 两人下意识的行为 不是解决事情 而是毁灭提出想法的人 但是反蓝星向来不害怕事情 如果是想要来反蓝星参观 以及对反蓝星抱有友好心态 他们是非常欢迎这些人的到来 只是 你想挑战反蓝星 那就要问他手中的拳头 答应不答应 几人听着凌昂的话若有所思 认为凌昂说的没有问题 他们身为星球中的一员 所想要做的事情 不过就是好好的在星球中生活下去 然后将自己的星球 变得更加有力量更加好 他们是野心作祟 同时也是因为 他们高高在上的生活态度 怎么说呢 和他们的生活条件离不开关系 他们在遇到反蓝星之前 从来没有想过 有人会拒绝他们 甚至是打败他们 X教授想到 他们在蓝星经历的事情 还有一些人 为了追求生活做出来的事情 感觉非常心塞 他们好不容易得到的生活 别人却想毁灭它 星球的生命体 在他们眼中 就像是一件可有可无的玩具 他们想要玩的时候 就将星球拿起来玩两下 不想要玩的时候 直接销毁 这和昏庸的君主 有什么区别 虽然灵昂已经将许多 能够掌控宇宙力量的人驱赶出去 但是他们 还是不要命一般盯着灵昂 以及反蓝星 仿佛将反蓝星销毁 能够帮助他们 提升多少业绩 说得很对 但是这一次打败行星吞噬者 这对于反蓝星而言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 之前击败第一苍穹你 直接前往索尔家里解决麻烦 我们并没有好好享受 反蓝星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 眼下 你应该近期没有什么事情吧 我们正好可以好好庆祝一下 赫拉克勒斯加入反蓝星后 我们还没有一起吃饭 要不要来一下 说到 灵昂可能没有事情的时候 他的表情还有一些拘谨 反蓝星所有人都知道 灵昂的繁忙程度 现在他有时间在反蓝星 是因为反蓝星出现了除他之外 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麻烦 平常一周时间里面 灵昂有一天留在反蓝星 就是不错的表现 更不要说和 他们庆祝之类的事情 目前没有事情 灵昂非常给面子的说了近期没有事情的话 但是他的事情根本就不在他的规范里面 平时遇到星球有问题 或者有人来挑战反蓝星 他都是根据火箭的监视 以及能量波动感觉出来 现在刚刚平复行星吞噬者 吃饭的时间应该还有 太好了 我一定帮你 做几道你喜欢吃的龙国菜 让这一次聚会变得有意义 听说这一次 还是为了我举行的 我是不是要好好准备一下 赫拉克勒斯 听着几人调侃的声音 忍不住加入进来 说实话 已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他第一次感到轻松 竟然是在反蓝星这里 之前 不管是在奥林匹斯 还是自己从小生活的星球 赫拉克勒斯受到歧视的次数很多 慢慢他认为 不会有一个星球存在平等 他要永远这么生活下去的时候 林昂的出现 解救了他 第225章 赫拉克勒斯的感恩 反蓝星的聚餐 在奥林匹斯 被自己兄弟嘲讽是一回事 在那里没有办法 找到归属感 又是一回事 赫拉克勒斯感叹地看着林昂 在没有遇到林昂之前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会沉浮在林昂手中 沉浮在一个看起来实力 并不是很强悍的人身上 随着对林昂的了解 他慢慢地知道 林昂在反蓝星 以及在宇宙中做出的业绩 所以 现在听到他们要聚餐 甚至还有一个理由是 想要帮助他接风洗尘 以欢迎他加入反蓝星 赫拉克勒斯涌现出的想法是 高兴已经感动 这是在奥林匹斯 许多年不曾经历过的事情 要知道 现在的林昂 是刚刚解决了 行星吞噬者这个大麻烦 现在提出聚餐 也算是麻烦林昂了 但是他明显看清了林昂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了解林昂 听到赫拉克勒斯的感叹 林昂只是将吸收的能量收回 然后向赫拉克勒斯摆了摆手 你不用担心 这就是反蓝星的传统 另外 参加宴会也是他们安排的 和我无关 如果想要感动的话 还是找万磁王和X教授比较好 聚会以及聚餐的事情 他从来都不会询问什么 如果有事情需要他参加 而且 他又有时间的话 完全能够抽时间参加 赫拉克勒斯了然地点点头 只是向林昂询问道 林昂 尴尬才看到 行星吞噬者消失的地方 还有能量浮动 它会不会影响反蓝星的生态 还有那些能量 是其他星球的能量 还是行星吞噬者 在反蓝星吸收的能量 如果能量消失 会对反蓝星存在副作用吗 在赫拉克勒斯和林昂交谈的时候 周围的人并没有打断赫拉克勒斯说话 甚至在赫拉克勒斯有些卡壳的时候 万磁王还会引导他怎么说话 或者说怎么沟通 只能说 一切都在按照流程走 或者说 已经将赫拉克勒斯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现在听到赫拉克勒斯 询问反蓝星的生态问题 众人没有打断他们的谈话 反而是距离两个人近一些 这样能够更准确地听清楚林昂的判断 赫拉克勒斯询问之后 林昂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便向众人解释道 行星吞噬者 本就是依靠能量生存的怪物 或者说宇宙之主 他的身体也是由能量构造 所以 在行星吞噬者消失之后 他身上的皮肤或者是组织 也会成为能量遗留在原地 这些能量会在行星吞噬者消失之后 慢慢地被反蓝星吸收 一直到彻底和反蓝星的能量融合 这么说 我们还是赚的 行星吞噬者 大费周章地来到反蓝星 不仅没有毁灭反蓝星 甚至还帮助反蓝星提升了档次 这简直绝了 我相信行星吞噬者 如果有思想的话 现在肯定想要站起来 再站八百回合 万磁王打断两个人的谈话 将凌昂提供的信息吸收之后 忍不住调侃起来 行星吞噬者 这一次行星吞噬者 来到反蓝星吸收能量 是从反蓝星边缘开始的 除了一些按照凌昂的命令迎战的队员 剩下的人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而索尔和洛基等人 更是被凌昂平安送回总部 可以说 反蓝星几乎是灵伤亡的状态 但是行星吞噬者可不是如此 他不仅将自己的生命 放在了反蓝星 更是以另一种方法 帮助了反蓝星进步 万磁王现在就能够想象得出来 行星吞噬者 如果还活着的话 应该多么暴躁 听到万磁王的解释 身后的众人忍不住笑了出来 实在是凌昂将事情解决得太快 他们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观赏 行星吞噬者失败的原因 以及战争的情况 但是现在听到万磁王的解释 仿佛行星吞噬者被打败的事情 已经在脑海中重复播放 这简直震惊他们的三观 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宇宙之主 能够将事情做到这份上 万磁王说得很对 只是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庆祝才对 时间不早了 我们还是回去收拾房间 准备我们的狂欢吧 X教授很少有这么高兴的时候 但是来到反蓝星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欢笑 以及释放自己 对对对 我们也非常荣幸 能够参加反蓝星派对 听你们说话 这应该是反蓝星许久不曾准备的活动了 神奇先生大笑着 将万磁王和X教授的话接过来 反蓝星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星球 第226章 反蓝星聚会 新发现 他将所有生命体都聚集在这里 而且也能够给所有生命体最够的公平 甚至是帮他们提供岗位 而生命体之间呢 非常珍惜自己得到的岗位 以及自己居住的星球 几乎不需要琳昂过多催促 他们就会好好守护自己的星球 在他人侵犯自己星球之时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维护自己领土的完整 会十分信任自己的领导 甚至可以保证 就算一场战场胜利的概率不大 这些战士也会毫无顾忌地挡在凌昂前面 替凌昂出击 而凌昂也会将这群战士 将反蓝星所有生命体 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不会让他们受到伤害 这就是反蓝星 相辅相成 任何人 任何星球 都不可能打破他们的团结 神奇先生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凌昂丙烛夜谈 但是 想要凌昂刚刚结束一场战争 还有接下来的战斗 意识到凌昂会很累 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不过却暗暗下定决定 要在反蓝星多待一段时间 这么说来 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 斯特奇先生的传送 实在是凌昂先生的传送太快 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脑子还需要缓冲 但是在斯特奇先生的传送中 我们反而 还能够空出一些时间 欣赏反蓝星 几人听着神奇先生 几乎没有隐瞒的话语 忍不住大笑出声 万磁王甚至忘记 顾及自己的力量 直接拍在神奇先生的肩膀上 那可不是 凌昂的传送相当于光速 强烈移动下 你怎么可能会不头晕 我第一次也是那样 不过多来两次就好了 万磁王想到自己曾经的经历 忍不住安慰起来神奇先生 同时 身后具备相同经验的人 更是提出办法解决 在这过程中 凌昂从头到尾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在几人开口询问的时候 回答一下他们简单的问题 除此之外 便不再多说什么 等他们已经讨论完毕之后 凌昂才出声打断他们 好了 既然已经安排好 那我们尽快开始行动 几人听到凌昂说话 便不再多说什么 一些不能够适应快速移动的 在斯特奇旁边等着 想要快速回家的 则是在凌昂身旁等着 分派好之后 凌昂便不给他们沟通的时间 花好传送阵 就已经离开反蓝星边境 从头到尾 没有看到凌昂有任何动作的斯特奇 看到凌昂已经启动传送离开 睁大了眼睛 凌昂先生的传送出神入化 我已经观察凌昂先生的传送有两个月 可是每一次都没有看清楚 凌昂先生是怎么开始传送的 哈哈 这正常 你想想凌昂身上所拥有的恐怖能量 就明白 眼前的事情是多么正常 听到斯特奇近乎惊恐的声音 神奇先生反而冷静下来 甚至 还向斯特奇说着 凌昂身上不可超越的能量 斯特奇听到神奇先生的解释点点头 接受了这个回答 而手也没有停止 飞快地画着传送阵 然后便将几人包围在传送阵中 做过凌昂的传送之后 神奇先生表示 斯特奇的传送很慢 但是适合他 另一边凌昂 旺达和戴安娜回来后 发现反蓝星总部被装饰的富丽堂皇 甚至在大殿上贴着 欢迎凌昂大人战胜归来 恭喜凌昂大人能量再次提升 旺达和戴安娜诧异地看着横幅 不明白怎么大殿突然装饰成这个样子 他们甚至没有收到一点信息 反观凌昂看起来非常平静 将大殿的装饰收入眼底后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询问道 火箭 这是战士们准备的 火箭和众人一直在监控室 观察他和行星吞噬者的比赛 除了想要哄他开心的战士 凌昂一时之间想不出 还有谁做此举动 凌昂先生果然英明 这些是和您经过战争的战士们 给您准备的惊喜 被凌昂喊到的火箭神色一阵 还以为是凌昂察觉到了他们做的事情 等回过神来才明白并不是 凌昂只是猜到了一个大概 然后又因为听到是他过来 所以才会下意识询问 火箭深吸一口气 不过又再次感叹起凌昂的实力 他们感觉自己在前线并没有出力 所以回来后 就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就紧敢慢赶在你回来前 做了这些事情见 还每人做了一些食物 一会可以尝尝他们的手艺 第227章 难得的聚会 火箭说起反蓝星战士时 忍不住感叹 一提起凌昂的名字 他们就激动地 像谈恋爱的小姑娘一般 生怕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怠慢到凌昂 恐怕到时候怠慢到凌昂 最难受的不是凌昂 而是一直站在他们身后 想着保护凌昂的守护者 太不可思议 也太用心了 他们做的菜 竟然是凌昂喜欢的龙国菜 旺达听到火箭向凌昂的解释 满脸惊叹地来到桌子旁边 看到摆在桌子上面的饮食 感叹不已 虽然知道 各位对凌昂的尊敬以及推崇 但是万万想不到 这些人在不久之前还跟着凌昂在前线战斗 而且 他们身体上的能量远远不如凌昂 修复身体的速度更不要说 但是就算如此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依旧没有休息 没有修复身体上的创伤 反而拖着辛苦的身体 帮凌昂做出这么多好吃的 简直难以想象 确实如此 反蓝星的战士们太过齐心协力 我们在反蓝星边缘位置 刚刚讨论好准备庆祝一下 他们就已经准备好吃食 以及装备好氛围等着我们 这好像用了同一个脑袋一般 不对 他们准备的吃食不是为了我们 是想要让凌昂在休息时间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戴安娜本将他们所有人算进去了 猛然想起 这些人从头到尾想要讨好 以及想要被认证的只有凌昂一个人 随着戴安娜的调侃 众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凌昂有关反蓝星的发展问题 以及之后反蓝星应该如何应对外敌的问题 和火箭沟通了一下 凌昂先生您放心 反蓝星的防御问题 我们是按照您的想法进行设计以及改良 如果不是面对第一仓穷 以及行星吞噬者这类掌控世间万物的人 反蓝星绝对是最安全的地方 另外 针对超出反蓝星控制的能量 我们正在研究新设备 来应对不请自来的客人 火箭眼看几人还没有过来 便将手中有关设备的信息放到凌昂面前 凌昂从火箭手中 接过有关反蓝星的装备设置 也让火箭在旁边坐着 火箭递给凌昂的是一副设备图纸 上面将反蓝星的一些建筑进行修改 同时还在建筑上增加抵抗能量的材料 然后又加上一些武器 想要测试宇宙之主 在攻击反蓝星时 通过能量减缓器减少攻击者的能量 然后再通过武器进行攻击 凌昂看着图纸 发现火箭设计的工具并不能够将抵抗者致死 如果实力强悍的话 可能也不会受伤 稍微想了一下 便明白火箭坐次设备的动机 他是想要通过能量减缓器 以及武器攻击减少攻击者的能量 同时也是在为反蓝星众人争取攻击的机会 火箭在设计装备的时候就已经明白 只是依靠科技力量是没有办法将攻击者摧毁 甚至所设计出来的装备 也根本没有办法对他们造成危机 只是眼下他只能做到这一步 后面再根据思想以及设备碎片进行更改以及进步 也没有等到琳瑙询问 火箭便向琳瑙解释道 这是根据近两次攻击反蓝星的人中受到的启发 当然眼前的设备不是非常成熟 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用处 但是随着对宇宙之主的了解 我们也会慢慢更改设备 琳瑙先生 你有什么意见要知道我们吗 弹起琳瑙的指导 火箭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只要他们的设备能够被琳瑙指导 那就表明他们的设备是有用的 如果在琳瑙的指导下修改了设备 他能够保证 在之后的攻击中 设备绝对能够发挥出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厉害 琳瑙拿着图纸 是以火箭凑近一些 等火箭过来后 便向他说道 能量抵制材料可以忽略 宇宙之主的能量是没有办法使用能量抵制攻击以及销毁 它顶多让宇宙之主察觉不到你们的能量 而且 这种也仅仅对行星吞噬者那些 以能量为时的管控者有关 放在别人身上完全行不通 还有武器方面 可以将弑神者战甲分成小片 放在防御系统中 在保护反蓝星的同时 也可以增加攻击力量 火箭听到琳瑙的话 惊讶出声 弑神者战甲不是用来对付天神的吗 现在将它们销毁 会不会影响到您 如果对你有影响 要不就按照目前的程序走 稍后有进展再进行更换 第228章 弑神者战甲为防御 灵昂的实力 他们目前想要提升设备属性 也是想要帮助灵昂解决外界烦恼 让灵昂可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但是 如果他们提升防御系统的前提是 灵昂消耗自身可能保护自己的物品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 灵昂明白了火箭的意思 只是摇摇头 过了一会才说到 是神者战甲 是因为当时第一次面对天神级别的人 攻击反蓝星 所以 是神者战甲成为当时的武器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反蓝星 解决暂时的危机 眼下第一苍穹和行星吞噬者 接二连三出现在反蓝星 肯定有天神组消失的影响 但是 好处是 我们能量得到了提升 反蓝星不论是防御 还是科技方便 也得到提升 所以 是神者战甲 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对反蓝星而言 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 用它来保护反蓝星 也是一件美事 听到是神者战甲 就算不在灵昂身边 对它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火箭对灵昂的能力 感到开心 以及佩服 只见它满眼感叹地看着灵昂 兴奋地说道 是神者战甲 对您没有任何影响 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您放心 接下来反蓝星的防御装置 由我来安排 我一定能够将您的想法运用进来 而且将反蓝星 建造成一颗坚不可摧的星球 不论是人 天神 还是宇宙之主 都不能打破我们的界限 火箭信誓旦旦地 向灵昂保证着 灵昂甚至怀疑 如果不是稍后 有聚会相关事宜 现在火箭就已经跑到实验室 开始拿起是神者战甲 进行试验 慢慢来 看到火箭激动的心情 灵昂只能劝慰 它不着急 第一苍穹 以及行星吞噬者 接连在反蓝星陨灭 它想 短时间里面 应该不会有人危害反蓝星 还有经过200名战士 在战场上面的厮杀 灵昂已经了解到他们的进步 不得不说 戴安娜和索尔是天生的将材 战士们的进步 比他想象中还要快 实力也很强悍 如果现在反蓝星和蓝星发生战争 他可以保证 反蓝星的战士 绝对不会受伤 这就是蓝星和反蓝星的差别 灵昂想到这里看了一眼 还在旁边坐着的戴安娜 戴安娜 你做得很好 天生的将材 反蓝星的战士 在你和索尔的训练下 进步神速 戴安娜直接忽略 灵昂口中的索尔 认为 这是灵昂单独夸奖自己的证明 也是对他能力的赞扬 他直接冲到灵昂面前 在灵昂旁边的座位坐下 然后一脸求表扬的表情盯着灵昂 既然我在反蓝星 做出了这么大的业绩 不知道有没有奖励呢 还是说 这只是口头表扬啊 一脸幸福表情的 戴安娜直直盯着灵昂 好似灵昂不给自己一个回复 就绝不放弃一般 灵昂好笑地看着戴安娜 好似再说你从头到尾 就这么一招吗 戴安娜却看懂了灵昂的意思 好招不再少 有用就可以 你想要什么给我说 到时候我安排 我还没有想好 等我想好了告诉你 得到灵昂的回复后 戴安娜立刻从灵昂身边站起 然后一脸高兴地回到自己的位置 她知道 灵昂答应的事情 从来不会反悔 所以 现在自己专心想想 自己需要的物品 或者人就可以 几人调笑的时候 斯特齐的传送阵 也来到了反蓝星 刚下传送的神奇先生 就站在外面对灵昂说道 灵昂先生 斯特齐先生的传送 和您的相比 真的慢上很多 在那瞬间 我还有些不适应 斯特齐先生的传送 你也不看看 我和灵昂先生的能量 相差多少 还有你知足吧 传送阵除了灵昂先生的速度 我是最快也是最安全的 那可不一定 大千事件 什么都有 说不定 反蓝星的魔法师中 就有比你厉害的人在 我可是他们的师父 怎么可能站在我前面 不要瞎想了 神奇先生和斯特齐 就在门外说了起来 而灵昂听到 他们的嘴中全是调侃 并没有生气的意思 也就没有上前 等几人过来后 才发现 灵昂已经坐在位置上等他们 而看着桌子上 以及大殿上的装饰 众人惊诧不已 灵昂的速度 已经这么快了吗 竟然几个人 就将反蓝星装修好 简直不可思议 看到万磁王和X教授 惊讶的表情 灵昂一眼便看出 两人是什么想法 直接开口打断 第229章 聚餐 新发现 这是反蓝星战士准备的 灵昂破天荒地 向他们解释了一遍 为什么在他们回来后 会看到这么多美食 以及装饰物 神奇先生感叹地 将周围情况尽收眼底 再一次感叹道 遇到灵昂他们这些人 这颗星球 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反蓝星 首位科学家 反蓝星所有科学设备 以及反蓝星的防御系统 都是火箭带领着大家 做起来的 有时间你们可以聊聊 灵昂站了起来 将神奇四侠和火箭介绍认识 537虽然之前 简短地认识过火箭 但是灵昂想着 几人应该不知道 火箭究竟是做什么的 还有神奇先生的科学能力 火箭应该非常感兴趣 果然 神奇先生听到灵昂的介绍后 两眼放光地看向火箭 甚至没有理会 旁边队友诧异的眼神 神奇女侠等人 确实非常惊讶 因为浣雄在他们看来 就是反蓝星的生命体 因为帮助灵昂创建了反蓝星 所以反蓝星众人 才会对火箭另眼相看 而现在灵昂说 火箭是反蓝星首席科学家 这让他们很是惊叹 浣雄算起来像是一位动物 怎么会成为首席科学家 神奇先生 倒是没有受到灵昂说话的影响 直接来到火箭面前 再来到反蓝星的时候 他就感叹 反蓝星科技力量的强大 之前根本就没有问过 这究竟是谁设计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 想着 等加入反蓝星之后 不知道能不能和灵昂申请 加入实验室研究项目 谁知道还没有轮到他申请 灵昂直接告诉他了 研究出来这些设备的主人 满眼星光的神奇先生 站在火箭面前 突然不知道 应该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 平复好自己的心情 神奇先生激动地说道 这些科技 都是你想出来的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灵昂看着激动的神奇先生 听着他说的话 感觉像废话一般 一些是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 然后灵昂先生 吩咐他们批量生产 一些是在灵昂先生的建议下 有了想法 灵昂先生的想法 模糊中 神奇先生找到这个关键词 神情诧异地看向灵昂 反蓝星的科技水平 您清楚 这些都是 在您授权下完成的 像是不敢相信一般 神奇先生看向灵昂的时候 说了几遍有关科技的事情 万磁王看着这一群工作狂魔 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走到神奇先生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 你之后大部分时间 会留在反蓝星 有的是时间和火箭沟通科学事情 但是现在饭菜凉了 你们确定不吃饭吗 万磁王虽然是拍着 神奇先生的肩膀 却是对着灵昂说话 可以吃了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 灵昂回来后 就坐在了位置上面 听到万磁王的话 直接点点头 将神奇先生的疑惑打回去 并告诉神奇先生 这些事情 以后有的时间处理 神奇先生这才发现 所有人都在看他 也明白过来 战士们早就准备好饮食 而他们也浪费了很长时间 抱歉 打扰大家吃饭了 他们好像一直在战争中 这期间根本就没有吃饭的时间 而灵昂更是一直在前线 可以说 已经一天已经没有吃饭 现在自己一直在纠缠着灵昂和火箭 询问一些 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却忽略了 他们现在已经非常疲惫 开始吧 赫拉克勒斯进来的时候 看到餐桌上面的饮食 以及做好的装修 明白这是战士给灵昂的惊喜 但是想到灵昂曾经给他说的话 赫拉克勒斯很是开心 甚至对于在反兰星参加的第一场正式的餐食 感到愉快 是啊 赶紧坐下来吃饭吧 我已经饿了很长时间 我们赶紧吃饭吧 到明天还等着你们给我们安排工作呢 明天你们准时去上班就可以 明白赫拉克勒斯的意思 灵昂也没有迟疑向他说明上班的地方 看到旁边的火箭 也示意火箭将图纸收起来 后续研究室有问题的时候 再进行研究 火箭明白了灵昂的意思 将放在灵昂身边的图纸收拾起来后 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准备开始这一次聚餐 等所有人都坐下后 被众人催促说话的灵昂从位置上站起来 对着在座的各位说道 我们都是因为反兰星这一颗星球聚集 后面我们更是要守护反兰星 将反兰星建造为第一星球 第230章 学院请求帮助 兰星处于危机 将事情处理好后 反兰星仿佛恢复了之前平静的生活 灵昂和他们一起吃饭 更是让他们感叹生活的平静 好久没有坐在这里 好好地聊天吃饭了 反兰星的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有归属感 好像天生就在这里生活一般 说到这里 灵昂我可是要好好敬你一杯 说到感性的地方 仿佛已经有些迷糊的万磁王 拿着酒杯来到灵昂面前 后面也跟着X教授 他害怕万磁王喝醉后 做出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 这一次万磁王让X教授多虑了 他拿着两个酒杯 直接站在灵昂面前 将一个酒杯倒满酒递给灵昂 然后又向自己的酒杯倒酒 灵昂全程看着他的动作 并没有说话 在万磁王向自己递酒的时候 更是直接结果 不再多言 灵昂 我敬你 如果没有你 就不会有反兰星 更不会有我万磁王出头之日 是你的存在 带给了反兰星 以及变种人 甚至是全宇宙希望 你必须要喝下这一杯酒 现在酒疯上来了吧 听到万磁王近乎威胁琳琅的语气 站在旁边的X教授 立马解释道 他就是想要感谢您 您也了解在遇到您之前 万磁王在兰星面对的是什么人 可以说 遇到的如果不是你的话 恐怕现在万磁王已经沦为敌人手中 将尖刀刺向兰星或者反兰星 这对您而言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对他来说 您的存在就像是救命稻草一般的存在 对此 灵昂并没有多说什么 甚至就算X教授不出来解释 他也准备接下万磁王手中的酒杯 对于跟随自己这么长时间的人 他还是乐于给他这个面子 所以 他几乎就是直接接过万磁王手中的酒杯 一饮而尽 就当万磁王想要再次敬酒的时候 X教授阻止了他的行动 他可能喝醉了 我领着他下去休息 避免万磁王再次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 X教授直接领着万磁王去休息 眼下他们聚餐的目的也达到了 而灵昂还没有休息 就算灵昂的能量前所未有的强悍 也是需要给他休息的时间 用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而剩下的人 在万磁王和X教授离开之后 也察觉到两人的意思 纷纷找借口离开 只是神奇先生在离开的时候 来到火箭旁边 难掩激动的心情 向火箭说道 火箭先生 以及科学实验太不可思议了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讨论一下 当然 今天肯定不行 你也需要休息 明天有时间吗 我去找你 如果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 想让您教导 我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科学实验 神奇先生和火箭说话的时候 难掩激动的心情 灵昂可以保证 如果可以的话 他肯定愿意立刻和火箭讨论科学实验 不过 他现在还有一些理智控制着自己 不要过于激动 要将火箭的想法放在第一位 火箭明白神奇先生 想要加入反蓝星科学实验的心情 几乎每一个参观过反蓝星的科学人员 都想要参加科学实验 因为他们想要知道 为什么反蓝星这么强大 还有他们对科学的追求告诉他们 不能待在原地 要不断进步 而反蓝星 就是一个能够促进他们不断进步的星球 火箭本就准备离开 看到神奇先生过来 便等了一会 耐心地将神奇先生的话听完 火箭几乎没有犹豫地说道 你明白 直接来实验室找我吧 真的吗 我可以直接去实验室吗 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非常隐私吗 不允许外人进入吗 为什么火箭会让他进去 同时 实验室不让外人进入 一面是害怕不是同行的人弄乱他们的实验数据 一面则是担心自己的实验成果被泄露 这无论哪一项对研究员都是大忌 可是火箭竟然没有任何犹豫地让他进去 在你来之前 林昂先生已经介绍过你的简历 而且你现在成为反蓝星一员 参与试验并不算破例 大概知道神奇先生的想法 火箭便将林昂的招呼 以及反蓝星的规则向他说了一下 但是 看着神奇先生短时间里面不能恢复的情绪 火箭还是直接离开了这里 随便告诉神奇先生 不要忘了明天过来 惊讶之余的神奇先生看向林昂 他没有想到 林昂竟然提前打好了招呼 看是想到反蓝星众人对林昂的关心 他向林昂说了一声谢谢便离开 第231章 蓝星领袖消失 爱丽卡的求救 林昂在几人离开之后 便准备起身离开 而桌子上面的事物 自然有专门的人处理 暂时用不着 他费心 跟着林昂离开的 还有戴安娜 当然 这是在林昂的允许下 跟着林昂离开 处理行星吞噬者 在林昂眼中 只是一件非常小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 但是对于反蓝星而言 他们像是解决了最为头痛的事情 所以 在喝酒的时候更为痛快了一些 甚至90%的人已经喝醉 没有喝醉的 也仅仅剩下旺达 秦 戴安娜 以及X教授 林昂的实力达到顶峰 现在喝酒 几乎影响不到他 所以 他可以平稳地 带着戴安娜离开 后面跟在林昂身后的戴安娜 一脸幸福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林昂 最后更是忍不住 搂着林昂的手臂 你刚才是不是喝了很多酒 没事 我可以照顾你 戴安娜虽然想要成为反蓝星女战士 但是他对于照顾林昂等一系列小事 也是非常乐于做的 前提是 林昂让他去做这些小事 对于戴安娜的接近 林昂并没有拒绝 感受着戴安娜近乎细心的照顾 林昂其实有一些暗爽 戴安娜就这样搀扶着林昂 回到他的房间 帮林昂拿好晚上休息时 应该穿的衣服 然后催促着林昂去洗澡 等林昂进去洗澡 他坐在床上 想着这些在之前 自己几乎不可能做的事情 惊讶的同时 还有些欣喜 面对林昂 她非常乐意 做这些小又没有意义的事情 甚至在林昂允许自己做的时候 她还非常兴奋 高兴林昂愿意给自己这个机会 而自己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旺达的梦想 是在林昂身边 帮林昂做这些小事 戴安娜在林昂洗澡的时候 也走向另一个房间 将身上的东西收拾干净 虽然没有和林昂一起在前线战斗 让她失望 但是现在 和林昂分享战争后的感悟 也是一件乐事 收拾好之后的戴安娜 再次站在房间里 看到林昂已经坐在床上 看自己的通讯录 眼中闪过一丝痴迷 戴安娜慢慢走到林昂身旁 坐在她旁边 在看什么 林昂抬头看到戴安娜眼神中 无辜的表情 轻笑一声 用手还住她的腰 看着一段时间别人发的信息 你别说 虽然只是一天没有看通讯 但是接收到的信息却不少 都是什么人给你发信息的 他们都在说什么 听到林昂的话 戴安娜还以为是什么不重要的信息 就顺着林昂的话询问起来 简短的问候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做正事吗 林昂将通讯器放到旁边 手紧紧搂着戴安娜的腰 看到戴安娜一脸青涩的模样 林昂轻笑一声 慢慢亲吻在她脸上 感受到林昂的主动 戴安娜满脸通红 甚至有一些诧异 现在的林昂和自己印象中的 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 很快她投入进去 一夜好梦 隔天被通讯吵醒的林昂的 睁开眼睛 就看到睡在自己身旁的美景 粉嫩的脸庞 乌黑的头发 时时刻刻在勾引着她 林昂忍不住凑上前亲了一口 才将通讯器拿起 只是此时通讯器想的时间过长 林昂接的时间太慢 通讯器直接挂掉了电话 林昂看着像是蓝星的通讯 但是没有再打过来 便认为对方没有什么大事 而是掀起床 准备吃过饭之后 再将打回去 询问蓝星目前的事情 等林昂已经收拾好 准备前往餐厅吃饭时 戴安娜还在睡觉 林昂走上前 将被子盖在她身上 又在她脸上亲了亲 然后才向外走去 在林昂醒过来的时候 通讯上有相关信息说 要给她做饭 林昂便以要在餐厅吃饭的缘由 拒绝了对方 因为蓝星所有生命体 都侵慕林昂 所以不管是超市还是餐厅 都会有林昂喜欢的东西 比如 她现在要去餐厅 吃的龙国菜 也是蓝星人 专门前往龙国学习的 等林昂来到餐厅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餐厅吃饭 而另一边的X教授 在接听电话 林昂没有过多在意 直接去餐口拿事物 昨天晚上消耗过大 现在确实应该好好补充一下体力 而且刚才蓝星的话 林昂猜测 她应该在反蓝星待不了很长时间 所以 更应该在这个时候 好好吃一顿龙国菜坛 将早餐拿好后 林昂便向旺达几人的位置走过去 看到林昂过来 旺达连忙将自己旁边的座位收拾好 第232章 侧面求救 林昂的回复 林昂顺势将手中的食物放在旺达旁边 吃饭的时候 还若有所思地询问了一下X教授在做什么 X教授大早上就在接电话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是昨天吃饭的时间太晚 再加上自己没有休息好 所以 万磁王等人 看起来还有一些疲惫 应该是学院那边 发生了什么事情 教授可能能处理 万磁王闭着眼睛说着话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想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再睡一会 林昂点点头 对此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林昂在过来吃饭的时候 就发现 神奇四侠和火箭并没有出现在这里 按照神奇四侠对反蓝星的好奇程度 现在应该出现在餐厅 感受餐厅的风土人情 现在没有出现 想必是找到更感兴趣的存在 想着 林昂便说出口 火箭有没有吃饭 神奇先生大早上就过去找火箭探索科学了 说到这里 万磁王直接不困了 一脸兴奋地看着林昂 可不是 不过神奇先生可能想要尽快看看 火箭的研究室究竟是什么样子 所以 饭都没有吃 直接过去了 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 还是帮火箭带了一份饭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痴迷科学研究的人 林昂点点头 神奇先生的反应也在他预料之中 他绝对不会敢等着火箭叫他过去查看 所以 可能在清醒的瞬间 就已经前往研究所等着火箭 随后林昂便不再说话 将注意力放到自己的食物上面 许久没有在餐厅吃过饭 现在猛的一吃 仿佛是山珍海味一般 我感觉学院那边 会不会让你过去帮忙 这一次 可不可以让我跟着前去 旺达看着X教授越来越严峻的表情 明白学校可能发生了大事 X教授稍后会告诉林昂 但是现在 自己想要时时刻刻和林昂在一起 所以就向林昂询问道 能不能在过去的时候带着自己 这样 自己不仅能够照顾他 甚至还可以帮助解决校园的事情 听到旺达的问题 林昂抬起头 看向X教授 确实如此 刚进来的时候 X教授可能刚刚接到蓝星的电话 当时的表情 有一些怀念以及兴奋 但是现在脸上只剩下严峻 看来蓝星发生的事情不小 只是他们为什么反复和自己打电话 怕打扰自己 林昂摇摇头 将内心的杂念抛开 将注意力放到食物上面 将最后一点食物吃完 X教授已经结束通讯来到他面前 他没有理会 自己面前已经凉了的食物 只是看着林昂说道 林昂 有人向学校求救 听金刚狼说 那个人叫艾丽卡 因为被攻击 他暂时找不到修复身体的地方 就跑到学院 被金刚狼发现后 他说自己发现蓝星的一些领导被杀 甚至找不到任何痕迹 而他和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刺客 交手后被打伤 X教授脸色凝重地 将金刚狼传过来的信息 一一告诉林昂 随即向林昂表示 我现在想要回蓝星一次 你看斯兰特7有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的话 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回去 因为听艾丽卡的描述 那群刺客 像是魔法师 林昂将X教授的话听闻 沉下脸 艾丽卡 很熟悉的名字 领导人被攻击后 会有什么现象 想了一会 林昂继续询问道 听到林昂的询问 X教授有些诧异 他还以为 林昂会直接安排人员 跟着他过去 没有想到 反而是在询问事情发生的详细过程 X教授来不及疑惑 将金刚狼所说的事情 一一解释清楚 他说 被攻击的人 死了之后 会在自己的位置上面留下尘土 就像是被活化了一般 但是被他们杀死的人 他们还能够复活 甚至直接被刺客利用 用来攻击蓝星的生命 说到这里 X教授的脸色凝重了起来 他是第一次听到这类新闻 当时听到金刚狼说的话 他下意识是不敢相信 但是金刚狼说 艾丽卡有相关信息记录 他这才向林昂说明 自己想要返回蓝星 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是霓虹忍者 听到X教授接下来说的话 林昂彻底明白 攻击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人 这些人被以为 明教授的怪物控制 他们就是一个反动组织 专门找一些有能量的人抹杀 然后掌控他们的能量 被杀的人又会被他们所利用 真是良苦用心啊 第233章 忍者出现 蓝星求救 X教授听到林昂说起霓虹忍者 立刻意识到 林昂可能认识金刚狼所说的刺客 连饭也顾不得吃了 他立刻坐在林昂另一边 想要听听 林昂是不是有什么见解 当然 在过去的时候 他也看到 林昂已经吃过早饭 现在正是消化的时候 X教授的反应 在林昂预料之外 本以为刺客的事情 是一件小事 看到X教授的反应 林昂下意识反应 是不是刺客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蓝星 但是 听他说 现在蓝星受伤的 也只是一些领袖 甚至艾丽卡还不清楚 看到了多少人 艾丽卡看到多少人 被刺客伤害 他们是受伤 还是已经死了 他又是怎么发现 死过的人 重新站在刺客身边 帮刺客做事 察觉到几人的情绪不稳 林昂决定 自己将事情搞清楚 这也方便他后面 道道蓝星处理类似的 事情 果然听到林昂的询问 X教授一脸疑惑 想来他也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细节 刚才和金刚狼的通话 大概就是 金刚狼单方面 向反蓝星求救 然后将艾丽卡的信息 说给了X教授 至于发生战争的一些细节 X教授没有问 金刚狼也没有说 好像从一开始 就不存在一般 所以 现在林昂询问他事情经过 X教授就像是卡壳了一般 说不出话 随后意识到林昂的问题 尴尬地擦了擦脸 向林昂说道 我刚才没有询问 现在也是一点漆黑 我现在去询问金刚狼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金刚狼提供了艾丽卡的地址 以及看到一名领导人被抹杀 具体信息还没有询问 不过 我刚才和金刚狼已经说明 让他暂时居住在蓝星学院 等我回去具体讨论 以及做出解决办法 林昂点点头 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 他知道现在X教授 也是在为自己刚才没有考虑清楚 真想感到自责 所以想要尽快和金刚狼联系上 然后解决蓝星的问题 然而林昂并不打算 让X教授前往蓝星 他深知X教授 所具备的精神控制 但是他的能力 并不能够带领他解决守核会 还有他们背后的兽 说不定 X教授的前往 反而给他自己 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林昂这样想的同时 也直接告诉了X教授 这次攻击蓝星的 是一个组织 名字叫做守核会 我之前在记录上面 查看过他们的踪迹 只是那个时候 并没有像现在如此大范围攻击 他们非常老实 起码在一段时间里面 确实没有听到过 他们杀人的传闻 同时 他们具备魔法能力 使用魔法肆无忌惮的杀人 折盖 能力堪比至尊魔法师 还有他们身后的兽 并不知道能量如何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实力远远超过 现在挑衅蓝星领袖的刺客 听到灵狼的话 X教授直接沉默了 说得很对 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守核会 自然也不清楚 这个组织能够做成什么事情 冷静下来的X教授 坐在灵狼身边沉默不语 随后又开口说道 灵狼 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艾莉卡虽然没有被伤害 但是受到很大精神创伤 甚至不敢前往前线 调查事情真相 灵狼点头 这是正常的 艾莉卡和金刚狼 虽然能够免疫刺客带来的创伤 以及刺客的魔法 但是依旧没有办法击破他们的攻击 甚至只能狼狈地看着刺客逃走 向反蓝星求救 依旧是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追踪 甚至接下来的追踪 可能会造成更多伤亡 艾莉卡也是在前往变种人学院的时候 听到周围的人说 灵狼的存在 意识到 灵狼具备强悍的魔法能力 可能能够帮助他们 解决眼前的危机 艾莉卡便将自己遭遇的事情 告诉了金刚狼 早上向灵狼打电话的 也是金刚狼 想要询问灵狼的意见 但是灵狼并没有接到电话 他们便认为 灵狼有事情处理 眼下并没有时间前往蓝星支援 所以无可奈何之下 他们就向X教授求救 将艾莉卡提供的信息 简单地向X教授说明后 听到X教授说 灵狼在吃饭 艾莉卡便拜托X教授告知灵狼 并且询问灵狼 有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 将来龙去脉了解清楚的灵狼 放下手中的碗筷 看向X教授 你将斯兰特齐喊来 听到灵狼的话 X教授惊喜出声 你这是要去反蓝星 帮助他们查清真相 第234章 查询真相 斯兰特齐的机会 X教授说话的时候 难眼惊讶 实在是他不敢想象 已经如此疲惫的灵狼 还愿意前往蓝星 处理这些小事 对于X教授的震惊 灵狼反而有一些疑惑 揉着眉头看向X教授 我前往蓝星 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说有隐藏的细节 没有说明白 没有没有 听到灵狼的疑问 X教授连忙解释道 这个担子他 可是承担不起来 他疑惑也仅仅是担心 灵狼处理的事情过多 怕他的身体承受不住 既然灵狼已经决定 前往蓝星 想必是身体没有 任何银五四七想 既然如此 他的担忧也基本可以忽略 X教授将自己的想法 一五一十地告诉灵狼 将最后的决定权 放到灵狼手中 我就是担心这些 如果您的身体支持的话 现在是可以前往蓝星 我现在就去叫斯兰特齐 让他去总部 灵狼说过后 便起身向总部走去 跟着灵狼一起起身的 还有旺达 既然这一次 是高级魔法师之间的战争 那他的混沌魔法 还是有用的 灵狼知道 旺达跟着自己离开 对此并没有说什么 而留在餐厅的X教授 看着离开的灵狼 暗暗高兴 灵狼前往蓝星救援 可以说 他是百分之二百放心的事情 而且深知灵狼 能够轻松解决眼前的难题 所以他在灵狼离开后 也没有闲着 连忙向斯兰特齐联系 斯兰特齐 你现在赶紧前往总部 灵狼在等你 然后又将蓝星上面发生的事情 和他解释了一遍 便挂断通讯 也向总部走去 这一次 灵狼不知道要离开多长时间 他必须尽快赶过去 看灵狼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万磁王等人听到信息也坐不住了 纷纷站起身 准备前往总部看 有没有用到他们的地方 没有想到 刚刚解决行星吞噬者 又来一个大麻烦 甚至眼前的麻烦 还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但是他们总头到尾 都没有担心灵狼 反而认为 灵狼能够轻松解决蓝星的杂事 然后尽快回到反蓝星 反观和灵狼一起回总部的旺达 默默站在灵狼身后 看着映射在地面上的影子 心中一阵甜蜜 如果能够和灵狼 一直这么相处下去就好了 灵狼 你说的那个兽 他的魔法厉害吗 有没有我厉害 一路走来 灵狼没有说任何话 想要和灵狼好好沟通的旺达 只好提起刚刚X教授说的事情 幸好是魔法师啊 他可以和灵狼好好地在前线战斗 甚至可以好好地交流 之前跟随灵狼前往前线的是戴安娜 每当戴安娜前往前线时 他就非常羡慕戴安娜 能够在战场上和灵狼共进退 能够分享灵狼的喜怒哀恶 能够和灵狼站在一起 感受灵狼想要经历的生活 听到旺达的话 灵狼依旧没有停留 但是却回答了旺达的意思 他的魔法能量比斯兰特奇强 但是他手下的魔法不足为惧 据他所知 守核会一直在受的控制下发展壮大 甚至他们从头到尾的要求 就是将各个组织击破 然后将忍者安排在各个星球 从而控制星球 可以让他们试验 他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 甚至不给对方留下任何缓冲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可以对忍者的魔法免疫 甚至将要打破他们的禁锢 你认为 我能够将他们消灭吗 自己身上的混沌魔法 也是魔法的一种 现在自己可以算是 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就算没有办法 和林昂的混沌之力相提并论 他也认为 自己的魔法已经难以找到对手 果然听到他的询问 林昂停下脚步 脸色诧异地看着他 像是疑惑他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一般 你怎么会小看自己的混沌之力 可以说目前为止 你除了我之外 已经很难找到对手 难不成你现在 想要挑战一下 林昂看着旺达 仔细地说着自己的看法 当然 对于旺达的小心思 他了解的一清二楚 只是都不影响两个人 他为什么要去阻止旺达的小心思呢 兮兮 我就是问问 好了 我们现在赶紧去总部吧 相信斯兰特奇知道 是你找他的 他会直接将自己传送到总部 林昂听到旺达的话 直接笑了 说得不错 他来到反蓝星之后 想着的 就是将魔法发扬光大 甚至想要在反蓝星站稳脚步 所以 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不会放弃 第235章 斯兰特奇的机会 果然正如林昂和旺达所料 两人在总部 还没有等很长时间 一人直接出现在大殿中央 旺达诧异地看着出现在大殿中央的斯兰特奇 想到他和林昂所说的话 不禁笑出声来 斯兰特奇先生 其实也没有很着急 你大可慢慢地来 现在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们预料之中 你就不能让林昂失策一次 刚来到大殿中的斯兰特奇 听到旺达的轻笑 一脸疑惑 他刚来到这里 是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情不成 余光从大殿扫过 除了林昂和旺达 并没有人出现在这里 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才对 将旺达的话 从脑海中过一遍 瞬间明白旺达的意思 直接朝着旺达笑道 林昂先生好不容易给我安排一个活 我怎么能不支持呢 说到这里 斯兰特奇笑得更加开心 本来他是准备前往餐厅吃饭的 在去餐厅的路上 接到X教授的通讯 没有细听X教授说蓝星发生的事情 只是听到林昂有任务安排 甚至还在通讯中表明 任务并不着急 让他收拾好 只是这是自己第一次接任务 还是和林昂一同前往蓝星支援 他怎么可能淡定地吃过饭 来找林昂领任务 在和X教授进行简短的沟通后 他立刻关闭通讯 甚至没有想林昂是不是已经在总部 自己直接传送到总部 看到林昂的瞬间 斯兰特奇来不及细想 就想要走到林昂面前说任务的事情 林昂没有等到斯兰特奇询问什么 便直接告诉他 蓝星近期出现一个组织 他专门斩杀一些领导人物 然后将斩杀的领导人 作为自己的手下 玷污一个国家或者一颗星球 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想要掌控一颗星球 或者是整个宇宙 让宇宙中的所有生命体 向他们计划终班生存 林昂一字一句将自己的猜测 以及在蓝星上发生的事情 说给斯兰特奇 一开始 斯兰特奇还能够听明白 现在将所有事情组合起来 他反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一会 大脑反应过来林昂所说的事情 他一脸诧异地询问 学院没有魔法师前往相助吗 据他所知 蓝星变种人学院 是林昂领导建设的学院 现在按理说 实力应当非凡 不可能没有人前往前线支援他们 忍者的攻击 一般魔法师或者变种人无法承受 目前知道 具备此类免疫的是艾莉卡和金刚狼 魔法师几乎没有办法前往阻拦 他们身后的兽 更是实力非凡 魔力可想而知 至于学院的魔法师 是否可以参加 目前还不能够确定 林昂虽然能够确定 目前没有魔法师是他的对手 但是斯兰特奇的魔力究竟如何 他也不可得知 所以 现在只能安排斯兰特奇 前往前线查看情况 林昂当然发现 斯兰特奇听到前往蓝星的时候 激动的神情 林昂当然明白 他想要前往蓝星建功立业的心情 但是林昂认为 可能斯兰特奇并不能够解决瘦的存在 那我们什么时候前往前线 激动难耐的斯兰特奇 直接询问林昂 甚至已经忘记 自己刚才还饥饿的肚子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前往前线建功立业 你还是先吃饱饭吧 谈话的时候 林昂已经听到斯兰特奇的肚子中 传来似有似无的声音 便明白 可能没有前往餐厅 现在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当然没有必要饿肚子前往 几人将事情谈好之后 X教授等人匆匆来迟 几人看到已经站在大殿上面的斯兰特奇 一阵好笑 和斯兰特奇相交好的 X教授更是站在斯兰特奇面前捶了一下他 你这人还没有听我说完话 就急冲冲地赶来 这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前往蓝星啊 知道你没有吃饭 给你打包的饭 万磁王等人当然明白事情的经过 所以 再过来的时候 更是帮斯兰特奇打包了饭菜 你们现在已经商量妥当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还没有说好 我和万磁王是不是也要前往蓝星帮忙 对对对 蓝星还是我们熟悉一些 到时候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们处理事情 这样 你们也轻松一些 万磁王听到X教授的话 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刻向前帮助自己争取权利 同时他也明白 两人现在的处境 到蓝星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助林昂 可能还要林昂帮助他们 才能够解决难题 第236章 学院的反应 林昂前往蓝星 林昂当然知道 万磁王和X教授的想法 虽然现在 是在反蓝星生活 精神和身体 也在反蓝星得到很大改善 但是学院是他们一手创建起来的 倒不是说 他们想要前往蓝星 帮助解决守核会的问题 而是他们就是单纯的 想要看看 学校经过改造 已经成为了什么样子 还有 他们也想要看看 变种人的实力有没有提高 有没有达到独立的地步 对于他们的请求林昂 没有道理拒绝 当然 也没有想过拒绝 你们想要去 就跟着去 不过要管好自己 守核会能够将人化为灰烬 而且 万磁王和X教授 对手和会的攻击 根本没有任何免疫力 如果想要攻击他 也是非常轻松 所以在此之前 林昂直接将注意事项告诉他们 听到林昂的话 万磁王和X教授 欣喜若狂 他知道 这是林昂答应 带着他们前往蓝星 其实 林昂对他们的行踪并不过问 而且 他们也可以自己前往蓝星 只是他们前往蓝星 只能倚靠飞船 来回时间太过长 所以 他们也懒得回家 这一次虽然知道林昂是有事情要处理 但是他们 还是硬着头皮凑上来 看能不能回学校看看 我们什么时候走 得到准信的万磁王 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回去看看 现在 林昂说罢 便向院子中走去 此番跟随众人 前来的身影中 并没有火箭 林昂便明白 现在火箭和神奇先生 应该是在商讨科学问题 所以也没有多问 而看着林昂 已经前往园中 旺达和斯兰特奇 也赶忙过去 林昂的传送太快 斯兰特奇认为 如果自己使用传送 说不定 林昂已经将事情解决好 所以直接放弃 自己使用传送的想法 准备和林昂一起离开 等几人已经站在园中 还不等他们多说什么 林昂直接启动传送 一个闪神 几人已经来到学院中 猝不及防 来到学校的斯兰特奇 一阵眩晕 林昂先生 你的传送我还是不适应 真的太快了 可能是我习惯慢传送了 眩晕过后 斯兰特奇看向林昂感叹道 实在是不敢相信 林昂的实力 依旧如此强悍 听到斯兰特奇的感叹 万磁王大笑几声 所以 你就放弃使用自己的传送吧 多在林昂的传送中做几次 你就能适应过来 而且还省下不少时间 眩晕中的斯兰特奇 听着万磁王的笑声 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这不是 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的魔法吗 只是现在明白 你的领导 依旧是你的领导 就算你用尽心机 他依旧源源领先 甚至已经达到 你出不可及的地步 我大意了 之后一定会尽快适应 林昂 还没有等斯兰特奇 好好感叹 自己一路的艰辛 被一道声音阻止 听到喊自己名字的林昂 抬头看向声音出现地 是金刚狼 和之前的意气风发不一样 现在的金刚狼 被一抹忧郁挂在脸上 但是在看到林昂的瞬间 却充满惊喜 他连忙来到林昂面前 激动地看着林昂 林昂先生 您这么快就来了 我们还以为 起码要到明天才能到 毕竟你业务繁忙 所以我们早就坐好等你们了 艾丽卡在那里 随着和林昂说话 金刚狼眼中的愁容 好像已经消失不见 现在听到林昂提起艾丽卡 脸色才有一些变化 他现在在医务室休息 虽然他能够免疫 对方的致命攻击 但是身体依旧受了 很严重的伤 医生说 大概需要几天才行 刚经过治疗 本想要告诉你们 不料你们已经来了 听到林昂提起艾丽卡 金刚狼的表情 终于有一些凝重 他不是能够免疫吗 为什么还会受 这么严重的伤 最近几天 蓝星这边 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听到金刚狼的话 他们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询问艾丽卡 现在的伤势 然后又想起 金刚狼刚才所说的话 免疫不代表不会受伤 几人的表情 在这个时候有些凝重 我们先去看一下艾丽卡 根据艾丽卡对忍者的记忆 再做决定 应该如何应对忍者 当事人没有在这里 就算讨论再多 也是没有任何用车 林昂当即决定 现在就前往艾丽卡居住的地方 一些通过传声筒传达的信息 难免不会出现缺陷 我来给你们带路 第237章 重伤艾丽卡 几人前往医务室的道路上 被训练中的人看到 一些在学校时间长的人 看到万磁王和X教授惊喜不已 但是又看到他们急冲冲的表情 也不方便上前询问 只是一些后来加入的人 却看到在旁边的林昂 那就是林昂先生吧 将蓝星学院建设成 独一无二的学校 同时也将学校从敌人手中夺回 没有让我们落入敌军之手 虽然林昂已经不在蓝星居住 但是学校依旧有林昂的事迹 后来加入的学生 也有很多的冲着林昂的名声过来 同时在大殿上 还有林昂的画像 所以 在看到林昂的瞬间 他们就认出 这位就是学校的统治者 以及创新者 想要凑上前和林昂说话 但是怕打扰林昂 就只能站在旁边看林昂 林昂突然想起 在剧情中艾丽卡 可是不会主动向他们说明忍者的事情 因为艾丽卡在一方面 也是作为一名刺客生存 但是因为感情因素和忍者的关系 不是很协调 只是这些关系 远远不能让艾丽卡背叛忍者 甚至试授 所以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蓝星 甚至直接来到学校 找到金刚狼 打的什么主意 疑惑的时候 林昂也顺便询问了一些 关于艾丽卡的信息 艾丽卡是怎么来到学校的 她说的事情 有没有去调查 还有 她前来说明事情经过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一些 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林昂一边走 一边向金刚狼询问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没有发现的地方 万一金刚狼是被她的话忽悠了呢 我安排人手 前去查看事情的经过了 她说的信息都能够对上 但是所谓的刺客并没有看到 你是说 我可能是被骗了吗 意识到林昂话中有话 金刚狼疑惑地看向林昂 想要一个解释 林昂摇摇头 既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说不准 艾丽卡的出现太过凑巧 就像是一个信息网 将蓝星重重包围 听到林昂的话 几人突然感到惊恐 如果艾丽卡所说的事情都是虚构的 那她究竟想要干什么 蓝星是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还是想要进入学院查看什么呢 当然 金刚狼也明显察觉到 几人态度的变化 她想了一下 便向林昂解释道 艾丽卡进入学院时 我找了有关精神控制方面的老师 帮助我查询事情的真相 从艾丽卡的记忆 已经她所说的话中 并没有发现 这中间存在差异的地方 很大可能是属实的 一些自制力强悍的人 并不能够被精神控制 甚至还可能反控制对方 让控制者看到的信息 也是自己想要对方看到的信息 而且所说的话 也是在思考过后说出的话 就像她旁边的林昂 金刚狼想到 林昂可以免疫X教授的精神控制 便想到这一个可能性 但是像林昂如此强悍的人 真的可以随便看到吗 金刚狼并不认为 艾丽卡是一位 犹如林昂强悍般的人 所以 对于她所说的话 她也并不认为是假话 林昂对于金刚狼的猜测和解释 表示理解 这是一个正常人 在正常情况下 所做出的反应 但是金刚狼还是看出来了 林昂对于他们的处理办法 并不是很满意 只是现在没有说明而已 只是那里出现了问题呢 林昂没有再继续解释下去 几人直接来到医务室 可能金刚狼在前面已经做好沟通 这一次 林昂来到医务室发现 并没有人在医务室周围围观 整个医务室 也只有一名医生和艾丽卡 林昂先生 您怎么来学院了 这要是让那些学生看到 还不吵翻天吗 在值班的医生 看到过来的林昂 立刻站起身 走到林昂旁边 这可真是走运了 没有想到 值班一次 还能够和林昂沟通 林昂诧异地看向 和自己打招呼的医生 在他在学院的这一段时间 并没有和医生交流过 现在看到和自己打招呼的医生 更是不知道他是谁 林昂 这是学校新招聘的医生 应该是在大殿看到了你的照片 说到这个 金刚狼的心情轻松了很多 现在学校的人员 有80%是依靠林昂的名声留下的 而且 他们报名的初衷 也是因为林昂 包括这名医生 你好 艾丽卡在那里 简单地打过招呼后 林昂并没有停歇 直接询问艾丽卡的位置 她在休息 您跟我来 医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 领着林昂便前往诊疗室 第238章 艾丽卡的想法 林昂的决定 医生带着他们 前往诊疗室的时候 顺便和他们说了 艾丽卡目前的状态 她被送来的时候 受了很严重的伤 可能因为自己是变种人的缘故 身体修复能力很强 现在已经可以下地走路 但是还是需要注意 她的头被重伤过 头被重伤过 这个事情倒是第一次听说 想来对付她的 不只是一个刺客 艾丽卡作为一名流动的刺客 她的能力可想而知 就算是瘦的手下 也不可能直接打伤艾丽卡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围攻艾丽卡 又是什么原因 让艾丽卡来到了蓝星 很好 这中间有没有其他人联系她 一直以来都是她自己吗 林昂在走到治疗室的时候 还非常细心地询问 这两天艾丽卡的情况 听到林昂的询问 医生细想了一下 这一段时间联系艾丽卡的人 才发现 根本就没有人联系艾丽卡 艾丽卡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重伤昏迷的状态 她清醒之后 也没有说任何话 所以 林昂突然地询问 他们还真不记得 艾丽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 没有人联系她 在她清醒之后 她一直在沉默 也不曾说过任何话 虽然回答的时候 看起来还挺正常 只是听到林昂的询问 她不得不小心起来 好像艾丽卡并不是一个善人呢 难不成是一个间谍 出现在学院 是想要挖掘学院的信息 想到了严重地方的医生 将自己吓得一身冷汗 没有什么事情 只是远方的朋友 在寻求帮忙 之前忙于处理天神 以及行星吞噬者的事情 竟然忘记了 还有一个人者协会 向医生解释的时候 林昂也直接掀开帘子 进入诊疗室 可能因为是艾丽卡的特殊性 所以金刚狼给艾丽卡安排的单间 现在也方便他们沟通事情 眼前的艾丽卡穿着病服 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气势 却让人欣慰 不敢相信 这是一位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早就听到门口有动静的艾丽卡 在林昂进来的瞬间 就将视线放到门口 映入眼帘的就是 林昂领着金刚狼几人站在门口 艾丽卡几乎一眼 我不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但是我想你现在找的就是我 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守核会相当于一个刺客联盟 里面几乎都是忍者 就是不知道 你这位刺客来到学院做什么 听到林昂几乎没有任何掩饰的话 艾丽卡的表情微变 她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怀疑 自己和那群人串通起来 危害蓝星的 艾丽卡也不是拐弯抹角的人 听到林昂的询问直接说道 所以 你现在认为我是在欺骗你们 想要借你们的手伤害刺客 或者说 想要陷害学校 那你们的变种人学校还开什么 这么多人不敢上场 直接倒闭就可以了 你 金刚狼没有想到 这人和林昂说话 竟然毫不客气 忍不住上前两步想要劝解 但是手臂被林昂拉住 林昂没有任何波动 她打亮着眼前的艾丽卡 剧情中有关她的描述 更加清晰起来 艾丽卡 在不同的国家游走 她是一名天生的刺客 残忍并且能量强悍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擅长武术器械 尤其是擅长使手 她还具备强悍的体质水平 能够使用自己的能量 做到心灵感应 以及对神经系统的控制 抛开其他的不说 艾丽卡是一个天生的刺客 所以 你现在出现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想要在我们的帮助下 消灭手和绘 还有兽 林昂观察到 艾丽卡在听到自己提起手和绘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像是在说 他们做得很隐秘 林昂怎么会知道的 随着后面林昂说起兽 艾丽卡才神色复杂地看着林昂 你还知道些什么 果然 兽和手和绘的事情 艾丽卡知道的一清二楚 既然如此 接下来的事情处理起来 就简单了很多 林昂直接将旁边的椅子拉过来 坐到艾丽卡面前 看着艾丽卡谨慎的目光 林昂笑了 不要担心 我对你没有恶意 如果我有恶意的话 你现在应该不会在这里 说的也是 艾丽卡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被林昂三言两语下 就打消了疑虑 首先 我们来说说手和绘 第239章 艾丽卡的解释 查询手和绘 提起手和绘 林昂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虽然每一个星球 都没有办法避免毒瘤的存在 但是手和绘可以说是毒瘤中的战斗机 必须尽快解决了它们才能平复明星 察觉到林昂的情绪变化 艾丽卡不由地慎重了起来 您想要了解什么 手和绘的一些事情 我知道的也不是很详细 我知道 你们基本是 作为傀儡 备受操纵 所以不知道这些事情正常 但是我不相信 你会一点都不清楚 手和绘的用心 以及贪心 艾丽卡亚然 她553没有办法否认林昂所说的话 因为她知道 林昂所说的事情 都是正确的 只是这个人 究竟是什么实力 能够知道 手和绘这个距离 她十万八千年的组织 艾丽卡手掌微动 一层细珠 覆盖在她的手心 她想要对林昂 使用神经控制 查看林昂的想法 以及记忆 然而 就在她行动的瞬间 林昂便发现了她的想法 淡淡看了她也说道 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些对我没有 说话间 还瞥了一眼她的掌心 像是在嘲笑一般 你怎么会发现 她只是刚刚调动力量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为什么林昂已经发现了她的想法 她做了什么 听到林昂的话 旺达直接站在林昂面前 直视着艾丽卡 想要知道 在那瞬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她也知道 这是林昂的事情 她现在只能询问 不能插手 艾丽卡察觉到 林昂已经将自己的小心思看清楚 便不再做过多的举动 收回手中的力量 诧异地看向林昂 她在等林昂的一个解释 或者等林昂承认 对于艾丽卡的诧异 林昂有所准备 所以 在艾丽卡收回能量的时候 林昂便向她说道 神经系统控制 得到自己想要的话 但是你的能量过低 不可能 我可是刺客中最有实力的存在 也是他们的代表 神经系统攻击 更是所向披靡 你的能量攻击 远在X教授之下 林昂对于艾丽卡的解释 并没有回避 拿出和她比较 也正是因为林昂的比较 艾丽卡诧异地看向林昂 不明白林昂所说的是谁 而X教授则是在 林昂提起的时候 便站在他们身边 一脸余有容颜地 站在林昂旁边 艾丽卡也看到了 X教授的动作 虽然不明白 她此番举动意味着什么 但还是诧异地看向X教授 然后 将视线放到林昂面前 仿佛是在询问 这是什么意思 就凭她站在自己面前 没有展现任何实力 她真的搞不清楚 眼前的人究竟什么实力 林昂没有理会 艾丽卡严重的诧异 反而向她说道 这位便是学院的校长 她所具备的能量 便是精神控制 你现在是否能够 让她控制你 来分辨一下 你们两人的精神 孰强孰弱 听到林昂的话 X教授一脸笑意 表示她并没有意见 而站在旁边的金刚狼 仿佛发现了什么 一脸慎重地 看向艾丽卡 刚才林昂还在考虑 艾丽卡所说的话 是不是具备真实性 尤其是 在她听到林昂所说 艾丽卡具备神经控制的能力 便猜想 他们安排出来的人 是不是并没有控制艾丽卡 她所说的话 也是她想要让他们知道的事情 仿佛明白金刚狼的想法一般 艾丽卡好心解释了一下 你放心 让你们听到的信息 都是我的真话 绝对没有任何假话 不过 你们想要X教授试一下的话 我没有任何意见 金刚狼差一点呕血 这究竟是什么事情 他们费尽心力 将事情解决清楚 现在人家直接告诉他们 这都是自己想要他们知道的事情 他们的能量 在艾丽卡这里 没有任何用处 因小说来源不可考证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益 请追溯原始传播者 并麻烦通知我们及时删除 谢谢 同时也暗暗感叹 艾丽卡的能力 真是强悍 听到艾丽卡的话 X教授默默站出来 一脸笑意地看着艾丽卡 听到金刚狼刚才所说的话 他确实有一些惊讶 艾丽卡的能力 竟然如此强悍 但是挺大羚羊的解释 便明白 实力在他之下 不然林昂不可能直接说 出让艾丽卡实验的话 艾丽卡这才将视线 放到X教授身上 想到他就是学校的院长 语气也尊敬了起来 如此就麻烦院长查看了 您放心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这中间有什么不适应 你可以尽快告诉我 我会停止查看 第240章 X教授查看 林昂的想法 倒不是担心 艾丽卡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什么不舒服的表现 而是在清醒的时候 查看她的记忆 难免有些不舒服 更何况还有任务 所以 在和她说话的时候 X教授尽量声音平稳一些 让她看不出 自己已经进入她的记忆最好 哪知艾丽卡本就无所畏惧 听到林昂的话 也明白 林昂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所以 对于X教授查看她的记忆 她非常赞同 并没有任何不适应 甚至想要 X教授尽快查看她的记忆 最好林昂能够根据记忆 知道对方的落脚点 一网打尽 一直让他们逍遥法外 总是心情不顺 X教授 看艾丽卡沉默不语 仿佛明白了 她现在是什么想法 轻笑一声 便准备释放能量 随着X教授释放能量 金刚狼则认为 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现在还要林昂解决麻烦 但是看到 X教授已经准备开始查看 艾丽卡的记忆 金刚狼正经危坐 想要看看 X教授查到的信息 和他们查到的信息 有没有出入 如果没有出入还好 那就是表明 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信息差别 学院的人 也不算是顶峰作案 那他们学校的名声 可能会有所缺失 但是在座的几人 明显不能和金刚狼共情 他们皆是将目光 放到艾丽卡和X教授身上 想要看看 X教授 是如何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 控制艾丽卡的精神 然后 艾丽卡又是如何回答的 随着X教授能量的释放 她的力量慢慢蔓延到 艾丽卡的位置 本来还有说有效的艾丽卡 瞬间迷茫了起来 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 众人看到艾丽卡的反应 皆是一笑 看来X教授的能量 已经控制艾丽卡 现在的她 看起来非常听话 我们还是往下问问再说 一开始学校 进行精神控制的时候 她也是这个表情 如果不是凌昂点破这个技能 我们还不清楚 学校的人被艾丽卡忽悠 金刚狼看到艾丽卡的神情 以及众人的反应 明白 这是他们已经判断出 艾丽卡已经被X教授控制 所以现在 等着艾丽卡说话 倒不是金刚狼扫兴 一开始询问艾丽卡信息的时候 她就是这个反应 在她看来 前后没有什么差别 并不能判定艾丽卡已经被控制 X教授没有受人影响 反而将视线放到林昂身上 林昂受到X教授的示意 看向艾丽卡说道 艾丽卡你居住在何处 是什么时候看到 受攻击各个星球的 林昂询问的时候 并没有明说刺客的名字 反而询问他们身后的操控者兽 我流动 并没有具体居住位置 兽是我们的首领 他吩咐我们 前往各个星球 破坏星球平衡 我很早便知道兽的命令 以及刺客现在行动的目标 但是我没有参与 听到艾丽卡的回答 林昂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金刚狼脸色大变 这分明和他们了解的不一样 但是看到林昂还有话询问 他便控制住自己 稍后再询问 你现在知道兽或者刺客的踪影吗 听到林昂的询问 众人浑身一震 明白这才是正事 之前的询问 就像是小打小闹 但不得真 众人的视线 也不约而同地放到艾丽卡身上 想要看看 艾丽卡此时又会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的踪影 凭时接任务也是 直接由其他刺客传入我手中 你为什么要背叛兽 不知道是不是林昂的问话 引起她的隐私 这一刻 艾丽卡看起来很是难受 身体也忍受不住颤抖起来 最后 她像是下了很大的勇气说道 我知道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我想要逃离兽 不想要做刺客 一直在各个星球漂浮 说到伤心处 艾丽卡的表情逐渐凝重 甚至看起来非常痛苦 眼泪也不受控制地落下 听到艾丽卡说话的几人 忍不住沉默起来 他们倒是没有想到 艾丽卡来到学校 竟是这个原因 一时之间 他们也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心情 来看待艾丽卡 蓝星的首领被毁灭 或者成为你们的帮手 你有没有想过阻止 你为什么来到学校 告诉金刚狼这些事情 我不是来找金刚狼的 我是过来找林昂的 我在漂流的时候 听到蓝星的人在说 林昂是一个很强悍的人 以一己之力 挽救了整个蓝星 甚至有自己的星球 她的能量是宇宙最强 我想只有她能够挽救危机 第241章 寻找兽 艾丽卡的觉悟 听到艾丽卡的话 众人没有一丝怀疑 甚至感觉 这也是艾丽卡 能找到的唯一理由 蓝星虽然具有 很多强悍的变种人 但是林昂的能力 绝对属于顶尖位置 任何人都不可超越 她刚刚来到蓝星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 她说 我们学校人才济济 肯定能够帮助蓝星 解决这场危机 当时学生听到艾丽卡的话 每个人身受鼓舞 但是她现在却说 自己过来就是寻找林昂的 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之前艾丽卡所说的话 可以说和她之前描述的事情 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但是最后说的 还真够让他们伤心的 哈哈 金当狼这你可要认输了 人家之前那些事情 本就没有隐瞒你们 现在所说的话 更是想要帮助蓝星而已 而且 你也不必忧愁实力不够 因为不断怎么训练 都不可能站在林昂前面 金当狼点点头 并没有否认万磁王所说的话 现在林昂在他们学校犹如天神 谁会和天神过不去 将想要问的问题问清楚后 林昂便示意X教授 可以停止精神控制 将能量收回的X教授 将视线放到艾丽卡身上 眼见艾丽卡已经清醒过来 她才放心地站在林昂身后 但是面对艾丽卡 还是轻声说了 抱歉 抱歉啊 将意识放到你的大脑中 不过你放心 除了你所说的话 我们并没有查看你的过往经历 毕竟在控制对方精神的情况下 可以保证对方所说的话完全真实 这也没有必要再查看对方的记忆 刚刚清醒的艾丽卡听到X教授的话 缓缓扭头看向X教授 迷茫地说道 你说什么 然后又想到他们刚才做的事情 立刻反映过来X教授在说什么 连忙说道 没有事情 本来就是在尝试一下您的能力 还有 我也想要知道 学校究竟有多少人才 现在还说什么人才 你来这里 不是为了寻找林昂吗 应该看不上我们目前的实力 听到艾丽卡近乎夸奖的话 金刚狼藏不住心中的话 直接开口询问 而听到金刚狼的话 几人已经明白他所说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 心里偷笑 但是并没有帮艾丽卡解释 只是艾丽卡疑惑地看向金刚狼 不明白他所说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 随后想到 刚才他们询问的话中 可能询问了自己 为什么会来到学校 而面对金刚狼的询问他所说的 就是想要找变种人 帮忙解决危机 刚才 X教授真的控制住了他 他将自己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艾丽卡 脸色一阵羞红 一时之间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解释 最后还是金刚狼自己将事情找不过来 不过 你也没有说错 脸羞确实能够帮助你 解决眼前的难题 如果找学校的学生 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解决 说完 金刚狼还点点头 像是承认自己眼前的说法一般 反而刚才还和他们谈话的艾丽卡 有些不好意思看他们 脸上的羞红 很久时间没有退下 很好 你现在来到学校 本就是想要找到帮助的 像金刚狼说这些话 也是因为 想要在学校生活下去 所以并没有什么影响 你说之前听说过脸羞的传闻 在哪里听说的 X教授看了看脸羊 然后又询问艾丽卡 之前就已经听脸羊说 刺客本就是一项非常隐秘的工作 正常情况下 他们不会多说什么 更不会查询到 和刺客不同经历的事情 所以 对于艾丽卡知道脸羊的存在 他们十分疑惑 所以才会询问艾丽卡 之前做任务的时候 听到一群人说 变种人学校实力雄厚 我就抱着想 要寻求帮助的机会 来到了这里 见到金刚狼先生所说的话 也是真实的话 并没有欺骗的意思 艾丽卡向金刚狼说话的时候 还有一些谨慎 害怕这个时候 招惹到脸羊 没有关系 反正我也没有在意 现在只是开个玩笑 听到金刚狼的话 艾丽卡点点头 不再多说 然后 将视线放到脸羊身上 想要知道 脸羊在听到他们的想法之后 会说什么 会做什么 脸羊并没有让艾丽卡多等功 听到她的话 脸羊直接向艾丽卡说道 不用担心 现在就可以查看兽 还有刺客的痕迹 或者先看蓝星被伤的人 第242章 被伤之人 艾丽卡的打算 对于灵昂的安排 艾丽卡从头听到尾 发现灵昂思绪清晰 毫无破绽 根本不需要她补充什么要点 艾丽卡便不再说话 安静地听着灵昂的安排 等灵昂将事情安排妥当后 艾丽卡方才开口 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前往 解决此事 艾丽卡说来 还有一些不安 毕竟自己也算是这场戏中的主角 虽然已经弃暗投明 但是并不算是毫无关系 眼下已经能够确定 灵昂已经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看着灵昂的态度是 已经有了计划对付兽 她又没有办法提出具体化的信息 但是她现在想要知道 灵昂会怎么解决这项机会 甚至是提升蓝星的能力 听到艾丽卡的话 灵昂有些惊讶 她以为艾丽卡想要提出的信息 应该是保护自己 或者说提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她为什么会想要做一名刺客 和想要拿到强大的利益有关 甚至在现在 艾丽卡想要毁灭兽 或者说将守核会消灭对她有利 她才会这么努力解决这项事情 所以对于艾丽卡所说的话 灵昂毫不犹豫开口 为什么想要和我们一起去 这对你应该没有好处 艾丽卡在兽身边 甚至在守核会面前 接过不少任务 所以那些人基本会记得艾丽卡 作为忍者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背叛 看到艾丽卡的瞬间 他们会想要毁灭 艾丽卡听到灵昂的询问 默默低下头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 她还能够怎么办 既然已经撕破脸 再说就算我避着他们不见 你认为我还能够独善其身吗 更何况我不认为 对方能够从你手中躲开 艾丽卡说完 便深深看了一眼灵昂 仿佛想要让灵昂看清楚自己的决心 表明自己现在所说的话 都是真实的 灵昂对于艾丽卡所说的 几乎真实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反而听着艾丽卡 对刺客的解释非常满意 她非常了解刺客的行情 你说的没错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但是你的身体允许 灵昂说完 便扫了一眼艾丽卡的身体状况 能量虽然还在浮动 但是脸色依旧苍白 一看就是伤口没有恢复 果然 听到灵昂的话 艾丽卡一开始还有一些紧张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但是想要灵昂的能量 突然有了希望 睁大眼睛看着灵昂 充满蜥蜴 你是不是能够治好我的伤 说话间 灵昂还将身体转移 然后直面应对灵昂 想要看看 灵昂会怎么说 灵昂似乎也没有想到 艾丽卡的想法 转变得如此之快 听到她的话 爽朗一笑 这人也不蠢 我确实能够恢复你的实力 想去就去吧 没有什么关系 艾丽卡大喜 像是没有想到 灵昂竟然这么痛快答应她 正在想灵昂会使用什么招式 解决自己的身体状况时 灵昂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 缓缓走到艾丽卡身边 手心扶起白色光芒 灵昂看到充满信心的艾丽卡 轻轻一笑 闭上眼睛 艾丽卡不知道因为什么 既然这么听灵昂的话 平时她完全不将人放到眼里的 在艾丽卡闭上眼睛后 灵昂慢慢将手放到她头顶 浮动的光芒 再缓缓流向艾丽卡身体 非常舒服 艾丽卡感觉自己的身体 被暖暖的阳光覆盖 疼痛的地方慢慢恢复正常 甚至还感觉到身体变得轻盈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灵昂才停下治疗的行动 等灵昂停下后 艾丽卡也缓缓睁开眼睛 随后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灵昂 来不及说什么 又快速从床上跳下 站在地面上痛痛快快地蹦上两下 感受着身体传来的力量 艾丽卡喜极而泣 天知道这几天 她躺在床上 什么都不能做有多么痛快 可是灵昂竟然不到一分钟 就将她的伤治好 激动的艾丽卡 望迹周边的人 拉起灵昂的手 向灵昂不断感谢 你真的太强了 之前医生还告诉我 起码要在医院休养十天半月才能下床 没有想到这一分钟不到 就能够治好 你应该做医生的 这避免多少人受苦 胡说什么 灵昂先生有大任务在身 相比做医生 他目前做的事情 更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听到艾丽卡感动之余说出的话 金刚狼站在旁边 冷冷打断她 灵昂当初可是挥手间 挽救了宇宙的危机 第243章 前往前线 全阵以待 听到金刚狼似有似无的嘲讽 艾丽卡并没有过多解释 甚至根本就没有将视线放到金刚狼身上 不断向灵昂说着 前往前线时的注意事项 还有应对兽的时候应该在意什么 灵昂听到她的话 有一些诧异 随即问道 你知道 兽居住在何地 她的弱点 据她所知 兽一直作为幕后之人看清现状 绝对不会出现在艾丽卡面前 甚至让其观察到弱点 听到灵昂的话 艾丽卡一顿 粉红的脸色瞬间有一些苍白 不曾见过 我目前所提出的注意事项 是根据我和刺客团队 奋斗多年下来的总结 灵昂点点头 明白了艾丽卡的意思 是凭借对兽 以及守合会的了解 所以提出一些认为 可能会影响对方的建议 灵昂不置可否 在她看来 兽永远不会将自己的缺点 放在手下面前 他们目前所了解到的缺点 可能只是兽 想要让他们看到的情况 但是这些事情 并不需要和艾丽卡解释 灵昂将话题岔开 又问了一些 有关艾丽卡在前线战争的事情 你有没有队友可以联系 眼下 你尽可能提供出 他们下一次准备杀害的对象 艾丽卡沉默不语 眼下刺客尽可能杀害 领导能力比较强悍的人 艾丽卡甚至能够想出 如果他们能够杀灵昂 现在 也许已经不将蓝星领导 放在眼里 在她前往蓝星前 刺客将下一个目的地 瞄准蓝星 管辖下面的一个小县城 最高领导人 被他们制成傀儡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艾丽卡瞳孔散发出阵阵光芒 她兴奋地看向灵昂 我知道了 他们接下来 可能会将直属蓝星的县城 作为试验点 眼下 他们很可能已经控制县城的领导 那我接下来 就是将县城作为试验基地 进行试验 说吧 艾丽卡拍了拍额头 怎么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呢 简直太不该了 低下头的艾丽卡 没有看到在自己说过 接下来县城将会成为试验点时 众人愤怒的表情 他们一直以为 这些人只会将变种人 或者怀有能量的人作为目标 将他们杀害后 便不会将手伸入普通民众的手中 但是他们完全想错了 忍者的目标 从来不是强悍的能量者 也不是想要吸收能量 补充身上的缺陷 他们想要将所有人类 甚至是生命体控制 然后组建一个 对他们命令唯命侍从的宇宙 该死 我理解错了 林阳先生 我向X教授传错了话 现在还有没有机会 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 那些普通人 会不会已经被杀害了 金刚狼听到艾丽卡的话 脸色大变 想起自己和X教授沟通的时候 曾经说过 忍者的目标是 蓝星的领导者 如果蓝星领导者被消灭 蓝星恐怕将会陷入一片混乱 普通人的生命 也会受到威胁 但是现在艾丽卡说过之后 她才意识到 这已经不是威胁蓝星 普通民众的事情 是宇宙中所有生命体 都有生命威胁 该死 罪不可赦 林阳脸色微变 愤怒出言 她从来没有畏惧 忍者的实力 但是对于忍者做出的事情 感到恶心以及愤怒 他们的行为人神共愤 简直不配生活在宇宙中 林阳 林阳先生 这是第一次 林阳情绪外露 众人感到惊讶的同时 忍不住开口喊林阳 希望林阳能够控制住自己 忍者的行为 他们虽然愤怒 但是还没有达到林阳这种地步 但是 想到林阳对生命体的尊敬 将所有生命体 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还有反蓝星生命体的相处日常 突然明白 林阳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便没有开口劝说林阳 林阳先生 这是我的错 如果之前忍者的打算 我们早就安排变种人 前往城镇支援 以为林阳是对自己传达 有误生气的金刚狼 默默站在林阳面前 等着林阳的处罚 对于蓝星生命体 可能遭受的事情 他感到异常痛苦 这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听到金刚狼的话 林阳将怒气压下 对着金刚狼摆摆手 此事与你无关 反蓝星众将领听令 此番但凡发现守和会 统统绞杀 不要留有余地 更不要给他们辩解的机会 林阳将爱丽卡说的事情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明白守和会目前的断位 便向众人下打绞杀的命令 众人虽然不理解 林阳为什么出其愤怒 但还是接下了旨意 第244章 出其愤怒 前往前线 收到林阳的命令之后 X教授 万磁王已经金刚狼 纷纷站在林阳身后 此番前往蓝星县城 有两个注意点 第一 遇见刺客 不管是什么原因直接消灭 第二 发现试验基地直接销毁 不用向我汇报 林阳的声音听起来很是严肃 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出现在前线攻击 第一次发现 林阳情绪外泄的众人 有些不敢说话 在此之前 哪怕是第一苍穹攻击反蓝星 行星吞噬者 想要将反蓝星占为己有 林阳的情绪非常稳定 557 但是现在的林阳 想要将对方销毁 甚至是瞬间销毁 不打算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了解林阳性格的众人 沉默站在林阳身后 准备听林阳的吩咐 察觉到几人的情绪发生了变化 坐在床上面的艾丽卡 忍着心里的疑惑 慢慢站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再见到林阳的第一眼 她就认为 林阳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就算目前她并不明白 林阳为什么会在听到刺客 会拿普通人试验的时候 脸色大变 甚至想要将参与此类事件的人 全部销毁 艾丽卡甚至想到 如果不是自己投诚 恐怕在不知不觉之间 就已经被林阳毁灭 林 林阳先生 现在就要起身去城镇吗 艾丽卡面对林阳怒气男人的脸色 竟然不知道如何反应 好像非常害怕 林阳将心中的怨气 发泄到自己身上 虽然她心里认为 林阳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 林阳察觉到 艾丽卡颤颤巍巍的语气 意识到 自己刚才情绪外露 影响到艾丽卡 立刻做好情绪管理 按照之前吩咐的事情说道 我们绝对不能 让任何手无腹机之力的普通人 死在忍者的威压下 更不能让他们的生命 作为忍者试验的工具 眼下我会立刻寻找忍者的踪影 艾丽卡 你最后发现 忍者的位置写出来 哦 好的 在林阳说道 让艾丽卡拿出城镇画像的时候 金当狼已经拿起医院的病例 放到艾丽卡手上 拿起病例本的艾丽卡 模模糊糊地回应了一声 然后才想起刚才林阳说的话 沉下心神 将对城镇的想法 慢慢记录在本子上面 画好之后 艾丽卡将本子 放到林阳手中 随即一脸不安地看着林阳 刚才的林阳太吓人了 就在情绪外泄的瞬间 他身上的能量 被艾丽卡发现 艾丽卡这才发现 为什么学校以及X教授 都成为林阳的追随者 就凭借他刚才 无意识释放出来的能量 足以吊打所有人 所以 他很害怕林阳将自己 和那些忍者归为一类 但是他并没有后悔 来到学校 向金刚狼说忍者的情况 站在林阳身后的望达 看着一脸不安的艾丽卡 走上前 轻轻还住艾丽卡的肩膀 安慰道 不要害怕 刚才林阳并不是针对你 他是看那些草菅人命的忍者不爽 林阳最大的禁忌 就是高位者不将生命荡一回事 忍者触碰到林阳的底线了 那他们会怎么样 杀无赦 如果我没有来学校 汇报忍者的情况 林阳遇到 是不是也会把我杀了 会 对于艾丽卡的询问 望达说得非常干脆 听到望达的回答 艾丽卡一阵心堵 哪怕知道 自己即将面对的是这个结果 但是听到别人说 还是有一些不敢相信 甚至是伤心 但是望达并不如此感觉 他反而认为 将事情说开 是最佳的办法 你并不用担心 这是林阳故意针对你 他向来是对事不对人 如果你参与了试验 就算你现在在学校 也无法摆脱掉林阳杀你的决心 之所以不杀你 不是因为你前来学校汇报 而是因为你并没有参与试验 望达将事情 一五一十向艾丽卡剖解开 至于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看艾丽卡怎么想了 听到望达的解释 艾丽卡并没有出声解释 因为在这一瞬间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而林阳站在一旁 慢慢释放能量 使用苍穹之力 查看城镇目前的状况 随着林阳能量的覆盖 艾丽卡也感受到了 这一股与众不同的能量 她诧异地看向林阳的位置 不明白现在在做什么 打起精神 想要帮助林阳解决这类事情 却再一次被望达阻止 相信我 林阳会找到忍者的位置 但是他现在不想有人打扰 什么事情之后再说 第245章 发现忍者位置 全员出击 林阳缓缓将苍穹之力 放到蓝星 蓝星每一处发生的事情 像是放大镜一般在脑海中 他慢慢地搜索着 忍者的地理位置 但是艾丽卡看到林阳的举动 下意识认为 这是林阳在想着 怎么治理他 艾丽卡在床上坐立不安 没有办法判断出 林阳究竟有什么想法 等了一会 看到林阳依旧没有解决办法时 他慢慢地向林阳靠过去 想着早死早脱生 看林阳会说什么 只是他还没有接近林阳 就被旺达阻止 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要看看 林阳决定怎么安排好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林阳在处理忍者的事情 现在不能打扰他 处理忍者的事情 怎么处理的 他现在不就是 坐在位置上冥想吗 这并没有任何作用啊 按照他的想法 现在就应该赶紧 前往蓝星下面的小城镇 逐一排查 现在留在这里 就是浪费时间 旺达看到艾丽卡宁中的表情 明白 他是什么心情 好笑地解释着 你不会以为 林阳作为星球主人 却没有能力解决这件小事吧 在来到蓝星之前 林阳刚刚经历过 和行星吞噬者的战斗 几乎没有休息 就听到金刚狼说 蓝星发现了危机 所以 我们就来到这里了 这样 你还认为林阳需要你来安排吗 旺达说到最后 语气有一些冷硬 他看不惯有人质疑林阳的命令 甚至不将林阳的事情放在心上 小鬼难查 你不知道 忍者什么时候 就将手对准普通人 旺达点头 承认他的理论 但是这一套理论 只适合用在普通人身上 林阳在查看城镇情况 查到任何蛛丝马迹 就会前去救援 你也知道 你现在提供的信息太少 根本影响不到 忍者前进的步伐 艾丽卡睁大眼睛 看着旺达在自己面前 嘴唇上下触碰 将旺达的话 分毫不差地听进去 将旺达的话 分开他能够明白 每一个字表达的意思 但是合起来 却丝毫不清楚 旺达想要表现什么意思 忽然想起旺达刚才说的话 惊讶地说道 你说在此之前 你们已经打败了行星吞噬者 而且 林阳没有受伤 看到坐在前面沉思的林阳 艾丽卡怎么也说不出 林阳失败的话 在他看来 林阳身上 好像就不能和书挂钩 而且他知道 行星吞噬者的能力 所以对于旺达的解释 才会诧异 真的有人能够打败 宇宙前妻的能量吗 看到 坐在自己面前的林阳 他又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 确认旺达所说的话属实 艾丽卡不禁将视线放到林阳身上 这个男人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 而金刚狼听到旺达的叙述 惊呼出声 但是他还算是了解林阳 所以并没有过多询问 打扰林阳的进步 将小镇的景象 放到脑子中的林阳 从小镇首领的地方逐一查看 涌入眼帘的是 一片狼藉 满地鲜血 丝毫没有见到首领的模样 林阳控制着思绪 慢慢向里面探索 依旧没有任何人生活的痕迹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应该啊 没有因此放弃 一步一步将城镇中的痕迹调查清楚 最后在主房间中 林阳看到有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 他像是一个木偶一般在看文件 而房间旁边传出一阵似有似无的声音 林阳立刻转移注意力 将视线放到旁边的房间 只见一身黑衣的几位忍者 坐在房间中大口吃肉喝酒 而放在他们旁边的 则是血迹还没有干的去巧 他们还没有离开 林阳猛地收回苍穹之力 睁开眼睛 看向X教授 找到忍者的位置了 你们尽快安排 睁开眼睛的林阳立刻吩咐众人 准备好前往城镇事宜 旺达几人也是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站在林阳旁边 事情紧急 林阳绝对不会浪费一点时间 必定会使用船送到达城镇 艾丽卡看到几人的动作 便快速下床来到林阳旁边 林阳先生 您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我跟着你们一起去 忍者的事情 我起码和他们一起工作过 处理起来应该方便很多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给你们拖后腿的 一定能够将事情解决好 艾丽卡害怕自己刚才得罪了林阳 林阳并不愿意让自己前去 连忙将自己的优势表达出来 希望能够和他们 一起前往案发现场解决事情 第246章 忍者的嘲讽 林阳的决定 对于艾丽卡的请求 众人没有出声 而是将决定权放在林阳手中 不过对于此番小请求 林阳自然没有任何犹豫 既然是你发现了忍者的位置 而且 你对他们的攻击方式甚是了解 跟着前往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林阳甚至还有些疑惑 为什么会询问 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呼 征得林阳同意的艾丽卡 深呼一口气 幸好林阳答应 让她跟着前往解决问题 不然一直在医务室待着 她害怕自己会疯掉 得到林阳的同意后 艾丽卡兴致满满地 站在林阳身后 当然 她这是看着妄打几人的动作 下意识做出的动作 并不知道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忽然感觉到一阵头晕 艾丽卡下意识闭上眼睛调整状态 等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站在一个雄伟 但是脏乱的门面前 艾丽卡平复下来心情 尽量观察清楚周围的建筑情况 这不是他们之前待过的小城镇吗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突然 脑中闪过一道灵光 她忘记身体的不是 睁大眼睛看着林阳 不可思议地询问道 这就是忍者曾经出现的地方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刚刚在这里屠杀 怎么会蠢到待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艾丽卡察觉到周围环境的熟悉时 下意识反问林阳 这也是 她对林阳的印象 停留在众人的夸赞 以及炫耀中 根本就没有亲眼见过林阳的实力 闭嘴 艾丽卡面色惊慌地看向旺达 不知道这个她很温柔的女生 怎么突然狠立了起来 像是发生了什么一般 林阳既然探测到 这里有敌情 那就表明 这边确实有敌情 不幸就不要来 也不要找林阳帮忙 旺达无法忍受 别人质疑林阳 在她看来 林阳具有绝对优异的能力 能够带领他们 艾丽卡对于旺达突如其来的责难 感到有些慌张 甚至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连忙看向林阳 等着林阳回答 然而眼前的小事 林阳并没有放在心上 听到旺达的责问 林阳只是瞥了一眼 毕竟在此之前 但凡有人对她的能力 表现出不信任 旺达就会质问对方 对林阳的维护 旺达做到了极致 好了 不要说了 我们先进去看看情况 林阳 你查看到什么 忍者在这里乱杀吗 守核会的人也出现在了这里 林阳下过命令后 几人跟着林阳向房间深处走去 但是所经过之地杂草丛生 实在不想人类居住过的样子 如果不是他们和林阳 共同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役 可能也相信了艾丽卡的话 认为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人 守核会的首领没有在这里 根据探索发现 留下的人是之前杀害领导的人 而他们将杀害的领导 直接做成木偶 帮助他们争取利益 听到林阳解释的 X教授众人大惊 实在无法想象 首领被制成木偶后 后期有关城镇的发展 以及汇报是向谁汇报 而城镇又是如何发展的 猜测到手和会的良苦用心 几人的汗毛竖起 对他们的手段感到十分不迟 现在好像已经可以感受到 林阳对他们的愤怒 这些人还真是狂傲 真应该好好教训他们 别说话 林阳听着房间传出来的声音 意识到 这就是几位忍者暂时居住的地方 他们杀掉人 竟然没有隐藏刺客的身份 看来受对他们有所安排 或者已经准备将事情的真相 放到这个城镇的明面上 林阳也在瞬间隐藏下来众人的气息 作为在暗处生活的生物 他们对周围的变化非常敏感 在消灭他们之前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寿大人有没有最新安排 我们两个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天了 应该不会让我们一直待下去吧 那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 不知道 不过 大人已经在城镇周围建设试验点 后期 我们也不用将关注力留在这所小镇 继续探索下一个地方就可以 说到此处几个人大笑起来 谁能想到 蓝星将会落入他们手中 接下来 他们将会在蓝星建设自己的王国 将所有将领变成木偶 由他们调动 蓝星的人 只能像那个人一般 作为提线木偶 帮助守核 回工作军 不知道大人这一次 会不会亲自来反蓝星接手 几人叹息一声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首领 第247章 瞬间秒杀 艾丽卡的惊讶 听到里里面说话的声音 艾丽卡非常羞愧 其他人的表情 则非常愤怒 他们没有想到 忍者竟然连一个活口都不想要留 不仅要将所有平民当作实验品 甚至还想要毁掉一切 万磁王忍无可忍 能量缓缓释放 所有此类产品 瞬间漂浮在半空中 万磁王 控制住你的能量 刚才灵阳已经隐藏下来 我们身体上的气息 现在你贸然行动 只会将我们暴露在明面 我们想要知道的信息 将随云烟消散 X教授控制住万磁王的手臂 不让他发怒 不然眼前的情况 真的不好解决 无碍 已经决定清除 林昂直接消除几人的屏障 万磁王身上的能量 遍布整个房间 正在喝酒的几人感受到威胁 纷纷放下酒杯 脸色凝重地观察着房间的一举一动 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们在这里 万磁王将房间所有磁力吸收干净 手托举一个一米高的球 走进房间 随后林昂站在房间中 进入房间后 首先看到的是 已经被制作为木偶的首领 坐在椅子上面批改正物 地面上散落着零零散散的酒瓶 刚喝过酒的五人 被万磁王一下 还打了一个宝格 旺达嫌弃地撇了撇嘴 不敢相信 这类不伦不类的人 竟然挑战林昂 简直不知死活 你们要将小镇当作实验点 谁同意的 林昂阴沉着脸 在几人身上扫过 几人身穿黑色衣服 头上更是戴着面罩 全身上下露在外面的 只有鼻子嘴巴和眼睛 林昂甚至怀疑 如果不是他们需要喝酒 他们现在看到的 应该是 只有眼睛和鼻子 在外面的脏东西 被林昂等人 突然闯入惊吓道 但是他们迅速反应过来 几人站成一排 面色冷峻地 看着林昂等人 很快 他们在林昂身后 发现了艾丽卡的身影 大怒 艾丽卡 你竟然背叛首领 你不得好死 面对忍者的责难 艾丽卡不像在 林昂面前沉默的样子 他直接从林昂身后站出 直面忍者众人 不消地说道 忍者有你们这样的人在 才是毁灭的开始 你们的存在 毁灭了忍者协会 你们的行为 更是天地不容 和你们同流合污 更是让我恶心 字字诛心的话 甩向面前 已经愣住的忍者 而站在林昂旁边的众人 更是诧异 艾丽卡在他们面前 可不是这个样子 怎么面对自己昔日队友 说话的语气如此刻薄 难不成 这才是艾丽卡的真面目 但是 想到面前 五位忍者对蓝星做的事情 怒火飙升 认为艾丽卡所言 皆是事实 做不得假 被艾丽卡攻击的几人 面色难堪 似乎是没有想到 艾丽卡竟然会不留情愿地 批评起他们 你就不怕受惩罚你 说起惩罚 艾丽卡的脸色 有一些苍白 但是又瞬间恢复正常 她飞快地从林昂身上扫过 然后大意凛然地说道 想要惩罚我 也要看我的伙伴答应不 听到艾丽卡的话 几人才将视线 放到林昂几人身上 尤其是手举一米高大球的 万磁王 更为引人注目 甚至在大球上 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他们的通讯装备 已经被万磁王收割 看到万磁王的能力 他们想起在蓝星报纸上 看到的新闻 你不是被蓝星 逐出家门的叛徒吗 嘲讽过万磁王之后 又将视线放到艾丽卡身上 你说我们行为可耻 不和我们同流合污 你难道不知道 你身边的这位万磁王 更是恶事作敬 最后被自己国家 逐出家门吗 不清楚万磁王经历的艾丽卡 听到忍者的询问 忍不住将视线 放到万磁王身上 这个人一直站在林昂身后 好像并没有说话 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不对 如果真的十恶不赦 林昂应该早就杀过万磁王 而不是让万磁王 留在反蓝星 随后又立刻收回视线 被几人污蔑的万磁王 忍无可忍 将手中的大球 直接砸向看笑话的几人 什么作恶多端 先看看你现在做的事情再说吧 对于万磁王的行为 林昂并没有追究 他深知万磁王 在正式上面 能够分清轻重缓急 在看到一米大的球飞 向自己时 他们下意识地 反应是逃 然而 前路已被林昂等人堵住 无可奈何下 几人纷纷向旁边躲去 然而 大球仿佛有自己的意识一般 在几人躲避时 大球加快速度 直面应激几人 第248章 瘦的目的 艾丽卡的攻击 眼看奈良球就要将他们压下 在房间留下一道残影 他们就要躲避奈良球 不要白费心机 如果能让你们躲过去 我为什么要将能量球释放进来 察觉到几人的动作 万磁王冷冷一笑 随后立刻控制能量球的方向 将能量球投向他们移动的地方 迅速转变方便的能量球 让人 则有些慌乱 但是他们加快速度 希望看不到能量球移动的方向 然后再进行躲避 众人察觉到他们的心思 冷笑一声 而艾丽卡并不清楚 万磁王的实力已经达到那种地步 忍不住开口提醒 万磁王你要小心 他们的速度很快 很可能在不注意的时候 就已经从房间离开 艾丽卡闭嘴 听到艾丽卡的嘱托 万磁王还来不及说什么 被围困的几人 忍不住朝着艾丽卡大喊道 万磁王冷笑一声 看向还在乱穿的几人 说道 凭借你们的实力 还想要掌控蓝星 不如把你们的领导授喊来 让我们教教他 应该如何征服一个国家或者星球 你们的速度可以再快一些 现在看的 我想要睡觉 也不想想 我们周围的人 速度有多快 如果没有看过 快银和凌昂的速度 他现在的速度 可能还能看看 但是现在完全不入流 能被看清诡计的人者 就已经宣布了失败 被暗讽的几人 下意思认为 是万磁王在夸大其词 几人对视一眼 快速向前方冲去 决定用实力证明 他们能够轻轻松松地 从房间离开 准备好逃离方案的众人 将能量覆盖到全身 然后全部向大门冲去 而此时 身后的能量球 仿佛有眼睛一般 突然转身向着 准备逃离的几人冲过去 速度极快 根本就没有 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随着能量球的接近 几人脸色巨变 下意思认为 万磁王所说的话 是真的 在距离凌昂几人 还有两米的时候 忍者停下 将真身录在他们面前 然后 看向万磁王 你想要干什么 或者怎么说 才会让我们离开 正大光明地 站在凌昂面前 和万磁王谈条件 万磁王冷哼一声 没有骨气的东西 现在 哪怕他们拼命 想要逃出去 万磁王也会高看他们一眼 但是 眼看自己没有办法 解决突如其来的危机 直接向他们请求放过 简直无耻 万磁王没有说一句话 安安控制力量 将能量球 直接甩在几人身上 房间本就不大 几人 为了能够战胜万磁王 从房间出去请救兵 几人站得非常近 万磁王没有说话 直接改变攻击方向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之间能量球快速移动 前后不到一秒的时间 重重砸在几人身上 由于惯性攻击 以及万磁王 放在能量球上的力量 感受到身体上的重量 嗯 闷哼出声 想要凭借速度 在能量球 还不曾增加力量的时候 躲避开来 但是来不及行动 能量球的力量再次加大 重重砸在他们身上 最后直接躺在地面上 看到一被压扁的众人 艾莉卡心惊不已 这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她没有感受到 万磁王用力就看到 人者几人 已经被重重压在下面 看他们的表情 就知道 负在能量球 上面的力量极重 如果不是听到 他们的喘息声 艾莉卡甚至会以为 这些人已经死了 万磁王先生 您是怎么做到的 艾莉卡感叹出声 在报纸中看到的万磁王 虽然能够调动磁力 但是实力远没有现在强悍 万磁王已经如此 那被万磁王和X教授 称之为首领的灵狼 已经达到了那种水平 艾莉卡已经不敢想象 灵狼的实力 按住不断跳动的心脏 将视线放在 已经躺在地上的人者身上 艾莉卡甚至想 恐怕他们也不敢相信 万磁王仅仅用一招 就将他们制服 迫切地想要知道 会如何处置几人的艾莉卡 看向灵狼 灵狼先生 您想要怎么处置他们 他们既然已经将城镇 作为试验基地 是不是可以从他们嘴里 问出试验基地的位置 或者说 他们接下来的安排 虽然灵狼能够查看到 所有信息 但是眼下 他们已经抓到了头目 应该快一些 还有他目前还不了解 灵狼会如何处置这群人 万磁王 先放开他们 此时 灵狼已经非常平静 见人者已经无法行动 便吩咐万磁王 移开能量球 他现在有事情需要询问 第249章 毁灭人者 受的踪迹 就让你们多活一坏 万磁王冷哼一声 明显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甚至在推开能量球的时候 还在他们身上滚了一圈 等能量球离开后 忍者几人动了一动 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就想要站起来 准备找准机会脱身 但是能量球的后遗症十分强悍 他们还没有移动 后背便剧烈疼痛起来 死 呼吸声不断在房间中响起 此起彼伏 让艾莉卡非常不消 你们是不是光想着做实验 忘记锻炼自己了 被能量球攻击一番 就五六三项不能动一般 小孩都没有他们这般脆弱 如果凭借你们目前的实力 就想要毁掉整颗星球 想要将所有人掌控到自己手中 还是哪里来的 回哪里休息吧 不管是蓝星还是其他星球 看到你们只会做一件事 那就是杀之后快 比如现在的变种人学院 看到他们的反应 艾莉卡认为 自己当初眼睛瞎了 才会加入手和会 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说 现在把自己弄得一身心 几人听着艾莉卡 像是把他们所有的计划 都已经透露出去 隐藏起来内心的不悦 碍于万磁王等人的实力 他们并不敢轻举妄动 等艾莉卡将事情 说得差不多的时候 林昂走在几人面前 你们将什么地方 作为试验基地 标志性建筑物是什么 林昂没有留有情面 直接开口询问 当询问试验基地时 林昂释放出一丝苍穹实力 用来控制他们 感受到身上扶着的能量 他们清楚感觉到 能量的汹涌 几人练手 也不是林昂的对手 由于身体被能量求攻击 几人也没有办法 商讨跑路之际 随着林昂增强能量控制 几人忍不住颤抖起来 万磁王冷哼一声 真是孬肿 实力如此低廉 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想当初 他作为变种人里面 最为优秀的代表 也不敢有这么大的野心 更加不能原谅的是 他们想要以普通人 作为实验对象 听到他们所说的实验 以及忍者近期做出来的事情 万磁王就知道 一旦开启实验 就是没有结束的死亡 被万磁王诋毁的人者 想要反驳 但是身上的伤口 让他们说不出一句话 我们并没有害人 现在实验基地是为了帮助 普通民众更好地生活在这个星球 同时将普通民众和能量者聚集在一起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忍者不知道 几人对实验基地的了解 达到那种程度 听到他们闭嘴死亡 张嘴死亡的话 忍不住开口辩解 谁知道万磁王等人 还没有什么反应 艾利卡直接冲出来 脚狠狠踩在他们身上 呸 说什么废话 敢做不敢认得孬肿 一天两次被别人指责为孬肿 几人怒火中烧 恶狠狠地盯着艾利卡 并放言 艾利卡 你不要忘了 你是从守合会出来的 这么卖主求荣的人 没什么好下场 我有没有好下场 就不劳众位担心了 但是 我知道 你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凌昂有多么讨厌欺凌弱小 现在就有多想要杀掉他们 帮普通民众复仇 不过凌昂既然已经成为宇宙之主 眼下的事情对他而言 只是一个小事 并不值得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愿意过来 那就说明 凌昂非常看不上守合会 甚至是厌恶 就算他和凌昂相处的时间不长 也明白 凌昂出现在这里 可能抱着毁灭手 和会的决心 凌昂见几人避而不谈 试验基地的事情 耐心告庆 抬起手臂 向几人挥去 还想着翻身等待救援的几人 发现自己的身体 正在半空中飘动 大惊之下 慌忙看向凌昂 碰 只听到一声巨响 几人已经被凌昂 重重扣在墙壁上面 无法动弹 我向来 没有什么耐心 如果你老实交代出试验基地 以及兽的位置 我可以把你们交给旺达 不然 你们就没有留在世上的必要了 凌昂谈起旺达的时候 旺达适当地站了出来 让他们认识了一下 忍者听到 要将他们交到一位弱女子手中 便认为 凌昂想要套取他们的信息 并没有想杀掉他们 心下暗息 只要交到旺达手中 他们就有逃走的机会 但是对此 他们还有一些想法 想要争取 几人对视一眼 最后墙壁中间的人开口道 我们可以交代出 我们知道的信息 但是你要直接放掉我们 凌昂轻笑一声 第二百五十章 忍者挣扎 必死局 抬头看向这群蠢货 既然打算将他们交给旺达 就没有想过 让他们活着离开 怎么有脸和他提要求呢 凌昂手臂微动 墙壁上的几人 瞬间感觉到呼吸困难 面色惊恐地看向凌昂的位置 伸出手放到脖子出 想要缓解不适 只是随着他们的动作 脖子更加难受 只能做出 伸手抓住凌昂的动作 祈求凌昂放过他们 好了 现在可以说了 凌昂收回能量 冷冷地看着几人 咳咳咳 突然松绑 让几人不适地咳嗽起来 咳嗽过后 只看见满眼星红 他们显然没有想到 凌昂竟然会突然进攻 他们甚至以为 几人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凌昂出其不意地进攻 打破了他们内心最后的希望 脖子上的窒息感刚刚缓解 几人也没有和凌昂 继续做对的想法 他们发现 凌昂虽然从进房间开始 还不曾说过话 但是凌昂非常难搞 他根本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就要置他们于死地 不敢和凌昂讨价还价 几人点头答应了凌昂 在学校 我们的试验基地在学校 众人大惊 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们会将试验基地放在学校 这简直就是握住 所有学生的性命 逼迫和学生有关系的家长 或者亲朋好友参加试验 但凡有人报警 或者想要推翻守核会 他们将以孩子作为筹码 逼迫众人 甚至到最后 也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孩子 简直无耻至极 你们就只有学校一个试验基地 凌昂听到两人的说法 冷冷地询问 听到凌昂的询问 几人一阵 虽然没有抬头看向凌昂 但是身上已经感受到 凌昂对他们的施压 他们甚至怀疑 凌昂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着让他们离开 全程就是想要套出他们的信息 只是面对凌昂所说的 妄达他们 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真的抵死不从 恐怕凌昂根本就不会 听他们辩解的机会 会直接杀了他们 显然凌昂并没有给他们 太多考虑的时间 眼见他们 没有回答的意思 能量再次将他们包围 我们说 我们说 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几位忍者 终于没有办法继续僵持下去 开始向凌昂求饶 凌昂覆盖在他们身上的能量 并没有消失 而是若隐若现 几乎已经熟悉凌昂进攻的人者 自然明白 覆盖在自己身上的是什么 察觉到凌昂动作的瞬间 他们纷纷开口 学校的试验基地 是我们刚刚创建不久的试验基地 还没有开始试验 几位下意识在说明的时候 减小他们在中间的影响 希望凌昂到最后 可以放他们离开 看到凌昂没有插画的想法 几人继续解释 在这个房间的地下室 有一个试验基地 因为在童话一个人后 便会将他的家 当作试验基地进行试验 我们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仿佛感觉到 自己做的事情太过过分 几位开始挣扎着说 他们并没有伤害蓝星的人 万磁王听到他们 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明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忍不住指着在角落中 批改文件的人偶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到底是谁做的 和你们没有关系 忍者艰难地 将头抬起来 看向说话的人 是万磁王 他们发现了 眼前这个人 就是进门的时候 手中举着一个 一米高的大球 没有任何犹豫地 将球砸在他们身上 如果不是因为他 可能他们还能跑 怒火在聚集 只是面对凌昂他们 根本就不敢说任何话 同时认为 林昂会听万磁王说的话 便再一次解释着 林昂先生 他之所以会成为木偶 是他请求我们这样做的 他不想待在蓝星 更不想和蓝星的人员交流 他想要忘记 我们只有这个办法 啊 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利嘴 现在说起来 他们完全是 站在民众的角度出发 万磁王想要教训他们 却被X教授阻拦 事情没有询问完 将暴怒中的万磁王拉回 X教授将注意力 放到几人身上 按照你们说的 建设试验基地的原因 又是因为什么 听到试验基地 几人的身影一颤 但是 看到是一位长相斯文 看着没有什么危险的 X教授询问 几人毫不在意地说道 试验基地 是为了帮助普通人 能够获得更多寿命 以及让他们摆脱生病的苦难 而存在的医院 很好 几位忍者所说的话 再一次刷新了 他们对于守核会的认知 第251章 摧毁据点 消灭忍者 万磁王 放开他们 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忍者已经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 凌昂便向万磁王 下达松绑的命令 万磁王收到凌昂的命令 想起在此之前 曾经向忍者达成协议 他们现在要将旺达打败 才能够走出大门 熟悉旺达的人清楚 旺达的实力 仅次于凌昂 和他们对战 也是挥挥手的事情 万磁王将覆盖在 他们身上的能量松开 没有能量控制的几人 直接摔在地上 疼痛感传来 几人暗恨凌昂不留情面 甚至还妄想 他们帮助几人 找到试验基地 做梦去吧 忍者勉强从地面上 讨好的看着凌昂就要离开 还没走两步 就被过来的旺达堵住出口 旺达两手交叉 稍微使劲 骨头便在几人的注意下作响 想要去哪呀 放你们下来的条件忘忘 旺达笑嘻嘻地对着几人说着 像是根本没有被他们惹急 也不曾看不起他们 现在就像是要友好交流一下 不会伤害到他们 几人本想要离开 无奈被旺达堵住去路 暗狠狠地盯着旺达 如果不是凌昂在旁看着 他们有似了旺达的冲动 你想要怎么比赛 忍者现在完全诠释了 什么叫做人 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就算不想要低头 也要按着他们的头接受事实 旺达像是看不到他们眼中的杀意 漫不经心地向几人解释着 不如你们全都上吧 这样比较省事 你们也可以快点回去 旺达说得很是善解人意 甚至害怕他们回去的时间晚了 会影响到他们 所以就非常良心地 建议他们一起上 放心 一起上打败我凌昂 也会让你们离开 唯恐几人不答应 旺达直接将凌昂拉出来 担保他们此番战争 果然 听到凌昂并不会阻止他们的战争 就算几人一起将旺达打败 凌昂几人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忍者 在现在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谨慎 毕竟在近来之时 他们已经表达出 想要将他们杀之后快的想法 怎么会在他们汇报之后 就同意放过他们呢 你能够帮助他们做决定 最终 忍者对于旺达的提议心动了 他开口询问旺达 能不能做保证 几人被凌昂和万次王攻击一番 现在身体异常疲惫 而旺达作为凌昂的护卫 在他们看来实力不弱 如果一对一 他们绝对不是旺达的对手 在他们没有受伤的情况下 一对一也不错 但是现在绝对不能 经过万次王的攻击 以及凌昂的压迫 他们现在连五分力量都打不出来 听到几人恬不知耻的要求 万次王冷哼一声 还真是有本事 竟然想要围攻一个女生 虽然知道旺达的实力 能够吊打几人 但是听到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君子的话 万次王忍不住嘲讽到 然而 忍者经过万次王的攻击 心里已经产生阴影 现在听到万次王说话 浑身一颤 根本就不敢看向万次王的眼睛 所幸林昂想要速战速决 听到旺达的要求后 便说道 我同意 所以速战速决 一句话听到传入两方耳中 产生的理解也不一样 旺达则是明白林昂的意思 他对忍者的耐心已经告庆 现在要速战速决 将几位忍者抹杀 而忍者则认为 林昂已经得到想要的信息 所以 现在想要让他们尽快离开 不管理解得如何 双方已经没有交流的想法 身影微动 忍者已经发出进攻 旺达眼神微动 盯着几位忍者 看到几人已经拿起长剑 攻击的速度更加快地过分 旺达明白 和他的想法一样 对方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让他活下来 手中的长剑迅速靠近旺达 想要将旺达斩杀 在长剑将要触碰到自己的瞬间 旺达冷哼一声 脸上再也没有笑意 施展混沌之法 听到旺达的冷哼 忍者认为将要大功告成 甚至暗暗感叹 林昂的手下实力不过如此 等之后 他们恢复实力 便返回蓝星 找到林昂和万磁王 告诉自己首领兽 让他帮助他们泄恨 将林昂变成痴媚 是最好不过的办法 刷 迅速朝着旺达的头颅挥起长刀 预想中的血迹 以及触碰并没有出现 他们几道剑气攻击下去 对准的只是虚空 旺达已经不知道 消失在那里坟 几人大惊 身体冒出一股虚汗 你们是在找我吗 忽然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忍者强忍着身体不适 迅速向后方挥动剑气 第252章 旺达的精神攻击 忍者崩溃 转身攻击的瞬间 冷汗布满额头 由于他们身带黑色面巾 额头处直接被汗水沾湿 挥起的长剑再一次砍向虚空 依旧没有触碰到任何物体 半空中留下一道冷烈的剑气 几人瞬间感觉身体冰冷 旺达没有再发出声音 他们也不清楚 应该从那个方向进攻 才能够拿下旺达 然后从这个房间离开 刷 刷 刷 接连在半空中 响起四道砍在虚空中的剑气 他们仿佛已经六神无主 只能将看到的地方清扫一遍 在清扫的过程中 甚至还在想 如果剑气能够伤到这群人 是最好不过的 尤其是凌昂 所在在探索的过程中 他们每一次释放剑气 都会更加接近凌昂等人 甚至已经忘记 旺达在那个方向进攻 凌昂几人 怎么会不了解忍者的想法 虽然龌龊 甚至不敢承认 只会耍一些阴招 只是眼前站在他们面前的人 每一个人的实力 都能够吊打他们 等忍者等人 想要再一次进攻时 旺达再一次提示道 你们的心思还真是龌龊 甚至是阴狠 不过实力弱小到 我能够吊打你们的存在 又是以什么心情 在挑衅所有人 所以 你们不仅阴狠至极 甚至还非常愚蠢 兽竟然敢交代 你们做事 难不成手 和会没有人了 旺达也不再隐藏自己的身影 再次站在他们身旁 顺嘴说出手和会的事情 听到旺达提起手和会 几人不再乱看 而是脸色惊恐地看向 站在旁边说话的旺达 知道手和会的人很少 他们都是一些比较隐私的人 负责处理手和会的事情 手和会从来不会对外公布 但是现在手和会 竟然被一个 不知道星球来的人点破 甚至语气还非常不屑 像是没有想到 凌昂竟然有如此强大的信息网 几位忍者 已经没有将注意力 放到旺达身上 反而一脸 惊恐地看向凌昂 他们知道 旺达几人所知道的信息 都是凌昂一手提供 想要对凌昂所处的位置 查看清楚 恍惚间 明白几人想法的忍者 一脸惊恐 十分恐惧地瘫软在地面上 凌昂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到放过他 甚至旺达的讥讽 以及精神攻击 都是在说明 凌昂想要将他们彻底摧毁 不留生机 跪在地面上的几位忍者 非常崩溃 看到生命正在流逝 慌乱之下 便跪在地面上 迅速向凌昂所在的方向攀爬 然而不等几人拉扯凌昂 旺达挥手使用能量 将眼前几人挥走 砰 几道撞击声传来 几位忍者 已经被旺达狠狠摔在墙壁上 强烈地撞击 让他们心脏位置一颤 随后像是心脏崩裂一般 嘴角吐出一口鲜血 几人面色惊恐地看向旺达 实在想象不到 一位柔弱的女人 竟然能够发挥出 如此强悍的力量 实力根本不弱于 刚才攻击他们的万次王 艰难地想要向旺达 所在的方向说话 无奈心脏在剧烈跳动 他们根本无法说出一句话 最终还因为心脏不适 而晕厥过去 旺达看到已经休克的几人 便来到凌昂身边请示 凌昂 眼下这几个人是杀了 还是一起带着他们 前往学校陪我们查看试验基地 听到旺达的言下之意 凌昂诧异地看了一眼旺达 如果不是因为他 经常和旺达沟通 清楚旺达不会被其他人控制 现在都要怀疑 是有人控制住旺达做事 现在已经不想要直接解决对方 而是想要慢刀子杀人 一刀刀将他们凌驰 你说得不错 直接将他们斩杀在现场 未免太过简单 万磁王 带着这几位守合会的大将 同我们一起前往学校 以及其他攻击点 不过在此之前 更是要将他们弄醒才对 凌昂看向万磁王淡淡地吩咐着 但是看向几位忍者的目光 却满是不耐 好好 接下来就交给我出脸 万磁王双手擦拳 领下凌昂的命令 便一脸兴趣地向几位忍者走去 万磁王 你收着点 接下来凌昂还有用到他们的地方 看到兴致冲冲的万磁王 X教授一脸无奈地劝说着 万磁王的力量有目共睹 甚至已经算是力量上的佼佼者 但是面对厌恶之事 他更是不肯留情 说不定一个劲没有用在地方上 几位忍者便一命呜呼 知道了 我又不是之前的我 怎么可能冲动行事 再说我如果做得太过分的话 林昂也不会同意啊 第253章 带领忍者进行实验 万磁王说话之间 还有一些心虚 但是看到躺在地上的人者 万磁王便斗指昂扬 但是也有想要安安动手的意思 想到林昂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便忍下想要动手的想法 只是走上前握住 其中一位忍者的手腕 想要动手的时候 又看向林昂 林昂 在进宫之前 忍者受到一些伤害 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毕竟他的力量 可不是用来治疗的 现在不做出来一些事情 实在不像是 他万磁王的性格 听到万磁王的话 林昂便明白他的意思 便向他点点头 同意了他的想法 征得命令后 万磁王不再有手软的想法 立刻加大力量 眼看没有清醒过来的意思 万磁王再次增强力量 啊 随着万磁王增强力量 躺在地上的几人 慢慢一声震痛呼喊而出 他们诧异地 看着眼前的人 不明白突然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身上疼痛难忍 悲愤的目光 直直看向林昂和旺达几人 但是几人并不敢轻易出声 不管是林昂还是旺达 或者说万磁王 他们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甚至已经在这个时候猜测 林昂之所以会提出 让他们讲出手和会的事情 便给他们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 恐怕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他们就是 想要知道手和会的信息 然后再报复他们 甚至是毁灭他们 奇心可诛 眼见几位忍者已经清醒过来 万磁王撇了撇嘴 随后退下 心下非常不满 他刚才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太强的力量 这些人就醒了 这到底行不行啊 林昂 几个人已经醒了 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万磁王站在林昂旁边 向林昂说过忍者的情况后 便看向林昂 眼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眼下他们是想要尽快去查看实验室的情况 同时再查清楚 再动手整治忍者 在他们看来 只要将实验放到忍者身上 才能够查看清楚 实验究竟是什么情况 而他们也不确定 任何和手和会的联系方式 现在忍者已经被林昂控制 不能保证手和会什么时候会知道信息 以及他们了解到忍者被控 实验室被查看后 会不会突然发难 还是说会将此事隐藏下来 林昂对于万磁王的暗示点了点头 并看向万磁王 既然如此 金刚狼 万磁王 你们几人将忍者控制下来 我们一起去看看实验室的情况 万磁王抽了抽嘴 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联合起来给自己下套 而自己随意一句话 更是将事情攀扯到自己身上 是 我现在就去 金刚狼几人 就不用浪费力气了 万磁王直接将事情拦在自己身上 说罢就没有听林昂回复 马上向几位忍者走过去 忍者看到走过来的万磁王 想起万磁王雷厉风行的手段 心下一景 现在他们实在是不想要再经历一次残暴攻击 甚至随着万磁王的接近 他们残破不堪的身体 在慢慢向后移动 忍者几人 仿佛回光返照一样 将身体的机能提成到极致 不断地躲避着万磁王 将两者的距离拉开 万磁王发觉几人的动作 冷笑一声 开口嘲笑道 现在知道害怕了 你们伤害那些手无腹肌之力的人时 怎么没有想到害怕呢 恐怕比谁都兴奋吧 认为自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事情 万磁王并没有跟他们更过反应时间 甚至没有给他们猜测的时间 就已经释放磁力 在众人注视下 那颗磁球已经在控制下 悬浮在半空中 然后手指微动磁球 已经冲向众位忍者 眼看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几位忍者的瞳孔不满恐惧 正想着疼痛感将要再次袭来 而预料中的疼痛感 并没有如预想中传来 他们的身体被磁球拖起 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中 没有任何支撑 手脚晃动 想要挣脱磁球 却听到万磁王 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传来 注意了 磁球会越来越高 如果不想要摔死的话 就老老实实地趴在磁球上面 这样还能够保下你一条性命 果然 听到万磁王的话 几位忍者突然像是死了一般 老老实实地躺在磁球上 没有任何动静 林昂望打几人 看到万磁王简单粗暴 而且有效的力量辅助 忍不住轻笑一声 眼下寂静的环境 放入一丝热闹 林昂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万磁王询问道 第254章 实验之地 守核会试探 只知道 现在有实验室存在这座城市 但是地方如此宽广 他们根本就不清楚 应该如何寻找到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你们跟随我前来 林昂在忍者说出 这个地方具有实验室的时候 就已经用精神力 将这片区域控制下来 并已经找到实验室的位置 听到林昂说 已经找到实验室的位置 众人没有任何诧异 直接跟着林昂前往实验室 随着接近实验室 他们才发现 建设实验室的地方非常偏僻 周围杂草丛生 甚至还有毒蛇出没 这样1567个地方 怎么也不会猜测到 竟然是守合会建设的实验室 这也太偏僻了 守合会 为什么会将实验室 建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现在 他们建造实验室的位置 肯定是他们早已控制下来的地方 既然如此 为什么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不清楚 可能忍者生来小心谨慎 不肯相信任何人 也不会重用任何人 旺达对于实验室建设的地方 颇有疑惑 艾丽卡将忍者的思想方法 告诉众人 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完全不相信任何事物 才会造成眼下的情况 这么说也有可能是 忍者生来如此 不过灵昂会将他们一一摧毁 说到灵昂 旺达一脸轻目地看向灵昂 而对于灵昂所说的实验室位置 在他们前往的路上 便看到忍者一脸惊恐 他们此番模样 怎么看 也不像是假地质 等几人来到道路尽头的时候 发现有一座铁门 坐落在地面上 铁门上秀迹斑斑 根本就不是曾经有人居住过的地方 旺达皱起眉头 打亮着铁门周围的动静 想要找出 这里曾经有人居住的蛛丝马迹 灵昂 这便不像是居住过人的样子 我们怎么打开铁门 直接踹开吗 观察一番 并没有找到 能够打开铁门的钥匙 旺达便询问灵昂 是不是要将铁门毁掉 只是不知道 铁门里面是不是还有人 灵昂的视线 看向躺在瓷球上面装死的人者 旺达心领神会 直接来到忍者面前 看他们默默不说话的状态 旺达冷笑一声 在我还能够和你们好好说话的时候 尽快将药室交出来 否认不要怪我翻脸无情 旺达说得非常直接 没有给他们任何准备的时间 眼见忍者还想要继续装死 旺达便向万磁王说 让他们悬浮在半空中 看看在高处是什么感受 万磁王倾笑出声 瞬间明白旺达的意思 看向不断做死的人 没有任何犹豫地 将瓷球向高空中漂浮 甚至在漂浮的过程中 还贴心地嘱咐着他们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话 你们就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不管 低的话也说一声 起码要让你们身心愉悦 整场漂浮下来 听到的只有忍者 撕心裂肺的吼声 我们说 我们说 悬浮在半空大约五分钟左右 几个人已经无法忍受 万磁王对他们突如其来的关心 向着万磁王的方向嘶吼着 希望万磁王能够看在他们 知错就改的态度上 放过他们 万磁王听到几人求救的声音 并没有立刻放下他们 而是看向半空 加大力量 向着他们说道 那就赶快把你们知道的信息说出来 避免自己再次承受折磨 折磨 万磁王没有任何心理副作用 便将自己的心理话说了出来 甚至还向着半空增强力量 确保他能够听到他所说的话 半空中突然没有了声音 他们不会 已经被吓死了吧 许久听不到声音传来 旺达还以为 忍者几个人已经挂了 想到他们之后 可能询问不到信息 脸上十分失望 没有 估计是吓到说不出话来 听到万磁王的解释 众人感到异常无语 他们作为忍者 不是无恶不作吗 为什么现在 却害怕悬浮在半空中欣赏景色 难不成感化了自己 可以将他们放下来了 不然一会真的没有命了 听到半空中似有似无的声音 凌昂意识到 几人的精神已经达到极限 再次盲目地恐吓他们 或许根本就等不到试验 几个人已经消失在人世间 显然万磁王对于几人的生命 是不是还在完全没有在意 但是对于凌昂的吩咐 便唯命是从不敢有任何意见 万磁王控制手中的力量 将磁球快速从半空中降落下来 人者几人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中 第255章 惨无人道的守合会 或许不是非常适应磁球 带领他们的高度 整个人出现了血运状态 本来干净的磁球上面 现在不满呕吐物 问万磁王为了避免自己沾上 这类脏东西 并没有将几人放下来 粗鲁地再次摇晃几人 是他们的思绪得到瞬间清醒 万磁王便迅速提问 要是在什么地方 如今几人已经被他们锁控 根本就没有逃走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嘴硬 来回承受攻击呢 像是明白 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回答 凌昂他们也不会轻易 让自己死去 忍者便配合起来 指着铁门的方向说道 就在最左边的草丛中 草丛下面有一个盒子 说完这一段话 仿佛用尽了全身力量 几个人再次昏死过去 听到忍者所说的地理位置 艾莉卡马上判断出具体位置 连忙前往前边草丛 将钥匙拿回 林昂已经找到钥匙了 我现在就将房间打开 艾莉卡欣喜地 将手中的钥匙举起来 朝着林昂所在的方向晃动着 她也不曾犹豫 直接将钥匙插进铁门中 一声滋拉的声音 响起铁门已经打开 打开铁门的艾莉卡 一脸震惊地盯着实验室的一切 满脸惊恐 艾莉卡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察觉到艾莉卡异常地望打喊道 询问她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艾莉卡僵硬地将自己的头扭过来 不知不觉间脸上流下了泪水 他们太惨无人道了 杀一百遍也不能解恨 艾莉卡咬牙切齿地看向 已经昏迷的人者 旺达虽然认识艾莉卡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对她的情绪 大概有了一个了解 她不像是情绪外泄的人 现在不顾所有人在场的目光 直接哭出来 里面绝对不是小事 旺达连忙走上前 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来到铁门口 旺达线将手放到艾莉卡肩膀上 安抚着艾莉卡的情绪 视线直接看向实验室 血全部都是血 实验室里面布满胃干 或者已经干涸的血迹 实验台上面是数不尽的尸体 旺达已经不知道 自己怎么忍下 看到如此残暴的景象 转身看向忍者的目光 更是充满杀气 林昂 必须让他们明白 人世间的生命 不是他们可以随意调动 我们应该帮助蓝星清扫障案 蓝星政府官员 是在林昂的帮助下上任 如果他们知道 眼下手和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解决百姓的性命 甚至将在他们死后 也不曾安顿他们的尸体 如此残暴的行为 绝对不可能留存在人世间 旺达谋中第一次有了杀意 察觉到艾莉卡的反应 以及旺达此时的行为 林昂便暗暗感叹 可能手和会所做的事情 已经天理不容的地步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旺达身边 将实验室中的场景看在眼中 煞时间愤怒冲上心头 这是林昂第一次情绪外露 旺达尽快将自己的情绪遮盖 阴狠的目光 盯着躺在瓷球上面的几人 万磁王 可以将他们带过来了 勉强平复下来情绪 林昂淡淡吩咐着万磁王 将忍者带入实验室 前往实验室的途中 从几人的表情 已经判断出 实验室内究竟是什么状况 万磁王沉默不语 移动磁球的时候 脸色更是难看至极 甚至在移动磁球的过程中 万磁王故意使磁球 在半空中摇晃几下 将几人的呕吐物 摇晃得满地都是 几人也是在剧烈的摇晃中 清醒过来 刚清醒过来的时候 几个人还非常迷糊 已经忘记自己所处的环境 随着磁球的移动 几人彻底清醒过来 尤其是看到前方的实验室 脸色大惊 苍白的目光看向林昂 我们错了 求你放过我们 这些都不是我们 想要参加的 都是受逼迫我们做的 放过我们这一次 我们将受吸引过来 随着接近实验室 几个人更加 撕心裂肺地嘶吼了起来 众人听着忍者的嘶吼 无动于衷 甚至狠狠地想着 自己现在还知道害怕 将这些手无腹肌之力之人 放在桌子上面 不管不顾的时候 怎么什么也不说 众人没有理会 忍者撕心裂肺的吼声 反而感觉他们的声音 太过刺耳 便催促万磁王 快点将这些人 放到实验室里面 或许他们刚刚实验了一些人 桌子甚至是手术台上面 有一些胃肝的血迹 旺达尽量将那血血迹忽视掉 将视线放到 凌昂和忍者身上 凌昂向来情绪稳定 第256章 受的试探 凌昂的反击 手和会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存在 他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被销毁 凌昂看向 已经被控制下来的人者 漫不经心地说道 受所在的位置在那里 你们认为 他回来解救你们吗 凌昂说话的时候 漫不经心 好像在自言自语一般 听到的人却浑身一震 仿佛身后 已经被凌昂盯上 此时凌昂并没有和他们说话 像是已经猜测到 他们会说的话 便向万磁王示意道 明白了 我办事你放心 一眼看穿凌昂想法的万磁王 立刻将还在磁球上面的人者 扔到血迹 还没有干的实验台上面 另一边埃莉卡 必须要凌昂吩咐 便已经拿起实验器材 看到实验室上的物品 他冷汗恋恋 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就在实验台上面 将所有手无腹机之力之人斩杀 等几人被困在实验室上 他们的表情终于有一些变化 满脸恐惧地看向埃莉卡 埃莉卡 我们曾经还是队友 你怎么能够将这些骇人之物 放到我们身体内 你想要知道什么 我告诉你 只要你不要将这些物品 打入我们身体 怎么样随便你 几人看到埃莉卡 竟然主动将实验用品 打到自己身体内 惊恐万分 眼下已经顾不得 自己现在躺在实验台上面 也顾不上自己被众人死死盯着 纷纷向埃莉卡求情 众人听到忍者的话忍不住冷笑一声 现在知道害怕了 之前将这些普通人 当作实验品的时候 怎么不想 埃莉卡一声冷笑 她竟然不知道 在此之前实验室 竟然是这样的存在 眼看林昂并没有阻止自己的行为 埃莉卡冷笑一声 迅速将手中的液体扎进 距离自己最近的人身上 其他忍者看到埃莉卡 没有任何犹豫 便将手中的液体扎进忍者身上 一身冷汗袭来 纷纷逃离身边 埃莉卡 你竟然敢为卑瘦大人的命令 你以为自己投靠到蓝星身上 便能够解决危机吗 我告诉你 瘦大人明白你所做的一切 他不就将要到来 你等死吧 几位忍者 唯恐埃莉卡 将手中的液体扎进 自己身体内 纷纷咬舌自尽 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 难道试验液体 真的如此残酷吗 宁愿自杀 也不愿意试验自己 众人大惊的同时 也看到被扎入液体的人 正在冷汗恋恋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的身体 正在以诡异的姿势 变化着 先是自己额头上的头发 一一掉落 然后眉毛 身上被液体侵蚀干净后 身上的指甲 眼睛所有器官 慢慢脱落 忍者痛苦的嘶吼声 在房间中响起 众人 对于忍者 没有任何怜悯 反而因为 他们将手伸到普通百姓身上 毛骨耸立 这些百姓的血迹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流干 百姓亲眼看到自己的血液流干 看到自己 真正消失在世界上 等忍者彻底没有气之后 艾莉卡一声叹息 将目光放到琳昂身上 琳昂先生 既然他们说受大人 即将来临 那必定是真的 受 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绝对不会允许别人 挑衅他的威严 受一开始 就将视线放到蓝星身上 认为蓝星 虽然有一个变种人学院 但是实力微薄 根部不足为惧 将蓝星占领后 再慢慢地占领其他星球 无碍 我等着便是 在忍者说出 受即将来到时候 琳昂便将力量 放到蓝星每一个角落 一等兽出现在蓝星 他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就在忍者咬舌自尽的时候 琳昂便已经发现 周围的能量波动 便意识到 兽已经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已经过来了 众人大惊 兽已经出现在这个地方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感受到 自己身边有任何能量波动 听到琳昂的话 连忙将视线看向旁边 看到周围没有任何人影 释放能量 也没有察觉到任何能量波动 他在那里 为什么我们察觉 不到任何波动 就像没有人一样 万磁王扭头在周围寻找 发现并没有任何异常 艾丽卡 也惊慌地站在琳昂身边 对于兽 更是防御万分 害怕兽 突然出手 这是她跟随兽以来 便有的阴影 一时之间 根本没有办法消散至 琳昂没有理会众人的疑问 而是缓缓 向门外走去 等站在院子中间 琳昂抬头 看向半空 冷声说道 怎么 来了也不露脸 是感觉自己 不配出现在世人眼中吗 跟随来的人 听到琳昂的话 为之一阵 第257章 相互试探 化为浓水 琳昂 兽已经出现在实验室 万磁王 快速站在旺达旁边 唯恐兽 在进攻室 发声在旺达身边 随后一脸谨慎地 看向周围 而琳昂站在中间 没有一丝动作 眼神却死死盯着 半空中的空气 众人 随着琳昂 将视线放到半空上 半空中一片宁静 并没有任何异物 甚至他们也不曾发现 任何气息变化 艾丽卡 你可知罪 过了一会 听到半空中 传来一道嘶哑 而又沉闷的声音 众人纷纷看向半空 依旧没有任何踪影 而被寿喊到的艾丽卡 一脸苍白 颤抖着身体 妄达察觉到她的异样 连忙将搀扶着她 眼下忍者已死 众人已经知道 守合会的阴谋 不管寿此时 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都避免不了一战 兽已经不可能 从现场离开 过了一会 艾丽卡的情绪 已经慢慢平复下来 她将视线放到半空 像是在和幻影对话 我从不认为 自己做错了什么 守合会已经变了 她已经不是一个 单纯帮助能力者生活的组织 现在的她惨无人道 应当被诛杀 兽大人 您可知道 被试验的人 是怎么死的吗 艾丽卡像是质问的声音 在空间中响起 随着艾丽卡的质问落下 已经没有人说话 双方像是在对峙 而灵狼 对于处理兽的事情 势在必行 眼下只是想要看看 兽会如何精神 压制艾丽卡 会怎么说服艾丽卡 和她一起 返回守合会 果然 看到众人 并没有说话的时候 隐藏在半空中的兽 缓缓显出身影 只见她身形巨大 肥胖的身体 安稳地躺在一座椅子上面 看向艾丽卡的视线 更是带着俯视 以及漫不经心 半空中兽的视线 扫过站在下方的灵狼 眼中带有谨慎 虽有便将注意力 放到艾丽卡身上 艾丽卡 守合会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你难道不清楚吗 为什么却在这个时候 反问我 你是怎么发现 守合会试验的 他们带有守合会的图标 还是只是一些忍者 为了自己的思念所 做出的罪恶之事 兽的语气听起来 并没有任何变化 甚至还像 是在安抚艾丽卡 并告诉艾丽卡 这一切 都不是自己的命令 只是手下之人 一时起了贪念 将普通人 带入实验室试验 你知道 试验的具体目的吗 或许他们 本就是想要通过试验 帮助更多想要 提升自己力量的普通人 这听起来 好像并没有错 站在半空中的兽 仿佛一个弥勒佛一般 笑着解释这些被误会的事情 更是在告诉艾丽卡 她所看到的事情 都是一场误会 艾丽卡浑身一震 明白兽意有所指 说得大意凛然 怎么不让自己的手下试验 我看你心宽体盘 身上有不少横肉 以及血液 为什么不以自己为目标 进行试验 这样得到的结果 好像更加有趣 万磁王站在妄达身边 听到兽意证言辞 甚至可以说是 道德绑架的话 冷笑连连 现在把主意打到 一位小姑娘身上 你的脑子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万磁王没有任何掩饰的 嘲讽让兽位之一了 多少年了 自从自己成为 星球首领之后 已经多久没有人 这么和他说话了 果然 有能量的人 也应该被试验 最好能够压制下来 他们内心的叛逆 兽神色未变 淡淡地看向艾丽卡 仿佛留给艾丽卡 足够决策的时间 兽大人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想要 就此退出手和会 从此之后 是生是死和你没有关系 艾丽卡用尽全身力量 将心中的话告速兽 随后 更是低下头 不敢看兽 过了一会 艾丽卡才听到空中 传来一道声音 直击她耳膜 艾丽卡 你现在 是在告诉我 你想要退出手和会 为了一些不知道 真假的事情 兽的语气 听起来非常不好 更甚至刚才说话的语气 更是激烈 但是 艾丽卡已经决定 退出手和会 所以现在 就算是听到兽的话 艾丽卡也是控制下来 内心的恐惧 盯着半空中的兽 兽大人 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请您同意 艾丽卡说话的语气 前所未有的坚定 悬浮在半空中的兽 突然大怒 她满是愤怒地盯着 艾丽卡所在的位置 然后 伸出手臂就要 将艾丽卡抓上来 再做处决 就在兽即将抓到艾丽卡的时候 万磁王以及旺达 已经做好攻击准备 就在两人准备进攻兽的时候 林昂已经向前一步 第258章 战斗开始 艾丽卡被针对 站在艾丽卡前面的林昂 对准兽伸过来的手臂 一个侧切 速度之快 半空中的兽 甚至连林昂的动作 都不曾看清 等林昂站在艾丽卡身边 兽才看到林昂 已经准备攻击 速度快到她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数字狂妄 兽察觉到林昂想要攻击 瞬间大怒 本淡定的神情消失不见 而林昂像是没有听到 她说话一般 手起刀落 兽的手臂直 皆掉落在地上 艾丽卡看到 掉落在地上的手臂大惊 林昂怎么出现在她面前呢 方才 她还站在距离自己 最远的地方 不到一秒时间 竟然出现在她面前 甚至 还直接对手发出进攻 眼前兽的进攻 仿佛对林昂并没有用 留在地上的手臂 就是她最好的证明 听着半空中 惨烈的嘶吼声 艾丽卡一震 林昂 您将兽大人的手臂 打下来了 艾丽卡惊恐地说道 在兽和会 兽 是说一不二的存在 只要她发布的命令 就没有不执行的情况 方才兽想要 将她收走 艾丽卡正准备服从兽的命令 虽然知道回去后 所经历的事情 将不可想象 听着半空中兽的喘息声 林昂神色不变 对于艾丽卡的询问 也是淡淡地解释道 既然手臂不做证实 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林昂的话 激起兽的愤怒 只见她十尺高的身体 直接将椅子踹翻 更是在众人的注视下 身体缓缓变大 被林昂攻击的手臂 更是迅速恢复 好像方才受伤的 并不是她一般 嘶吼着的兽 力量不断向外面发现 林昂 她好像生气了 我们能够解决兽吗 之前的不安已经消失不见 眼看兽 已经不受控制 在四处宣泄自己的愤怒 以及想要 毁灭所有的心态 不知道为何 艾丽卡突然发现 自己并不需要害怕兽 想明白的艾丽卡 站在林昂身边 视线却看向半空中的兽 兽大人 如果那你想要进攻 那就开始吧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 和您为敌 只是想要从手 和会中退出 既然您现在想要同归于尽 我可以接受 说话间 艾丽卡已经站在林昂身前 直接面对兽的怒火 在她看来 既然是她先前往变种人学校 请求他们的帮助 现在兽 已经将注意力 放到变种人学校上 为了避免变种人学校 遭受不必要的攻击 艾丽卡决定 和兽来一场 一对一的战斗 能够同归于尽最后 如果不能杀死兽 自己也做了努力 说话间 兽还在缓缓 向前走动 更是释放精神控制 将低兽的防御能力 果不其然 艾丽卡不知死活的 出言相劝 更是激起兽的怒火 在半空中的兽 直接大笑起来 随后死死盯着艾丽卡 你现在想要 和我单打独斗 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都是我交给你的 想要和我单打独斗 你认为 自己有这个资格吗 身体仿佛 高楼一般的兽 已经降落在地面上 低头看向艾丽卡的动作 更是嘲讽无比 正准备进攻的艾丽卡 顿了顿 恍惚间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有一件事情 兽所说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 确实她所有的力量 都是受一个人教的 现在就算是想要 将力量收走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只是想起在实验室里 那些普通的百姓 就这么死去 艾丽卡男人怒火 加大力量就要冲上去 突然 一只手放在艾丽卡的肩膀上 虽然没有使用太大力量 但是艾丽卡发觉自己 已经不能行动 你不是她的对手 没有必要送死 是凌昂 凌昂阻止了她的行动 并向她解释了原因 听到凌昂所说的话 艾丽卡最后隐藏的 懦弱被揭开 她惊恐地向凌昂说道 如果现在 不解决了兽 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被她杀害 还可能所有宇宙 都被受毁灭 她会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那里面 将会是所有木偶人 将一切事情 想明白的艾丽卡 痛苦地说道 她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为这样 这一个不知道 正义的组织 付出努力 她要死啊 说到最后 艾丽卡已经泣不成声 她不知道 应该如何解决这件事 你找到变种人学校 不就是想着帮助自己 解决问题的吗 既然如此 现在将事情 交给我就可以 凌昂将艾丽卡 拉到自己身后 看着已经处于 暴怒中间的兽 毫不在意 兽的出现 只是让她见识到 人性的恶 她的实力 并不算出众 第259章 请求一站 解决实验室 羚羊坚定站在 艾丽卡面前 视线却死死 盯着面前的兽 这个人是谁 变种人学校的 不可能出现 实力强悍的人 蓝星 是变种人最多的星球 一直备手 和会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血液提取 以及检查 发现他们身体内 并不存在特别物质 甚至忍者 便可以击败变种人 蓝星比较忌惮的变种人 就是万磁王 以及X教授 但是X教授 常年坐轮椅 万磁王 是一个一点 久然的性格 羚羊显然 并不是他们 你是谁 兽感受着 手臂上残留的疼痛 实在是羚羊 573攻击得太过迅速 将他手臂砍断的 一瞬间 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只是认为 手臂缺少了什么 随着时间增加 疼痛感越来越加剧 修复的过程 仿佛重新将手臂 砍断一般 兽心有余悸地盯着林昂 不敢轻举妄动 埃利卡一愣 兽竟然询问林昂的名字 她之前 不是从来不消于 询问别人的名字吗 甚至认为 询问别人的名字 是对手合会的不尊重 只会在别人临死之前 告诉对方 是谁杀的她 这是察觉到林昂的威胁了 林昂 林昂 那是谁 蓝星什么时候 出现了这个人物 你愿意来到手合会吗 许你一人 知下万人之上 不管如何 现在林昂并不是一个 比较容易对付的人 忍者中更没有强过林昂的存在 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就要看看林昂 是否愿意加入他们 等加入手合会 处理林昂的机会多的是 众人一愣 显然没有想到兽竟然会招安 他难道不知道 林昂的实力 想到这里 万磁王直接笑起来 要不你把所有宇宙交给他 兽一愣 将视线放到说话的万磁王身上 你就是万磁王 传言万磁王和X教授 是创建变种人学校的人 实力强悍 就算是蓝星正负 也要畏惧他们的实力 甚至因为 两人强悍的实力 遭到蓝星正负的打压 以及消亡 蓝星正负 还没有将你们消灭 实力还真够低下的 万磁王一愣 诧异地看向兽 显然没有想到兽 竟然会认识他 只是想起实验室内残留的血迹 怒火中烧 这人早就把眼线放到蓝星 甚至是普通人身上 林昂 让我和他对决 万磁王虽然 已经成为反蓝星成员 但是想起在蓝星时 被无辜报道 变种人试杀诚信的新闻 难受不已 现在就算是为蓝星 做的最后一件事 将亏于他们身体的 怪人赶出蓝星 站在林昂身边的万磁王 盯着林昂的眼睛 眼中的坚定 毫不退让 交给你 林昂一愣 便将战场 交到万磁王身上 万磁王加入 反蓝星之后 一直做的 便是一些后勤小事情 参加战争 甚至是使用自己力量的时候 少得可怜 现在兽突然冒出来 想要毁灭蓝星 估计万磁王 是想要帮助蓝星 做最后一件事 还有就是现在展现出 自己真正的实力 让那些记者闭嘴 全程观察林昂等人 动作的兽也是一愣 没有想到林昂 竟然将攻击的权力 让给别人 但是 林昂的决定让兽 稍微松了一口气 方才林昂施展力量的过程中 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到 林昂的力量波动 而万磁王 一直在守核会的观察中 实力多少有些了解 现在面对万磁王的进攻 也不会惧怕什么 万磁王站在战场上 清楚看到兽眼中的 谨慎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轻松 是 还真是一个敏感的怪物 竟然能够判断出 谁是最强之人 现在 是你和我的战争 攻击试试吧 万磁王并没有让他的习惯 告诉他之后 便开始发动力量 将周围磁力 缓缓聚集在众人中间 兽一愣 显然对于万磁王不服 其实的表现有些惊讶 根据忍者的调查 万磁王虽然能够控制磁力 但是绝对不会像 现在这般轻松自在的 增强控制的范围 越来越奇怪了 眼看兽 还没有攻击的趋势 万磁王将磁力 直接甩向兽 察觉到攻击的兽一愣 随后迅速加快移动 犹如高楼的身体 缓慢躲着万磁王的进攻 并随着兽的移动 矗立在他面前的大楼 顷刻间崩塌 万磁王一愣 兽竟然不顾大楼中 是否有人类存在 就这么肆无忌惮的进攻 一脚一个印记地 毁灭着一栋大楼 看到磁力 即将攻击到自己的瞬间 再一次踩在大楼上方 他的力量这么强悍吗 万磁王再次加大进攻力量 第260章 兽的惊恐 持续进攻 随着万磁王加大力量 站在高处的兽 渐渐感受到万磁王的压迫 眼神逐渐慎重起来 进攻 万磁王不准备给兽反应的时间 在他还想要破坏下一座高楼之前 发起进攻 方圆百里的磁力 直接被万磁王吸收 手中的力量形成锯球 以无形的状态 向兽所在的方向 重重攻击着 兽这一次并没有躲避他的进攻 发现万磁王的力量 逐渐接近自己 兽直接站在原位 不再行动 甚至在攻击来到时 兽特意使用身体接触 兽 强悍而不满力量的进攻 直接穿透兽的身体 在兽身上留下一道缺口后 力量又再次充缺口的位置返回 众人惊讶地看着万磁王的进攻 他们还不曾看到 万磁王这么玩命的进攻 他不是先和对方过两招试探 移下对方的实力 然后再缓缓增加力量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怎么会突然猛发力量 万磁王真的恼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第一次发力 就用尽全力 探射身上哪一个 能固容那一辆车的大洞 异常甚人 原来这就是变种人 初始创建人的实力 力量不错 只是你用错了地方 随着兽分析万磁王的进攻 本犹如汽车大小般的裂痕 竟然渐渐修复起来 不到一分钟 兽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常 将身体恢复 正常的兽同时降低身体高度 两者身高相差巨大 此时根本看不清万磁王的身影 还有过于高的身体 被万磁王弄出的洞便大出许多 修复起来太过浪费时间 你究竟是什么人 什么物装 万磁王死死盯着自己打出的攻击 已经被对方修复完毕 脸色难堪 他们安排多个实验室 然后玩命般 将所有普通人的身体一一实验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破格试验 而是兽的本性 我是手和会手脸 爱丽卡没有和你们说吗 爱丽卡一阵 背后生出丝丝冷汗 方才兽虽然极其平常地 说了一句话 但是却让他感受到了危险 万磁王冷哼一声 显然并没有将他的想法放在心上 怪不得有这么多的实验室 放在蓝星 原来他的主人 便是一位残忍无比的怪物 兽微微一笑 并不在乎万磁王的评价 甚至在自己身体恢复到 正常水平的时候 缓缓向万磁王走近 这个人究竟想要干什么 方才的攻击 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他像是一位刀枪不入的怪物 甚至在磁力进攻时 连脸色都不曾改变 缓缓走过来的兽 并没有理会众人惊恐的表情 而是直接站在万磁王面前 那些普通人存在的意义 就是帮助强悍的人更加强悍 反正他们从开始便没有意识 现在成为木偶 供我使用又有什么问题 说起自己伟大计划时 兽满脸微笑 像是自己在做一个 非常成功的艺术品 怪物 变态 万磁王皱起眉头 下意思将磁力聚集在手中 恨不得直接将兽斩杀 想要杀我 猜出万磁王的想法 兽轻笑着回答着他 帮助他解答疑惑 只是 你用什么力量杀我 用你这些微不足道的磁力进攻 每走进一步 兽扎心的话 便扎在万磁王身上 还没有尝试怎么会知道 我不能将你杀在实验室旁 挨帮那些 惨死的人复仇 万磁王冷哼一声 死死盯着兽的一举一动 绝对不会让兽 有可乘之机 那就试试吧 嗯 一道虚影 从万磁王眼中闪过 随之而来的一声 痛苦的闷横声 在万磁王嘴中传来 方才他根本就没有抓到 兽移动的身影 一道沉重 而有力量的声音 便直接砸在万磁王的肚子上 在攻击到万磁王之后 兽飞快从万磁王身边撤离 一脸笑意地站在万磁王前面 你想要用什么进攻呢 再一次同样的话 传在万磁王耳中 这个人简直无耻 他一开始没有进攻 就是为了试探他的力量 现在更是不留一丝痕迹的 就想要将他击败 你是故意的 一开始不进攻 万磁王死死盯着兽 眼中的杀意就要将兽 彻底摧毁在这场战争中 我劝你最好 让你的主人出场 不然可能连自己 怎么留在这场战场上都不知道 说吧 兽便将视线放到一旁的琳王身上 眼中的调侃不言而喻 琳王 让我上去教训他 看到兽挑衅琳王 旺达难以忍受 就要上去找场子 第261章 秒杀 解决战斗 琳王的实力有目共睹 现在他的存在 就是在挑衅他们 对琳王的维护 甚至是在贬低琳王 恢复正常状态的兽体型 依旧比普通人高出很多 甚至漆黑的身体 已经隐藏在黑夜中 并不能看出兽 究竟在何处 他的手脚更像是动物爪子 随着兽慢慢 向琳王等人靠近 众人也发现 兽身上的魔法 从一开始 万磁王进攻到的 便不是兽的本身 而是他使用魔法 制造出来的幻觉 眼下认为万磁王 根本不足为惧 便不再隐藏身体原形 缓缓向众人走来 原来这家伙之所以 叫做兽是因为他的外貌 就像怪兽一般 金刚狼忍不住感叹 到手和会的残忍 以及他们领导怪兽般的模样 金刚狼和艾莉卡对兽的魔法 可以直接免疫 听到金刚狼的声音 琳王才想起来 他是和他们 一起来到蓝星调查人员 失踪的事情 事情本来极其简单 只是看兽的态度 被他改变的人类 应该不在少数 开设的实验室 或许更为密集 绝对不仅仅是 忍者说出来的这些试验基地 你现在还不使用拿手绝学 恐怕就没有展现的机会了 琳王吩咐万磁王退下 兽能够将死去的战士 召唤回来 还能够将已经成为木偶的百姓 当作战士使用 将所有死去战士 放在万磁王面前 万磁王绝对没有能力处理干净 眼下能够给众人 攻击机会的 只有金刚狼以及艾莉卡 艾莉卡待在手和会的时间过长 对兽的存在 更是心存阴影 能不能摆脱兽的阴影 还不能够保证 准备继续进攻的兽一愣 将视线放到琳王身上 他非常神秘 自从来到蓝星后 琳王是第一个 他看不透 甚至摸不清功力的人 万磁王以及X教授的实力 得到暂时提升 而并不能够作为他的对手 艾莉卡深受手和会影响 精神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可是内心的压制并没有结束 他不敢轻易挑战手和会的威严 甚至恐惧手和会 金刚狼更是变种人 学校新出战士 实力更是不足为惧 哼 这是看不上其他人的实力了 艾莉卡 金刚狼 你们两人一起进攻兽 金刚狼以及艾莉卡 能够直接免一兽的进攻 同时金刚狼 在变种人学校学习期间 爆发力更是独树一致 两人联手的情况下 兽不一定能够全身而退 根据传闻 守和会领导人兽 是掌控魔法的恶魔 手下的忍者 更是无恶不作 深得兽的教诲 更是为了保存秘密 忍者死亡后 身体将绘化成一片尘土 仿佛没有来过人世间 只是不知道你们 为什么不在他们告密的瞬间 就消灭他们呢 以他人的性命 威逼别人不能告密 这种组织不存在也罢 而随着灵昂将兽的实力 以及身后的实力 摆在明面上 本就脸色漆黑的兽 更是发动力量 身上的力量异常波动 想要将灵昂 直接斩杀 在原地帮助忍者复仇 兽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 就看到 灵昂的目光扫向 自己所在的方向 一声冷斥声 从灵昂嘴中传出 听说你们 不仅能够将杀死的人复活 复活的人 也将成为守和会的信徒 任由你们驱使 灵昂像 是没有看到众人惊讶的眼神 自顾自地说道 也像是在帮助兽 拨开眼前的迷雾 告诉兽 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不愧是艾莉卡 想要找到的人 有一点本事 自家老底 已经被揭穿 兽看起来 并没有任何慌望 甚至还在赞扬灵昂百事通 连一点小事都能够知道 想要了解灵昂信息的兽 更是装模作样地说道 看在你已经了解到 守和会众多信息的面子上 告诉我你的名字 一会给你留下全尸 嚣张至极的话 愤怒不止 灵昂连第一苍穹 以及审判者众人已经消除 你这个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怪兽 竟然向灵昂提条件 真不知道自己的作用 是什么了 灵昂 不用和他多说什么 交给我们 金刚狼和艾莉卡 快速走到灵昂身边 和灵昂一起应对兽 方才灵昂已经拆穿兽的底细 艾莉卡已经明白 自己一直追随的人 究竟有多么邪恶声 备受控制的思想 已经慢慢开始摆脱 你们在找死 看到 站在对立方的艾莉卡 受脸色大变 身上的魔气 越发浓郁 既然你们想要离开 我就送你们一城 冷笑着看向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艾莉卡 傀儡大军 第262章 傀儡大军 艾莉卡的应对 众人一愣 傀儡大军 那是什么东西 一般傀儡 不是被自己控制下来的东西吗 现在现场并没有任何变化 眼下 也只有兽一个人 为什么兽 突然说出要召集 傀儡大军的话 难不成能够莫名其面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下不成 周围众人纷纷将视线投到兽身上 想要看看究竟那个地方会出现傀儡的存在 而金刚狼和艾莉卡也被林昂叫到面前 听到他们所说的话 林昂直接说道 金刚狼 艾莉卡你们两人面对接下来的进攻 金刚狼和艾莉卡一愣 没有想到 林昂会让他们两人担任主动进攻 艾莉卡来到蓝星之后 发现旺达 万磁王以及X教授等人的实力非常强悍 所以下意识地认为 几人会作为主力军进攻 而事情突然变化 成为主力军的 已经成为他们两个人 金刚狼和艾莉卡面色凝重 十分慎重地站在林昂面前 艾莉卡不安地询问着 林昂先生 您认为我们真的能打败兽吗 我们两个人的力量真的可以吗 艾莉卡有些心虚 现在她的实力可以算非常的弱 尤其她面对兽的时候 还不能完全摆脱内心的恐惧 所以对林昂现在的建议 感到非常心虚的同时 更多的是不敢接受 傀儡大军的魔法攻击非常强悍 其他人的实力虽然强于你们 只是对傀儡大军并没有免疫力 而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性质 就是能够免疫魔力进攻 林昂将自己话说完之后 将视线再次放到艾莉卡 以及金刚狼身上 方才她已经发现 兽一直想要艾莉卡回到守合会 是不是和她特殊的体质有关系 只是她应该没有想到 现在能够免疫傀儡大军攻击的 并不只有艾莉卡一人 金刚狼依旧能够抵抗进攻 将主战场留给金刚狼和艾莉卡两人 林昂从他们面前退到他们身后 如果两个人能够在这个时候打败兽 将会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能够提升他们的能力 林昂先生 您之所以安排我们攻击兽先生 是因为我们能够免疫受的进攻 听到两个人能够直接免疫进攻 金刚狼和艾莉卡的心情舒服了一些 起码在进攻的时候 并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受到异类进攻 是 你们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 这也算是上天赐给你们的能力 林昂说完这句话 便不再说什么 站在旺达身边 看着兽所在的方向 随着兽一声怒吼 在兽周围布满阵阵浓烟 就像是魔力已经向外面蔓延 而处于魔力中间的兽看 像已经站在一旁的林昂 目光有些诧异 这个人应该算是蓝星中的老大 而现在 他们的老大不出战攻击 反而让自己的属下进攻 这是看不起他 还是认为自己的属下已经有能力打败他 兽已经不将视线放到林昂身上 反而将目光放在站在前面的艾莉卡 以及金刚狼神身上 两个人看起来非常享受林昂刚才的激励 像是已经认同林昂所说的话 现在正迅速地向着他所在的方向进攻 没有疑问 现在的金刚狼和艾莉卡就是进攻主军 兽的眉头微微皱起 难不成 林昂已经知道艾莉卡能够免疫进攻 竟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让金刚狼站出来呢 或者说 他究竟在想什么 满是疑惑地受来不及 细想秦晨的想法 只能控制着傀儡的出现 随着魔力散去 上万傀儡直接出现在受的身后 看着他身后满是伤痕的傀儡 妄打几人脸色更加难堪 这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已经伤害这么多的人 守和会 这个组织做下的聂可真多 现在不将他们在现场消灭 简直就愧对死去的众人 傀儡 林昂所说 现在以傀儡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就是备手和会杀死的人 看到这么多人死在守和会的攻击下 几人的表情无法轻松 守和会确实应该消灭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邪恶的宗教 万磁王和X教授的表情非常难堪 变种人学校最为艰难的时候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 现在却在守和会身上见识到了 恐怕不止如此 旺达打断几人的谈话 兽怎么可能召集所有死去的战士 现在他恐怕就是想要试探我们的力量 很可能还对于参战的艾莉卡和金刚狼 感到非常不满 就在一瞬间 旺达从兽脸上看到了他不消的表情 第263章 兽的惊恐 艾莉卡的阴影 万磁王以及X教授并不知道凌昂的计划 但是凌昂向来计划周密 不做无准备之掌 对于金刚狼以及艾莉卡攻击兽 也只是冷静下来 好方便观察兽接下来的攻击 金刚狼在接近兽的瞬间 脸色逐渐苍白 但是又瞬间恢复正常 身体更是达到两米多的高度 反而艾莉卡对兽的攻击 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在最后还能够轻松应对 凌昂 艾莉卡的能力 难道不仅仅是精神攻击 还会魔法 旺达的能力本就是混沌之法 感受到受的进攻 更是在瞬间便明白 这就是魔法进攻 金刚狼面对隐隐出来的魔法身体 还有瞬间不适应 但是艾莉卡从身体感受到魔法 一直到接受魔法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 脚步稳稳向前走着 这种现象他们根本就不曾见过 哪怕之前的敌人第一苍穹以及行星吞噬者 都有自己的致命缺点 面对魔法虽然有能力撤销 但是身体并不是一点都不曾受到影响 只是金刚狼和艾莉卡可不是实力强悍白 拖了魔法进攻 好像他们的身体具备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就像古代所说的百毒不清 说的没错 金刚狼和艾莉卡可以免一兽的进攻 凌昂看着兽逐渐难堪的表情 便明白他知道艾莉卡的攻击方式以及体质 现在对于艾莉卡突然反击自己 甚至已经慢慢摆脱守核会的控制 脸色便更加难堪 在即将接近到傀儡大军的时候 艾莉卡直接拿起两把夕阳剑放到手中 脸色凝重地观察着周围人的一举一动 两个人的变化备受看在眼里 傀儡大军进攻 兽不准备给艾莉卡以及金刚狼反应的时间 在两个人拿起武器准备进攻的同时 兽便吩咐傀儡大军开始进攻 斩杀 兽没有留情 想要使用斩杀一次性解决两个人 眼中的余光却看向站在旁边的灵狼 那才是自己的最终目标 艾莉卡和金刚狼只能算作攻击灵狼的开胃小菜 既然现在灵狼不打算出手进攻 那就让眼前的艾莉卡以及金刚狼当作她的替身好了 随着兽医生命令 傀儡大军每一个人手中都紧握一把西洋剑 西洋剑上还散发着隐隐约约的黑气 傀儡大军什么时候能够拿起西洋剑了 不是所有傀儡的实力只是和普通人差不多吗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只是如此 兽的实力好像已经渐渐增强 之前还是徒手攻击 现在已经能够使用武器进攻 傀儡竟然已经拿起西洋剑进攻 站在前面的人少说也有上万人 他们一人一刀就能够将艾莉卡和金刚狼斩杀在原地 一开始傀儡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们还以为就是一些没有任何攻击力气的普通人 没有想到竟然手握西洋剑 就算金刚狼和艾莉卡能够免疫西洋剑上面的魔器 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人数 他们真的能够解决吗 愣神之下 旺达忍不住将疑惑询问出口 金刚狼看着还好 攻击的时候没有任何手下留情 而艾莉卡在看到傀儡的瞬间 脚步已经开始减缓 甚至在由于要不要向前进攻 想要放弃 是这样没错 仔细观察艾莉卡的动作 确实比一开始信誓旦旦 想要帮助自己报仇的想法不同 现在的她更想要的则是解决眼前的问题 或者说她心里有什么想法并不能放开 一直困扰着她 受在之前究竟对艾莉卡做了什么呢 竟然将她逼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精气神了一般 旺达十分不解 守合会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不仅在残害普通人上面鞠躬至围 更是在自己属下心中留在不可消除的伤害 既然如此 为什么忍者在消失之前 还想要兽过来解救他们呢 难不成兽在守合会扮演的是两面派的角色 能够立刻转变自己的位置 正在和傀儡大军缓缓接近的艾莉卡 脑海中一片血水 有时候是自己在充满魔气的血液中锻炼 有时候是看到普通人被杀害 然后仍在血液里面浸泡 更是有人将浸泡的血水当作饮料喝 瘦不会放过自己的 现在自己面对瘦只是自寻死路 艾莉卡缓缓向前移动的时候 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在守合会的精力 脚下一个猎浅 差一点摔在地上 艾莉卡你怎么了 还没有好吗 要不要过去休息一下 第264章突破阴影 看到几乎摔在地上的艾莉卡 金刚狼忍不住担心地说道 她其实也明白 凌昂之所以让两个人迎战 就是为了锻炼两个人的实力 既然是锻炼 就没有必要将生命交代在这里 艾莉卡晃了谎大脑 对金刚狼摆摆手 我没有事情 只是方才想起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 既然是自己 在守合会中的惨痛经历 现在就要依靠自己来解决 艾莉卡你现在还能够面对 傀儡大军的进攻吗 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实力 就尽快离开 不要影响我前武器七行的进度 察觉到艾莉卡 想要突破自己的能力 攻击自己 手直接嘲讽起来 在她看来 艾莉卡就是一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叛徒 现在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已经在嘲讽自己的能力 现在还想要再进一步攻击 简直可恶至极 受对准艾莉卡所在的方向 按发力 想要将艾莉卡脑海中 关于守合会的事情不断放大 等艾莉卡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 再缓缓降低影响 她不会让艾莉卡死在战场上 她还要好好这么艾莉卡 让她明白 究竟是谁给了她这种生活 带有魔器的力量 直接朝着艾莉卡所在的方向 攻击过去 并随着受的进攻 傀儡大军仿佛有了意识一般 纷纷挣扎着向艾莉卡 以及金刚狼所在的位置奔跑 密密麻麻的傀儡 将两人的位置围得水泄不通 这究竟是什么攻击 看起来并不像是傀儡 反而像是蚂蚁进攻 密集恐惧症 看到眼前的一幕都要吐血了 金刚狼虽然在吐槽兽的攻击方式 但是手并没有慢 而是快速将武器放到手上 更是准备好一会过来一个砍一个 凭借他们两个人的力量 绝对能够将所有傀儡斩杀干净 不留一点余地 金刚狼 你小心 她现在攻击的是我的精神 恐怕傀儡是攻击的你 察觉到时候的进攻 艾莉卡已经明白兽 是想要将自己内心 最为阴暗的一面摆到现实上面 然后再同时攻击两个人 只是 兽现在是想要将自己内心对手和慧的 不甘释放出来 想要自己的精神崩溃 并没有想要杀自己的性命 所以 她究竟是什么想法 想要通过精神攻击控制自己 然后再让自己回到手和慧 帮助兽 做一些灭绝人性的事情 可恶至极 愤怒至极的艾莉卡 已经不想理会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她只想要冲过去 将兽杀死 嗯 忽然一道黑线 直接穿入艾莉卡的大脑 身体一个颤抖 直接停在原地 没有动作 灵昂 艾莉卡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不成想要助纣为虐 呈现在大家眼中的是 艾莉卡站在金刚狼身边 没有任何动作 而傀儡已经将金刚狼包围 怪异的是 不管是金刚狼身边有多少傀儡 竟然没有一个人 将手放到艾莉卡身边 攻击艾莉卡 现在就像是艾莉卡 适合受早 就有了计划 这是他们设计的局 应该不会如此 如果艾莉卡的精神足够强大 但是在医务室里面 她受伤的情况 并没有办法作假 X教授的精神 控制比艾莉卡强上很多 能够轻而易举地 观察到艾莉卡的变化 就像现在的艾莉卡的精神 有了瞬间波动 但是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方才我观察到 艾莉卡的精神力量 在剧烈波动 甚至达到她的人体 不能承受的地步 但是很快精神力量 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这是什么攻击 还能够让对方的精神力量 来回波动 弑兽的进攻 她想要控制艾莉卡的精神 魔器进入艾莉卡的大脑 只是瞬间发生的事情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看到 艾莉卡的变化 只有灵狼看到了那一幕 不过 艾莉卡十分了解受 以及守核会 再加上自己所具有的 免疫魔器的力量 她摆脱兽的控制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只是金刚狼 究竟能够坚持多久 如果艾莉卡还没有恢复过来 金刚狼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怎么办 眼下金刚狼虽然能够免疫兽的魔器 所以在和傀儡进攻的时候 几乎无往不利 双方进攻的时候 金刚狼便已经察觉到傀儡的动作 十分缓慢 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 所以斩杀起来 更是一刀一个不留一丝痕迹 另一面被控制下来的 艾莉卡脑中 回想到的 便是在守核会的点点滴滴 看到兽在强制要求他们 在血水里面训练 看到兽 强迫他们斩杀自己的同门 第265章 双面围攻 脑海中不断闪现出手 和会在训练他们 以及伤害普通人的场景 原来守核会一开始进攻的 并不仅是普通人 一些能力低下的能量者 也在守核会 无情的攻击下 失去性命 不行 我不能一直待在守核会 艾莉卡发出一阵怒吼 包含着对守核会的不甘 以及想要摆脱兽控制的怒吼 更是认为 兽的存在 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自我提升 艾莉卡看起来非常难受 甚至金刚狼攻击起来 众位也不太顺利 方才金刚狼刚开始进攻的时候 速度以及力量都达到顶峰状态 攻击起来 傀儡也是一拳击败数十人 由于艾莉卡没有任何攻击力量 金刚狼不仅要保护艾莉卡 免受伤害 还要攻击进攻的傀儡大军 哪怕傀儡没有任何力量 肉多人少 一时之间 根本就没有办法消耗完 方才她的怒吼 应该合受的 进攻离不开 方才凌昂说说的魔器 以及进入艾莉卡的大脑 或许现在她态度的转变 像是想起什么不好的事情一般 确实如此 眼下兽确实是想要精神攻击艾莉卡 控制她的精神 最好还能够将其转变精神 改变艾莉卡攻击目标 那时 金刚狼将会成为 艾莉卡攻击的第一个对象 很快便能够解决 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羚狼的视线从战场上移开 看向正在谈话的几人 兽的精神攻击虽然强悍 但是艾莉卡具备免疫能力 精神攻击也只是短时间内 管住艾莉卡的大脑 让她无法进攻 但是精神攻击的控制力量 已经慢慢衰弱 艾莉卡不就变 能够正脱兽的进攻 比识兽将会受到反噬 几人一愣 显然没有听说过 摆脱精神进攻后 攻击者还能够受到反噬 凌昂自然知道他们 不清楚兽的实力 只是攻击在即 她也没有解释的想法 兽知道艾莉卡的实力 更是对她的精神攻击深感兴趣 或许在她看来 艾莉卡一直在守核会工作 眼下既然已经被判手 和会向灵昂投诚 现在将艾莉卡的能力收回 凭借艾莉卡的能力 势必能够阻止灵昂的进攻 并且重伤灵昂的团队 处于众人 视线中间的艾莉卡 感受着脑海中对守核会的影响 越来越模糊 甚至在最后 已经想不到 自己在守核会遭受了何种磨难 兽 我要你以命 赔偿我在守核会经受的磨难 忽然 艾莉卡一声怒吼 一风飘散 摆脱精神控制的艾莉卡眼神 一片清明 紧握西洋剑 迅速将西洋剑放在傀儡头上 哄 一刀落下 艾莉卡手中的西洋剑 对准眼下五人傀儡 一举击败 头颅仍在兽脚下 破 艾莉卡一举冲破兽的禁锢 黑气仿佛被召回 一般在兽周围来回徘徊 甚至直接穿过兽的胸口 局势瞬间转换 伸受创伤的兽 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摇摇欲坠 甚至有倒地的趋势 突然的进攻 更是比万磁王方才的进攻 更有杀伤力 短时间内 更是没有办法 修复自己的身体 想不到艾莉卡的攻击 竟然会反噬这么强悍 自己在蓝星 经过功力增强 眼下除了索尔 洛基以及琳瑙 宇宙中 几乎没有她的对手 可是 随着蓝星 出现在世人眼中 强大的能量者 纷纷将目光 放到蓝星身上 只是出现的强者 她根本一个 都没有办法打过 现在 面对突然出现的守合会 本是信心满满 攻击更是不要不要钱的 仍在兽身上 一套技能攻击下来 对方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反而是在精神攻击 艾莉卡之时 被自己的力量击败 现在看起来狼狈不堪 没有一丝 指点江山的气势在 是受自信地以为 自己的进攻 可以让艾莉卡手忙脚乱 甚至会让她帮助自己 攻击金刚狼 眼下 只能算是她方心大乱 为自己自大买单 林昂青喝一声 究竟是谁告诉她 自己的进攻 就能够阻止艾莉卡 反叛的信心 战场上 艾莉卡一刀 将眼前的傀儡消灭 同时夕阳剑上方的黑气 更加浓郁 抽出空 冷一看向 站在一旁的兽 兽 守合会的消失势在必行 就算是你 也要死在这里 艾莉卡冷漠的目光扫向 正在凸显的兽 你这个叛徒 你竟然能够躲避 我的精神攻击 语气中 满是不敢相信 仿佛现在艾莉卡 所做的事情大逆不到 甚至可以达到 立刻毁灭的地步 第266章 魔器傀儡 艾莉卡攻击 虽然艾莉卡通过 自身免疫躲避兽的进攻 同时因为兽的狂妄自大 而自身受挫 被所有人注视的艾莉卡 仿佛已经忘记 自己曾经是守合会议员 手中的长剑一剑一剑 打在傀儡身上 随着傀儡消失在众人的视线 傀儡的魔器 随着长剑横扫的方向 注入到夕阳剑中 随着魔器增强 本淡然处理 两国战争的艾莉卡 眼神不满杀气 攻击傀儡的速度 再一次增强 丝毫不给傀儡反击的机会 此消彼长 眼看着艾莉卡攻击速度 以及力量增强 兽的体力竟然渐渐虚弱 灵啊 兽 就这么要消失了 不太可能吧 守合会长时间 生存在阴暗 求生意志 更是强于其他人 怎么可能会因为 一次反击就彻底失败 旺达明显不相信 兽会因为一个小打击 就失去自己进攻的想法 甚至就准备 将守合会的成绩 拱手相让 事实会告诉你们 兽的实力不只是如此 灵阳听到几人 已经几乎说出艾莉卡 即将胜利 守合会 即将被推翻的信息 淡淡地说出艾莉卡 只是短时间 刺激到兽的能力 并不会影响兽的最终实力 艾莉卡合兽的进攻 也只是检测艾莉卡 能不能突破进攻 或者在瞬间解决 内心对守合会的恐惧 至于真正将守合会击败 那不在兽的攻击范围内 为什么 眼下兽不是已经力量减弱 如果艾莉卡和金刚狼 能够保证现在的进攻速度 它根本就不可能安全脱身 万磁王显然 对于现场战况不了解 经过灵阳的解说 依旧不明白 究竟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倒不是说万磁王 在怀疑灵狼的实力 而是想要在这个时候知道 详细的细节 灵狼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直接说出来 让我们也看看 X教授同样没有看出来 这中间究竟有什么问题 眼下呈现在他们眼中的 便是兽高大的身体 正在缓缓衰弱 甚至已经没有攻击的力量 而备兽所控制的 傀儡大军攻击力量缓缓降低 对于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而言 完全没有压力 只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说明兽 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 战争的局势 也不曾受到影响 兽依旧占据上风 兽出血的位置 正在缓缓减弱 另外傀儡可以不断召集 什么意思 他们现在 只是消灭了表面傀儡 其实傀儡 依旧能够源源不断 出现在他们身边 既然灵昂已经清楚 艾莉卡和金刚狼 不是兽的对手 为什么还要让他们 两个人进攻 为了消耗兽的体力吗 不对 不可能 既然兽可以无视反视 那他自然能够 不断补充自己的能量 经过灵昂的说明 众人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 现在的违和感 究竟是哪里 灵昂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艾莉卡上去 金刚狼和艾莉卡 看起来并不能够击败他们 万次王最终 还是将内心的疑惑询问出来 就算金刚狼和艾莉卡 能够免疫受的进攻 但是自身实力不强 所以现在的进攻 也是在浪费时间 在他看来 灵昂出战 肯定瞬间解决对方 而不是一直僵持在原地 现在 明显就是在浪费时间 话而言之 他们相信 灵昂不会 做出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 针对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的事情 他想要自己询问清楚 尤其是提升自己的攻击直觉 因为艾莉卡 只能通过 直面守合会的进攻 才能够摆脱兽的阴影 同时实力再进一步 原来如此 灵昂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 金刚狼和艾莉卡 能够胜利 现在就是想要 帮助艾莉卡 摆脱守合会的控制 果不其然 眼下比赛战况 一直按照灵昂的想法进攻 在灵昂说过不久 兽的身体 已经缓缓恢复正常 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更加强悍 以及犀利 恢复正常的兽 并没有将视线放到 使自己身受伤害艾莉卡身上 而是将目光 放到灵昂一行人身上擒 只见他穿过艾莉卡 以及金刚狼 向灵昂所在的方向走去 随着兽 开始有攻击动作 傀儡大军的气势 已经容光焕发 短时间内 艾莉卡和金刚狼 竟然没有办法 直接斩杀傀儡大军 该死的 这究竟怎么回事 现在为什么魔法攻击 对傀儡大军 没有任何用处 金刚狼怒吼出声 显然对眼下的情况 不能接受 而兽 已经缓缓走到灵昂身边 听见他轻笑一声 目光放在灵昂身上 你很有种 第267章 挑衅 金刚狼受伤 艾莉卡和金刚狼 现在的反应 已经说明 灵昂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 金刚狼和艾莉卡 能够解决守核会的问题 他现在更像是 在试炼两个人的能力 你放肆 兽没有任何尊敬的话 引起望达等人的怒火 望达向前走一步 手中的混沌魔法 蠢蠢欲动 有意思 感受着望达身上 隐隐约约散发出来的魔气 兽忽然发现 灵昂一群人的实力 并不只是如此 很可能比他预想中还强 兽不动声色地 慢慢向前一步 同时 兽伸向后方 不动声色地挥动手掌 威风拂过 阴暗的天空下 伸手不见五指 傀儡大军 增强攻击力量 更是在预料之外 万磁王等人 甚至没有看出 傀儡大军的进攻 望达和兽针锋相对的状态 让几人心下诧异 望达的能力 仅次于灵昂 只是兽并没有任何表情 甚至有些看戏的表情 这个家伙 虽然不是天神 或者宇宙之主 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力 像是紧紧攀扯上蓝星 不肯松手 他现在绝对不是想要在众人面前 争出胜负 只是想要看灵昂的态度 以及其他星球的实力 通过艾利凯的解释 以及兽的一举一动 守合会的种种表示 就是在说明自己的野心 并不只是蓝星 但凡现在灵昂展现出来的实力 不是十分强悍 反蓝星也将成为 守合会的针对对象 现在更是在试探反蓝星的态度 想要知道 反蓝星保护百姓的性命 能够做到那一地步 甚至是能够帮助蓝星到哪一种地步 来吧 既然你知道 艾利卡和金刚狼不能拿我如何 想必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再次提起艾利卡 略带不满的同时 还有一些杀之为快的想法 既然如此那美元下化现 你有办法 将反蓝星所有生命 压在蓝星上面吗 蓝星 受势在必得 在他看来 灵昂将反蓝星战事 放在前线 和守合会做出 同归于尽的战争 或许能够勉强应对 战争挽救蓝星 于水火之中 忽然 站在傀儡 以及灵昂中间的兽 突然将手指割破 鲜艳的血水 一点一滴 滴在地面上 他现在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生出一股诡异感觉 X教授忍不住收了收衣服 感觉背后阴凉的感觉 更加强大 甚至感觉到人手 不断在身上攀岩 他滴血认清不成 在战争中 还想着整一些 乱七八糟的招式 受反常的行为 自然被他们关注得一清二楚 只是在眼下 他能够做出来什么呢 羚羊说手和会的首领 能够召集 曾经被自己杀死的人 那就是 他们最强的进攻 既然傀儡已经召集 现在又释放血液做什么 滴血的动作并没有停止 空间更加阴森 X教授以及万磁王不安的 在四周环视 旺达和凌昂站在前方 视线紧盯着兽 想要第一时间 观察到战场上面的变化 忽然正在进攻的 傀儡大军仿佛吃了兴奋剂一般 充盈着通红的眼孔 埋着头没有规则的 在四周撞击 他的血液竟然能够刺激傀儡 再一次增强攻击的力量 眼下他的进攻 让金刚狼和艾莉卡更加棘手 万磁王和X教授 预想到他的血液 或许会有什么不同 但是没有想到 凭借一滴血液 竟然能够唤醒所有傀儡 眼下傀儡攻击力量 更是增强为之前的几倍 甚至成为 守合会进攻的主要力量 这简直不可思议 难不成 是对傀儡下骨不成 万磁王惊恐出生 明显兽所做的事情 已经超出他们想象 傀儡大军力量增强之后 攻击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的速度 更加速度起来 甚至在艾莉卡 和金刚狼面前的傀儡 更是将其牢牢包围 我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增强了攻击速度 这简直不是正常的傀儡 一时之间 因为对方的进攻 金刚狼感觉异常棘手 甚至并不能 将面前的傀儡一一斩杀 嗯 忽然战场上 传来一声闷哼 金刚狼所在的地面 已经流下一片血水 原来被增强过后的傀儡大军 已经能够轻松控制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的力量 哪怕他们一对一 并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是 在攻击的过程中 全面进攻的他们 金刚狼以及艾莉卡 根本就不是傀儡大军的对手 很快 金刚狼以及艾莉卡 在傀儡大军的攻击下 已经处于弱势 你不是想要看看 我的实力 忽然 林昂突然对手说道 停止 第268章 林昂动手 收回艾莉卡 兽还没有明白 林昂所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便听到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的惊呼声 傀儡大军的进攻暂停了 会不会是兽的体力 已经不行了 不难听出他们说话的时候 还带着窃喜 只是 金刚狼和艾莉卡身上 已经被傀儡大军 打出大大小小的伤口 现在更是一片血淋淋 如果不是林昂 突然挥手是一魁 雷大军停止进攻 恐怕他们现在的身体 已经千疮百孔 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 林昂挥手间 停止下进攻 这简直不可思议 兽在林昂挥手的瞬间 暗暗感叹不好 看到已经停止行动的傀儡大军 兽还没有来得及感叹 被停止的傀儡身体 已经渐渐消散 本准备攻击的动作 也在瞬间消失 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一般 现在 只有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身上的伤口 证明刚才经历了一场大战 而两人已经战败 不愧是艾莉卡拼命 想要找到的帮手 兽突然鼓起了掌 看向林昂的目光 充满赞赏 仔细观看的话 在她眼睛深处 能够看到兽的不满 以及愤怒 她想要分分钟 将林昂杀掉 无奈根本就不清楚 林昂的实力 以及缺陷 现在根本无法动手 现在 看起来还有两把刷子 但是你能一直销毁傀傀儡大军吗 神情不动 兽轻轻说道 挥动手掌 天地变色 傀儡大军消失的地方 冒出阵阵黑气 就在众人惊诧的时间 只听到兽一声冷笑 傀儡消失的地方 被彻底抹去 随后像是伏地魔一般的傀儡 缓缓从地下升起 过来 再和谁说话 感叹兽 发挥出来的实力 金刚狼以及艾莉卡还不清楚 林昂在和谁说话 下意识询问出声 没有等到林昂的解释 只感觉身体被人控制 行动更是在对方手中摇摆 正想要发力 摆脱别人控制的金刚狼和艾莉卡 身体飞速移动 瞬间来到妄达几人身后 感慨林昂武力强悍的同时 听到一声漫不经心的声音传来 接下来不需要你们发起进攻 在这里看着就行 林昂要出手 金刚狼以及艾莉卡感觉 心脏已经提到嗓子眼 听到林昂的解释更是激动万分 艾莉卡则是认为 林昂现在不想看到自己受伤 所以准备一人攻击守核会 而金刚狼则是清楚林昂的实力 她现在就是想要看看 林昂的实力已经达到那种水平 距离自己上一次 见到林昂先生不过半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 林昂的实力在她心中 已经属于宇宙最强 难不成还有超越宇宙的实力 和金刚狼以及艾莉卡激动相反的 则是兽 起初 林昂控制傀儡 甚至将消灭傀儡 在她看来也就是攻击的一种手段 随着傀儡慢慢从地下冒出 兽的表情越发惊恐 看向林昂更是充满疑惑以及怨恨 她能够清楚看到 眼下所出现的傀儡 已经不是被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攻击的傀儡 暗暗发力 更是召唤不出来 曾经参战的傀儡 兽死死盯着林昂 想要从林昂的表情上 发现蛛丝马迹 而林昂的表情太过淡定 从金刚狼以及艾莉卡受伤 再有傀儡大军突然增强力量 好像在她眼里 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看到金刚狼以及艾莉卡 神兽威胁 方才不慌不忙地 将金刚狼以及艾莉卡 放入自己的保护位置 全程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我小看你了 像是惋惜林昂 竟然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出现一般 受看着林昂淡淡地感慨到 如果早知道蓝星 竟然会出现你这个人物 在你出现的瞬间 我就已经将你斩杀 在摇篮里 而不是留到现在 让你威胁我 说到最后 兽的语气 有一些阴森 对着林昂的杀意 更加明显 反观林昂斯毫不在意 甚至向兽所在的位置 缓缓走过去 走过去的同时 更是在释放力量 面对兽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 他决定不让兽瞬间死亡 而是像那些 作为实验的人物一般 亲眼看到 自己如何死亡 以及感受死亡的过程 随着林昂的接近 兽的表情更加难看 注视着林昂的视线 不满谨慎 林昂的实力 绝对在金刚狼 以及艾利卡上方 甚至能够 抑制自己的力量 他究竟是谁 如果一直土生土长 再蓝星 他不可能意识 不到林昂的存在 更不可能放过 如此优秀的苗子 甚至到现在 已经威胁到守合会的存在 第269章 复活傀儡 加强进攻 打量已经到此为止 你最好将自己 最强的实力 展现出来 即将走到兽身边的时候 林昂好心提醒道 殊不知他的提醒 更像是火上浇油 攻击的力量 更加快速 双手猛地挥动 出土的傀儡增快速度 瞬间将整个后院站满 你真以为战况 会按照你的想法开战 兽冷哼一声 自顾自的 召集着傀儡大军 甚至将两指割破 鲜血仿佛不要钱一般 注入傀儡身体 就算那些傀儡 已经被林昂控制 不能出现 又能够如何 现在站在面前的是自己 580可以无限次 召唤出傀儡 消失的傀儡大军 不过就是他 所有傀儡大军中的 一小部分而已 对付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 算是戳戳有余 至于现在的林昂吗 他怎么可能会是 小小傀儡能够打败的 再说凭借林昂的实力 说不定将会成为 他一生劲敌 现在必须拿出 百分百的力量 你放心 在你死之前 我一定会让你 见识到我真正的实力 狠话 谁不会说 寿命对林昂 放下一句狠话 迅速将手 合成十字 疯狂旋转手臂 然后在众人 惊讶的目光中 从手上发出一道黑线 直直朝着傀儡大军飞去 一次两次一样进攻 让众人睁大了眼睛 倒不是害怕林昂 没有办法回击 而是兽 一而再再而三 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们十分惊讶 甚至有些好奇兽 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花里胡哨的攻击 他究竟是怎么成为 守合会的大佬 又是什么勇气 前来挑战林昂的 纵观之前 林昂的对手 不是第一苍穹 便是行星吞噬者 林昂的每一位对手 都是吊打兽的存在 现在 他究竟是凭借什么 站在众人面前 还是用什么力量 和林昂决战 或许他有什么特异功能 我们不清楚 X教授说起话来 心虚不已 现在兽 展现出现的实力 顶多是他们 没有办法应对 但是 看着他的进攻 也不至于 让他们瞬间丧命 只可能是阻止 他们前进的动力 控制住 他们没有办法 伤害盗兽而已 只是这完全不需要 琳琅青自下场才对 像是察觉到众人的想法 兽 已经将鲜血 注射到每一位傀儡上面 傀儡 齐 随着兽双手合时 手指在迅速 向琳琅所在的方向 偏移的时候 本来零零散散的傀儡 竟然瞬间聚集在中间 更是随着兽的手势移动 所有傀儡聚集成 金字塔的形式 手中的夕阳 见散发着浓郁的黑气 每一道 剑尖指向的方向 便是琳琅所在的位置 此时琳琅和兽之间的距离 此时不过五米左右 而琳琅和傀儡之间的距离 有十米左右 傀儡大军 在兽的吩咐下 缓缓向琳琅所在的位置聚集 等到即将接近 琳琅的时候 兽看着琳琅 没有任何动作 甚至反击的想法 都不曾拥有 心下存有怀疑 可是直觉 告诉自己 如果现在 不将琳琅解决到 等待自己的 将会是无穷无尽的危机 心下一阵 再也不犹豫 离开挥动手 吩咐傀儡 傀儡进攻 随着受一声令下 傀儡大军 仿佛训练有速的战士 有条有序地 向琳琅所在的位置移动 形成金字塔形式的 傀儡大军 高约十米 行动起来 却丝毫没有影响速度 几乎在瞬间 就已经将自己 和琳琅之间的距离拉短 随后手中的西洋剑 更是向琳琅刺去 此举丝毫不像是 已经死过的傀儡 现在的傀儡 反倒是和蓝星的战士 差不多 只是这犹如一个军队的力量 真的能够击败琳昂吗 万磁王虽然诧异 傀儡大军目前的动作 但是并不难听出 他根本就没有担心琳昂 现在看到双方战争 更多的是看笑话 我知道 兽为什么会如此有信心 凭借他目前 能够调动傀儡的能力 以及他能够吩咐傀儡 按照自己脑中的阵法 展现出来 就能够看出兽的实力 确实不低 就凭借兽现在的招式 就能够明白 他为什么看不上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的进攻 如果不是灵狼 能够彻底消灭傀儡的存在 恐怕现在兽 能够凭借现在的能力 拿下蓝星这颗星球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 兽的野心 能够理解 只是 他现在碰到了灵狼 注定自己的野心 将一败涂地 同时进攻的西洋剑眼 看就要刺到灵狼身上 兽忍不住屏住呼吸 期待傀儡 能够一击击败灵狼 心里正想着 灵狼的实力 不过如此 只听到西洋剑交叉的声音传来 前方已经没有灵狼的身影 第270章 出神入化 灵狼的踪迹 西洋剑噼里啪啦的声音 让兽的心情异常复杂 视线来回在战场上面徘徊 想要找到灵狼的踪迹 很快 身边一阵杀气袭来 受下意识地想要躲避 胸口传来一阵疼痛 只见灵狼已经出现在他身边 灵狼的手穿透他的胸口 鲜血不断滴落在地面 闻到鲜血的味道的傀儡大军 像是尸心风一般 在战场上面来回旋转 甚至在灵狼没有看到的地方 来回摆动 兽看着 被灵狼一击打断的战场氛围 忍不住大怒 同时又十分恐惧 方才灵狼的进攻他 根本就不曾看到 甚至没有发现 灵狼究竟从什么方向移动的 本来攻击灵狼的傀儡大军 像是已经被灵狼掌控 竟然向他所在的位置 发起了攻击 甚至不留余地 咻 兽快速躲避傀儡大军的进攻 同时将灵狼的手 和自己的胸口分开 飞快将自己的身体 悬浮在半空中的兽 脸色难看地恢复着自己的伤口 只是在修复伤口的时候 兽的视线 有依旧放在灵狼身上 他认为 凭借自己不死不灭的能力 能够轻而易举地 修复自己身上的伤口 所以 看向灵狼的视线 疑惑多于愤怒 灵狼 你究竟是从哪里出现的 你所展现的实力 我为什么见都没见过 兽死死盯着灵狼 想要看到 灵狼现在有什么解决办法 或者看到自己受伤 会不会加快进攻 奇怪的是 在他摆脱了灵狼的攻击之后 傀儡的攻击也渐渐停了下来 胸口上的鲜血 依旧不断向下流 而傀儡大军 已经没有任何动静 仿佛被灵狼控制着停止了一般 此时兽 已经没有时间 去理会傀儡 为什么会在瞬间停止不动 他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胸口 一段时间的修复 竟然没有任何用处 鲜血依旧不停地流下 仿佛是灵狼在攻击的时候 做了什么手脚 灵狼 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加快修复的速度 可是鲜血像是不听自己的话一般 不要说停止流血 甚至还加快了流血的速度 慌乱之下 兽直接质问灵狼 究竟对自己的身体做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时候开始慌乱了起来 着实有些怪异 在一开始实受 可是非常冷静 面对灵狼穿破自己的身体 依旧面色不变 可是 当自己摆脱了灵狼的控制 脸色却突然大变 向灵狼说话的时候 面带争鸣 好像是傀儡 已经不受受的控制 平时受就算距离傀儡大军很远 他们也能够在受的控制下 循序渐进地发动进攻 甚至在受释放自己血液的时候 加快进攻的速度 只是现在看起来 不要说进攻 他们根本就不敢接近灵狼 现在的现象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你说的没错 方才我隐隐约约 听到受质问灵狼的时候 像是在说 灵狼在攻击的时候动了手脚 旺达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金刚狼打断 能动什么手脚 灵狼的实力有目共睹 那一次战争 不是直接碾压对方 拿下胜利 还用得着动手脚 旺达瞥了他一眼 金刚狼在说什么话 难不成还以为自己诬陷灵狼 莫标忘了 究竟是谁一直跟在灵狼身边 是谁永远相信灵狼 他现在竟然在质疑 自己对灵狼的真心 旺达认为 自己难以忍受金刚狼的质问 看向他的视线 更是不带好气 被旺达死死盯着的金刚狼 看到旺达眼中闪过的杀气 一愣 对 他怎么忘记了 旺达和灵狼 是青梅竹马的存在 而且旺达是灵狼的绝对拥护者 其他人有可能会怀疑灵狼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旺达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听完你所说的话 金刚狼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一脸歉意地看着旺达 无所谓 反正你的出发点 是拥护以及相信灵狼 现在的怀疑对我而言 并不算什么事情 随即旺达转过头 继续说自己的话 貌似瘦的身体 已经不能修复 所以看向灵狼的眼神 有些不可置信 甚至是怀疑 灵狼动了手脚 万磁王和X教授等人 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怪不得刚才兽 冲破进攻后 悬浮在半空中 还可以询问灵狼来自哪里 过了一段时间后 直接询问灵狼动了什么手脚 想来是发现自己的攻击 已经无法生效 现在怀疑灵狼提前不下攻击 还真够高看自己 万磁王忍不住嘲讽出声 这是灵狼不想他死得太轻松 第271章 感同身兽 崩溃的兽 凭借灵狼的实力 秒杀兽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在之所以没有彻底抹杀兽 就是因为 还没有完全确定试验基地 以及兽是否还有隐藏的事情 凭借灵狼的能力 将所有试验基地找出来 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他还不能够确定 是不是兽死了之后 所有忍者都会消失 或者在受死了之后 忍者依旧会继续自己的实验 甚至会有更多 手无缚机之力的普通人 死在忍者的实验中 灵狼的先生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为什么我看不到灵狼先生的实力 还有他擅长的是什么攻击呢 艾莉卡非常困惑 擅长精神攻击的人 能够在瞬间察觉到 对方的进攻方式 以及进攻力量 只是在灵狼攻击的瞬间 他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好像灵狼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有时候又感觉 灵狼只是一位普通人 但是灵狼身上的气势 以及眼神带来的威压 在时时刻刻影响着他们 这一点一滴 就是在证明 灵狼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灵狼的实力 这个问题 已经很久没有人询问 想到他们和灵狼 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万磁王忍不住感叹地笑了起来 灵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具备上天入地的能力 甚至有时候能够控制天地变色 瞬间移动 但是他能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明白万磁王所说的意思 X教授忍不住赞同的点点头 确实如此 灵狼就是一位救世主 能够出现在所有人身怀绝望的时候 战场上寿身上还在不断流下鲜血 站在旁边的战士 随着血液的影响 身上的阴气更加强烈 身上散发出来的魔气将天空遮盖 本还有一轮弯月给他们提供光明 但是突然涌现的黑气将最后一轮弯月遮盖 天地直接被黑气遮盖 事情越来越邪惑 现在傀儡身上的魔气直接将天空遮盖 而受身上的血液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傀儡大军的力量逐渐强悍 而且并不能够保证受消失之后 傀儡大军会不会随之消失 不用担心 灵狼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难不成我们还不放心灵狼先生 听到艾莉卡的担忧 金刚狼轻轻一笑 想起刚见到灵狼的时候 他们也不相信这么年轻的灵狼 能够有什么实力帮助他们解决霸王 但是就是凭借灵狼一人的力量 帮助他们解决了蓝星的危机 如果不是因为灵狼的存在 很可能蓝星已经消失不见 更不要说现在对蓝星虎视眈眈的受 艾莉卡的疑问 正是他们之前所经历的事情 毕竟人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强悍的对手 诧异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诧异之后 会慢慢了解灵狼的为人 最后会钦佩 以及对自己认识灵狼感到兴奋 现在 他们正是处于这个界限中 相信我 受绝对不会善终 而已经进行实验的人 灵狼也会将他们救活 还没有进行实验的人 则会返回自己的家乡 经历过实验的人 为什么灵狼还能够将他们复活 一天之内 接二连三的惊吓 深深刺激到艾莉卡 脑子更是被接二连三收到的信息吓到 嘴巴并不能将内心的想法表述出来 过了一会 察觉自己的嘴巴已经能够正常说话 艾莉卡才缓缓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 为什么灵狼能够将已经试验过的人解救出来 灵狼将那些死去的人解救出来 是像傀儡一样吗 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 艾莉卡显然将灵狼所具备的复活能力 看成和兽一模一样的能力 傀儡之所以被称之为傀儡 就是因为他们生前被杀死 随后又被兽通过魔力召唤出来 虽然是另类复活方式 只是眼前的傀儡 已经不再具备任何行动能力 只能听命于兽的命令 万磁王愕然 显然不明白 为什么艾莉卡会产生这种想法 随后轻笑一声 解释道情 这只是低级手段 对灵狼而言 谈起灵狼的能力 万磁王以及X教授等人 仿佛有了很多话想要说 不过还是对于艾莉卡所询问的问题 万磁王还是究竟回答他 灵狼的能力 可不是受一点点魔力 就能够攀比上的 他现在顶多算是将生命定格在 能够听自己吩咐的位置 而灵狼却可以将他们的生命 从地狱捞出 当然当时他们的生命 将会和正常状态一样 无视艾莉卡惊讶的目光 万磁王继续说道 第272章 受的求饶 灵狼能够徒手打败行星吞噬者 以及天神 我想 受在强悍 应当不会是行星吞噬者 甚至是第一苍穹的对手 显而易见 也不会是灵狼的对手 说起灵狼的实力 万磁王予有荣焉 猛然想起出认识灵狼的时候 那个时候 灵狼和旺达 是作为学院天才被招聘进来 招聘的初期 是想要在灵狼的帮助下 提升变种人学校的知名度 让一些歧视变种人学校的人改观 可是和灵狼相处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 灵狼身上 具备着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潜力 更是在灵狼逐渐提升能力的时候 自己更是成为学校不可或缺的力量 更是在学校即将被蓝星正负消灭的时候 解决了学校 首先是带领着学校的人 前往反蓝星定居 将所有人安排下来后 又重新建设起来学校 万磁王和X教授能够保证 现在的学校所具备的防御力量 是之前他们防御的百倍不止 在万磁王向艾利卡介绍 灵狼在蓝星以及反蓝星做出的业绩 艾利卡惊恐的嘴巴就没有放下来过 曾经寻找灵狼帮忙的时候 也是在新闻上看到蓝星正负的解说 他们已经说明 蓝星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果不是灵狼的出现 蓝星已经在受开始进攻前销毁 他就是看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机会 才会前往蓝星学校 寻找灵狼的帮忙 在他看来 灵狼已经被蓝星正负承认实力强悍 他的地位更是无比高大 可是他之前并没有见过灵狼 贸然前往变种人学校告诉他们 自己要寻找灵狼 很可能会被赶出来 所以才会想法进入变种人医院 通过他们的精神检查 让其意识到战况的胶着状态 听到金刚狼已经通知灵狼前来 甚至加大了战前局势危机 本来以为灵狼来到蓝星的时间 最短也需要三天左右 毕竟金刚狼在通话的时候 已经说明灵狼是在另一个星球 没有想到 灵狼带领万次王他们 仅仅使用几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蓝星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想好 应该如何解释 向金刚狼撒谎的事情 灵狼一眼看穿他的想法 只是并没有指责他 反而耐心询问自己 记不记得之前受实验之前的数据 有灵狼先生在 不管是蓝星还是反蓝星 安全感都在飞速上升 但凡守核会出现低配灵狼先生 他也不会产生叛变的想法 听到艾莉卡比较重肯的评价 万次王等人笑了笑 确实如此 但凡有灵狼在的地方 你就可以完全放下心 将所有事情交到灵狼身上 他会给你出其不意的惊喜 所以 现在就将受的事情 完全交给灵狼就可以 艾莉卡点点头 心中的玉器 经过简短的聊天后 已经发泄完毕 现在直接将注意力放到战场上面 凡昂已经占据主导权 兽身上的血液依旧不停向下 从一开始的平淡到现在的进攻 长时间的修复 身上的伤口没有丝毫修复 反而是傀儡大军的力量 在不断增强 自己的力量在不断减弱 凡昂 解放傀儡大军的力量 我放过你们 现在就示弱了 凡昂用什么力量进攻啊 没有理会众人诧异的眼神 现在兽的身体已经感觉到了疼痛 被羚羊击溃的地方 犹如火焰灼烧的感觉 伤口位置仿佛插进无数小刀 将伤口不断扩大 虽然不是特别疼痛 但是极其痒 灼热以及犹如蚂蚁啃食的痒的触感 让兽不得不开口向羚羊求饶 突然出现的羚羊太过邪性 好像能够免疫所有力量 又好像能够瞬间将他们击毙 傀儡大军 冲 羚羊像是没有看到兽求救的表情 挥动手臂 指挥所有傀儡大军迅速向兽所在的方向进攻 察觉灵昂的动作 兽忍不住冷眼看向灵昂所在的位置 甚至认为灵昂就是在自取其辱 傀儡大军是他使用鲜血浇灌出来的 怎么可能被灵昂随意指挥 哪怕现在身体上不断流失的鲜血 依旧没有任何阻碍地进入傀儡大军身上 灵昂能够控制傀儡的进攻 已经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想要使用傀儡进攻自己的主人 简直异想天开 动 动 兽脸上震惊的表情还没有消失 傀儡大军已经随着灵昂的指挥 有条有序地向兽所在的位置冲过来 被控制的傀儡仿佛恢复了自己的意志 迅速提升自己的速度 无数猎豹冲向站在原地的兽 这怎么可能 第273章 惊恐的兽 领悟 兽惊恐的看向 犹如猎豹一般的速度 迅速冲向自己的傀儡 眼中的不可思议已经没有办法隐藏 不再将自己的思想放在心脏破裂的地方 凌昂造成的伤害尽量被让忽视 兽的身体突然放大 更是漂浮在半空中 用来阻挡傀儡大军的进攻 悬浮在半空中的兽 远远看着站在自己下面的傀儡 犹如蚂蚁一般 初始看到 他只感觉傀儡竟然如此恐怖 就在众人惊诧中 兽直接将手放入心脏 等手和自己的心脏完全融合 兽 迅速将手掌砍断 冷笑地看着已经止住鲜血的胸口 兽俯视着下面的蝼蚁 你有铁墙铁壁 我有翻墙梯 就算傀儡大军 已经成为你的囊中之物 又能够如何 灵羊你必须死在这里 兽消失的手臂 在身体修复的过程中 竟然缓缓出现 以恶制恶的方法 不禁对恶人有用 现在修复自己的身体 更是不留余力 他竟然能够想出这一招 来解决血流不止的胸口 他现在又是在做什么 兽的一举一动 简直让艾莉卡 以及金刚狼恐惧 不过还是金刚狼 迅速从恐惧中抽取出来 他脸色复杂地盯着兽 随着兽停止流血 傀儡大军的进攻速度 变得缓慢 甚至连前行都成了难度 傀儡大军的出现 是因为兽的魔力 但是傀儡大军进攻的力量 却是因为兽身上的血液 我想 现在他既然没有办法 和羚羊达成一致 肯定会补刘玉帝的进攻 金刚狼猜得没错 现在兽知道 自己和羚羊 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所以准备先下手 围墙 至于羚羊过快的速度进攻 如果不给他进攻的时间 他是不是还能够 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方才羚羊进攻的瞬间 兽已经判断出 羚羊的力量攻击 最集中在速度 以及力量上面 只要不让羚羊接近自己 自己就会彻底解决它 等羚羊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留下的几人 也将不成问题 想明白事情始末的兽 迅速聚集天地之力 天空所有魔力 迅速集中在兽的掌心 随着魔力越来越强 兽身上被层层黑气包裹 随着兽的行动 天地魔力均被一人吸收 漆黑的天空 也在此时恢复正常 发现异样的几人 纷纷将视线放到羚羊身上 兽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已经超出他们所理解的范畴 眼下只有羚羊能够解决 忽然 兽将所有黑气吸收到身体内 手中悬浮着一颗 十公分左右的黑球 黑球上方 竟然还有丝丝火焰 那是什么攻击 兽究竟是什么人 刀枪不入 甚至还能够召集傀儡 它的存在 就像是一个谜团 在蓝星上面布下天罗帝王 如果不是守核会发生叛徒 等凌昂知道消息的时候 恐怕蓝星已经处于巨大的危险中 可以说凌昂就是兽得到蓝星的最大阻碍 只是面对凌昂的时候 兽会如何进攻呢 金刚狼能够万分确定的就是 凌昂绝对会战胜兽 并且能够还蓝星一片安宁 就是不知道 兽能够在这场战争中 提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他的进攻力量 能够帮助凌昂解决心中枯燥的心情 也不枉费 他是守核会的主人 秀 几人还没有看到 兽如何发动进攻 只见一团黑气 从他们眼前经过 然后直冲前方的凌昂 凌昂像是没有反应过来一般 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凌昂先生在做什么 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 恐怕黑气已经快要接近凌昂先生 如果再不反击 会不会受伤 凌昂先生 是他千辛万苦 找到帮助解决百姓的危机 以及蓝星的危机 如果凌昂先生在这里遭遇不测 他不可能安心 艾丽卡一个移动 就想要冲上去 帮助凌昂挡下致命的进攻 帮助凌昂争取攻击的时间 他以为眼前的速度 已经达到自己能够发挥出来的最快速度 可是旺达却在他行动的瞬间 抓住他的手腕 本来温婉的旺达 却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慎重 只见他轻声说道 艾丽卡 注意观察凌昂的进攻方式 他不会出现问题 旺达淡定的模样 好像非常肯定 凌昂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艾丽卡有些诧异 侧目看过去 发现黑气就要攻击到凌昂 艾丽卡着急之下 就想要摆脱进攻 凌昂在学习 你不要打断凌昂的学习 学习? 艾丽卡放弃挣脱旺达的手 第274章 领悟 召集傀儡 那是凌昂在学习兽的进攻 这怎么可能呢 不要说 现在这是在战场上面 留给凌昂学习的时间本来就少 现在黑气的进攻 已经要打到他身上 他会在这个时候学习吗? 学习的时间会不会太短了? 内心相信 凌昂能够解决危机 但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让艾丽卡下意识过多询问几句 旺达拉着艾丽卡的手 回到原处 安慰道 放心 接下来就好好看就可以 艾丽卡半信半疑地站在旺达旁边 视线死死盯着凌昂所在583的位置 更是告诉自己 但凡凌昂有任何危险 他将会第一时间冲上去 帮助凌昂挡下致命一击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竟然感觉到兽的进攻在减慢速度 像是在畏惧凌昂一般 悬浮在半空中的兽 明显已经看清楚 自己的攻击停留在凌昂不远处 此时他并没有惊慌 而是死死盯着凌昂所在的位置 将手放到胸前 随后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手臂 举起手臂对准凌昂所在的位置 嗜血傀儡 进攻 兽的手臂突然爆发出一股血流 笔直地朝着凌昂所在的位置攻击去 此时 凌昂身后的进攻并没有停止 随着兽再一次发起进攻 他也不曾有进攻的预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兽的进攻直接暂停在半路吗 难道就不会消失以及前进了吗 闻所未闻 从来不知道有人的进攻 竟然还能够暂停在半路 就像是被中断了一般 而他也不曾发现 凌昂在兽进攻的时候发出反击 难道真的是凌昂身上的力量 帮助他挽救了这场危机吗 这显然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他在害怕 万磁王了解凌昂的实力 但是并不能看出 凌昂是否已经发起进攻 看到暂停到半空中的力量 他第一时间感觉到 就是凌昂身上的气势 已经威压到他 现在凌昂就是将受收入掌心 随便应对 只是 他刚才所说的嗜血傀儡是什么 和现在用鲜血滋养傀儡的方式 有什么区别 艾丽卡 方才我听到他所说的嗜血傀儡进攻 那是什么招式 在他看来 招式就是在召集傀儡 方才使用自己的鲜血 让傀儡的进攻 变得更为迅速 现在嗜血进攻是将自己的身体 当作养料用来供养傀儡不成 等万磁王扭过来头 看到的便是脸色苍白的艾丽卡 他是在害怕 害怕什么 难不成就是兽的傀儡进攻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 旺达对羚羊的实力异常相信 看到一场不安的艾丽卡 还安慰到 不要担心 你之前以为的强悍 可能只是水平没有达到羚羊的水平 而兽又是你们领导 心存畏惧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 你应该对羚羊多一些信心 现在羚羊出于观摩对方实力的阶段 所以并没有展现出来什么进攻实力 而旺达并不抢求艾丽卡 能够像自己一般相信羚羊 在他看来 臣服羚羊的实力 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艾丽卡之所以会担心 羚羊会被受欺负 就是没有见证到羚羊真正的实力 等羚羊不再犹豫发起进攻的时候 艾丽卡便会明白 羚羊的实力究竟达到什么地步 凭借兽的实力又算做什么 艾丽卡点点头 没错 既然是在自己请求下 羚羊才攻击兽 那自己就要相信羚羊的实力 相信现在羚羊之所以没有进攻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进攻机会 只要给羚羊先生足够多的时间 他便能够解决 安抚好自己的心情后 艾丽卡想起万磁王的询问 勉强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解释道 嗜血傀儡就是以身陷阱 他们会根据兽的实力增强自己的力量 同时受鲜血控制的地方 也会成为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 随着艾丽卡的视线放在羚羊脚边 众人也将视线放到羚羊身上 原来他刚才的进攻 就是想要将鲜血放到羚羊脚边 通过一会召集傀儡 让他们明白自己攻击的人是谁 以身陷技 他现在是将羚羊当作祭品 万磁王听着艾丽卡的解释 有些怀疑他的大脑究竟是怎么想的 竟然想要让羚羊当作祭品 希望他姨会不会后悔自己所做出的攻击 什么意思啊 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进攻技能 怎么可能会后悔 不等他们过多疑惑 羚羊周围的地面渐渐凸起 随后不断有人类涌现出来 每一个人额头挂着血迹 瞳孔发白地盯着羚羊 第275章 不动如山 领悟 这就是视血傀儡 每一个身上都被鲜血布满 甚至在他们移动的时候 还有鲜血滴落在地面上 这是不是兽身上的鲜血 如果全部来自于兽 现在的兽 不是应该血尽而亡吗 为什么还能够冷静地指挥着傀儡进攻 方才兽一直在释放身上的鲜血 用来进攻 甚至还使用鲜血增强傀儡进攻的力量 现在傀儡身上正是不满鲜血 会不会就是方才兽释放出来的鲜血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他的身体没有任何损伤呢 金刚狼看着兽的身体变化 百思不得其解 而其他人的目光则是放在灵狼以及傀儡身上 至于傀儡身上的血液像是没有看到一般 过了一会 就在金刚狼准备放弃的时候 站在他们旁边的旺达回答了他的疑惑 应该是兽身上的血液 方才艾莉卡不是已经说明兽就是使用自己的血液来滋养这些傀儡 而能够使傀儡快速进攻的方法就是他身上的血液 发觉金刚狼惊恐的神情 旺达忍不住瞥了他一眼 不知道金刚狼的脑子在想什么 当然傀儡身上的鲜血绝对不是兽身上的鲜血一点一点抹过去的 肯定是使用了什么办法 让鲜血能够像复印的方式一般出现在重傀儡身上 兽释放自己鲜血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在旁边看着 能够清楚地看到兽没有找寻其他办法的机会 也看到兽是如何发起进攻 以及面对鲜狼的时候又是如何增加攻击 整个过程非常透明 没有给兽任何做小动作的机会 同时旺达非常有自信 虽然凭借自己的实力并不是兽的对手 但是他能够清楚看出双方在攻击的时候使用了什么招式 眼下只有鲜狼一人能够躲过他的视线 包括之前的第一苍穹以及行星吞噬者 旺达都将他们的攻击分析得一清二楚 恍然大悟的金刚狼一脸心虚地看着旺达 他一直看着傀儡的动作 竟然没有享受为什么会发动进攻 还有他身体上的血量连两个傀儡都控制不了 不过既然能够将自己的血液控制粘贴 就代表他能够无限制地抽取自己的血量 这样的话 灵昂会如何应对进攻呢 攻击 随着兽一声怒吼 前方的傀儡仿佛已经明白他们的对手是谁 哪怕在寿的命令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攻击的名字 他 他 他 无数脚步声在后院响起 所有傀儡形成一个圆圈 渐渐将灵昂的身体包裹在力量 将旺达几人的目光隔离出来 嗜血傀儡竟然将他们的视线隔离开 他怎么才能够判断出灵昂先生有没有被攻击 咬咬牙 艾丽卡认为自己还是没有办法站在外面 看灵昂一人参加战斗 旺达 我们前去帮助灵昂先生将外围的傀儡解决掉 这样灵昂先生反击起来也会简单很多 现在灵昂先生的进攻根本不占据任何优势 艾丽卡手握西洋剑 看向灵昂被围攻的方向蠢蠢欲动 但是他和灵昂相识的时间太短 根本不清楚灵昂的力量以及攻击方式 所以 在前去进攻前便询问起旺达 要不要和他一起前行 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旺达还能够保持稳定 只见旺达稳稳抓住艾丽卡的手臂 并将他手中的西洋剑拿下 旺达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力量 方才看到 灵昂被所有傀儡包围 他的内心充满愤怒 拿起西洋剑的手更是加大力量 可是他所打出的力量 在旺达眼中根本不算什么 旺达只是轻轻将手放到他手持西洋剑的手上 一手控制着他散发出来的力量 另一只手则是没有任何阻碍地 将艾丽卡手中的西洋剑拿下 将西洋剑拿下后 还安慰起来艾丽卡 艾丽卡 我知道你现在担心灵昂是因为没有见到过灵昂的进攻 所以我理解 也能够明白 你现在的想法 只是我们站在灵昂身边 如果是不能帮助灵昂的情况 是不是就不要拖后腿 旺达的语气非常轻 听起来并不像是责备艾丽卡 只是简单地和他分析着目前的局势 就算我们上去 你确定自己能够百分百斩杀嗜血傀儡 如果出现意外别嗜血傀儡控制的话 会不会还要浪费灵昂的精力去解救你 怎么可能会百分百控制嗜血傀儡 嗜血傀儡再没有和灵昂在一起前 他听都没有听过 就算是面对普通的傀儡 经过受力量的加持 他也不可能百分百胜利 第276章 嗜血傀儡的威严 守核会每一次训练的时候 忍者每一个人的对手都是傀儡将军 他们在受血液的加持下 实力强悍 甚至在他们攻击的时候 忍者防御的力量都非常吃力 甚至屡屡在傀儡手中受伤 每一次训练之后 以艾丽卡等为代表的人 会纷纷在自己的位置调整休息 甚至在床上卧病三天 现在攻击琳瑙的是 嗜血傀儡 更是之前训练场上面不曾见过的攻击 艾丽卡也不确定 嗜血傀儡的技能是什么 所以在旺达说起 他们可能会拖后腿的时候 艾丽卡首先想起的 便是他们面对被傀儡大军击败的时候 难不成自己现在 前去帮助灵昂真的会拖后腿 现在又想起之前忍者和傀儡大军的战争 他们不分昼夜的战争的目的 也许并不是将他们的力量提升到极致 而是在那个时候受 想要测试傀儡的实力 所以 所有的忍者就成为了测试傀儡的道具 他们的进攻 更是帮助受明白傀儡的底线在哪里 就比如现在这个时候 他能够快速判断出傀儡是不是灵昂的对手 如果不是灵昂的对手 将会再次安排进攻 而现在所安排出来的嗜血傀儡 便是最好的证明 之前寻常傀儡 根本就不是灵昂的对手 所以 旺达所说的是事实 他盲目地冲上去 看似是在保护灵昂 其实是增加了灵昂的工作量 以及打败兽的难度 艾莉卡 能够帮助灵昂的不仅仅是这一次战争 而且按照你的力量 不仅仅是在战争上才能够帮助灵昂 看到艾莉卡在听到自己所说的话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而旺达格外相信灵昂 认为这场战争是灵昂百分百胜利 所以 注意力放在战场上的时间很少 反而安慰起来艾莉卡 虽然她并不认为 他们能够帮助灵昂做出多少事情 你像金刚狼 她现在也没有参加战争 也不曾跟随灵昂前往反蓝星 但是帮助灵昂处理了学校的事情 从自己的意识中恢复过来的艾莉卡 正好听到金刚狼在学校 是在帮助灵昂做事 只是她没有见过灵昂的进攻 心思也不在学校上面 反而对于之前旺达说 他们上场也是拖后腿的存在 给予了肯定 你说得很对 我们现在上去 也是拖后腿的存在 之前在守合会的时候 兽曾经召唤出来过傀儡大军 但是和灵昂先生 面对的还不一样 想了一会 艾莉卡还是决定 将她之前和傀儡对战的事情 告诉了旺达几人 我们所攻击的傀儡 是之前反被灵昂操纵的傀儡 想来兽 还是手下留情了 认为嗜血傀儡会摧毁我们 到时就没有人帮助她做事了 艾莉卡不由地苦笑一声 现在才明白 他们从进入守合会开始 就不被信任 能够苟且偷生下来的原因 也是他们的力量 能够和傀儡一战 能够让兽清楚地看出来 傀儡大军的力量 而面对普通傀儡的时候 我们力量依旧不及 甚至被傀儡打到休息多天的情况 你们竟然还和傀儡大军对战过 为什么会不断地和傀儡对战 是将你们当作实验品 用来测验傀儡的实力 金刚狼不可置信地询问道 哪怕是极恶之人 也会有自己的软肋 以及不想要伤害的人 想到之前 他们用来测试力量的人者 在他们死之前 还想着兽能够解救他们 想来是非常信任兽的 但是现在 却被艾莉卡告诉 从一开始兽 就没有信任过手 和会的任何一个人 艾莉卡冷笑一声 如果今天不是凌昂先生的攻击 让兽没有任何退路 恐怕他也不可能看出 来兽一开始的目的 谁说不是呢 只要绝情绝爱的人 才能够干出一番大事 现在的兽 不正是做着自己 所以为的大事吗 冷笑恋恋的艾莉卡 已经不对现在的战争 抱有任何想法 因为自己曾经的经验 他也相信 现在凌昂已经将兽逼入绝境 不然他不会召唤出来 嗜血傀儡 既然如此 他可以将所有希望 放在凌昂身上 让这位坐经恶事的兽 得到应有的惩罚 最好是灰飞烟灭 众人见艾莉卡 并不想要解释太多 便不再顾问 事后 灵昂会如何处理 他们会很快得出结论 而被所有傀儡包围的灵昂 并没有立刻穿破傀儡的控制 走出去 反而站在中间观察起来傀儡 此时的傀儡 哪里还有人的样子 血淋淋的 像是被解剖了一般 第277章 领悟 鲜血直流 泛着冷白的瞳孔 眼睛找不到一丝黑色 手指上冒着长长的指甲 指甲上更是冒着黑气 不知道是不是灵昂的错觉 竟然在他们的手指上面 看到丝丝鲜血 甚至鲜血并没有停止流动 还顺着他们的手臂 不断向下方流动 不断滴落的鲜血 让灵昂一震 甚至有些怀疑 现在嗜血傀儡的模样 是因为一直吸血的原因 还是因为 他们生前就是备受制作成这个样子 眼看灵昂已经被 困在嗜血傀儡中间 手冷冷一笑 就算你具有强悍的力量 又能够如何 现在不照样被傀儡控制在圈子里面 手挥动手臂 指挥着傀儡将中间的空隙缩小 紧紧包围起来灵昂 不给他任何反击的机会 灵昂 你现在求饶我就命令傀儡放你一命 如果你执意要和守合会作对到底 说不准你 现在带来的所有人的性命 都将死在这片土地上 灵昂既然能够吸收艾利卡的帮助 同时能够领导学校 甚至让万磁王以及X教授 在他手下效力 显然是能力强悍 有灵昂加入守合会 他们实验的进度将再次加快 同时能够帮助守合会 称霸天下 所以 就算灵昂将他的心脏取走 炸断手臂 他依旧愿意给灵昂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只要能够拿下蓝星 兽是不是疯了 以为召唤几个小鬼 就能够控制下来灵昂 还是说 他对于嗜血傀儡的存在 太过自信 听到兽 竟然想要给灵昂一个活下来的机会 万磁王等人 灵昂的生命 怎么可能会是被别人施舍的 现在他不将兽直接处理掉 已经是灵昂手下留情了 现在还想要威胁他 简直不能饶恕 X教授的情绪比万磁王平静很多 只是现在听到兽所说的话 也忍不住冷笑出声 总要给他一些希望才对 只是不知道 灵昂现在多久能顾领悟到兽的嗜血傀儡 现在灵昂在里面 究竟在观察什么 之前战争的过程中 灵昂总是想要观察一番 观察到对方所存在的缺陷 或者能够完美解决战争的时候 灵昂才会动手 现在还没有消灭兽的原因 就是 还没有找到绝佳的解决办法 听着几人对战争的交谈 丝毫没有担心 灵昂会有什么危险 甚至语气中 更多的是对兽的担忧 一直到现在 他对灵昂的担心 才缓缓消散 凭借旺达和灵昂的关系 灵昂有什么不对劲 他肯定第一个冲上去 而现在 旺达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更多是在看戏 现在灵昂先生 究竟在做什么 兽方才好像 命令傀儡 渐渐将灵昂包围 是想要做什么攻击 可恶 傀儡将里面包围得密密麻麻 他们根本看不到 灵昂在里面究竟做什么 非常希望 现在自己能够有一个透视眼 能够看清楚 此时灵昂先生 准备如何攻击傀儡 应该撑不了很长时间 灵昂将会发起进攻 傀儡正在不断接近灵昂 留给灵昂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兽应当不想要留给灵昂 太过思考的时间 端是害怕灵昂在嗜血傀儡中间 察觉出异常 然后反客为主 他将没有反击的机会 碰 碰 碰 霹雳啪啪攻击的声音 在训练场响起 灵昂和嗜血傀儡的攻击战 已经打开 随着声音响起 瘦的表情反而有些难看 刚才他给了灵昂投降的机会 没有想到 他还挺有种 宁愿一个人面对进攻 也不想要投降 不过生命也只能到这 嗜血傀儡 加快进攻 将灵昂的肉撕裂 阴狠的声音在每一个人耳中响起 其他人只是冷淡地听着瘦的话 视线却看向战场 仔细看的话 还能够看到 几人眼中的同情 本来灵昂还要给瘦一些活命的时间 谁知道 他偏偏认为自己的性命太长 不想要活下去 瘦接下来就不好受力量 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太长 非要在这个时候激怒灵昂 减少自己生活下来的机会 旺达冷笑一声 对瘦丝毫同情不起来 伤害那么多百姓 他早就应该死在蓝星 现在灵昂也仅仅是帮助百姓报仇而已 他并没有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随着嗜血傀儡一番操作 受认为再强悍的人 也已经在傀儡的进攻下消失 心下一松 满意地看向还在进攻的傀儡 好了 现在可以松手 嗜血傀儡培养起来可不容易 第278章 恐慌 为避免嗜血傀儡伤害自己 浪费他的时间以及精力 受教廷战斗 灵昂人呢 随着傀儡慢慢散开 中间并没有人死去的痕迹 只有丝丝血迹 而受异常清楚 现在的鲜血就是自己的 和灵昂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灵昂人呢 预感有些不好的受视线 来回在四周飘动 他想要看看 灵昂现在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现在局势直接逆转 成为灵昂在暗他在明 如果灵昂想要在这个时候攻击他的话 他可是没有任何反击机会 甚至不知道灵昂的绝招是什么 你出来灵昂 躲在暗处像是什么样子 有胆子 我们面对面对决 不确定灵昂所在的位置 瘦直接嘶吼起来 身体更是在四周转移 想要环顾四周的时候 找到灵昂的位置 然而 灵昂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不管他的视线放在哪一个地方 甚至连角落都不曾遗落 可就是没有灵昂的踪迹 他就像是在世界中消失了一般 由于灵昂根本不出生 以及他的嗜血傀儡 在地面上漫无目的地旋转 灵昂先生真的干得漂亮 就是应该如此 就让他陷入无尽的懊恼之中 艾莉卡忍不住惊呼出声 就算灵昂先生 还没有对手发起进攻 但是展现出来的明暗之分 已经够让兽的神情处于紧绷中 更能够好好地折磨他一番 现在相信了吧 这只是灵昂做出的最小反击 稍后才会正式发起进攻 虽然旺达之前一直说 灵昂能够拿下比赛 但是看着他没有行动 也是一点担心 现在看到灵昂直接反击 更是高兴不已 这就说明 所有事情都在灵昂掌控之中 现在只是轻微行动而已 另外就是 兽现在的状态 就是在表明 他在畏惧灵昂的力量 难不成是方才灵昂使用自己的力量 打破禁锢 促使傀儡成为自己的人 而兽就是预防着灵昂方才的进攻 唯恐嗜血傀儡再次被灵昂控制 到时候兽将没有任何反击力量 他现在已经开始恐惧 既然有了恐惧的想法 事情便好处理 兽站在训练场中间 寻找灵昂身影的样子 就是在畏惧灵昂的实力 一个人只要心存畏惧 攻击的时候便会留有余地 哪怕他具有毁天灭地的能力 现在也会大打折扣 兽在害怕什么 难不成现在以为灵昂已经控制嗜血傀儡 嗜血傀儡现在已经找不到灵昂所在的位置 现在就像是没有思绪一般在赛场上面乱转 而且他们并没有像傀儡集团一般 朝售所谓的位置发起进攻 所以他在害怕什么 实力强悍的人难道不应该像行星吞噬者 和第一苍穹一样眼里没有任何人 自己的力量便是史上最强 不肯服从自己的人 只能前往地府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而现在兽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惊恐地寻找灵昂的模样 就像是一位普通人 现在惊慌失措的样子 更是像急了其他人贪生怕死的样子 只是具备强悍实力的人 真的会有这些表情吗 X教授对兽现在的行为非常疑惑 谁知道呢 可能是之前控制傀儡的事情 给他留下了阴影 不过 你说他为什么表现得和一位普通人一样害怕 甚至还没有一些人有意志 说到如此 万次王也有一些疑惑 实在是兽表现出来的状态太过差劲 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守合会首领 更不像是处于幕后将所有坏事做尽的首领 难不成这中间还有什么隐私不成 艾丽卡 兽之前就是这个状态吗 不太熟悉 兽是不是之前就是这个状态 万次王便看向艾丽卡 询问一下兽和会出来的艾丽卡 听到万次王疑惑的艾丽卡 也十分困惑 在守合会工作期间 兽一直是他们的首领 遇到事情一般是吩咐他们前行 还不曾见到兽自己参加战斗 可以说现在和羚羊的战争是他见过的第一次 我不清楚 兽虽然没有参加过战斗 但是忍者做错事情的时候 兽也会直接攻击惩罚他们 惩罚的时候 所攻击出来的力量 却不是他们能够躲避的 所以在忍者眼中 兽作为他们的首领 不仅仅是照顾他们的存在 更是惩罚他们的存在 攻击他们的力量 更是前所未有的强悍 训练的时候 曾经见到过兽的力量 他所攻击的力量 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短时间的进攻 更是能够摧毁我们 第279章 名不符其实的实力 这不应该啊 爱丽卡的力量能够击败金刚狼 按理说 也是一位实力极为强悍的人 现在面对战场上突然发生的事情 并不应该如此惊慌 为什么兽现在表现出来的样子 就像是一位普通人一样 更像是一位没有任何意志的人 那现状确实有一些离谱 按照现在他的表现 完全不能作为守合会的首领 有这样的领导守合会倒闭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万磁王和旺达等人 看不出兽 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变化 便决心将战场全权交到林昂手中 怎么处置兽587 或者怎么让兽意识到 现在的变化都是林昂说的算 而且他相信 现在林昂已经想要怎么处置兽 好了 我们将处理结果以及过程 交到林昂手中 眼下兽已经找不到林昂的踪影 想必林昂已经开始反击 另外 现在看看兽究竟想要做什么 X教授示意众人将视线放到战场上面 现在几人对兽 以及林昂的计划一无所知 胡乱猜测 只会让自己内心不安 还不如将所有星神放到战场上面 仔细观察林昂和兽的攻击 还能够明白过来林昂的计划 只是目前 他们和兽一样 目光扫过整个战场 根本就没有发现林昂的身影 他现在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兽的嘶吼还在继续 林昂 是英雄就站出来和我一对一 你现在不是想要解决这些傀儡吗 我给你一个机会 徒有善心 林昂在傀儡的吸引下 一定会现身 因为他就是过来解救这些人的 更何况 以解救傀儡可能更会吸引到这些自以为善良的人 他相信自己如此机 林昂一定会上当 耸祸 忽然 林昂出现在兽身后 听着兽方才威胁的话 林昂冷嘲一声 站在兽身后 他倒是想要看看 兽还会发出什么进攻 嗜血傀儡 开始进攻 听到身后 有犹如鬼魅一般的声音 兽彻底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 甚至没有扭头 看向身后的林昂 反而挥手 看向嗜血傀儡所在的位置 迅速挥动手臂 吩咐傀儡 朝着琳琅所在的方向进攻 甚至在进攻的瞬间 场外众人明显感觉到 嗜血傀儡身上的鲜血 更加浓郁 他刚才加快了嗜血傀儡反应的时间 我能够感觉到 嗜血傀儡在一瞬间 力量暴增 艾莉卡在手合会期间 经常和傀儡打交道 所以能够瞬间察觉到 傀儡身上的变化 感受到傀儡随着兽的吩咐 增强进攻力量 忍不住皱眉说道 他也没有想到 兽竟然如此隐狠 将林昂逼迫出来之后 自己反而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 甚至在林昂出来的瞬间 他便吩咐嗜血傀儡行动 这分明就是不想要 给林昂任何反击的机会 想要置林昂于死地 但是实力强悍的林昂 真的会如他所愿吗 你就只会这一点进攻吗 如果你不将自己的绝学拿出来 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林昂说话的语气非常平静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 近在咫尺的傀儡 攻击的也不是自己 脑海中所等待的 只有兽的答案 反观兽在吩咐傀儡 向林昂所在的位置进攻后 便没有扭头 看向林昂所在的位置 甚至在听到林昂的询问后 艾丽卡看到的 只是兽的手指轻轻晃动 嗜血傀儡像是不要命一般 冲向林昂所在的位置 刚才林昂先生所说的独家绝学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在这个时候 林昂先生还要给他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不成 林昂看起来公正不亚 他应当不会在兽这件事情上面 逊私舞弊吧 受残害这么多无辜百姓 根本就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不用担心 想必与对于林昂所说的话 感到疑惑的艾丽卡 以及金刚狼 旺达反而非常清醒地指出 林昂这么做的目的 这是林昂想要发起进攻了 进攻之前 林昂总是会询问对方 是不是已经将自己 最强悍的力量展现出来 如果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并不是他最强的 林昂会给他一次 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 同时 在展示力量的同时 也代表着这个人 距离审判已经不远 可是 看受现在的态度 应当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力量 如果他一直推脱下去 他可能将会成为第一个 没有展现出自己力量 就被林昂击败 生命也会在终止 难道嗜血傀儡的进攻 不是他最强的进攻吗 金刚狼疑惑地询问着 第280章 领悟技能 崩溃的兽 金刚狼不相信 现在已经即将要崩溃的兽 还能够发挥出更为强悍的力量 嗜血傀儡难道不是他最强的攻击吗 最强攻击 艾莉卡想起 在守合会兽 非常珍惜自己身上的血液 一般情况下 根本就不会浪费自己身上的血迹 现在粘贴复制血迹的能力 还是他第一次看到 如果隐藏的话 也不是没可能 但是看他的表现 也不可能还会有攻击的力量 我不清楚 守合会会定时准备训练 训练内容便是人者之间的较量 等级最低的人便会被兽带走 等级高的人将会成为兽的守卫 对 守卫 为什么兽也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面 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守卫 却没有任何踪影 守合会的训练赛是一月一次 建立这么长时间 保护兽的人没有也一千也有八百 只是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帮助兽呢 从他们赢了之后 艾莉卡便没有见过能力低下的人者 也没有见过赢下训练赛 站在兽身后的人者 他们那些人去了哪里 难不成都被兽杀了吗 不太可能啊 如果他们想要杀掉忍者 杀力量比较弱的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连保护自己的人都要残害 或者说有什么隐情不成 艾莉卡将自己发现的疑问 告诉了众人 这里没有兽的守卫 就是守合会中最强忍者 比我的能力要强 竞赛时 他们之间的进攻 可以绝对自己的生死 所以攻击更是拳拳到肉 不给对方留有余地 斗争过程中 艾莉卡有一次战斗 和忍者最强之人撞上 拳拳打在身体上的进攻 艾莉卡现在还能够回想起 当时疼痛的感觉 可能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 兽会怎么处理那些人 守护者应该一刻不离地守护在主人身边 哪有人会像他们一般直接消失 不清楚 兽曾经说过 失败的人会直接带走 带走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他们训练 增强他们的力量 但是他们离开之后 就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 被暗杀了 优胜劣汰 能力低下的 已经不配生活在守合会 很可能已经被受私下解决 出现在后院的傀儡 很可能就是曾经能力低下的人 得到了长生 只要兽的生命不被抹杀 他们就有生活下去的机会 可能他们就是以其他方式 出现在你们面前 众人忍不住浑身颤抖 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如此凶恶之人 视线再次回到 琳瑙和兽的战场 再次吩咐嗜血傀儡 将视线放到琳瑙身上 等傀儡纷纷向琳瑙冲过去时 兽的情绪已经调整完毕 转身看向站在自己身后的琳瑙 琳瑙像是没有感受到任何危险因子 面色清冷地盯着兽 随着傀儡逐渐接近琳瑙 他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怎么回事 看到琳瑙的动作 受下意识将想起 琳瑙第一次看到视血傀儡的反应 当时他就是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冷冷地看着傀儡逐渐接近自己 然后在视血傀儡包围自己的时候 他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反而是自己下令杀掉琳瑙的时候 他才从傀儡中冲出 只是他的速度太亏 就算自己的视线 一直停留在视血傀儡和琳瑙的战场上 依旧没有看到 琳瑙是什么时候开始移动的 包括此时已经站在他们面前的琳瑙 他依旧搞不清楚 琳瑙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身后 然后又是因为什么停止进攻 傀儡既然已经成为傀儡 凭借琳瑙短时间内给他的印象 他相信 琳瑙知道 傀儡就是已经失去性命的人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 只是一个模型 方才用傀儡威胁琳瑙的时候 便没有想过 琳瑙会因为没有任何生命的模型出现 他自己都认为 那个想法非常愚蠢 琳瑙 你傻子一般的善心 将会成为 你死在这里的关键因素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过去 琳瑙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 那就表明事情没有任何转机 琳瑙必须死在这里 身后怎么会有杀妾 就凭那些没有什么实力的普通人不成 和琳瑙说话的时候 兽突然感觉到 自己身后传来一阵杀意 嗜血傀儡 碾碎他 践踏他 兽双手交叉 随后一股黑气 向傀儡所在的方向蔓延 一直到傀儡加快速度 黑气移动的轨迹 才堪堪停止 此时 琳瑙脑海中传出一阵异动 你观摩了兽的嗜血傀儡 你领悟了嗜血傀儡 第281章 反击 碾碎 嗜血傀儡 通过血迹增强已死之人的力量 已死之人 多为嫉恶之人 在他们生死之后 已经没有反生能力 有冥界之力 可以重新恢复他们的身体技能 血液加持之下 能够快速移动 并能够吞噬目标人物 被嗜血傀儡吞噬之后 将没有重生可能 同时你掌握兽魔法 能够暂时静止时间 一系列对嗜血傀儡的解释 在灵狼脑海中响起 看到现在进攻的傀儡 灵狼眼中一片嘲讽 现在攻击自己的 傀儡灵狼能够保证 这就是被受杀害的人 方才望达几人交谈的声音 也渐渐传入他耳中 明白在傀儡中间 还有一些忍者 他们是因为 实力不够强悍 被受淘汰下来的人 但是嗜血傀儡的力量 转移到自己这里 就已经被修改 在知道 自己具有召唤 冥界幽魂的能力后 更改为制成傀儡的人 只能是饥饿之人 并且可以直接根据能力 召集对付对方的人 并不需要血液加持 有这个想法正好 血液加持 只会将现在的环境 弄得乱糟糟 并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 你已经没有机会进攻 对受的不耐 已经达到顶峰 羚羊部准备 再给他任何反击的机会 挥手在傀儡面前 画下一道屏障 阻止傀儡接近 远处的兽 看到已经停滞不前的傀儡 再加上羚羊刚才所说的话 内心一振 预感到接下来就是羚羊的进攻 虽然不明白羚羊的实力 但是他处世不惊的态度 还是让兽有些惊慌 难不成在现在 他还有力量进攻自己 这根本不可能 如果羚羊有进攻的机会 方才就不可能被嗜血傀儡包围 就是因为 已经没有任何进攻的机会 所以 现在已经成为羚羊最后的进攻 所说的话 也是在死前的遗言而已 自认羚羊现在所说的话 就是在自欺欺人 还有兽对嗜血傀儡的进攻 非常自信 面对羚羊近乎挑战的话 兽只是冷笑一声 漫无表情地盯着羚羊 更是在看到羚羊的时候嘲讽到 认为自己 已经没有攻击力量的话 直接说明 没有人看你笑话 再说 已经给了你解救自己的机会 是你不珍惜而已 成为守合会群下之臣 然后在后期交流和竞赛中 被忍者打败 成为傀儡之王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偏偏羚羊不识去 总以为自己有实力 单挑守合会这一个组织 狂妄自大 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你现在准备认输 我可以给你一个成为首领的机会 你看现在的嗜血傀儡 还没有一个首领 你要不要想一下 说到最后 兽甚至笑了起来 不过也把自己一开始的想法 告诉在座所有人 从一开始 兽就没有想要让羚羊活下去 他想要将羚羊制作成傀儡 然后在羚羊的帮助下收复蓝星 再带着羚羊前往宇宙各地 还真是敢想 竟然想要让羚羊成为自己的下属 他究竟知不知道 羚羊是一个星球的首领 更是宇宙首领 现在兽已经是羚羊的下属 竟然不知道 死活地挑衅自己的主人 兽不知道死活的话 引起众人的愤怒 尤其以万磁王和X教授为主 哪怕他们 不知道羚羊实力的时候 也不曾将羚羊当作自己的下属 甚至在知道 羚羊逆天天赋后 享受着羚羊的庇护 更是将学院交给羚羊掌管 可以说 他们将羚羊当作自己的主人 现在兽 竟然不知道死活地诋毁羚羊 万磁王等人 也像一开始艾利卡那般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 甚至比艾利卡之前的怒火更胜 现在不用羚羊攻击傀儡 不如我们一起上去 将所有傀儡消灭 毒流兽和羚羊一对一刻 全场也只有旺达的思绪比较清晰 在众人 想要攻击嗜血傀儡的时候 旺达控制住激动的众人 你们冷静一下 方才羚羊既然已经收到攻击 那就说明 已经准备完毕 现在只需要留给羚羊时间 对兽的怨恨 应当是旺达最强 但是在事情不受控制的时候 旺达能够第一时间想到 林昂想要做什么 并能够及时控制下来 可能会破坏林昂计划的众人 你难道不愤怒吗 为什么你现在 还能够冷静地看着战场 艾利卡也不明白 为什么旺达在自己倾慕的人 受到威胁的时候 还能够保持冷静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因为我知道 林昂最需要什么 也明白她想要做什么 第282章 攻击 旺达也没有犹豫 扭头看向艾利卡 语气严肃地说道 反而是提出疑问的艾利卡 有一瞬间愣神 知道林昂想要什么 也知道林昂能够做到 所以能够掌控局势 帮助林昂达到是吗 林昂所需要的伴侣 是这个样子吗 艾利卡紧紧咬着嘴唇 听着旺达的人颇为认同 但是并不想要旺达看出来 便转身看向战场 她想要看看 林昂是如何解决战况的 战场上林昂看到 冲向自己的嗜血傀儡 神情非常淡定 就在嗜血傀儡 即将攻击到自己的时候 只见手指一挥 虽然嗜血傀儡的动作 并没有停止 但是林昂的身影再次消失 同时出现在林昂身后的 是一群群嗜血傀儡 模样和嗜血傀儡 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什么意思 林昂突然消失 并没有给兽带来过多的震惊 毕竟面对嗜血傀儡的进攻 她并没有一次主动进攻 甚至给她的感觉 就是在躲避进攻 可是为什么在她这一次离开后 出现在她面前的是傀儡 从压迫感看来 林昂召集过来的傀儡实力 和嗜血傀儡旗鼓相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 你会拥有和我相同的力量 你是守合会的卧底 兽第三次询问 站在自己面前的人究竟是谁 林昂的来历再次沉迷 可是也没等到林昂回答 在林昂从自己面前消失之后 兽已经看不到林昂的身影 现在只能看到不满战场的傀儡 以及没有任何反应的林昂下属 从几人的表情来看 只有金刚狼和艾莉卡的神情比较惊恐 剩余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细看还给她一种 为什么林昂会这么慢进攻 难不成在此之前 林昂就展现过自己的力量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一开始 金刚狼他们还非常惊恐 随随便便安排嗜血傀儡进攻 和嗜血傀儡的力量增强后 他们的神色便惊恐地看着战场 像是林昂即将被击败一样 从现在来看 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撒谎 就在伪装 还真是一群擅长演戏的骗子 艾莉卡 你还有最后返回守合会的机会 现在跟随我一起 站在战场上面围攻他们 为我们争取生存的机会 全场只有艾莉卡 曾经和他们一起在战场上战斗过 还有他们一同生存在守合会 只要现在艾莉卡迷途之反 和自己一起参加战斗 便能够有机会解决眼下的问题 你看看身边的人 他们分明了解到林昂的实力 可是在此之前没有说一句话 分明就是将你当作外人 在这个时候 你认为自己还能够融入他们吗 不要忘了在守合会期间 你也和他们一样参加战争 伤害普通人 现在林昂就是将一些 最大恶极的人处理掉 等我们死在林昂手里 他的目标就是你 你以为自己能够活下去吗 两族傀儡已经开始战斗 旗鼓相当的实力 让兽有了一些恐惧 为了降低自己的恐惧 还有拿下生存下去的机会 兽不留余地地 向艾莉卡说明现在的战况 在他看来 几人并没有向艾莉卡解释具体情况 就是不相信艾莉卡 所以艾莉卡就算在这个时候 跟着他们一起离开 也没有任何问题 重要的是 战场上所有人都是林昂的帮手 他唯一有可能劝说的 便是艾莉卡 随着兽越来越快地 和艾莉卡联系在一起 艾莉卡的表情越来越难堪 他怎么可能想不到 现在兽 就是想要自己和他一起死 旺达 方才林昂没有立刻攻击 就是想要领悟到兽的能力吗 可是 一个人真的能够在短时间内 学会一人的力量吗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林昂一共观察 兽不到五分钟 其他更多的时间 是在傀儡身上 所以 真的是短时间内 了解到了兽的独家绝学 旺达深呼一口气 这场比赛已经拿下 听到艾莉卡的询问 旺达非常有耐心地解释道 是的 全天下 全宇宙 全星系 也只有林昂能够做到 而且 他做出的攻击 并不是领悟了兽的进攻 不是领悟了兽的进攻 可是 现在傀儡和嗜血傀儡 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连现在攻击的招式 也一模一样 这不是模仿是什么 林昂现在所掌控到的 嗜血傀儡力量 比兽更加强悍 只是你现在不够了解林昂 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便能够明白 三言两语根本解释不清楚 林昂真正的实力 第283章 核心进攻 惊恐的艾莉卡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 艾莉卡安静下来 观看林昂的战争 明白林昂的攻击 和兽攻击的区别 但是在观看兽和林昂战争的时候 艾莉卡依旧控制不住 内心的惊恐 这怎么会有两个 一模一样的进攻方式 兽能够调用嗜血傀儡的原因 他们基本上能够了解清楚 大概就是 以自己的鲜血 用来滋养被自己所杀的人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兽 能够直接复制自己的鲜血 用来确保每一位傀儡身上 每一天都不满着新鲜的血液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林昂的绝招吗 能够短时间内 领悟对方的绝学 但是发挥出来的威力 却比对方的攻击强上很多 这简直不可思议 金刚狼从一开始 根本就不敢猜测林昂的实力 因为自从见到林昂后 看到林昂解决下来的 一件又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 都不在他的掌控之内 甚至扪心自问 发觉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自己能够处理的 但是林昂并不是如此 他不仅能够将事情完美地解决 甚至还能够帮助兰星 以及学校增强防御装备 确保曾经被围攻的建筑 不会受到第二次迫害 万磁王以及旺达之前的警告 已经被金刚狼忘记得一干二净 现在一脸发现 新大陆的表情看着旺达 想要求证自己猜测的 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真的如此 那林昂简直不能用恐怖形容 简直是无敌 只是他的身体 能够容纳每一项力量吗 据他所知 每一位变种人身上的力量 不尽相同 有混沌之力 黑魔法 单纯的力量进攻 以及凤凰之力 几者不相融合 如果贸然将所有力量 融合到自己身体内 受伤的 也将只有他们自己才对 这个人在战场上面 竟然还有闲情意志说 这些事情 亮晶晶的眼睛 险些刺瞎妄达的双眼 甚至没有解决金刚狼的疑惑 他将会一直询问下去 甚至会影响他看比赛 看到另一边 听到金刚狼的询问 同样投过来视线的艾莉卡 旺达想了一会解释道 羚羊身体内 可以容纳所有力量 不过 两人一直生活在蓝星 并且一直受自己组织打压 应该不太了解 外面发生的事情 旺达便准备讲得再详细一些 你们可以将羚羊的身体 当作一个黑洞 然后在黑洞中 释放各种力量 并且 黑洞没有底 以及宽度 没有底 以及宽度 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旺达是说 羚羊不仅能够吸收这些力量 吸收其他力量 这真的是能够存在的吗 几种矛盾力量 融合在一个人身体内 真的不会将身体称暴吗 旺达所说的话全部属实 没有一句谎话 金刚狼和艾莉卡 已经愣在原地 甚至不知道 做出什么表情 和他们刚刚发现 羚羊强悍的力量时 所流露的表情一模一样 甚至还稍微平淡一些 毕竟他们已经知道羚羊的强悍 不然不会费尽心机 只想要羚羊过来 帮他们解决蓝星的危机 当时 他们可是 只将羚羊当作一位十分有天分的变种人 并看到羚羊的时候 感觉变种人的春天即将到来 甚至可能会颠覆现在人类 及变种人的生活日常 剩下不用我们多说 好好观看羚羊的战争 便能够明白我们所说的意思 他们所说的话 包括对羚羊的解释 都带着自己主观情绪 而自己的解释到 他们耳中会再次转换成另一层意思 所以 不如好好留下心观看羚羊的战争 战场上突如其来的傀儡 已经打破兽的心房 就在傀儡出现的瞬间 兽也已经暗暗发现 羚羊所使用出来的功力 和自己异常相似 所以 不知道何时羚羊已经掌控了他的命脉 兽在战场上面嘶吼着 显然不敢相信 羚羊竟然能够学会和自己一样的攻击 方才羚羊一直没有行动 根本就不是 在可怜那些已经被制成傀儡的人 而是在观察他的攻击力量 以及攻击方式 或者说 整个过程就是在copy他的力量 关键是整个过程 他竟然没有发现 羚羊你该死 吕顺所有事情经过的兽 直接大怒 暗暗后悔 自己一直给羚羊机会 因为想要羚羊的实力 想要羚羊成为傀儡之首 所以才会处处留情 该死 简直该死 嗜血傀儡 冲 快速解决所有人 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原地 既然想要对打 他现在就让所有人死在战场上面 第284章 怒火冲天 暴君求自定求全定 让羚羊的下属来赔罪 就算是给羚羊的礼物 到了阴曹地府 不用害怕孤独 随着战场上兽的一声暴怒 众人的视线 也忍不住放到兽和琳瑯身上 听到兽所说的话 脸色微变 想要破口怒骂 他们现在发现了 兽究竟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现在看着自己 已经没有解决脱身 所以就想着将所有人陪葬 忽然一直站在旁边的艾利卡 脸色大变 只见他冷冷地 看向兽所在的位置 说出来的话 让众人一惊 琳瑯先生小心 他现在 想要破釜陈五八七周 之前被控制起来的人类 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他影响 您一定要小心 艾利卡最终 还是放心不下对琳瑯的担忧 双手做成喇叭状 放在嘴巴上 向战场中心的琳瑯喊道 你现在说的是什么意思 目前不是兽正在和琳瑯对决吗 为什么会影响人类生死 人类的生命 已经掌控在兽手中了 还是说他有其他办法 吩咐忍者动杀手 万磁王作为变种人 在蓝星遭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 但是现在 听到人类即将出现大批量死亡 他的反应也是最迅速的 虽然变种人和普通人类存在巨大矛盾 可是随着琳瑯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这些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还要死亡 他不相信 兽竟然有控制别人的实力 面对万磁王的疑问 艾利卡冷着脸 过了一会 方才解释道 从艾利卡充盈的目光中 不难看出 现在的艾利卡异常痛苦 加入守合会之前 兽曾经在我们身体里面 种下一颗种子 目的就是 唯恐我们发生叛变 甚至在自己不行的时候 便会同时摧毁种子 然后 忍者也会成为傀儡 艾利卡痛苦地解释着 他没有想到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听到兽破釜沉舟的吼声 他暗暗感叹 恐怕事情 真的会按照兽的想法进行 只是琳瑯的实力 在这里摆着 虽然不能够及时解救那些百姓 可是却能够保证 在场人的安全 也直接清除守合会的存在 想来这件事情 是力大于弊的 你身体内的种子呢 为什么你看起来 没有丝毫担心的样子 既然是放在 忍者身体内的种子 艾利卡在守合会 掌握着一些秘密 万磁王等人并不相信 说会放弃艾利卡 让艾利卡 能够没有任何控制地背叛自己 直觉告诉他们 艾利卡已经备受控制 面对众人近乎质问的语气 艾利卡缓缓转身看向众人 轻笑一下 漫不经心地解释着 自己之前的经历 我并不想被人控制 所以在受 向我们投喂任何食物时 我会不计一切代价取出来 不计一切代价取出来 几人神色复杂地 艾利卡竟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艾利卡为打消兽的怀疑 肯定会当着兽的面 将兽递过来的食物吃下去 但是却说取了出来 他们下意识想到的是 艾利卡开膛破度后 才摆脱了兽的控制 而艾利卡 没有任何影响的表情 还有一脸不在意的样子 充分证明 他们现在的猜测是真确的 没有想到 你竟然对自己这么狠 多了一会 金刚狼暗暗感叹道 之前一直不认为 艾利卡是一位忍者 但是 听到他在自己身上做出的手脚后 让他不得不相信 艾利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者 碰 死 跌跌撞撞的声音 不断地传入众人耳中 勉强将自己 从艾利卡事件中抽取出来 视线更多集中在战场上面 嗜血傀儡和灵昂召集出来的傀儡 已经打动进攻 而灵昂则是站在一座房屋上面 冷静地观察 在战场上面的打斗 一时半会 竟然没有看出谁强谁弱 但是嗜血傀儡 已经备受不断加强 现在灵昂只是简单召唤出来傀儡 甚至在召唤出来傀儡后 没有说一句话 视线更多是在观察上面 他究竟在观察什么呢 难道方才艾利卡所说的话 没有造成危机吗 还是说他有什么新的打算 而围着灵昂攻击的嗜血傀儡 在受的吩咐下 已经开始慢慢转变 首先 外围傀儡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慢慢撤离 视线对准身后 一直看戏的众人 然后直接向旺达几人所在的位置进攻 该死 刚才还以为他的目的是忍者 没有想到是我们 万磁王嘴上抱怨着 但脸上却挂着笑意 显然对他们的反应非常满意 那就让我来看看 傀儡是什么实力吧 第285章 混战 说实话 长这么大他 还没有和傀儡打仗过 现在正是一个机会 就让他来试探一下 被艾利卡畏惧的傀儡进攻 究竟是什么实力 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只让你自己进攻 应当我们一起才对 X教授倾笑一声 立刻决定加入战斗 白拿的锻炼机会 不要白不要 再说 现在灵昂已经开始和受攻击 眼下并没有理会他们的时间 现在自己就在灵昂 还没有想要将傀儡消灭殆尽的时候 试试自己的力量 余光扫过旁边几位蠢蠢欲动的人 几人和他的想法一模一样 就是想要在这个时候 一起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 灵昂 先不要解决他们 让我们会议会这些傀儡 我就不信了 我一个活人 竟然还打不过一个傀儡 万磁王倾笑着站在X教授身边 想法不言而喻 兽不是已经准备使用傀儡攻击他们吗 现在就让兽明白 他们的力量 几人简短沟通后 也不再停留 几人迅速冲进傀儡中间 正在死死盯着灵昂的兽 没有想到灵昂的手下 竟然冲进傀儡中间 他们也没有其他想法 现在就是想要消灭所有傀儡 这些人疯了 竟然不知道死活去攻击傀儡 他们难道不知道 傀儡不死不灭 不管他们怎么进攻 傀儡都能够活过来吗 看到万磁王等人的行为 兽有些惊讶 随后看到他们 攻击在傀儡上面的技能 又认为 他们在不自量力 还真以为自己每一个人 都能够发挥出灵昂般的力量 如果现在傀儡 能够击败灵昂 或者能够打败灵昂所召集出来的傀儡 兽根本就不会 将注意力放到万磁王等人身上 现在不就是希望 灵昂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到万磁王等人身上 然后自己再找准进攻机会 一举拿下灵昂 谁知道 几人不仅没有束手就擒 看样子 还想要和他一决胜负 既然如此 现在就满足他们的想法 嗜血傀儡 进攻 兽挥动手臂 直接控制起来 嗜血傀儡的移动轨迹 随后手指向前方 正在参加战斗的万磁王等人 兽冷笑一声 也罢 既然自己并不在乎生命 现在就让他拿下好了 碾碎他们 所有傀儡瞬间消失不见 围绕在灵昂周围的傀儡 慢慢消失 一直到最后 一个傀儡也不曾留在灵昂身边 所有傀儡 傻儡像是被受到了刺激一般 发疯地向万磁王等人的位置冲过去 细看还能够看到傀儡嘴角 以及眼角留下的鲜血 兽现在是打定注意 现在并不急着处理自己 反而将更多注意力 放到万磁王以及X教授身上 当然 这和万磁王以及X教授 所放下的狂言离不开关心 正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 吸引到兽的注意 灵昂想到方才兽的命令 他应当像是抽出一部分傀儡 攻击万磁王以及X教授等人 最好他此举能够引起灵昂关注 然后 灵昂在命令身边傀儡 前往解救几人 可是万磁王以及X教授火上浇油 直接吸引下来兽全部怒火 兽也不再隐瞒自己的心思 愤怒地命令傀儡进攻 也罢 几人既然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 并且以傀儡作为实验对象 用来验证自己 是否已经提升实力 灵昂就准备让他们玩一段时间 兽一面 将注意力放到正在和傀儡交战的万磁王等人身上 一面又看向灵昂 现在所有傀儡 已经被他安排着 进攻万磁王等人 身边并没有傀儡用来保护自己 唯恐灵昂在这个时候突然发难 将目光放到他们身上 一开始 万磁王 X教授看到不断接近自己的嗜血傀儡 还有心使用自己最新研究出来的力量进攻 随着授下达命令 所有傀儡像是闻到了肉味一般 迅速朝他们攻击来 更是将几人重重包围在他们所形成的小圈内 密不透风的攻击让几人瞬间意识到 兽现在是想要尽快将他们解决掉 然后再和灵昂开始一对一进攻 笑话 既然把我们当作攻击靶子 也不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万磁王气急 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这么忽视他们 甚至挑衅他 手指微动 天空瞬间电闪雷鸣 熟悉万磁王进攻的众人并没有什么异样 众人纷纷拿出自己最为擅长的进攻 金刚狼已经准备好铁拳进攻 爱丽卡手中的西洋剑 指着面前想要厮杀自己的傀儡 旺达和X教授 O将精神力不满整个空间 想要以此控制整个空间 第286章 败退 一时之间 战场上面无数力量飞扬 但是几人在进攻的时候 非常识趣地将力量控制在自己范围内 并不会让自己的力量影响周围人的进攻 率先发起进攻的便是爱丽卡 在凌昂和寿交谈期间 寿便已经将培养他们的事情 说得一清二楚 既然他不仁 为什么又要责怪他们不义 现在就用自己的力量进攻 才能功成身退 全部给我死 爱丽卡将内心所有怒火 集中在自己心底 现在不管说什么 都要将兽杀死 杀死他的前提 就从傀儡身上做起 刷 一刀 两刀 刀刀入肉 爱丽卡攻击出来的每一刀 都没有掉落 直接插进傀儡身体内 被刀刺杀的傀儡 瞬间消失不见 正在收集磁力的万磁王 正好看到爱丽卡的进攻 刀刀入肉 没有任何留情的意思 他这是将自己所有不满 都发泄在傀儡的身上了 不过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却异常不凡 果然是受费尽心力 也想要将其带回守核会的人 实力不错 不亏是 能够从守核会中逃出来的人 凭借你的刀工 也能够将傀儡斩杀干净 接下来就看我的吧 磁力已经收集完毕 万磁王手指挥动 一个犹如皮球大小的力量 聚集在自己手上 现在 你们先休息休息 万磁王示意几人休息 手上犹如皮球大小的磁力 迅速攻击到最接近自己的傀儡 在攻击的时候 万磁王还示意周围的人 将精神力放到傀儡等人身上 X教授向来和万磁王配合默契 接到万磁王的示意后 X教授立刻使用精神攻击控制其人 随着X教授的行动 埃莉卡以及旺达 渐渐放弃现在的进攻 然后使用全部精神力 控制到其他傀儡身上 金刚狼自然知道 自己现在也仅仅有一些蛮力 能够对付傀儡 至于精神控制 自然就是其他人的事情 看到X教授以及埃莉卡等人 已经使用精神力将其控制住 金刚狼攻击起来 更是不留余地 双手现在更是变成狼爪般 将面前的嗜血傀儡 一抓一抓攻击完毕 并且攻击的时候 嗜血傀儡身上的血迹 并没有留在身上 金刚狼来不及细想 为什么嗜血傀儡满身血迹 却没有一点留在自己身上 更加快速进攻起来 在几人精神力量控制下 众人攻击起来迅速很多 万磁王的磁力进攻 已经将面前的嗜血傀儡攻击完毕 果然 兽的嗜血进攻对我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照样能够一一击败他们 甚至能够展现我国神威 万磁王三下五除二 就将眼前的难题解决得一干二净 没有和旁边的人 分享他们进攻下来的业绩 反而看向凌昂说道 凌昂 我们现在已经直接解决嗜血傀儡 接下来 你可以随意进攻 消灭他们的首领兽 万磁王兴奋地向凌昂挥起手臂 将他们所做出的业绩 说明得一清二楚 还没有等到凌昂的夸奖 便看到旁边的兽 一脸不消地看着他们 嗜血傀儡不死不灭 永远不可能被消失 就凭你们几人三下五除二的进攻 竟然想要将他们消灭 简直异想天开 什么意思 万磁王瞅着自己四周 已经没有嗜血傀儡的影子 为什么兽突然说嗜血傀儡 永远不可能消失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说什么废话 是不是认为我们实力太过强悍 所以就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影响我们判断 万磁王非常不消 现在周围已经没有嗜血傀儡的身影 还说一些话用来影响他们的决断 哼 不相信就看他好了 兽话音刚落 方才已经消失不见的嗜血傀儡 重新出现在他们身边 甚至比刚才的傀儡更多 这是什么回事啊 第一次见到如此另类的进攻 万磁王等人还有些不敢相信 可是上面的他们攻击的痕迹非常明显 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 他所说的都是真的 嗜血傀儡确实能够不死不灭 甚至在你们进攻之后 他攻击的力量还会加快和增强克 面对众人的疑惑 灵昂将嗜血傀儡的信息解释了一番 这些人竟然真的能够不死不灭 这接下来应该怎么进攻 他们难不成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灭吗 嗜血傀儡密密麻麻地 将他们包围在一个圆圈中间 密不透风 万磁王根本就没有办法将磁力聚集在一起 恍惚间只能将一些小磁力攻击到他们身上 第287章 杀不完根本杀不完 几人将灵昂所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对于他所说的结果却不能接受 他所释放出来的嗜血傀儡竟然能够不死不灭 甚至在进攻的同时还能够提高自身的攻击力量 这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解决嗜血傀儡的事情只能交给灵昂一人解决 他们只能站在灵昂身后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他们的力量以及精神攻击 就算没有办法对兽造成致命伤害 可也能够羁绊住兽的步伐 只是如果兽在他们进攻之时就将嗜血傀儡释放出来 他们可能连兽的身影都不可能触碰到 这样又能怎么进攻 灵昂先生 这难道就没有任何破解之法吗 艾莉卡将手中的西洋剑狠狠插在嗜血傀儡身上 西洋剑直接穿过他们的心脏 眼前的傀儡再一次消失不见 可是不到一分钟 原本消失的嗜血傀儡再一次出现他们面前 实力更是大幅度提升 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快 一拳一拳以及一掌一掌攻击到他们手臂以及身体上面 很快万磁王等人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痕 如此充服不下十次 身上所受到的伤害还能够承受 可是来来回回的攻击却让自己体力大大降低 一阵一阵 两方的力量瞬间转换 想要极快处理掉嗜血傀儡 解决这场恶战 艾莉卡便向远处的灵昂喊道 杀了兽 嗜血傀儡自然便可消失 凌昂将唯一能够消灭嗜血傀儡的办法告知众人 殊不知 凌昂所说的话 直接打破几人最后的执念 几人能够将眼前的嗜血傀儡斩杀 但是也会消耗一番力量 可是嗜血傀儡能够不断上升 力量也在瞬间增快 几番攻击下来 他们就算拥有强悍的实力 也不可能一直和嗜血傀儡进攻 连番坚持下来 他们很可能会被嗜血傀儡斩杀 大意了 莽撞地和嗜血傀儡发起进攻 并在进攻之时 还告知凌昂不可帮忙 现在直接砸在他们手上了 再请求凌昂帮助也说不过去 X教授 现在应当如何处理 我们根本杀不完 想要杀掉兽 也要能冲过重 重傀儡才行啊 长久攻击下 就算是体力强悍的万磁王 也不能应对 犹如蚂一般的傀儡 被突然点名的X教授 也是一脸不耐烦 他怎么可能没有看出来 几人能够攻击到兽的机会 可是身为蓝星一子 现在这些事情 正是需要他们自己解决的 盲目依附在灵昂身上 只会使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弱 甚至还会加重 灵昂先生的工作范围 我们先靠在一起 形成一道防线 不要使傀儡进入我们圈子中 傀儡重生的地方 便是他们消失的地方 但凡让他们进入圈子中 强悍的力量将会瓦解他们队伍 到那时 他们真的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了 说得不错 现在就是要将眼前的防线守护好 另外再慢慢消耗傀儡 他还就不相信了 在他们全力进攻下面 这些傀儡会不受到任何伤害 是 我们现在就开始重新进攻 几人服从X教授的命令 听到他所说的话 迅速在进攻的过程中围绕在一起 然后将所有力量集中的嗜血傀儡身上 战争再一次重新开始 而另一边看到 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的灵昂 兽一惊 方才他根本就没有看到 灵昂移动的轨迹 甚至在灵昂到自己身边后 也没有立刻发现 他的实力究竟到了那种地步 竟然能够自由自在地 在他们身边移动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他刚才可是听到灵昂告诉他的下属说 只要将自己杀死 便能够解决嗜血傀儡的问题 虽然他并不担心 他们能够穿过傀儡 可是站在他身边的灵昂 却直接威胁到他的性命 眼下只有灵昂能够控制住嗜血傀儡 甚至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身边 想要杀死他 岂不是一如反掌 灵昂对于兽所说的话充耳不闻 就在受怒目而视的时候 才听到灵昂说话 无碍 现在就当做实验品 现在让他们锻炼一下 提升一下力量 什么玩意 知道身后众人根本就不可能近身 受听到灵昂的话 惊恐地盯着灵昂 他究竟听到了什么事情 这个人竟然想要用他们的性命 来锻炼自己的力量 这究竟是为他们好 还是想要他们的性命 他不是早就知道 嗜血傀儡 没有死亡的可能 而众人因为长时间进攻 身体已经异常疲惫 第288章 筋疲力尽 毫无损伤 现在攻击嗜血傀儡的招式 已经深深刻在脑海中 面对嗜血傀儡不知疲倦的进攻 他们麻木地挥动着手臂 僵硬的招式 一次又一次攻击在嗜血傀儡身上 终于将视线中所有傀儡攻击完毕 几人方才有了片刻喘息的机会 呼 呼 呼 许久没有这么疲惫 还真不知道 究竟是他们年龄过大 实力不济了 竟然面对一些小傀儡束手无策 还是因为 他们有了琳琅的庇护 能够肆无忌惮 并且安全地生活在蓝星 功力渐渐衰退 在前后没有一个小时的 战争中 疲惫不堪 向来以身体素质强悍出名的金刚狼 经过一番攻击 身体也没有办法承受 腿开始渐渐酸软起来 如果不是用手撑着地面 它可能会直接瘫软在地上 不过还别说 现在正好想要躺在地上 好好休息一番 可是现在的金刚狼 大口喘着粗气 想要在嗜血傀儡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自己尽快调整身体 等一会他们出现后 迅速进攻 不给他们喘息机会 X教授 你们现在还能够使用精神力 控制下来嗜血傀儡吗 现在胡乱打 非常消耗力量啊 最终忍受不住疲倦的金刚狼 只能躺在地上休息起来 还想着 一会嗜血傀儡出来的时候 自己能够一击击败他们 好像算时间内击败嗜血傀儡 然后自己也能够增强休息的时间 这样看起来更好 现在有些麻烦了 X教授的视线 放在嗜血傀儡消失的地方 一时间有些沉默 刚刚和嗜血傀儡进攻的时候 他们几人信心满满 认为能够瞬间击败他们 可现实给了他们惨烈的一击 一开始在艾莉卡 妄达以及他的精神控制下 效果确实非常明显 嗜血傀儡直接暂停下来 剩下就是他们迅速进攻 第一波攻击 可以说在几人默契配合下 大概两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而自己休息的时间 却有十分钟左右 而且是嗜血傀儡全部出现 根本不存在零零散散出现的可能性 可是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嗜血傀儡 对他们的精神攻击已经免疫 控制他们的时间逐渐缩短 一直到最后 甚至有一些嗜血傀儡 已经摆脱了他的控制 能够自由行动 如此一来 只能将刺杀嗜血傀儡的方案 放到金刚狼 万磁王以及艾莉卡身上 他们好像已经开始免疫精神攻击 甚至有的嗜血傀儡 已经不受精神攻击影响 但定如X教授 现在也忍不住说起了脏话 该死的 兽究竟是怎么训练这些傀儡的 为什么我们的攻击 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 甚至还加强了他们的实力 听到X教授的话 万磁王等人忍不住凝重起来 X教授如果不是对事情 具有百分百正确率的话 他是不可能说这些话 既然傀儡已经渐渐免疫精神控制 他们这边的攻击力 直接减少两人 难道就像兽所说那般 几人会死在这里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嗜血傀儡感受不到身体的疲倦 但是我们的体力正在渐渐消失 难道就这么干等着吗 金刚狼无力哀嚎着 嗜血傀儡看起来攻击力并没有多强 但是他们感受不到疲惫 所以面对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进攻 甚至被他们打死后 力量还能够再生 如果他们能够在攻击中不断增强力量 身体感受不到疲惫就好了 做好准备 他们又要出来了 忽然在他们最前面的地面上 渐渐涌现出一个个头颅 看到再次涌现出来的傀儡 几人冒出一身冷汗 拼了 我们绝对不能认输 必须留给羚羊最够的时间去解决兽 几人并不知道 这是羚羊想要锻炼他们 反而感觉自己 现在的进攻 就是在帮助羚羊解决危机 只要他们将眼前的事情处理完毕 羚羊对付兽就会轻松很多 或服相依 冲啊 绝对不能败给兽 更不要说站在我们面前的跳梁小丑了 众人激动万分 在攻击嗜血傀儡的时候 暗暗感叹 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任何意外 随着嗜血傀儡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几人在激励下面 信心倍增 你看看 你的下属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身经百战的兽一眼看出众人已经体力不支 所以和羚羊说话的时候 更是轻视了几分 不如你就成为傀儡 成为他们的领袖 我就放过你的属下们 如何 第289章 能言善辩 就算是现在 兽还是不肯放弃 游说羚羊成为傀儡中的一员 甚至已经想好 如何羚羊同意自己 将他制成傀儡 傀儡的领头就是羚羊 至于答应羚羊姐就被围困的万磁王等人 等自己将羚羊支撑傀儡之后 怎么解决他们 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这并不足为惧 被询问的羚羊 还没有回答兽 被嗜血傀儡重重包围的万磁王 听到兽竟然将注意打到羚羊身上 虽然明白 羚羊能够瞬间击败嗜血傀儡 可是听到兽近乎嘲讽的话语 万磁王依旧忍不住出言 嘲讽受益响五九零天开 什么人 竟然想要星球之主 羚羊当嗜血傀儡 我看你直接认输 以身殉命才是最为正确的事情 起码还能留下个权势 随着万磁王嘲受怒吼的时候 周围听到他说话的声音 也是异常感慨 说得没错 嘴硬没有办法救他们的命 但是能够在这个时候过一把嘴瘾 攻击傀儡的时候 也会多出一份力量 赶紧将嗜血傀儡召回 释放所有百姓 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 我可以请求林昂 留你一个全尸 几人唧唧择杂的声音 传入授耳中 随即大怒 这些人已经即将到达黄泉 竟然还想着要他的性命 简直死性不改 听他们说话的语气 不管是不是吩咐嗜血傀儡攻击众人 还有将百姓还回去 都不能改变他死去的结局 既然如此 为什么他要对他们手下留情 更是要在这个时候出手攻击 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留在此处 等事情解决后 再重新锻炼傀儡 也不失是一种办法 想明白 如何解决众人的兽 立刻行动起来 手势飞快行动 随后以右手最为主 直接将中指切开刀口 鲜血直流 于光看到兽行动的林昂 冷笑一声 看来万磁王和旺达议论的声音 备受当真了 现在想要先将几人解决 然后再将攻击放到自己身上 不过面对层次不穷的攻击 万磁王等人的力量 能够发挥到极致吗 能够在训练中 再次提升自己的力量吗 他现在就看看 几人的实力 是不是能够在重重包围下 再进一步 如果能够有进步的现象 就表明 他们还是有进步空间 不然在之后的生活中 他们的实力 可能也只能到这为止了 不过 在他们再一次被围攻前 林昂还是稍微提醒了他们一番 旺达 注意防守 傀儡的数量可能会增加 另外 你们必须在这个空间中 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不然将被他们击倒 并且没有再次反击的机会 被林昂喊到的旺达一愣 但是还没有明白林昂的意思 什么叫做 会增加傀儡攻击的数量 难不成现在还不是所有傀儡 这怎么可能呢 方才兽已经察觉 自己不是林昂的对手 召集出来的傀儡 更是自己所培养的傀儡中 最为强悍的 难不成他所说的 不是所有傀儡 这不应该啊 他难道就不害怕 自己会死在这里吗 可是林昂向来不会说谎话 既然已经说出 嗜血傀儡 还用不断涌现出来 那必然就是真的 现在就是想要他们 使用全部力量攻击 不 是想要他们发挥出来 比之前更为强大的力量 可是在蓝星 他们已经经过设备 将力量以及身体水平 提升到极致 现在怎么才能再一次 提升自己的力量 刷 艾莉卡迅速出击 将眼前的傀儡斩杀掉 还没有休息的时间 傀儡再一次攻击过来 现在就已经多如牛毛的傀儡 他们还斩杀不干净 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 林昂先生方才说 他们现在必须将自己的力量 提升到极致 甚至比之前力量还要强悍 方可解决这次危机 恐怕解决危机 也是短时间解决 并不是长久时间的办法 怎么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体力 已经减少很多 再提升自己的力量 多少有些不切实际 话刚刚说完 方才已经消失的傀儡 再次冒了出来 还没有短暂休息的艾莉卡 再一次攻击上去 说得不错 现在就想要提升我们的力量 有些不太可能 不过我们尽量攻击 到底能够做到那一步 就看我们自己的实力 金刚狼反而不在意地摆摆手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 他们只能平静全力 而且 他们深知 林昂不会不管他们 到时候 自己真的没有攻击能力 最后还是林昂出手相救 现在 他也差不多明白林昂的想法 第290章 林昂出手 林昂先生 就是想要以此提升他们的实力 话而言之 就是锻炼他们 在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林昂便会出手相救 所以 眼下他们 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现在就拿出全部力量进攻 如果后面有体力不支的情况 林昂先生一定会出手相救 虽然他和林昂先生 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他能够确定 林昂就是这一种人 带领他们前进的人 金刚狼 万磁王和X教授 早早就明白 林昂肯定不会放下他们不管 眼下感觉有心无力 不过是在感叹 自己实力比较弱 等林昂先生遇到困境时 他们想要帮助 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愣愣地站在一边加油 作为曾经反蓝星的强者 他们自然不甘心 只能鼓掌 却做不到任何实事 所以 面对他们的进攻 几人再一次鼓起前所未有的力量 冲啊 就算不能够将其消灭 我们也要控制下来 他们进攻的速度 留下时间等 林昂解决兽 能够将嗜血傀儡的攻击速度降低下来 就代表他们的实力 以及潜力再一次得到提升 同时也算是帮助林昂节约了时间 恍惚间 凭借他们几人的斗志 身上的力量 竟然有隐隐约约变强的意思 兽和林昂 也是一眼关注到 他们几人的变化 尤其是站在林昂旁边的兽 方才他已经彻底忘记忘答等人对他的嘲讽 只是现在发现 他们暴增的力量感到诧异不止 所以便下意识和林昂说起了话 没有想到 你的手下竟然还有这番能力 倒是我小看了他们 不过力量能够提升到那一步了 他们的体力还能变强不成 只要是人 总有体力告尽的时候 到那时 他们还能够提起斗志 应对嗜血傀儡吗 此时他已经忘记 身边林昂带来的威压 谈话间 也是将其当作一个老友一般 甚至在胆子大道和秦晨分享 现在忘答几人的攻击缺陷 我看他们的行为 反而像是回光返照 可能现在 已经是他们攻击的最佳力量 再一次进攻的时候 便是他们歇菜的时候 不知道林昂先生怎么认为 林昂并没有理会兽的胡言乱语 视线放到正在进攻的众人身上 当自己的体力已经告尽时 精神力便会支撑着他们完成目标 但是 要对方迫切地 想要做一件事才行 眼下几人已经突破自己的极限 至于自己身旁的兽 林昂将视线从众人身上收回 余光看向方才和自己搭化的兽身上 像是感受到什么威胁一般 兽一愣 方才明白过来 他们现在是对手 可是自己竟然不知道 死活地和林昂说什么下属问题 难道是自己命长了不可 不好 还没有吐槽完 自己做死的行为 看到林昂蠢蠢欲动的手指 兽立刻挥动手指 将围攻众人的嗜血傀儡 召回大半 用来阻挡林昂的进攻 根本就没有想到 林昂竟然会搞突袭 甚至在之前 还想过林昂在攻击之前 怎么也会和他说 一下才对 嗜血傀儡召回大半 众人的压力瞬间减轻 时间已经到了 没有听到林昂在说什么 只感觉一股强悍内力冲击而来 兽还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 力量已经穿透挡在前方的层层傀儡 兽刚想要挥动手臂 迎接他的进攻 可是林昂的力量太过强悍 一个内力直接打在他的身体上 动 力量直接穿过所有傀儡 所有被林昂力量攻击的傀儡 瞬间消失 而被他们保护在身后的兽 更是因为林昂的攻击 直接摔在地面上 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兽 瘫软在地上 浑身抽搐起来 而身后的嗜血傀儡 感受到自己主人已经被攻击倒地 纷纷放开自己的进攻 然后在向林昂攻击的时候 竟然瞬间消失不见 就连被解救下来的几人 看到嗜血傀儡消失的地方 也直接愣了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林昂只是挥手 嗜血傀儡就已经消失不见 嗜血傀儡不是说不死不灭吗 为什么林昂既没有杀他们 也没有反击 人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刚才是林昂先生出手了 怎么看不清楚呢 第一次看到林昂进攻 艾丽卡还有一些不敢相信 对他们而言 不死不灭的人 竟然直接被林昂击败 方才林昂先生 究竟做出了什么攻击 你们能够看清楚吗 为什么我没有任何感觉 艾丽卡认为 旺达等人 已经和林昂相处很久 所以应当知道林昂的攻击方式 第291章 林昂的实力 艾丽卡惊叹 将心中的疑惑询问出口后 艾丽卡便将视线放到旁边众人身上 方才几人一起攻击嗜血傀儡 听到几人说起林昂的实力 可是打仗的时候太过繁忙 根本就没有听清几人究竟在说什么 等闲下来后 艾丽卡由于内心的好奇 已经忘记身体上的疲倦 直接询问其 旺达林昂究竟是什么实力 扭头看向旺达 想要得到第一手信息 可是战场上面的情况 却让几人惊讶不已 万次王和金刚狼 直接睡在地上 视线死死盯着战争方向 准备看守的结局 旺达和X教授看起来异常疲惫 可是因为包袱强撑着自己的身体 没有躺在地上 只是弯着腰大口呼吸着 察觉到几人的行为 艾丽卡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疲惫 身体直接瘫软在地上 手中的西洋剑也直接放在地上 就在他以为 旺达因为身体原因 不会回答自己问题的时候 却听到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入耳中 凌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所有神秘的招式 在凌昂眼中 不过是一个普通招式 方才没有出手攻击的原因 就是想要给我们提升的机会 是自己的错觉吗 为什么感觉旺达的身体 已经恢复正常 听她的呼吸 像是神秘都没有发生一般 她竟然能够这么快 修复自己身上流逝的能量吗 听起来还真不可思议 和旺达说话的声音不同 艾丽卡一开口 便能够听出她力量已经用尽 现在所说的话 也只是勉强说出的而已 听到自己声音的回音 艾丽卡再一次发现 旺达的强悍 之前一直在对付傀儡 竟然没有想起几人的实力 蓝星究竟是一个什么星球 这就是蓝星最强悍的实力代表吗 还是只是寻常实力 她对蓝星越来越好奇了 接下来 你可能能看到 凌昂小部分力量 很快 旺达向艾丽卡说了一个 能够看清凌昂力量的时间 真的 按照旺达的吩咐 艾丽卡随着众人 一起将目光 放到兽和灵狼身上 由于灵狼突然发力 傀儡和兽 纷纷被击倒在地 甚至有傀儡 直接倒在兽身上 更是有不少傀儡 直接消失 傀儡不是不死不灭 只能通过其他傀儡一致吗 怎么现在看起来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看到兽面前已经消失的是 嗜血傀儡 竟然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金刚狼惊叹道 怎么 你认为 他们没有办法击败嗜血傀儡 放到你这里 你就能够击败 嗜血傀儡了吗 简直就是笑话 处于傀儡身后的兽 看到自己和灵狼之间的距离 认为灵狼根本就不可能 穿过这么多人 过来掌控它 所以说起来话 也非常轻松 仔细听 还能够听出 兽语气中的嘲讽 站在兽前方的灵狼 一言不发 看兽的表情 更是在看条梁小丑一般 鸣冤之力 鸣冤之力 那是什么 听到灵狼突然喊出的话 躺在地上的兽 有一瞬间愣神 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同样感到困惑的 还有一直站在旁边的 艾莉卡以及金刚狼 两人认识灵狼的时间不长 通过短时间认识 以及了解 只知道灵狼的实力非常强悍 但是现在所说出来的意思 他们却一点也不清楚 灵狼要真刀真枪绝胜负了 调整结束的万磁王 看到金刚狼 以及艾莉卡的疑惑 好心帮他们解释道 真刀真枪绝胜负 这个院子 还能够居住吗 灵狼的力量 会不会影响蓝星的生存情况 灵狼的力量 会不会伤害到百姓 学校经过灵狼增加防御力量 眼下基本上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击破 而受所安排的试验基地 正好和民众相连 现在贸然攻击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 百姓的生活状态杠 不用担心 灵狼已经能够将自己的力量 玩出来 花一样的状态 只要是他不想要伤害的人 就算你在力量攻击范围内 他也能够将你抛出在外 这么强吗 艾丽卡不再多说一句话 想要将灵狼的攻击 一毫不差地收入眼底 冥冤之力 不要在哪里夸大其词 说不定你将傀儡召集出来 还能够达成平手 现在还做什么多余的动作 面对灵狼想要使出力量的姿势 不清楚自己心里什么反应的兽 直接刺激灵狼 并希望自己的刺激 能够使灵狼放弃进攻 毕竟傀儡的进攻 他们还是在他们控制范围内 这个冥冤之力 他听都没有听说过 刷 一道幻影闪过 灵狼面前站满了人 第二百九十二章 天神组VS嗜血傀儡 一阵微风从兽身边拂过 白雾遮盖住他的视线 就在瞬间一股极大威压 从对面冲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 灵狼做了什么动作 感受到周围与众不同的气息 受慌忙地清扫着眼前的白雾 想要看看 灵狼在这个时候 做了什么举动 可是诧异的是 不管他怎么施展力量 覆盖在眼前的白雾 就像是长在了眼睛上面一般 一动不动 那是什么 气势如此逼人 看起来比我们强上很多 这是灵狼训练的战士吗 躺在地上观战的众人 第一时间察觉到眼前的异象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白雾遮盖视线 所以 在灵狼施展力量攻击的瞬间 他们便发现了 这中间的与众不同 站在灵狼前面的 是训练有素的战士 而且 他们能够感受到 战士身上的威压 这种感觉 是他们面对嗜血傀儡的时候 不曾感受到的 可是灵狼是怎么召唤过来的 灵狼先生学习了瘦的召唤 现在召唤出来的战士 是灵狼先生研究的战士吗 刚想要说是灵狼训练出来的战士 被召唤过来 可是想到 瘦仅仅能够召唤被自己研究过的傀儡 艾丽卡便下意识否认自己的想法 灵狼绝对不是残害战士的人 既然如此 出现在灵狼身边的战士 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天神 意识到艾丽卡和金刚狼 并不清楚天神组的事情 已经调整好状态的旺达 及时向两个人解释着 曾经想要摧毁反蓝星 最后被灵狼斩草除根的天神组织 你们应当听过他的名声 刚和灵狼练习精神力时 旺达便听过天神组的事情 并且知道 天神组向来喜欢做什么 可是不曾想过 天神组会和灵狼对上 但是灵狼的实力越来越强 宇宙间已经没有灵狼的对手 而天神组又特意 前来侵犯反蓝星 在那场几乎是碾压的战役中 灵狼还特意让索尔锻炼了一番 随后出手将分析者 以及摧毁者一一消灭 头一次听到变种人 竟然能够消灭天神的金刚狼 和艾莉卡惊讶地睁大眼睛 天啊 他们究竟在 和谁在一起说话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 竟然有变种人打败了天神 后来呢 反蓝星是不是被灵狼先生 保护下来了 反蓝星有人受伤吗 天神在他们看来实力强悍 只要是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猛然听到竟然有人挑战天神的威严 甚至天神在灵狼的进攻下 已经灰飞烟灭 表情瞬间不好了起来 但是 他们更多的是不可思议 不敢相信这件事发生在他们身边 你们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吗 现在站在灵狼面前的 便是在攻击反蓝星的战争中死去的人 至于反蓝星的胜率 提起反蓝星之前战争的胜率 旺达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他非常自豪自己是反蓝星的人 反蓝星100%胜率 并且无一人死亡 竟然这么强悍 反蓝星的战士 已经强大到哪一种地步 所有人的实力 都像旺达这般厉害吗 他们心中 已经将灵狼作为他们最为厉害的人 而旺达和万磁王等人的实力不差上下 听他们的意思 几位也是反蓝星战士 只是分工不同 所以 反蓝星的战士 都是这般强悍吗 爱丽卡和金刚狼 已经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只能将视线放到天神祖和兽身上 兽眼前的白雾渐渐消失 等白雾彻底从眼前消失之后 兽方才看到 站在他面前的天神祖以及灵狼 此时 灵狼已经被天神祖遮盖 人位于天神祖身后 他根本看不清楚 天神祖的灵狼有什么反应 那究竟是什么攻击 为什么嗜血傀儡有后退的趋势 兽大惊 实在是嗜血傀儡的表现太过惊讶 他根本就不清楚 为什么嗜血傀儡会有这种变化 在往常的进攻中 嗜血傀儡仅仅知道 如何攻击对方 甚至他们的出现 会使对方下意识失去攻击力 可是灵狼突然召集出来一群人 而嗜血傀儡本来非常坚强地站在他面前 可是随着天神祖的出现 嗜血傀儡竟然隐隐约约后退起来 嗜血傀儡 不甘心自己的进攻 竟然在这时开始消失 兽暗暗增加力量 迅速攻击 务必想要以嗜血傀儡人数的力量 攻击灵狼 以及灵狼召集出来的战士 没错 受下意识将灵狼召集出来的人物 当作是灵狼所掌控国家的战士 第293章 天神祖的实力 被灵狼力量冲击的兽 勉强从地上站起来 随着自己的召唤 一层一层嗜血傀儡站满后院 而兽就站在他们中间 被保护得异常结实 他非常惜命 就算嗜血傀儡第一层会被灵狼攻击到 但是外面甚至是里面的嗜血傀儡 也会站出来保护他的安危 尤其是嗜血傀儡的消失 只是短时间里面的消失 他们还会经过时间推移 重新站在自己面前守护 这样 兽就可以摆脱灵狼力量上带来的进攻 更何况 现在在他看起来 灵狼所召集的战士 只是反蓝星上面的战士 有属于自己的性命 只要嗜血傀儡围绕着他进攻 让其死在后院 他还有什么对手 不还是他掌控着蓝星吗 安抚好自己的兽 将视线放到灵狼身上 甚至还有些可惜地说道 灵狼 你竟然召集自己的战士 对付一些没有性命的傀儡 难道你就不害怕他们命丧于此 你能够召集多少次战士呢 不管灵狼能够召集多少次战士 只要他召集一次 他便杀一次 嗜血傀儡永远不可能消灭 他就不相信战士还能够永生 对于兽的挑衅 灵狼一言不发 挥动手指 站在灵狼面前的天神开始移动起来 什么玩意 自己和他说话 是给他面子 竟然一句话也不说 是不是认为这里没人啊 兽异常不满灵狼的行为 甚至认为 灵狼既然不开口说话 就是看不起他 并且在灵狼示意战士行动的时候 他将灵狼的姿势看得一清二楚 没有犹豫 受立刻吩咐周围的嗜血傀儡攻击 当然 他下达的命令 不仅仅是 要将所有被召集的战士消灭 更是要将灵狼消灭 既然他不想要主动成为嗜血傀儡的领军人物 那就被动得好了 在他看来 灵狼也只是站在战士 以及方才进攻嗜血傀儡的下属保护中 所具备的力量 顶多减缓嗜血傀儡的速度 他真的有实力摧毁嗜血傀儡吗 他所召集的傀儡真的能够打败他一心雕琢的傀儡吗 兽对自己的疑问至于否定回答 甚至认为 如果灵狼真的能够击败他 为什么一直在此犹豫不决 不曾有任何攻击的想法 甚至将自己的下属逼入绝境 表面上是为了锻炼他们的实力 那不过是 灵狼给自己找出的借口 先杀灵狼 时间已到 兽不打算和灵狼交流太长时间 更是害怕在此期间出现变故 根据时间来看 新交官的傀儡已经到第二轮喂养 还有死在灵狼手中的忍者 也要尽快补充起来 他并没有时间逗留在此处 至于艾莉卡身上的特殊情况 等解决过灵狼 他有的是时间去处理守核会的叛徒 随着受下达命令 前往前方进攻而傀儡 像是已经摆脱内心的恐惧 全部向灵狼所在的位置移动 而已经蠢蠢欲动的天神组 像是被他们忽略了一般 此时的天神组已经被灵狼杀死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不过是灵魂而已 同时 他们能够看清楚战场上面的情况 但是内心只有一个坚持 就是服从灵狼的命令 察觉到 有人朝灵狼所在的位置进攻 想要伤害他们的主人 询问过他们的意见了吗 几乎没有用灵狼下达命令 众人立刻调转头 向嗜血傀儡所在的方向移动 一跃而起 瞬间便降落在嗜血傀儡周围 虽然嗜血傀儡的人数 是他们数十倍 可是面第天神组的气势 嗜血傀儡竟有害怕的趋势 害怕的趋势再一次出现在瘦的视线中 瘦不由地重视起来 难不成灵狼召集的 根本就不是反蓝星的战士 不然 为什么在进攻灵狼的过程中 遇到这些战士 却害怕起来 方才何妄打几人对决的时候 虽然单狼来说 不是几人的对手 但是嗜血傀儡却没有害怕的样子 现在只是面对一些战士 竟然面露害怕 实在太过反常 哄 忽然灵狼召集过来的战士 发起进攻 正在接近灵狼的嗜血傀儡 跟在后方的嗜血傀儡 有一瞬间犹豫 随后又快速冲到灵狼身边 想要将其解决 而战士一人放能够掌控百名傀儡 其实力看起来比旺达等人还厉害 看到傀儡一次两次进攻 又发现战士一次两次反击 兽终于意识到战士的不正常 以及灵狼的反常 方才灵狼根本就没有命令进攻 所做出的决定 都是战士一人决定的 第294章 震惊兽出其不意的进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难道不是灵狼召集过来的帮手吗 在一开始 他们不是应当不熟悉战场 所有命令都需要灵狼指导吗 为什么他们不需要灵狼指导 更不需要灵狼的命令 所发出的攻击 以及所打出的力量 正好落在傀儡身上 甚至傀儡不能够复活 这些人真的是灵狼召集的反蓝星战士吗 第一次 兽对灵狼的处境 以及灵狼所召集过来的人感到疑惑 想要了解灵狼究竟是什么人 他具备什么样的实力 想明白的兽 立刻吩咐是五九灵血傀儡收回进攻 等嗜血傀儡重新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兽仿佛有了对抗他们的勇气 此时他已经发现 灵狼虽然是反蓝星最强领导 但是他并不喜欢主动进攻 甚至在进攻前夕 给他处理事情的机会 现在就是最佳的计划 他了解反蓝星 以及灵狼实力的最佳机会 只是灵狼会如实说吗 放弃进攻的兽 将视线放到灵狼身上 此时的灵狼已经被天神组重重包围 感受着周围已经没有傀儡进攻 天神组直接站在灵狼四周保护 受用了很大力气 才将看到灵狼的位置 没有理会周围诧异的目光 直直看着灵狼说道 灵狼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身为反蓝星领导 不是应当守护自己的国家吗 为什么来蓝星阻止我 没错 现在他就是想要求和 直觉告诉他 如果和灵狼一直僵持下去 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最好的结果 可能就是和灵狼打成平手 否则就会直接被灵狼摧毁 甚至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势力 将会成为灵狼的囊中之物 你在说什么 远处的金刚狼 感觉自己听力出现了问题 不然怎么会听到兽 竟然在求和 说话的意思 还是想要让灵狼放过他 明白天神组实力强悍 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对手 兽竟然吩咐傀儡前往进攻 无疑是在自取其辱 他们已经做好观战的准备 可是没有想到 兽竟然在这个时候认怂了 甚至想要让灵狼放过他 如果他猜测不错的话 现在他还想要让灵狼放过他所积攒起来的势力 然后在灵狼的帮助下 解决这次危机 就算他曾经伤害过的人 他们可以不计较 可是刚才拼命想要杀死灵狼的动作 以及行为又是怎么一回事 他当这是自己的家呢 自己说怎么办 就能够怎么办 简直不可理喻 除非你将所有势力让出来 并且自杀 灵狼先生应该会考虑 给你留下一个全尸 说废话 谁不会说 起码也要说一些 别人有可能会答应的话才行啊 正等着灵狼回答的兽 突然听到 金刚狼不知道死活的挑衅 忍不住伸出手 想要好好教训一下金刚狼 想到自己的危机还没有解决 兽勉强控制下来自己的怒火 看在灵狼的面子上 我饶你一面 说得非常大意凌然 好像现在自己就是在放他一马一般 正常情况下 对方会见好就收 直接离开这里 可是金刚狼偏偏不走寻常路 听到兽近乎施舍的话 冷哼一声 就算你不想放过我 又能怎么办 小爷我等着你 该死的 兽挥动手臂 身后的傀儡 不曾犹豫地 向金刚狼所在的方向进攻 数百名嗜血傀儡 直冲金刚狼所在的位置 旁边站在的旺达等人 直接被忽视 众人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好好教训一番金刚狼 该死的 没有想到 兽突然发起进攻 没有任何准备工作的金刚狼 有瞬间恍惚 随后迅速做好攻击姿势 进攻嗜血傀儡 艾利卡几人神色复杂地看向 刚刚调整好气息的金刚狼 这人是找死呢 兽明显就是害怕凌昂进攻 所以才停止进攻 并询问凌昂能不能和平解决 事情还没有解决 他便不知道 死活地上去挑衅兽 叫嚣的语气 仿佛能够就地斩杀对方一般 可是 现在面对兽突然发难 他只能勉强应对 甚至可能 还会被突然攻击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他很可能会体力不支 被傀儡攻击倒地 不过谨慎前行 从来就不是他做事情的风格 所以感受到双面受敌的时候 金刚狼迅速向看戏的几人求救道 快点来救援啊 我坚持不了很久 不 他们进攻得太快 他根本一会也坚持不了 现在尽快过来帮忙吧 你刚才不是说得爽吗 怎么一会就不行了 第295章 嘲讽 面对凌昂的时候 兽可能会有谨慎 不想要挑衅凌昂 毕竟有一句话 他说得很对 现在凌昂已经占据主导权 他不敢过多得罪凌昂 害怕就像金刚狼所说一般 死无全尸 但是 面对救金刚狼他 可是不会客气 直接让所有嗜血傀儡进攻 打算看到金刚狼受伤 后凌昂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凌昂并没有因为金刚狼受伤攻击自己 那自己便能够逐一击破 最后后院中只剩下他们两人一对一 金刚狼以及旺达等人的力量 方才他已经了解得差不多 不能够和凌昂的力量相提并问 但是 如果几人想要此事帮凌昂一起对付他 可能不要说完整的尸体能不能留下 能够留下一丝灰便是了不得的事情 该死 嗜血傀儡 难道不知道疲倦吗 自己已经在嗜血傀儡身上攻击数次 可是嗜血傀儡竟然没有任何波动 甚至一只都不曾消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只有爱丽卡的西洋剑 才能够刺死嗜血傀儡 不管是不是能够毁灭嗜血傀儡 想到这里的金刚狼已经不想要独自战斗 并且能够想到 如果一直独自战斗 可能不一会便会被嗜血傀儡击破 你们有没有休息好 休息好的话就赶紧过来帮忙 我快坚持不住了 瞅着几人还没有前来帮忙的意思 已经没有力量进攻的金刚狼 再一次请求帮助 你说你能不能少说话 如果不是硬要凑上来 怎么可能会被针对 现在没有力量进攻了吧 方才几人和嗜血傀儡进攻的时候 便已经疲惫至极 现在还没有调整好状态 可是他倒好非要撑口舌之快 现在已经没有力量攻击方想到了他们 兽既然拼着必死的决心和凌昂战斗 又怎么可能会放水 现在拼尽全力进攻 又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算了 直接拼了 总不能看着金刚狼死在战场上面 让兽看笑话 再说琳琅先生 也不会看着他们死在这里 精神控制 力量已经调整得差不多 这一批嗜血傀儡 还没有被精神力量控制 X教授首先使用精神控制掌控下来嗜血傀儡 趁嗜血傀儡被控制的时候 金刚狼也得到喘息的机会 连忙喘一口气 等几人进来后 被密集包围的感觉松散不少 幸好有你们帮助 如果只是我自己进攻的话 恐怕会浪费不少气力 可能生命都要交代在这里 喘息下来的金刚狼 有了吐槽兽的机会 没有想到 刚才还针对凌羊的兽 突然转变攻击方向 现在想要献祭自己的性命 究竟有没有脑子 下次记住 如果凌羊和别人处于战斗期间 你最好不要多嘴参战 不然受到的波及 不是你能够承受的 这时凌羊还没有开始进攻 所以金刚狼出现在两人身边 才没有被力量波及 不然恐怕不用他们解救他 金刚狼便已经尸骨无存 我这不是太激动了吗 没有想到他会直接进攻 抱歉啊抱歉 接下来就知道怎么攻击了 说话间 嗜血傀儡已经有松动的迹象 几人立刻做好攻击准备 只是几人准备得越是默契 兽就越不满 明明他已经将艾莉卡调整得差不多 除了自己的命令 他不会再做其他准备 可是魏师木现在 和反蓝星战士配合得如此默契 像是他天生便属于反蓝星一般 留在守合会 只是浪费人才 将身后战场交给嗜血傀儡 以及艾莉卡等人 兽重新将目光放到灵昂身上 属于他们两人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他必须在发生最糟糕的结果之前 和灵昂达成一致 不然自己的性命将会受到威胁 灵昂首领 我的提议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是否返回反蓝星保护自己的星球 将蓝星交给我处理 从灵昂到灵昂首领 足以见得现在兽对灵昂的畏惧 想到灵昂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兽想了想便又补充道 灵昂先生 既然你不喜欢 我现在占领蓝星的方式 接下来我逐一改善如何 实时物者为俊杰 能屈能伸 灵昂头一次对兽刮目相看 现在他才发现 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现在就是想要留自己一命 等后面能够反击的时候 再打一个措手不及 身为一方首领 兽现在的行为 简直在给所有首领抹黑 你想得很美 退路以及反击的时间 灵昂敢保证兽已经考虑的差不多了 第296章 曲终人散 听到兽和灵昂提出的解决方案 金刚狼还是忍不住开口说道 无数人的性命被守核会摧毁 现在看着灵昂有击败他们的能力 便想着讨好灵昂 希望灵昂能够放过他们 听着很有意思 可是他们也敢保证兽会到手 和会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一定会故土重游 甚至会千方百计地找到反蓝星 攻击灵昂 虽然他们不管使用多大力量 都不可能打败灵昂 就很让人看不起 可恶 这个人还是尽早解决比较好 不出意外 金刚狼不知道场合说的话 被受听得一清二楚 甚至在听到他的解释后 直接增强嗜血傀儡的进攻 本以为之前已经遭受 嗜血傀儡全部进攻 但是在受有意无意的加强下 嗜血傀儡进攻的力量 竟然增强了数倍 不同的进攻力量 让他们为之一震 这究竟是什么进攻 力量竟然在不断增强 还是说 他们的力量已经趋于疲惫 金刚狼 你根本就没有应对他们的力量 现在还说什么废话 你想要死在这里 不要拉上我们啊 其他人秉承着帮助金刚狼的想法 并没有埋怨 金刚狼竟然将他们扔进漩涡中 虽然明白 在紧要关头 灵昂会出手救他们一命 但是长时间被嗜血傀儡进攻 他们就算没有丢掉性命 结果也差不过 偏偏金刚狼还不知道收敛自己的不满 一直挑衅兽 他还以为 自己拥有灵昂一般的实力 可以放任自己的心情 随心所欲地做一些事情 简直不知道死活 抱歉啊 我还以为兽正在和灵昂先生对话 暂时顾不上我们才对 没有想到 还有时间偷听我讲话 频繁应对嗜血傀儡的进攻 金刚狼也是非常疲惫 可是他知道 几位正是被他拖下水的人 所以根本就不敢说什么话 只能尽量将自己力量发挥到极致 然后尽量减少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天神组 去帮助他们 一到语音不详的命令 就在受以为 他们并不能听懂灵昂的命令时 保护灵昂的天神组 已经开始移动 一个两个 一直到全部天神组 团团围绕在嗜血傀儡身边 紧紧瞬间 战况已经开始转移 被针对的旺达等人 有时间闲下来 灵昂究竟想要干什么 之前嗜血傀儡进攻他们的时候 他不是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 怎么突然安排 自己召集出来的天神帮忙去了 等等 他刚刚听到的 是灵昂称之为 自己吩咐的人是天神组 这怎么可能 天神怎么可能会败在灵昂手中 这听起来就非常不可思议 可是没来得及细想 所谓的天神组 已经冲向所有嗜血傀儡 旺达等人 更是在天神组的帮助下 恢复过来精神 并慢慢从战场中间退下来 累死了 幸好有林昂先生 帮助我们解决暂时危机 让我们能够短暂休息一下 退出来的艾莉卡 轻松地转了转手腕 想要将内心的疲惫退去 甚至想要不顾形象地坐在地上 不过和艾莉卡不同的是 几人不管是旺达 还是X教授纷纷坐在地上 并且知道 天神组不会伤他们一分一毫 所以 毫无顾忌地坐在地上 等着看嗜血傀儡的溃败 不过 林昂怎么会突然将 手伸到嗜血傀儡中间 方才不是还十分冷静地 看我们的战斗吗 太突然了 刚才他还想想到了 一个进攻的极佳方式 可是被林昂突然地帮忙打断 现在甚至脑海中没有任何想法 不过没有林昂的帮忙 他的攻击 也发挥不出来什么大作用 可能会被直接击败存 自己想想 如果没有天神组的帮忙 就凭借我们的力量 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可能不过十分钟 就会被他们攻击的渣子都补上 一向儒雅的X教授 也忍不住吐槽起来 经历的都是什么事情 幸好 有林昂及时相助 不然还不确定 他们会怎么折磨 说的也是 不过你们看看 现在嗜血傀儡和天神组的进攻状态 看起来非常差劲 甚至已经被天神组解决得差不多了 天神组进入战场之后 三下五除二 已经将嗜血傀儡控制得稳稳当当 并在之后的进攻中 甚至神奇的是 向来说 自己不死不灭的嗜血傀儡 现在竟然渐渐消失 并且没有重生的迹象 面对自己忠实的傀儡已经消失 兽又有什么资格和林昂谈判呢 众人想到这里的时候 纷纷将视线放到兽身上 第297章 困兽之症 不出他们所料 现在的兽异常麻木 本来谨慎的表情变得异常苍白 甚至有些不敢看林昂 后来不知道有什么勇气 竟然直直盯着林昂 说出的话 更是让他们震惊不已 林昂 你考虑的如何 如果赞同 我现在就退兵 退兵 退什么兵 就凭借现在还处于 困兽之症中的嗜血傀儡吗 他究竟明不明白 谁是圣方 谁是败方 不过几人也学聪明了 对于两位首领的话 他们并没有打断 直接将视线放到林昂身上 想要看看林昂会怎么解决 这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首领 林昂并没有直接回答兽 所提出的建议 而是在他提出自己的建议之后 林昂反而向兽所在的方向 缓缓靠近 令人嘲讽的是 方才还想着 和林昂达成合作的兽 现在看到林昂正在渐渐接近自己 面色十分惊恐 十分不想要林昂靠近 躺在地上看戏的众人 慢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直接看着战场 直觉告诉他们 这一场闹剧应该结束了 只是林昂究竟会怎么结束呢 会不会突然进攻兽 或者林昂的力量 已经达到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便已经将他们解决 不过 究竟会怎么解决呢 林昂先生 一般会怎么处置 和自己作对的人 怎么看起来 兽开始害怕了 林昂先生 已经开始进攻了吗 随着林昂前进一步 兽可能后退两步 而没有感受到 任何危险的艾莉卡 反而有些困惑 为什么兽一直在害怕 听到艾莉卡 现在还在好奇林昂的力量 就算是淡定的旺达 也忍不住笑起来 你怎么不好奇 自己曾经的领导是怎么死的 反而好奇起来 林昂的实力 就算是知道 林昂对女生的吸引力 她还是忍不住感慨 以及对有些抑郁 林昂能够掌控自己的力量 通俗地说她的力量 就像是自己的下属 只要让她攻击对方 她便能够攻击对方 其他人就算站在敌人旁边 也不可能感受到 林昂身上所释放的力量 所以说 现在是林昂先生 并不想要他们 在此番力量中受到攻击 所以才会故意隐瞒的 林昂先生 真是一个威严又细心的人 就算身处战争中心 也不忘记关心自己的家人 以及朋友 甚至是属下 好好看 说不定转眼间 就看不到林昂的攻击了 另一边 天神祖和嗜血傀儡的进攻 还在继续 但是已经是天神祖单方面碾压 兽现在 正面对林昂的进攻 惊慌之间 已经忘记 自己需要召集嗜血傀儡 应对天神祖的进攻 几乎就在瞬间 天神祖已经完全碾压 嗜血傀儡 等兽转身 看向身后的战况时 已经没有嗜血傀儡的存在 愣神之间 林昂已经站在兽的面对 面对面对峙的下场兽 从来没有见过 尤其是看到林昂 兽的内心前所未有的慌乱 甚至不知道 自己现在 究竟应该干什么 在没有想到 自己应该做什么之前 兽准备勉强敷衍一下他 林昂先生既然已经过来 想必已经答应我的要求 只是林昂先生 是不是先返回反蓝星 蓝星上面的杂事 就交给我们守合会处理 就可以 再说你的下属 不是也在蓝星吗 如果不放心 我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共同处理 卑微 艾丽卡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卑微的兽 一时之间 竟然好奇起来 林昂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实力 面对进攻的时候 他又能够做什么 真想要感受一下 林昂先生的力量 哪怕只能感受一瞬间 也想要感受到 林昂先生的力量 艾丽卡正想着 怎么才能够直接 感受到林昂的力量 却发现 周围的人 正以复杂的目光盯着自己 你应该庆幸 没有直接面对林昂的力量 否则你再不在 这个世界上还两可 用旁观者观看 林昂的战斗非常爽快 可是 如果身为当事人 可能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等这次战场结束后 你可以直接过去 询问林昂的力量 如果真的想要试探林昂的力量 最好是和林昂先生沟通后 他能够展示出 你的身体能够适应的最佳力量 那个时候 大概也能够猜测出 他的力量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不等他们解释好林昂的力量 便看到战争中心的兽的手臂 竟然以极其扭曲的状态下弯起来 对面的林昂 从一开始 就没有任何动作 直直站在哪里 看着瘫软在地上的兽 第298章 虚无地解决战斗 艾丽卡甚至揉了揉眼睛 生怕自己错过什么 可是来回揉捏自己的眼睛 还是没有看清楚 林昂究竟是如何发起进攻的 方才林昂先生 已经开始进攻兽了吗 是怎么进攻的 力量直接打在兽身上 还是使用精神攻击的 兽看起来 已经没有办法站稳 但是林昂却稳稳站在他的前面 没有任何动作 就像早就预料到 兽会遭遇此次危机 我们也没有看清楚 林昂的动作非常快 方才他们只是交谈了几句 关于兽和林昂的实力 转眼间便看到 兽已经匍匐在地上 而林昂却高高站在兽前面 从他们这个方向看过去 正好是兽柜坐在林昂前面 抬头仰视着林昂 像是对林昂的行为 非常不可思议 明明他们已经开始沟通 和平相处的问题 嗜血傀儡和天神族已经交战 他们两个人 不是应该好好协商 怎么将两个星球 推到最高处吗 为什么林昂一句话 都不曾表达 直接使用力量进攻他 没错 勉强扭头一下手脚 还能够自由活动 可是肚子上面 却被狠狠打上一拳 随便一动 都能够感受到 腹部传来的疼痛感 口中感到一股鲜血刺激 受惊恐地盯着林昂 不敢轻易开口 唯恐自己一开口 鲜血就直接喷到林昂肾上 勉强将鲜血吞咽下去 受慎重地盯着林昂 如果不仔细观察林昂的行为 很可能在自己 没有看到的地方 就直接被击倒 甚至自己的性命也不保 林昂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现在就想要消灭 守合会吗 本想要嘲讽林昂 不知道事情真相 直接动手 可是想起林昂的力量 兽最终不敢多说什么 尤其是林昂的攻击 并不按照常理 林昂并没有立刻回复兽的问题 随意将袖子上面的尘土 弹了弹 像是已经对长时间 待在蓝星胆到不满 更是林昂的举动 让兽一愣 不确定林昂究竟是什么想法 是想要直接攻击自己 还是想要和平解决 守合会 林昂的低音声音 像是一道催命符 狠狠抓着兽的心脏 他并不确定 林昂的想法是什么 现在提起守合会 是不是认为 守合会 还有利用的价值 如果交出守 和会能够保下来自己的性命 兽愿意直接交出去 对 还有守合会的组织 如果您需要守合会 帮助您效劳的话 我甘愿将守合会交到您手上 守合会 哪一个恶贯满盈的组织 想要交到反蓝星手上 反蓝星如果需要一个势力 随随便便召集出来的人 其实力都比守合会强上很多 战士以及将军 哪一个人的实力 不是远远超于 嗜血傀儡的实力 他这一点力量 在他看根本什么都算不上 我要你的守合会有何用 要守合会有何用 究竟是什么意思 现在守合会的力量 已经不满整个蓝星 如果林昂有守合会帮助的话 能够瞬间将蓝星收入囊中 面对将近一个星球的诱惑 竟然没有一丝动摇 被林昂拒绝过后的 受算时间内 竟然想不到 能够让林昂心动的东西 只能呆愣愣地看着林昂 过了一会 兽的心思才收回来 只见他茫然地看着林昂 像是不知道应该如何 应对一般地开口询问 既然如此 林昂先生 怎么样才能够放过我 现在兽 已经不敢和林昂和平共处 只希望林昂能够绕过自己的性命 就算让自己倾家荡产 也不是不可以 我想要什么 有戏爱 既然林昂已经说了这句话 就表示 林昂已经听清楚自己的意思 而且听到了心里 既然如此 那自己走出后院 指日可待 至于自己 为什么不逃出去 现在不肯定林昂的实力 究竟到达那种地步 兽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就是害怕一个举动 冲击到林昂 将自己的性命交代在这里 我想要你的命 什么 他刚才究竟听到了什么 林昂既然说 想要自己的性命 并不想要自己的势力 兽死死盯着林昂 想要从林昂的表情上 看到能够帮助自己的地方 可是林昂从头看来都非常冷静 并没有因为自己所说 想要杀死他 而有任何波动 围观的几人 也听到林昂的问话 以及兽的表情 兽大势已去 眼下林昂已经成为 掌握正常赛事的主导权 兽的性命 绝对要直接交代在这里了 兽会怎么选择呢 自杀还是他杀 听起来很有意思 第299章 返回反蓝星 拿下兽 金刚狼听到林昂竟然给兽自杀的选择 有些震惊的同时 也有些理解 毕竟没有一个人 想要自己手上 粘上不好的东西 但是余光看到 兽在慢慢向后移动 显然他对于林昂提供的两项选择均不满意 现在就是要逃离林昂的控制 回到守和会 他不能回去 如果放兽 回到守和会后患无穷 被他关押的百姓 还算是损失较小的 更重要的是 兽会重新将魔爪 放入星球上每一个人心中 然后很可能会想尽办法 将自己押回守和会 兽绝对不会允许 有人被593判他 艾丽卡的身体 不受控制的向前移动 既然林昂先生 不想要亲手解决兽 那就让自己来解决兽好了 艾丽卡慢慢从几人身边离开 然后向兽所在的位置走过去 兽现在正在慢慢离开林昂的视线 想要在林昂不注意的时候 从林昂身边离开 返回守和会 林昂不是反蓝星星球的主人吗 他一定不会在蓝星待很长时间 到时候 自己就观察 林昂是什么时候离开蓝星 等林昂一离开 便将学校以及艾丽卡杀光 将他们制成傀儡 修身养性后 再次将注意力放到反蓝星 等将反蓝星彻底消灭 所有宇宙内都没有自己的对手 自己将成为天下之主 艾丽卡 你想要干什么 很快 艾丽卡就要接近兽 将手中的夕阳剑插在兽身上 可是还没有离开 便被旺达拉住手臂 质问他想要干什么 自己刚才在做什么 被旺达一声喊声 艾丽卡差一点忘记 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 连忙向艾丽卡说道 我想要杀死兽 如果让他离开蓝星 很多星球会被他攻击 反蓝星也会成为他攻击的目标 你根本就没有亲自动手 你是不是以为 林昂会听信兽的胡言乱语 然后和兽达成一致 让兽离开蓝星 是啊 林昂先生一直在听兽说话 如果真的听信兽的谗言 那怎么办 他们不能白白牺牲啊 实验室里的血水还没有干 怎么能让罪魁祸首离开呢 绝对不行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旺达简直要被艾丽卡所说的话气笑 他怎么会认为 林昂会将这个凶手放走 这是将林昂想得太过慈祥 还是不信任他们 别人都已经快要死了 你不能一点说话的机会 都不给别人吧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肆无忌惮地说话了 最终还是旺达将林昂的想法告诉众人 现在林昂就是想要让他 交代好自己的遗言而已 另外 兽的一举一动都被林昂看在眼里 是吗 兽的所有举动 都被林昂先生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 现在兽 想要逃离出去 也是在林昂的控制中 莫名的 艾丽卡相信了旺达的解释 松下自己的精神力 将视线放到战场上面 林昂先生依旧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移动的状态 而兽依旧看着林昂先生的反应 慢慢后退 甚至在后退的时候 害怕林昂发现自己的行动 一面 还向林昂先生说着话 林昂 只要你今天放我离开 我将守和会 还我名下的所有力量 都交给你 该死 后院为什么这么打 为什么自己的行动这么缓慢 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 头一次 兽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 希望自己的动作再快一些 林昂虽然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他能够从林昂的身体上面 感受到浓浓的威胁 在这个地方多待一秒 就会多增加一份威胁 你没有其他 想要说的话了 就在兽即将离开后院的时候 林昂突然出声询问 向前攀爬的兽 拼命向前移动的兽 听到林昂的话一愣 也忘记 向门口走去 林昂先生 这是准备放过我了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现在林昂说话的语气 绝对不是想要放过自己的意思 可是现在突然让自己停下来 又是因为什么 虽然被林昂突然出声的声音影响 但是兽更明白 怎么做才能够保留下来自己的小命 所以就算困惑 也不忘记向门外走去 过来 怎么可能会过去 现在好不容易能够离开了 兽暗暗吐槽着 林昂是到尽头才想起 要他停下来 冷哼一声便不做理会 但是身体却不受控制起来 身体慢慢漂浮升高 然后向林昂所在的位置 慢慢靠近 第一次经受林昂攻击的兽 直接傻眼 他没有想到 林昂只是轻轻一喊 便已经将自己 带回曾经出发的地方 第三百章 林昂的进攻 怎么回事 怎么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自己的力量 跑到哪里去了 被林昂控制下来的兽 一开始悬浮在半空上的时候 兽便开始增强力量 想要在被控制到林昂身边之前 摆脱掉林昂的控制 内心恐惧逐渐增大 可是自己的力量 好像消失了一般 根本就没有和林昂一同发起进攻 而林昂并没有控制兽的行动 在即将接近到自己的瞬间 林昂甩手将兽扔得远远的 被扔的位置 正好在艾利卡脚边 来不及等待林昂的处置 兽快速从地上站起来 并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艾利卡 脸色一变 一瞬间 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是在这个时候控制下来艾利卡 要挟林昂离开蓝星 还是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直接离开 直觉告诉她 如果自己控制下来 艾利卡在离开 林昂一定会后悔 让自己出现在蓝星 就在自己想要当做什么 都没有发生一般 默默转身离开 便听到林昂向自己说话 兽 我说过 给你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 用来展示你留下的力量 怎么自己的力量 还没有展示 便已经开始逃跑了 兽还是第一次 听到林昂说这么长的话 但是内心却非常不平稳 不明白 为什么林昂会这么帮助蓝星 他明明可以在反蓝星 做自己领导 还说什么 让自己展现出来最强力量 他的力量 不是已经被林昂的天神击败了吗 为什么还在逼迫他 可是 兽并不敢对林昂说自己的吐槽 只能在自己心里默默说着 同时更有一种想法 现在就通过沉默 用来组织林昂对自己的步步紧逼 如果在后面的过程中 再发生任何不适 再另做打算 兽的手指微微移动 想要在林昂接近自己的时候 自己便不再理会三七二十一 就控制下来艾莉卡 可是兽还没有准备进攻 感觉一股力量 冲到自己的身体 自己身上的力量 和无故进入自己身体的力量融合 然后两股力量 在自己身体内疯狂挣扎 就在自己的身体感觉 没有办法忍兽的时候 兽才想起来 林昂已经开始进攻 从一开始林昂就没有想着 让他离开 强烈的力量摩擦 瘦的表情逐渐难堪起来 他勉强扭头 看向林昂所在的位置 林昂依旧在自己 原来待的位置 冷冷地看着他 好像并不在乎 在他身上 是不是被两股力量攻击 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会被杀死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一定要攻击他 在他看来 林昂从来不会将攻击放到蓝星上面 既然如此 自己的攻击会影响到林昂吗 既然如此 为什么林昂一定要针对自己 但是内心的疑惑并没有得到解答 自己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 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任何反应 就这样 将蓝星玩弄在鼓掌之间的兽 就这么消失不见 仔仔细细观察到现场状态的埃莉卡 直接愣在原地 方才林昂先生直接将兽扔到自己的面前 他还以为是林昂先生 想要让自己解决内心的愤怒 所做出的行为 没有想到 是想要让自己亲眼见证兽的死亡 所以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表明之后 自己将不受控制 表明守合会将直接被解放 兽就这么消失了吗 过了一会 埃莉卡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愣愣地说道 被兽控制的几十年 就这么解放了吗 怎么看起来 这么不可思议 一时之间 埃莉卡还不能接受 兽已经死去的消息 许久不曾有反应 反而是旁边的旺达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就是最佳时候 林昂已经打败了兽 守合会已经消失不见 怎么你 反而不知道干什么了呢 旺达拍了拍 埃莉卡的肩膀 意识到 现在埃莉卡 已经被兽突然死去的消息 刺激到 不过也能够理解 毕竟兽控制他们几十年 所以在几人突然消失的时候 还有一些迷茫 以及不敢相信 甚至有一些放松 毕竟之后 就没有人能够掌控他们 他们也能够随心所欲地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现在兽已经消失 以后不可能再有人能够掌控我了 这何止是高兴 这简直就是普天同庆 埃莉卡激动地看着林昂 想要和林昂一同分享 这个兴奋的消息 林昂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帮助我解决了兽 按照兽瑕疵必报的性格 如果逃出兰星 第一个受到攻击的将会是自己 很可能会直接将自己制成傀儡 第301章 守合会实验室 处理吊手 合会首领兽之后 现场的氛围明显轻松不守 此时林昂才有时间好好看看 一人逃出守合会的埃莉卡 还没有来到几人面前 便听到埃莉卡的感谢 林昂轻笑一声 此次战争对她而言 可以说是最小的战争 反兰星不仅没有任何伤亡 还将守合会这个 以傀儡出名的组织一一击败 不必感谢 这是反兰星应该做的事情 视线扫过站在旁边的金刚狼 林昂想起埃莉卡进入学校 兽又将魔爪伸入兰星的事情 金刚狼 学校的学生 可曾因为守合会受伤 还有处于兰星的研究室 尽快找出来 并解救被困在里面的战士 以及百姓 对 还有被困在研究室中的百姓 金刚狼听到林昂说起 被困在研究室中的百姓 突然明白过来 自己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 连忙会报道 林昂先生 守合会的进攻 大部分集中在兰星的普通民众身上 并没有针对学校学生动手 林昂先生可知道 怎么查询研究室的信息 兰星异常庞大 按照寿方才所说的话 基本上兰星每一处地方 都有守合会的踪迹 这让他们从何着起 刚刚来到兰星时 旺达便已经说过 林昂先生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 将思想上面的每一条线 可以随意地查看 自己想要查看的地方 既然林昂主动询问 他们研究室的事情 是不是已经知道 那些地方有研究室 差不多已经知道 守合会控制的所有研究室 里面还有被研究的人 方才观看众人和嗜血傀儡的战争时 思想便一直集中在 如何查看守和会所控制的研究室 目前已经完全掌控 守和会所控制的研究室 并控制正在实验的人者 但是数量巨大 凭借几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将百姓解救出来 想起一直在学校训练 几乎没有参加过实战的学生 眼下正是一个锻炼 他们实力的绝佳机会 现在就已经掌控了 研究室的位置 林昂先生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 艾莉卡惊恐地盯着林昂 越来越看不懂林昂的实力 但是林昂的一举一动 都在告诉他 林昂的实力深不可测 根本就不是 他们能够掌控的 金刚狼得到命令后 便准备返回学校 尽快去解救被困的百姓 等一下 林昂先生 我能够和您 一起返回反蓝星吗 林昂并不清楚自己的来历 而自己贸然加入反蓝星 是不是会影响到林昂的心情 会不会引起林昂先生的反感 艾莉卡慌不择路地 阻止几人离开 连忙解释自己的用意 林昂先生 我之前一直备受掌控 并不认识蓝星的人 甚至连我的家在哪里 但是看你们相处得 非常轻松以及自然 我想要去您掌控的星球看看 说吧 艾莉卡便盯着林昂的视线 想要看看林昂会有什么反应 本来麻烦林昂先生 已经是非常莽撞的决定 现在又想要加入林昂先生的星球 听起来就很离谱 但是没有办法 林昂的一举一动 都在吸引着他的注意 他想要时时刻刻陪在林昂身边 哪怕是做一位小兵 察觉到林昂和艾莉卡之间紧张的氛围 万磁王直接打断艾莉卡 想要去蓝星那就去啊 这么紧张干什么 现在艾莉卡看起来像是非常害怕 林昂会拒绝自己的同行 林昂瞥了一眼乱戳戳说话的万磁王 看到他终于停止说话 林昂才看向艾莉卡 想去就跟着去好了 但是现在 你要跟随他们一起前往实验室 处理被囚禁的人类事情 稍后我们一起回返蓝星 真的吗 艾莉卡惊呼出声 也是第一次展现出来小女生的心态 背手和会压制下来的真性情 在这一刻得到充分的释放 短暂谈笑之后 金刚狼便邀请林昂一同返回学校 在几人离开的时候 已经有学生知道林昂回蓝星的消息 现在已经聚集在大门口 想要见林昂一面 自从林昂的名声在蓝星打响之后 许多变种人慕名前来准备学习最新力量 当然更多的是 想要亲自见林昂一面 现在好不容易听到林昂回来的消息 他们可不得抓住机会 亲自见林昂一眼 在回到学校的时候 金刚狼还是将学校的事情和林昂做了一些简单介绍 林昂先生 恐怕需要钦佩您的学生已经在门口等着 想要见您一面 谈起学生 金刚狼忍不住感叹起来 现在的学生比之前的学生可是多了一倍不止样 第302章 学生崇拜 林昂清理战局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众人纷纷汇聚到林昂身边 看到兽被林昂于鼓掌之间被击败 心里更是暗暗折射于林昂强横无匹的实力 见众人靠近 艾莉卡便匆忙站到了一边 脸颊通红地看着林昂 守合会的头目兽已经死了 可是他在蓝星之上的势力 还囚禁关押着一些民众 万次王争了正自己头上的心灵屏蔽头盔 郑瑟说道 林昂尽管实力强劲 但是他一人分身乏术 我建议大家一起跟我回学校 一起商讨一下 学院里的学生可以参战 正好也可以丰富一下学生们的实战能力 X教授坐在轮椅上 胆了胆自己身上的灰尘 如此说道 查尔斯 学生们可不是你的私兵 万次王冷哼一声 双手抱胸看向查尔斯 又来了 教授和万次王的关系 还是一如既往的融洽 快银在内心吐槽道 刚才的战斗 是他消耗了太多体力 于是 他便准备搭乘飞机 与金刚狼等人一同前往 林昂 你觉得怎么样 X教授问道 我召唤的战士们 可以清扫一些守核会的据点 但是营救被囚禁的蓝星居民这件事 需要好好地商讨一下 林昂点了点头 于是 众人返回泽维尔天才 青少年学校 虽然一同经历了苦战 但是万次王内心 仍然无法认同X教授的理念 X战警的众人坐上飞机准备出发 万次王便自己冷哼一声 打算运用磁力 操纵自己飞过去 林昂 带会见 艾莉卡在众人身后 对她挥了挥手 眨了眨眼睛 便转身上了飞机 林昂腾空 向学校方向飞去 穿过一个又一个云层 她强大的身体 历经轮番洗练过后 能够轻松承受超音速飞行 带来的压力 对自身 反而并没有什么消耗 林昂转瞬之间便来到了学校 学校的门口 正站着一群学生 在门口张望着天空 希望能够等到飞机见到林昂 等等 等一下 有一个学生 发现了林昂已经来到了门口 便激动地大喊起来 林昂先生 其他学生无不惊叹 林昂这极快的速度 比起快营 甚至无不急而过之 热情的学生把林昂团团围住 林昂不得已只能留在原地 X教授传来的心灵感应说 林昂先生独自击败了守核会的头目 真的是太厉害了 一旁的男学生握紧双拳 激动地说道 林昂先生强大又神秘 还如此的英俊 一旁的女学生小脸通红 害羞地说道 我将来也想成为像林昂先生那样的人 做一个大英雄 一旁被X教授收留在变种人小孩子说道 眼里露出崇拜的光芒 一旁的飞机才姗姗来迟 降落在校园内 身后跟着的是万磁王 学校的飞机 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回到学校 大概也要大概15分钟的时间 看林昂被团团围住的样子显然是到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他的速度看来是比我要快上许多 快音心悦诚服地感叹道 和众人一同走下了飞机 X教授笑着解救了被同学们包围的林昂 请各位先跟我去会议室吧 现在还不是休整的时候 众人随X教授来到了会议室 他打开了会议室的投影仪 找出世界地图定位了几个守核会的据点 根据我们的情报 这是守核会几个秘密据点 底下的实验室关押了一些民众 随着X教授一挥手 屏幕上浮现出了几个地点的立体投影 有的是在密林当中 有的是在某处防空洞遗址的地下 也有的是堂而皇之的 在大城市研究院的某处绝密实验室 守核会竟然已经渗透到了各种方面 所幸的是 林昂击溃了他的头目兽 要不然 世界又得经历一场浩劫 学生们随时可以出动 X教授说道 兄弟会得的成员 身经百战的战士 万磁王也不甘示弱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林昂 之前的战斗中 林昂召唤出的战士 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 其实我的战士 就可以剿灭这些所有的据点了 既然X教授说 要训练学生的话 我的战士倒是可以帮你们善后 林昂说道 转头又抛出了一个疑问 被解救出来的蓝星居民 要怎样安置呢 我可以和蓝星政府接洽 安置民众的事情 就让我来吧 X教授说道 清扫手和会残余势力的计划 就这样被制定下来了 X教授正在召集和动员学生 最后的大战一触即发 第303章 铲除手和会蓝星 感谢林昂 一番休整过后 学院里的同学们 依次登上不同的飞机 准备起飞 去往世界各地分散的手和会据点 将他们连根拔起 每一架飞机 都至少有两名林昂召唤出的战士 来保证这次实战训练顺利进行 刚力士登上机舱的时候 被后面赶来的战士撞了一个猎解 后仰栽在地上 结果那个战士 反而沉默地伸出手 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刚力士 我怎么感觉 一个战士 就可以把整个手和会给扬了 飞机平稳地起飞 在一阵颠簸中降落 按照原定的计划 对手和会据点 发起了突袭 一旁有便衣人员清理了群众 围出一道警戒线来 林昂神使感应着整个战局 连植物扎根翻动泥土的细微声响 都能了如指掌 这一组的学生们 听说自己崇拜的林昂 也来到了战场 便愈发用心了起来 火人手里打开了一个打火机 用火焰带来的高温正面 突破了大门 刺耳的警报声 瞬间响彻整个研究所 他刚一发力 掀起火焰的风暴 席卷了整个实验室 没一会的功夫 便清理完了战场 几位身穿西装的特工走上前来 林昂很快便捕捉到了他们的踪影 为首的西装男高举双手道 我们没有恶意 林昂先生 我们代表蓝星政府而来 想向您询问 这几天来的状况 林昂点了点头 转瞬之间便来到了他们面前 为首的西装男瞳孔一缩 行到好快的速度 神色便愈发恭敬起来 是这样的 林昂先生 之前X教授和我们接洽 提供了一些关于守合会组织的事情 那个特工小心翼翼地说道 您可以告诉我们 事情发生的原委和具体的过程吗 林昂点了点头 便从头讲述起了守合会 这个组织的前世今生 当特工们听到兽 和实力强大的嗜血战士时 脸上的神色惊骇起来 那 林昂先生 您说的那个兽 现在 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所有的特工此时都双腿并拢 恭恭敬敬地向林昂敬礼 您不光是里面被囚禁的民众的英雄 也是 整个蓝星的英雄 说到里面被囚禁的民众 林昂的神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政府打算怎么安置 这些民众呢 这一点请您放心 为首的 那个西装男 恭敬地回答道 我们会核实并确认受害者的身份 通知他们的家属及亲人 然后对他们进行治疗 等到身心完全康复后 再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 帮助他们回到原本的生活 如果您不放心的话 相关进度还可以实施 有您监管 我们政府绝对会还给民众们一个公道 林昂点了点头 心念一动 命令战士们清理战场 此时为首的西装男 却为难道 林昂先生 我们有一个不寝之情 不知能否让您帮忙 但说无妨 如果在我能力之内的话 我愿意帮忙 林昂道 所有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他的战士们迅速清理着现场 和其他组的同学们 纷纷救出被囚禁的百姓 此时这一组的特工刚想上前帮忙 看到已经清理完毕后的现场 又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是这样的 经历这一次事件后 我们发现了 自己的战力实在是有些不足 特工挠了挠头说道 您毕竟不能够一直无时无刻地守护蓝星 所以 我们可不可以派出一批战士 到反蓝星 接受您的训练呢 林昂点了点头 这方面的确没有问题 不过蓝星的防御 实在是太弱了 守核会都能在蓝星 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如果以后有宇宙级的敌人前来进攻的话 蓝星着实没有自保的能力 宇宇宙级的敌人 特工尽管并不明白宇宙级的概念 不过还是从这个称谓中 听到了敌人的分量 于是他连忙问道 那 那能请您给我们蓝星的防御 提供一些建议和改善的方向吗 当然没问题 林昂想到了 至高进化 留在他原本基地里的 那些技术和图纸 对于他来说 这些东西 着实算不上什么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技术和图纸 到时候 你们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建设一些 特工神色一喜 那就多谢林昂先生了 此时战场基本已经清扫完毕 同学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各个战场的战士 其实也把战况纷纷告诉了林昂 被救出的百姓们遍体鳞伤 有的甚至在实验室里失去了生命 林昂 火人低垂着头 走到他面前说道 对不起 我们还是没有做到 不 你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林昂安慰道 转头又让战士们 把那些民众带到广场上 包括遇难者的身体 林昂先生 您这是要 旁边的特工疑惑道 接下来 就是我该做的事情了 第304章 民土追魂 林昂复活众人 望着从实验室里 被救出伤痕累累的百姓 不少人都沉默地看着林昂的身影 现场的特工连忙动用信息网络 联系被拯救出来的受害者家属 绝望 如此静一般的绝望 不少家属闻讯赶来 看见往日的亲人 如今奄奄一息地躺在广场上 不由自主地放声大哭起来 飞机还在把从各个手核会据点的百姓运送到广场上 没人能够猜透 林昂到底想做什么 一名眼圈通红的青年对维护现场的特工怒吼道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兵威者 难道不该及时就医吗 医院就在旁边的两条597街 我的妈妈还剩一口气 特工只是沉默地拦住了他 给了他一杯温水 叫他耐心等待 那青年一把将递过来的水杯打翻 却因特工们对现场的封锁 没有办法进入 看着不远处广场上的母亲 无力地痛哭着 外界的质疑声越来越多 有人说政府草菅人命 有人则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林昂 泽维尔天才少年学校的同学们 尽管也并不知道林昂到底想要干什么 可是 出于对林昂强大实力的信任 他们还是没有说什么 群众们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大 连现场维护的特工都隐隐要压制不住了 林昂站在原地没有动作 最后一位受害者终于按时到达了广场 林昂缓缓走上前去 是时候使用名利了 他伸开双手 周围笼罩起淡紫色的光芒 那是一种能让所有生物都感觉到刺骨寒意的能量 不过并不给人带来邪恶之感 因为死亡是每个生命最终的归宿 这 这是什么 一旁的特工十分震惊 因为寒冷而打了一个哆嗦 林昂张开双臂 将所有淡紫色的名利 笼罩在众人的身体上 随后双拳紧握 淡紫色的名利开始缓缓渗入 此时在现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一阵若有若无的叹息 这种名利和死亡女神如出同源 相当于掌管了死亡这一全能的另一半 他没有办法阻止林昂的行动 王者世界的大门瞬间被洞开 那泛着幽蓝色的无光深渊 同样散发着一股冰冷的气息 有不属于尘世的王者 想要爬去那个洞穴 却迫于林昂强大的能量 而在洞口驻足不前 淡紫色的名利 此时变成了更为深沉的黑紫色 这股能量掠过死亡的领地 那些奄奄一息 以至于灵魂脱离身体 或者已经彻底失去生命体征的人 其灵魂都因这种呼唤 而缓缓回到身体当中 啪的一声 有人清脆地打了个响指 万物凝滞在一瞬间变成了黑白色 一道模糊的倩影 从被洞开的王者世界里 缓缓走了过来 是死亡女神 虽然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强大的神力的 死亡女神摆了白手说道 但是你在民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就是为了这不到几百个凡人的生命 我并不觉得 他们的生命如此不值一提 灵魂淡淡地道 如果你这次前来 仅仅是为了这件事的话 那妖你可以走了 好了好了 我马上就走 死亡女神笑着安抚道 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 把他们的生命力 也都恢复了吧 她摆了白手 想要把属于灵魂的名利 逆转成与死亡相对的生命之力 这明显是一次示威 她自信 作为从无数个文明诞生之前 就存在的死亡女神 对死亡之力的理解和掌控能力 都要比灵魂强得多 可她失败了 灵魂的力量里 有毒属于她的烙印 死亡女神没有办法把她们转化 她仅仅是 能够操控死亡这一表征 而灵魂给她的感觉 却更想直达了死亡的本源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由灵魂的名利呼唤而来的灵魂 并没有受到死亡女神 暂停时间的影响 直到最后一个灵魂 返回到那些人的体内之后 灵魂又把覆盖在他们身体上的死亡能量 逆转成了生命的能量 好吧 这次是我说了 死亡女神咬了咬牙 无奈说道 对于一个能拥有同样本源力量的神明来说 出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 似乎不是件坏事 希望你下次不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她摆了摆手 又消失不见了 周围的一切恢复正常 原本在地上失去生命的人 此时忽然有了呼吸 而一些重伤奄奄奄一息的人 则是直接坐了起来 一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连维护现场的特工都忘记了维持秩序 内心满是震惊 妈妈 太好了 你没有事 之前那个青年 一把冲向了刚刚做起有些茫然的女性 看着母子二人相拥而泣 其他人反应过来 也纷纷去寻找自己的亲属和家人 众人之前对灵魂的怀疑全部打消了 旁边的转播让 整个蓝星政府的官员 都看到了灵魂强大的实力 第305章 传授科技技术 威胁降临 老实说 还有什么事情是灵魂做不到的 钢铁侠托尼斯塔克 关掉转播台 对身边的美国队长如此说 作为一个顶级科学家 他觉得有点妈了 反蓝星的各种神奇事物 还能说是至高进化的科技发达 火箭换雄的头脑灵光 当然还有那些神奇的魔法 那种违背物理学定律的东西 对于他 无异于宗教徒有一天发现 神王其实是街边的乞丐 只是魔法上有极限 哪怕是奇异博士 也只能借助时间保持的力量 改变短暂的时间 但是今天他看到了什么 死者苏生 见鬼 物理学已经不存在了吗 这不科学啊 冷静点托尼 现在的重点不是魔法还是科技 最重要的还是蓝星的防御 美国队长看了眼转播台的方向 我刚刚听到林昂说 会开放图纸和科技 这是提高蓝星防御的绝佳机会 嗯 你说的对 钢铁侠点头 早在之前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 他就有了建立蓝星防御体系的计划 只是前美国政府费拉不堪 官僚机构各种扯皮 还有九头蛇在其中浑水摸鱼 虽然后来遇到的危机都被林昂彻底解决 但作为钢铁侠他也有个人的骄傲 我要有行星防卫系统 我会被达克赛德打成这个样子 好吧 也不一定打得过 但他觉得自己的战绩一定会比之前漂亮 也不会有那种没办法拯救世界的无力感 想到这里 钢铁侠托尼拨通了林昂的电话 没过多久 林昂带着一众人马重新回到反蓝星 你们去找火箭 他会跟你们交见 好 我早就想看看反蓝星的科技了 托尼脸色一洗 连忙带着人去找火箭研究图纸 林昂白白手 表示这些都是小事 火箭很聪明 林昂相信 对方能分辨 什么技术能传授 什么技术需要保留 而且 建设蓝星对于林昂也是好事 至少以后 他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将目光投向更具有威慑性的目标上 那个 林昂先生 我 一旁 艾利卡弱弱地举手 他一路跟来反蓝星 但这个地方科技发达 人员实力强大 在路上他 就注意到了 那些小动物的战甲十分强大 打起来 自己好像不一定能打过 但他只是一个忍者 再怎么强大 也不过是普通人的巅峰而已 一想到这些 他就觉得有些自卑 自己好像帮不上林昂的忙 那他还有待在反蓝星的资格吗 说起来 你好像跟金刚狼挺熟悉的吧 是的 林昂想了想说 那你去找他 学院那边会给你安排位置的 艾利卡和金刚狼 都是雇佣兵出身 同时也是维尔 能够摆脱兽的控制的强者 两个人应该有共同话题 而且 变种人那边 也需要战斗训练 林昂觉得 艾利卡应该会是一个 不错的战斗导师 好的 多谢林先生 艾利卡满脸感激道 好看吗 看着艾利卡离开的背影 旺达捏了捏林昂的腰 什么好看 林昂回头 听到这话旺达轻轻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露出甜蜜的表情 饿了没有 我给你做一点龙国菜肴 我饿了 但不想吃饭 林昂轻轻还住旺达细长的腰肢 传送能力发动 好几天后 林昂心满意足地从床上苏醒 听到动静 旺达睁开充满雾气的双眼 早上了吗 嗯 饿了吗 有点 我来做饭吧 旺达起身 露出美妙的身段 忽然 旺达皱了下眉头 飞红女巫转头过来 两人看到对方的表情 知道对方也有着同样的感受 有个地方出事了 同时 林昂的通讯器也响了起来 请 林昂 我的凤凰之力突然警告我 有强大的威胁 嗯 我们也感受到了 火箭那边有检测到什么吗 还没有 我没有收到消息 好的 我知道了 林昂摸着下巴想了想 打败第一苍穹之后 能让他感受到威胁的强者 已经不多 有的时候 不是他不提前感知 而是因为 有的反派过于弱小 对于林昂来说 几乎没有威胁 所以并不会惊动他的力量 如今出现的反派 居然能让他有所察觉 而且 似乎这次的波动 并不在现实世界 而是在维度世界 之前他曾经击败 维度领主西索斯 和黑暗维度统治者多玛姆 但维度领域 并不只有他们两个人 而如果说 还有什么人比较出名 那就是奇异博士里面的 著名反派梦魇了 难道说 梦魇出事了 第306章 阿瑞斯重伤 众神之所的偷袭 梦魇也称噩梦之主 能力是掌控梦境 他可以轻易将睡着的生物 拉入自己的领域 而在他的领域里面 梦魇几乎是无敌的 他也凭借这项能力 通过梦境的进攻 从他人的恐惧里面 汲取能量 不过 对于现阶段的凌昂来说 梦魇并不算是一个棘手的角色 哪怕对方进攻 凌昂也能轻易破解 但是 梦魇的存在 与噩梦领域息息相关 如果有人将其击杀吸收 那么就能获得扭曲现实和梦境的能力 作为漫威里面的大事件之一 梦魇就曾经被一个强大的反派吞噬 几乎是将现实的各种超级英雄秒杀 而梦魇陨落 会有一个明显的现象 那就是 陷入噩梦的凡人 会被无限制攻击 几乎无法逃脱 想到这里 林阳拨通了火箭的通讯 火箭 你们的研究进行到哪个层次了 我们对苍穹之力的解析 已经相当深入 虽然不至于完全掌握 但面对一部分宇宙级强者 也能有自保的能力了 火箭回答说 林阳是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嗯 我想问我们的装备 能不能抵挡梦境的侵蚀 梦境 火箭有些摸不着头脑 梦境还能进攻的吗 当然 虽然梦境与现实不在同一个维度 但是强大的敌人 还是能从梦境领域进攻 将人们拉入混乱之中 这方面 我倒是没有想过 火箭挠挠毛绒的脑袋 不过既然林阳你这么提醒了 我现在 就立马开始着手研究 不过 我需要史蒂芬来帮我一下 嗯 你们自己安排 林阳挂掉通讯 想了想 准备打给索尔 不过在他行动之前 索尔已经提前拨来通讯 林阳 奥林匹斯出了点事 阿瑞斯前来请求你的帮忙 我马上到 发动能力 林阳和旺达来到索尔身边 索尔所在的地方 是反蓝星的医疗区 而在他身前 是同为天神的赫拉克勒斯 以及之前在奥林匹斯 有过一面之缘的战神阿瑞斯 只是 与其他人不同 阿瑞斯身上明显多了许多严重的伤痕 气息也变得相当微弱 现在正躺在床上接受治疗 好在有反蓝星的治疗 气色已经恢复不少 阿瑞斯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 林阳 我请求你帮帮我 众神之所被偷袭了 怎么回事 旺达皱眉 奥林匹斯上一次出世 还是因为图神者格尔 对方得到了能够杀死天神的黑死剑 于是向天神复仇 格尔已经被林昂斩杀 幕后黑手共生体之神纳尔 也在林昂对阵第一苍穹的时候 顺手杀死 按理来说 暂时应该没有能够威胁天神的存在了才对 听到这话 阿瑞斯不由得露出苦涩的表情 我们一开始也并不清楚状况 事情是这样的 在林昂灭掉格尔 赫拉克勒斯因为不满天神的行为 出走反蓝星之后 见证格尔与林昂强大的奥林匹斯众神 有了危机感 他们决定加强自己的力量 同时 也是为了防备格尔的事情再次发生 一众天赋决定开启众神会议 商讨对策 为此 奥林匹斯众神发出邀请 邀请各大神系的天赋 前往众神之所 参加众神会议 是不是霓虹神系那边出问题了 林昂突然开口 嗯 是的 阿瑞斯露出佩服的表情 不愧是打败了第一苍穹的男人 这种未卜先知的能力 已经能比北欧神话的女巫还强大了 他不由地回忆起 那天发生的事情 当时 众天赋都在场 为首的正是奥林匹斯的主神宙斯 各位 不瞒你们说 在前一段时间 奥林匹斯几乎快要被毁灭 图神者格尔 几乎杀死了奥林匹斯的所有人 只有我的两个孩子 阿瑞斯和赫拉克勒斯 在那场战斗中 侥幸存活下来 对于那件事情 我至今心有余悸 所以今天 请大家过来 就是为了商讨对策 应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机 听到这话 最先赞同的是 北欧神话的主神奥丁 没错 我也算是半个见证人 此前 北欧神话 也几乎面临毁灭的风险 两个主神相互对视 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同样的情绪 但是对于两人的言论 其他神系的天赋不屑一顾 最先站出来的 就是霓虹神系的天赵大神 他看向两人 露出嘲讽的表情 你们两个老东西 不会是因为太久没有遇到战争 实力减弱了吧 尤其是你 宙斯 文言一众天赋 不由地看向宙斯 宙斯身上 穿着金色铠甲 神威激荡 浩荡的力量在周身环绕 金色的光芒 展现出华贵至尊的气质 然而 在这金色力量 与金色铠甲之下 是一尊肥胖的躯体 如果不是尊敬 这位奥林匹斯之父 或许再见面的第一眼 就会直接出口嘲讽了吧 第307章 天经翁心撕破伪装 混沌之王登场 对面这样嘲讽 哪怕是宙斯 也有些绷不住 他这叫肥胖吗 他这叫富泰 但他有反驳的想法 却没有反驳的证据 毕竟之前 奥林匹斯 曾被图神者 格尔上下图境 作为主神天赋 他难辞其咎 但是 这不代表我没有脾气 天赵 你还好意思说 我呢 你家你红国 都被人杀干净 你再说一遍 天赵震怒 全身神力涌动 看上去是要动手了 看到两人几乎打起来 奥丁只好出来解围 诸位 不是我们夸大其词 世道正在变化 强者涌现 我们虽然生而为神 但实力也很难称得上宇宙无敌 而且 你们应该注意到了 刚刚宙斯说 奥林匹斯只有两个人侥幸存活 那么 你们就不好奇 为什么宙斯还能出现在这里 同你们说话吗 死亡法则 一众神父也露出惊奇的表情 各大神系 虽然都有掌管死亡的天神 但他们的能力 大多只能作用于凡人 不仅如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 想要使用死亡的权柄 都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 大部分的情况下 也就是召唤亡灵大军 也就是说 他们几乎不能轻易复活一个天神 什么人这样牛逼 宙斯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不是在矿我 我可以作证 奥丁站出来 阿斯加德也曾遭遇进攻 其中就有死亡女神海拉 但哪怕是海拉的神力 也不能与拯救我们的 那个年轻人相提并论 什么 居然有这种强大的存在 一众天神 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宙斯双手平举 轻轻下压 诸位 稍安勿躁 我们想说的是 无论是图神者格尔 还是拯救了奥林匹斯 和阿斯加德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无比强大 但是成长迅速地存在 对于天神来说 这是机遇 也是危机 我相信 大家也不想在家吃着火锅唱着歌 忽然有一天 就被不知名的存在给图了吧 啊 确实 众神纷纷点头 所以 今天找大家过来 就是集思广义 想想办法 集思广义吗 我还真有一个方法 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众神望去 发现那神就站在 霓虹神戏的阵营中间 头戴黄色王冠 身披白色袍子 相当神秘 天经翁星 天照露出疑惑的表情 霓虹神戏并不清楚 这次会议的议题 所以并没有提前准备议案 怎么自己的手下 突然有主意了 你有什么主意 可以说出来 当然 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 天照提醒说 这个主意就是 把所有人的神力 都聚集在一起 制造一个最强大的主神 天经翁星哈哈大笑 胡闹 埃及神戏的神大声斥责 天神各有职责 而且 我们怎么知道 聚集所有力量的神 不会对其他神戏出手 是的 天经翁星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 天天照不免皱眉 他虽然看不惯其他神戏 但不代表 他们霓虹神戏 要跟其他天神撕破脸皮 无所谓 因为我只是在陈述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天经翁星黑黑一笑 一瞬间 黑色触手便将最靠近自己的一个日本神明刺穿 同时 他一把撤下自己的伪装 露出了藏在天经翁星体内的黑色躯体 邪神 众神大惊失色 连忙动用神力 在空中召唤出五颜六色的攻击 打向天经翁星的位置 贫弱 太贫弱了 天经翁星看着众神的攻击忍不住摇头 怪不得你们会被奈尔手下的小罗罗杀死 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我来说连脑痒痒都不算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举起被自己贯穿的神明 同时身体暴涨 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天经翁星的身体便有了几十米高 那天神在他手里就如同鸡仔一般渺小 轻易便被他丢入长满尖牙的口腔之中 咔嚓 鲜血飞剑 天经翁星就露出幸福的表情 神力就是美味啊 说完 他伸手一招 一道光束 瞬间洞穿天照的手臂 众神连忙后退 不约而同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能吞噬天神的能力来使用 天照 你的队伍里面怎么会有这种怪物 我特么也不知道啊 天照捂着手臂怒吼 但手中动作不停 神力运转 而后他伸手在身后用力拉扯 一道日本木门便被他轻易推开 一空间 王座之间 快跑 天照大神怒吼着 率先跳进王座之间 其余众神也连忙跟进 在牺牲了埃及戏的几个天神之后 所有天神终于成功踏入王座之间 小子 我记住你了 天照大神一边关闭木门 一边怒视天经翁星 是吗 那不妨将我的名字传出去吧 天经翁星嘲讽着 看着关上的木门 无名混沌之王 宇宙诞生之初的强者 奋力逃跑吧天神 那时候你就会知道 木门关上 混沌之王露出得逞的笑容 那时候你们就会知道 我是故意放你们走的 第308章 懦弱的霓虹神 混沌之王的阴谋 等一下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雷神托耳皱眉 阿瑞斯脸色悲伤 是宙斯 还有奥丁的帮助 当然 一开始 其他天神并不想让我出来报信 王座之间 是天照特有的强大能力 他能将众神隐藏 除非是 曾经进入王座之间的天神 否则没有人能够打开 对于天神来说 躲在里面无比安全 但是 这不代表混沌之王会坐以待毙 如果他攻略了整个宇宙 那么躲在王座之间的天神 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早晚会被抓住弱点 成为混沌之王的食粮 603所以 宙斯和奥丁便开始商量 怎么才能够反攻 哪怕不行 也需要有一个人出去报信 这个人就是战神阿瑞斯 对于逃亡的过程 阿瑞斯心有余悸 一开始 天照等人并不愿意离开王座之间 也不同意其他天神离开王座之间 因为离开的人 或许会成为打开王座之间的钥匙 图神者格尔 有一句话没说错 有的神 不配为神 他们有强大的力量 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星星 即便得知 混沌之王可能毁灭整个宇宙 他们也不敢 去思索胜利的方法 哪怕这个方法 仅仅是去求救 奥丁提出求救之后 有人发动了攻击 阿瑞斯露出沉重的表情 接着 一场惨烈的大战 在阿瑞斯的叙述中 缓缓展现出来 最先发动攻击的 是埃及的九助神 他们趁奥丁没有防备 洞穿了奥丁的胸膛 并且发动能力囚禁奥丁 宙斯立刻反应过来 召唤漫天雷霆 攻向埃及神系 但是雷霆之力 完全被霓虹神系抵挡下来 同时 霓虹神系众天神 向奥林匹斯众神发动偷袭 一瞬间 无数神力与光芒 将奥林匹斯神系 与北欧神系的天神包围 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王座之间里 便陨落了十几名天神 血液几乎将王座之间的地面侵染 阿瑞斯也在第一时间 被无数攻击淹没 几乎重伤 但他是天父宙斯和天后赫拉的儿子 执掌的还是战争的权柄 拥有超人的力量和耐力 防御力和反应能力更是极强 更不要说 还有恐怖的再生能力 哪怕是图神者格尔 也不能第一时间将他杀死 所以 虽然身体重伤 但阿瑞斯还是很快喘过气来 一刀一斧 几乎生生为奥林匹斯和北欧神话的天神 砍出一条生路 最后 在奥丁和宙斯 几乎献剂了自身力量的情况 阿瑞斯终于才算找到机会 从王座之间逃离出来 之后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他连忙联系了赫拉克勒斯和托尔 然后来到反兰兴寻求帮助 不过 有一件事情我很疑惑 因为我在逃离王座之间的时候 并没有看见混沌之王 他没有蹲守我们 混沌之王去了噩梦领域 林昂开口说 他已经干掉梦魇了 现在梦境和现实已经开始混乱 陷入噩梦的人将会沉睡不醒 什么 混沌之王居然还有如此力量 阿瑞斯吃了一惊 他究竟是什么东西 非要说 他是永恒 林昂解释说 什么 永恒 众人大吃一惊 这种存在怎么会对天神出手 准确地说 他是永恒的对立面 永恒代表着宇宙 而混沌之王代表的 就是宇宙的虚无 那我们 岂不是没有任何胜算了 阿瑞斯脸色灰白 胜算还是有的 当然我们现在需要 先找到混沌之王 可是他在噩梦领域 或许我们不一定能找得到 他会出来的 因为他只有吞噬天神 才能变强 林昂很清楚 混沌之王的能力 此聊从诞生开始 就期望将整个宇宙恢复虚无 但他并不能直接毁灭整个宇宙 甚至 如果没有天从云剑这个关键道具 他说不定连普通天神都打不过 只可惜 林昂虽然看过漫画 但不清楚 这玩意 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如今混沌之王撕破天惊 翁星的伪装 天从云剑 应该已经在他手上 而对方想要毁灭宇宙 也必须从凡人世界入手 然后是天神 最后是宇宙 倒不如说 如果天神团结一点 混沌之王都不会成长起来 对方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利用了天神的懦弱 一旦天神折服 那他便有了时间 去吞噬其他维度的力量 将整个空间 都变成自己的私有物 最后等到空间压缩 所有的东西 即将回归虚无的节点 即便是天神团结起来 一起出手 大概也不会是 他的对手了吧 霓虹神 还是一如既往的愚蠢 羚羊摇头 信徒 神器 疆土 一个都保不住 羚羊 蓝星有情况 羚羊的通讯器响起声音 是奇异博士打来的 学院那边说 天空出现了巨大的空洞 似乎是什么魔法的力量 第309章 蓝星遭难 混沌之王与羚羊首次对决 那应该是噩梦领域洞开了 羚羊想了想说 火箭那边的研究怎么样了 火箭接过通讯器说 我这边的研究成果不多 不过 我刚刚想到 有一个方法可以对抗噩梦 算是应急办法 什么方法 奇异博士斯特兰奇好奇道 我们法兰星现在的力量不少 苍穹之力 神力 还有无限宝石的力量 都可以拿来使用 而且 卡玛太基有提供时间宝石的相关研究 所以 我想了冻结时间的办法 冻结时间 具体怎么做 火箭从旁边掏出一块圆柱体能量发射器 利用这个能短暂冻结一个城市的时间 这样就能让进入混乱的人 暂时处在刚刚进入混乱的那一瞬间 等事情解决 解开冻结时 人们只会觉得 自己略微恍惚 也就不会导致各种失控的事情发生 顺带一提 这些东西 我能批量生产 好 就这么办 凌羊吩咐道 托尼他们正好在反蓝星 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蓝星 防止混沌之王 利用这些 牵制其他超级英雄 对了 斯特兰奇也一起去 噩梦领域是魔法的范畴 你应该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明白 一行人立刻着手准备 而后凌羊发动传送 一瞬间 反蓝星的英雄队伍 便回到蓝星表面 凌羊抬起头 混沌之王已经毫不掩饰 自己强大的能力 蓝星上空的空洞肉眼可见 用遮天蔽日来形容都不为过 而在那黑色的洞口之内 所有人都能听到 某种混乱与恐惧的嘶吼 仿佛那是一只巨兽 正在朝蓝星张开巨大的嘴 要将蓝星吞噬干净 我先去查看情况吧 奇异博士斯特兰奇主动请应 卡玛太基本就是地球的守护者之一 遇到这种事情 怎么能袖手旁观 而且凌羊你 还得防备混沌之王的攻击 好 凌羊点头同意 反蓝星需要成长 但火箭能提供的 大多是科技层面的帮助 斯特兰奇等人 会出现变强和锻炼的想法 也并不奇怪 那么 我先去探探路 说完 奇异博士和至尊法师王 以及卡玛太基的人 纷纷转动玄界 一阵阵法阵光芒在地面亮起 一行人毫不犹豫地踏入噩梦领域之内 在进入领域的一瞬间 便有无数怪物 朝着卡玛太基的魔法师冲刺过来 但他们丝毫不慌 通过反蓝星的强化和训练 他们已经算得上身经百战的战士 面对冲刺过来的 各种奇形怪状的噩梦怪物 无数道法阵骤然亮起 卡玛太基在奇异博士的带领下 宛如绞肉鸡一般 将无数的怪物切开剁碎 然而 面对恐怖的攻击 这些怪物居然毫不在意 嘶吼着 前赴后继 直挺挺冲进魔法师的队伍里面 饶氏配合出色 奇异博士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好疯狂的怪物 旺达看着天空之上的角落战场 不由地惊叹噩梦怪兽的意志 见鬼 这帮怪物难道不怕死的吗 钢铁侠托尼吐槽说 他们不是不怕死 相反 他们现在非常恐惧 林阳解释道 因为噩梦领域里面 有更恐怖的东西 这帮怪物不是攻击 而是逃亡 斯特兰奇 小心了 听到林阳提醒 奇异博士连忙召唤出防御阵法 下一秒 无数触手击打在防御阵法之上 卡玛太基众人 只觉得一阵恐怖的力量 从旋界上传递而来 一些实力不强的法师 居然就这么被打飞出去 如果不是林阳及时触手 他们第一时间 就会被黑色触手动穿身体 不仅如此 斯特兰奇还发现一个惊悚的事情 那就是触手的攻击目标 并不是他们 只是因为他们堵在的路上 才被对方擦碰 而那黑色触手的目标 正是空洞之下的蓝星 在这一刻 蓝星的所有人类都抬起了头 露出惊讽的表情 他们看到 如同山峰一样巨大的触手突破云层 就这么直挺挺地朝地面撞击而来 宛若世界末日 天哪 这是魔鬼现实了吗 完蛋 蓝星要毁灭了 英雄 拜托了 来一个英雄救救我们吧 蓝星人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 这时 仿佛有人听到呼唤一般 苍穹之上 有一道金色十字快速亮起 而后 那些黑色触手表面 忽然亮起红色的斑点 在不到半秒的延迟后 瞬间爆炸 火光冲天 大气层仿佛多了一层红色树袋 林昂站在天空之上 表情平静 空洞之内 传来疑惑的声音 你是谁 巨大的空洞之中 探出巨大的头颅 在那头颅的衬托下 就连蓝星不显得特别渺小起来 第310章 梦醒 顿悟梦眼能力 怎么会如此巨大 他难道已经吞噬所有神明了吗 赫拉克勒斯瞪大眼睛 看着天空之上的混沌之王 只觉得混沌之王此刻 已经接近无敌 虚无的幻想 林昂摇摇头 如果混沌之王 真的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体型 那他就没有攻击蓝星的必要了 这只不过是利用梦眼能力 所做的一点小把戏 你观察了混沌之王的梦眼能力 你顿悟了 你领悟了噩梦本质 噩梦本质 是来自噩梦之王梦眼的强大力量 你可以通过吸收噩梦和恐惧 来强大自身 同时你掌握了操控噩梦的能力 无视噩梦的影响 梦 呆醒了 林昂发动能力 众人顿时清醒过来 他们还处于蓝星上空 天空上巨大的头颅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高几十米的黑色巨人 通体漆黑的身体上 白色尖锐的獠牙相当瞩目 这便是混沌之王的本体 看到众人惊醒 他也不由地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就是混沌之王吗 好强 此时距离现实时间还没有过去一秒 但所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 如果没有林昂在这边提醒 他们说不定连攻击都察觉不到 你很强 混沌之王看着林昂说 但是你护不住所有人 这可不一定 林昂摇头 他当然不可能过多地消耗能量 去一个个唤醒蓝星的人类 但他只需要唤醒同伴就行 没有林昂吩咐 在惊醒的第一时间 由钢铁侠和神奇先生组成的蓝星小队 就已经开始行动 通过高科技检测 他们轻易便察觉到城市内部的混乱 比如 失控的汽车 坠落的飞机 即将发生的爆炸 倘若只有他们自己 面对这些突然出现的灾难 怕是会觉得束手无策吧 但他们 有火箭的道具 反蓝星的传送 只是谈笑之间 整个蓝星便被时间所冻结 所有的一切都定格在灾难发生之前 看到蓝星的反应 饶势见多识广 混沌之王也在一瞬间 失去了表情管理的能力 他不禁在心里咆哮 有没有搞错啊 一个小小的科技星球 也能冻结时间 这合理吗 不得不说 你的手段出乎我的意料 混沌之王感慨道 难怪当初他会被提醒 需要注意宇宙之内出现的强者 他搞错了 他一开始以为 威胁会在天神之中 比如宙斯之子 赫拉克勒斯 此人乃是天赋宙斯 与凡人所生 但他不仅没有落入凡尘 相反 赫拉克勒斯以凡人之躯 完成了十二功绩 以凡人之神铸造成神 对于混沌之王来说 此人成长之力不可度量 他认为 赫拉克勒斯 甚至是成为众神之王的 有利人选 所以 他才会伪装前往众神之所 参加会议 想要趁机偷袭 击杀这个能带来威胁的敌人 可恶 结果敌人不是赫拉克勒斯 而是这个东亚年轻人 而且 经过短暂的观察 混沌之王知道 眼前的敌人 实力可能不在他之下 想到这里 混沌之王开口说 年轻人 你很强 你叫什么名字 林昂 好 林昂 我有个提议 我希望 你加入我的阵营 混沌之王劝说道 我的目的是让宇宙回归原初 如果你愿意 加入我的阵营 当我重塑宇宙之后 我许诺让你成为下一个宇宙之主 甚至 你想要成为永恒 也不是不可能 成为永恒 听到这话 蓝星上的超级英雄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那可是四大神兵之一 实力深不可测 寿命更是无限 这种诱惑 真的有人能拒绝吗 我拒绝 见鬼 他拒绝了 钢铁侠托尼 抱着脑袋尖叫 不是 托尼 你觉得林昂是那种人吗 美国队长 露出无语的表情 拜托 那可是成为四大神明 钢铁侠托尼摇头说 好吧 换我我也拒绝 给钱政府打工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寄人篱下这是很烦 为什么要拒绝我 我看得出来 你与那些凡人不一样 那又如何 你难道没有朋友吗 强者不需要朋友 第一 你这话说的不对 强者需要朋友 林昂摆手 第二 你不是强者 我是 说完 林昂挥手发动能力 苍穹之力 一瞬间将混沌之王击退 数万千米 几乎将他打出蓝星星星 下一秒 欧米茄射线蓄势待发 感受到射线的恐怖威胁 混沌之王连忙大喊 维纳斯 雅典娜 虚空之中 一道魅惑的身影从中走出 开始哼唱优美的旋律 魅惑 这玩意对林昂无效 你难道不看你队友的吗 混沌之王大惊失色力 第311章 混沌之王的计策 偷袭反蓝星 不需要 林昂两发 欧米加射线 洞穿混沌之王的身体 纵使对方不死不灭 面对分子粉碎级别的射线 还是被打成重伤 整个身体都缩小不少 混沌之王连连后退 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 蓝星小队身上 穿着某种特质的战甲 那是幻雄火箭研究出来的东西 在面对天神组的时候 火箭就意识到 防御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林昂实力强大 火箭相信 他能够所向披靡 但反蓝星的人将会成为琳琅的软肋 所以 在听闻这次敌人是能够媲美永恒的强大存在时 火箭提前拿出了自己研究的防御手段 对于能够与天神组对抗的防御战甲来说 维纳斯不过是普通天神 他的能力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所以 没有人被魅惑控制 相反 他们战役旺盛 既然如此 出来吧 地狱兽 混沌之王指向维纳斯 下一秒 维纳斯的身体猛地炸开 无数地狱怪物从其身体中升腾出来 朝着蓝星扑过去 凌羊没有动身 任凭无数猛兽穿过自己的身位 在他身后 蓝星成员已经做好防御态势 无数英雄同时出手 五光十色的光芒照亮天空 形成数以万计的强大弹幕 将无数地狱怪兽隔绝在蓝星的防御圈层之外 凌羊看着混沌之王 脸色平静 如果这就是你的最后手段 那你会死在这里 确实 这不是我的最后手段 不过这样真的好吗 混沌之王露出嘲笑的表情 为了保护这个星球 却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的星球 如果你说战神阿瑞斯的话 那种程度的把戏 还没办法对反蓝星造成损伤 什么 混沌之王愣了一下 怎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雅典娜的那些阴谋吗 羚羊伸出手 召唤出一个巨大的光芒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大发慈悲 让你看看吧 反蓝星上 医疗所的战神阿瑞斯 猛地睁开双眼 在他面前 是穿着金色战甲的雅典娜 收到了 阿瑞斯 主人需要你的帮助 雅典娜脸上 带着些许疯狂的表情 在他的呼唤下 阿瑞斯神情略微恍惚 而后露出猙獰的笑容 是的 我的主人 混沌之王 下一秒 阿瑞斯身体的伤痕 居然迅速痊愈 而后 他的神力逐渐暴涨 脚踏地面 医疗所的金属地板 瞬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 而阿瑞斯 也在眨眼之间 突破医疗所的墙面 与雅典娜 一起升空到 反蓝星的大气层上 毁灭 阿瑞斯大吼着 双眼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恐怖的神力射线 朝着反蓝星表面发射 此时 混沌之王能够清楚地看到 反蓝星上的动物居民 似乎察觉到什么 疑惑地抬起脑袋 巨大的光束 照亮他的视野 这种孱弱的生命 怎么能够抵抗得了神的攻击 想必一定会露出绝望的表情 然后痛苦地死去吧 然而 动物居民只是露出疑惑的表情 用毛茸茸的爪子 挠了挠毛茸茸的脑袋 接着 光束落在反蓝星大气层 黄暴的力量激荡开来 在反蓝星表面 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研究室内 火箭疑惑地抬头 发生什么事了 一旁 检测反蓝星防御的 AI系统传来数据 反蓝星遭受天神攻击 消耗多少 忽略不计 哈 火箭一时间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什么人 能够绕开伊哥的监视 对反蓝星发动攻击 而且 能绕开伊哥的存在 怎么会这么弱 攻击者是谁 战神阿瑞斯 什么情况 火箭打开监控 看到大气层上 阿瑞斯和雅典娜 正不厌其烦地 对反蓝星的防御系统 发动攻击 由于场面过于幽默 火箭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吐槽 但他很快想起 灵羊的提醒 混沌之王能够吞噬 并利用天神 他们两个 被混沌之王控制了 要帮他们解控吗 不需要 直接弄死就好 反正到时候 灵羊会帮他们复活的 火箭摆摆手 表示这点小事 根本不值得 让他浪费时间 于是 在混沌之王错愕的目光中 巨大的炮管 在反蓝星表面升起 接着 反蓝星表面 有一道光芒快速升起 只一瞬 就将阿瑞斯的半个身体 打成空气 那是 是神者战甲 混沌之王大吃一惊 见鬼 这种东西 怎么会被当作能量来使用 因为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也能打败你 灵羊站在宇宙之上 轻声宣告 我知道你还有手段 都使出来吧 不然待会就没地方使了 第312章 王座之间被毁 天神陨落 宙斯与奥丁献祭自身 狂妄 混沌之王大喝一声 既然灵羊这么想看他的能力 那他也不用继续隐藏了 能力发动 阿瑞斯仅剩的半个眼睛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于是 宇宙之上有巨大的天幕展现 露出无数天赋惊恐的面容 该死 天赵大神脸色猙獰 看向宙斯和奥丁的表情 愈发不善 这就是你们的策略 我们完全暴露在 混沌之王的攻击之下了 面对天赵大神的责问 宙斯和奥丁两个天赋 面无表情 他们都是智慧与能力并存的 强大存在 见识过图神者 与海拉的屠杀 他们早就明白 懦弱的神明 已经代表不了世界 成长愈发迅速的强者 总有一天会统治这个世界 天赵的行为 只是如同埋住脑袋的鸵鸟 自欺欺人罢了 所以 看到王座之间暴露在宇宙之中 两位天赋的心里 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而是转头 去观察王座之间外面的情况 而他们也注意到 开启王座之间的阿瑞斯 几乎重伤垂死 强大的能量 正在阻止战神的自愈能力 而那股能量来源于 是神者战甲 而在王座之间开启之时 混乱的宇宙空间内 凌昂表情平静 处立于蓝星的大气层外围 气息稳定 反倒是他的正面 之前袭击了众神之所的 混沌之王状态很差 他的气息萎靡 看上去相当不妙的样子 凌昂 拜托了 两位天赋注视着凌昂大声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 天赵愕然回头 这时他才注意到 刚刚战斗的过程中 宙斯和奥丁 并没有使用全部的能力 这不是因为两位天赋心慈手软 而是两位天赋知道 混沌之王已经埋下棋子 等待王座之间再次开启 神与天赋都将成为他的食粮 化为无尽的力量 去毁灭整个宇宙 两位天赋不愿意落到如此下场 也不愿意与凌昂为敌 所以 即便没有事先商量 两人也默契地做出了决定 他们将会献祭自身神系的力量 去增强凌昂 一瞬间 王座之间被耀眼的光芒填满 无数道流光突破空间的封锁 朝着凌昂身体汇聚而去 那是希腊神系和北欧神系的强大力量 为了拯救这个宇宙 他们没有丝毫后悔 天赋 雷神索尔和赫拉克勒斯 看着王座之间的情况 心里不由地颤动 他们都是实打实打出战绩的天神 曾经无数次怀疑天赋的信念 甚至嘲笑那些懦弱的 软弱的主神 可如今 他们看到了对方坚定的内心 可恶 混沌之王脸色不悦 他没想到 两个天赋行动居然这么迅速 让他白白损失了两个神系的力量 不过 无所谓 不过是两个神系 在这之上 还有更多的天神等着他去洗手 混沌之王朝着王座之间伸手 无数触手在呼吸之间 便将王座之间站满 而阿瑞斯的身体也再次爆炸 与之前的美神维纳斯一般 从其体内生长出无数的地狱怪物 咆哮着冲入王座之间 凯尔特神话 埃及神话 尼红神话 无数神话的神域与天神在此刻分崩离析 他们甚至都没有反抗的能力 虽然梦魇几乎没办法对天神造成影响 但那是梦魇自身实力不足 在混沌之王的放大作用下 天神甚至没有反应的时间 直接被噩梦控制 而后被怪物吞噬 化为混沌之王身体的一部分 林昂 我觉得我们得阻止他 没有那个必要 林昂摆摆手 那些懦弱的天神 脆弱的神域 对于林昂来说不值一提 相反 对于林昂来说 这是练兵的大好机会 火箭 现在是考验反蓝星科技的时候了 明白 反蓝星已经做好准备 火箭回复说 你们也去吧 林昂对赫拉克勒斯 雷神托尔以及洛基说 我们会去的 三人点头 洛基甚至握紧了世界之鉴 虽然我跟奥丁的关系不算好 但他好歹是我的父亲 我会为他们复仇的 有这种想法是好事 但我还是期望 你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历练 林昂想了想说 听到这话 三个天神愣了一下 赫拉克勒斯心直口快 所以立马反驳说 林昂 我们虽然是天神 但也有感情 亲人死了 怎么会不愤怒呢 我是怕你们太急躁而受伤 还有 谁说 你们亲人都死了 这时 三个天神才注意到 那些汇聚过来的光芒 并没有被林昂直接吸收 相反 林昂用苍穹之力 将这些强大的神力 都收集起来 下一秒 希腊神系和北欧神系的天神 在林昂手中快速重生 第313章 宇宙大战 反蓝星出击 我们居然没死 奥林匹斯 众天神 与北欧神话众天神 一脸恍惚 他们当时已经做好准备 想要通过献祭的方式 帮助林昂变强 但没有想到 林昂没有接受他们的力量 相反 通过对神力的重塑 他们反而利用这种方法 从王座之间逃了出来 林昂表情平静 他知道 宙斯和奥丁这么做 是因为对方坚信 自己会将其复活 但是复活天神 需要的能量可不少 而且 现在混沌之王正在大举进攻 多一点同伴 就少一点压力 更何况 早在刚刚观察神力的时候 他就顿悟607了 你观察了宙斯和奥丁的陷阱 你顿悟了 你参悟了众神本源 众神本源 众天神的力量源泉 这是来自宇宙与人类灵魂的强大力量 可以通过顿悟与信仰传播提升 林昂闭眼感受这种奇妙的力量 而后发现 自己的身体 已经与无数生命链接 其中 最为盛大的还是蓝星 以及反蓝星 作为多次拯救蓝星的救世主 林昂的身份 早就被蓝星的超级英雄熟知 在蓝星政府投降的时候 他的声望更是大大提升 钢铁侠和美队接管政府之后 更是为林昂大肆宣传 将其从超级英雄的圈子 提高到全民偶像的地步 而反蓝星就更不用说 那些 从至高进化手中 幸存下来的动物朋友 没有一个是不信仰林昂的 这些信仰 都变成源源不断的力量 将林昂的实力再次提升 林昂深刻体会过众神之源之后 嘴角微微上扬 他看向宇宙战场 此刻 破碎的空间 将反蓝星和众神之所连接起来 无数神域在天空之上 快速破碎 重合 那是无数神系的毁灭 混沌之王也借此快速提高实力 不仅如此 混沌之王能将他杀死的天神 化为自己的奴隶 所以 在吞噬的间隙 他也不断派出天神 来朝着反蓝星奔去 但是反蓝星的众人 完全没有胆怯的表情 相反 由各大英雄带领的队伍 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我们上 戴安娜站在队伍前方 神力发动 整个人如流星一般 冲入天神队伍 与恢复过来的战神阿瑞斯撞在一起 一瞬间 天空出现巨大的能量连衣 将一些弱小的天神先飞出去 天神奴隶方的队伍 一下变得紊乱起来 与之对应的 是反蓝星的是神者小队 火箭的动物朋友们 变种人 以及从蓝星投奔反蓝星的各种英雄 他们身上都穿着统一的战甲 这是火箭 针对是神者战甲的研究 虽然比不上真正的是神者战甲 但也不是这些普通天神的对手 双方队伍相互冲撞在一起 反蓝星队伍 如同摧枯拉朽一般 轻易便将混沌之王的天神奴隶队伍击破 剑鬼 混沌之王抬手想要释放技能 但雷神等人已经移动到他的身前 一道巨大的雷霆击中混沌之王 恐怖的力量几乎将他压在地上 不可能 天神怎么会有这种力量 雷神索尔一边召唤雷霆一边冷笑 如果是以前的我 确实没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但是灵昂已经帮我强化过了 现在的我 是完美的我 就算这样 我也不是你能打败的 混沌之王发动触手 将雷神索尔的退路 尽数封锁 眼看就要击中索尔 可在下一秒 触手居然从雷神的身体里 穿透过去 幻象 混沌之王愣了一秒 他实在不能理解 自己已经获得梦魇的力量 成为了强大的噩梦之主 为什么他还会被幻象欺骗 噩梦之主 小丑罢了 洛基在不远处现身 手握世界之剑 无数神力在剑身表面亮起 化为数以万计的斩机 虚妄 混沌之王发动神力 眼前的斩机居然全部消失 于是 混沌之王露出嘲讽的表情 洛基 你难道就这点本事吗 面对嘲讽 洛基并不着急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制造的幻象 混沌之王 作为吞噬数个神系 随手毁灭空间的强大存在 自然不可能被区区幻象迷惑 但洛基也有自己的自信 恶作剧之神真正强大的地方 不是虚假的幻象 而是虚假的谎言 幻象和真实 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在洛基这里 全都是他编织谎言的工具 此刻 谎言已经达成 一道雷光穿过宇宙 那是索尔凝聚全部力量 最为强大的攻击 倘若混沌之王此前有意识到 或许能直接躲开吧 但他的注意力 全在洛基的幻象上 以为身后的强大能量反应 不过是洛基又一次的幻象 下一秒 雷霆穿过混沌之王的身体 第314章 劝诱 雅典娜的阴谋 混沌之王发出恶臭的惨叫 身体出现大面积雷击烧伤的痕迹 洛基提着世界之剑快速跟上 这次不是幻象 而是真正的斩机 世界之剑 沿着混沌之王的身体 一路切开 形成巨大的伤口 无数神力自伤口中喷射出去 一时间 混沌之王居然陷入苦战之中 这就是反蓝星的力量 奥丁和宙斯瞪大双眼 他们跟林昂接触不多 虽然知道林昂本身的强大 但是对反蓝星的实力并没有什么概念 如今 他们看到了 尤其是奥丁 他很清楚 自己的两个儿子究竟是什么实力 雷神手上的是喵喵锤 而不是暴风战斧 此前也没有经历海拉的毁灭 而后重新拿到力量 在奥丁看来 雷神索尔还不算完美 他的实力还远远不足 然而 他没有想到 如今雷神索尔表现出来的力量 已经完全不亚于他们这些神系天赋 而让奥丁更为惊讶的 还是洛基的实力 这个孩子是冰霜巨人的后代 实力有限 通过度鸦的预言 奥丁早就知道 洛基很难获得 与他野心相对应的强大实力 所以 他必然会处于长时间的痛苦与迷茫 直到命运将他带到命定之地 多元宇宙的遗产 将会给予他成神的馈赋 那时候 洛基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以及操控这份力量的稳定的心态 可如今 洛基已然变强 这不是预言中的诡计 也就是说 林昂出手 改变了洛基的命运 使他不用见证兄弟的惨死 阿斯加德的毁灭 不用经历痛彻心扉的未来 规避悲伤的歧途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改变洛基的 不是林昂本身的 那种能够操控宇宙的规则 而是反蓝星的科技 让人惊叹 当然 比起两个天赋的惊叹 宇宙空间的另一处 藏在宇宙之中的雅典娜 脸色沉重 与预言不一样 这个星球的科技不对劲 可恶 既然如此 那就只剩下最后的方法了 雅典娜轻叹一声 咬牙发动能力 下一秒 一道金色身影穿过战场 伸手握住赫拉克勒斯的拳头 你是 赫拉克勒斯皱眉 接着 他终于看清金色身影的全貌 女神雅典娜 是你 雅典娜 你也被混沌之王控制了吗 赫拉克勒斯皱眉 老实说他 跟雅典娜的关系 还算可以 他是宙斯和凡人的孩子 突破十二攻击柱 就传奇 化身成神的存在 雅典娜则是宙斯和智慧女神的孩子 宙斯曾为了预言 而吞噬智慧女神 而雅典娜以强大的神力 从宙斯的脑袋里面转移出来 双方对于奥林匹斯的好感都不算高 同时战力强大 如今 看到雅典娜出现在战场 赫拉克勒斯不免有些伤感 我没有被控制 赫拉克勒斯 雅典娜摇头 赫拉克勒斯文言露出欣喜的表情 真的 那太好了 这样好吗 赫拉克勒斯 什么 雅典娜将目光转向战场 混沌之王在雷神索尔和洛基的攻击下 节节败退 反兰星的队伍按着被奴隶的天神暴打 混沌之王正在溃败 但是雅典娜知道 混沌之王相当狡猾 也十分强大 而且 反兰星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混沌之王的吞噬能力 可不只有天神 以及天神的能力 还有 空间 此款 崩塌的众神之所 搅拌在一起的各大神系的神域 以及不断缩小的空间 都在证明这点 混沌之王正在吞噬空间 如果反兰星没有注意到 那宇宙 还是避免不了虚无的结局 所以 混沌之王也许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雅典娜的智慧正在提醒他自己 琳瑯的反应不对劲 对方 曾击败第一苍穹 又怎么会注意不到 混沌之王的小动作 一想到这里 雅典娜知道 自己不得不出手了 他眉头紧皱 对着赫拉克勒斯提问道 我说 这样真的好吗 赫拉克勒斯 神域正在溃败 你到底想说什么 天神和地狱 是互相平衡的存在 你看不出来吗 琳瑯正在放任混沌之王毁灭天神 或许他有自己的打算 但是 一旦神域被摧毁 那么 地狱也将不受控制 听到这话 赫拉克勒斯 忍不住皱眉 雅典娜看到对方如此反应 连忙说道 众天赋已经无力再战 而你 赫拉克勒斯 只有你能够解决这一切 我吗 原来如此 这就是你的计谋啊 赫拉克勒斯 看着雅典娜的脸说 雅典娜 我太了解你了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做这种事 第315章 雅典娜的后手 天后赫拉的连续统一体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吗 雅典娜 别装了 赫拉克勒斯 看着雅典娜的表情 忍不住叹气 如果林昂没有提醒他 他或许会被雅典娜的言语迷惑吧 但是在前往战斗区域之前 林昂曾经找他谈过话 赫拉克勒斯 你觉得混沌之王是怎么脱困的 什么 您的意思是 有人帮助混沌之王吗 嗯 林昂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跟赫拉克勒斯科普 混沌之王的过往 简单来说 早在霓虹神系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就曾经与混沌之王有过交集 放在霓虹神话里面 就是天赵等人 合力斩杀巴奇大蛇的桥段 后来 他们从混沌之王的身体里面 分离出了天从云之剑 将其封印起来 失去天从云之剑的混沌之王 也就失去了强大的力量 完全不是霓虹神系的对手 被霓虹神系封印 正常来说 混沌之王是不可能突破封印的 除非 有人解除了天从云之剑的封印 老实说 一开始赫拉克勒斯并不理解 凌昂为什么突然跟他科普这些 直到凌昂点出了一个天神 一个早就不在奥林匹斯附近活动的 但是实力强大 具有金氏智慧的天神 这个天神就是雅典娜 您是怀疑 雅典娜策划了这场危机 我只是怀疑 并没有具体的证据 不过如果确实是他策划的 当反兰星压制混沌之王的时候 或许他会忍不住跳出来劝诱你吧 回忆起这些话 此刻赫拉克勒斯看向雅典娜的表情 变得无比冰冷 为什么 雅典娜 你为什么要策划这种事情 原来如此 林昂提前提醒你了 雅典娜反应过来 他没有后退 反而上前一步 赫拉克勒斯 那么林昂有没有告诉你我的真正目的 林昂没有说 但是我知道 赫拉克勒斯将手掌放到自己的胸口上 他是大力神 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神力 而且具有极强的成长潜力 早在脱离奥林匹斯之前 宙斯就曾经评价说 他是奥林匹斯最具有潜力的天神 或许有一天成为众神之王 也说不定 不仅如此 就在刚才 赫拉克勒斯目睹了奥丁和宙斯的陷阱 这本来就是天神用于增强同伴的手段之一 他很清楚 如果不是林昂 或许承受宙斯力量 以及大地之母盖亚的力量的天神 就是他 他将成为众神之王 带领奥林匹斯的天神走向伟大 那么 雅典娜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你想让我成为救世主 让我在危机中接受宙斯的力量 成为众神之王 既然如此 我的兄弟 你为什么会如此愤怒 雅典娜露出不解的表情 图神者戈尔 死亡女神海拉 以及现在的混沌之王 他们的出现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天父正在失去对神话信仰的掌控 那些懦弱的 虚弱的天神终将死亡 而我们 将会继承他们的一切 雅典娜张开双臂 大声述说 我拒绝 什么 赫拉克勒斯 平静地看着雅典娜说 我说 我拒绝 为什么 雅典娜歪头 我的兄弟 奥林体斯的等级森严 不相信你没有受过压迫 你难道就不羡慕那些 掌握权力的至高无上吗 雅典娜 我知道你跟宙斯的关系很差 他为了那虚伪的预言 而吞噬了你的母亲 企图将你和你的兄弟抹杀 这是他的罪面 我没资格评判 可是 雅典娜 你这次做得不对 赫拉克勒斯指着反蓝星说 那些人是无辜的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有光明的未来 不该沦为你阴谋的牺牲品 哈 雅典娜深吸一口气 表情悲伤 看来让你去反蓝星 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的兄弟 你失去了天神的骄傲 你已经是一个凡人了 无所谓 我本来就不认同天神的做法 赫拉克勒斯白手说 当然 对我来说 这也不算坏事 既然你对反蓝星这么看重 那么 如果反蓝星遭遇危机 你也一定会挺身而出了对吧 什么意思 赫拉克勒斯心里一沉 雅典娜心思活络 他难道提前埋伏了其他的手段 是的 正如你想的那样 雅典娜嘴角上扬 眼神头像矗立在战场上空的琳琅 突然 一股扭曲的力量从宇宙中涌现 赫拉克勒斯眼神凌冽 他感觉到一种熟悉的力量正在爆发 那是 天后赫拉 看对方的状态 显然已经被混沌之王控制了 糟糕 赫拉克勒斯意识到 雅典娜要做什么了 放逐 天后赫拉对着琳琅一指 不顾身体爆裂 所有的力量精准锁定在琳琅身上 一空间 连续统一提否 第316章 宇宙制作 归须之力 下一秒 羚羊的身体消失了 连续统一提 羚羊环顾四周 它所处的位置是纽约城 只是 与正常蓝星的纽约城不同 这里虽然有人类的建筑 但是看不到任何人类的存在 你触碰了一空间 连续统一提 你顿悟了 你领悟了放逐宇宙的制作方法 通过制作放逐宇宙 你可以创造独属于自己的宇宙空间 这个空间不受永恒的注视与干扰 不会被时间锁定 看到提示 羚羊反应过来 原来雅典娜的计策 就是利用混沌之王控制的赫拉 将她拉入连续统一体 这玩意是赫拉的宝贝 在原作中 赫拉克勒斯打算与天后赫拉同归于尽 但是被对方送入了连续统一体 直到赫拉死去 混沌之王重生 赫拉克勒斯才破开连续统一体的封印 回到纽约城通知复仇者联盟 如果是其他人 或许需要花费时间思考出去的方法 但是雅典娜估计没有想到 羚羊最恐怖的不是实力 而是强大的学习能力 顿悟才是她最强的金手指 只是呼吸之间 羚羊已经找到离开这个宇宙的方法 羚羊随即闭上眼睛 准备发动能力 忽然 她察觉到一股微弱的气息 有人? 羚羊愣了一下 在美麦原作里面 这个宇宙 只有赫拉克勒斯一个人 后来被阿玛迪斯用于封印混沌之王 所以 羚羊一开始没注意到这股气息 他沿着气息位置 发动传送能力 一个眨眼来到一位老妇人面前 两人见面都分别露出惊讶的表情 大帝女神盖亚 您怎么会在这里? 灵昂? 您听说过我 当然 蓝星上的生物我都清楚 盖亚露出慈祥的笑容 不过很快又咳嗽起来 你出现在这里 是被赫拉偷袭了吧? 盖亚露出悲伤的表情 作为大帝之母 她的性命与蓝星相连 她能感受到 有一股奇妙的力量 冻结了蓝星的时间 但是 宇宙正被吞噬 蓝星的寿命也遭受影响 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回复一切 那么 当时间解冻时 或许蓝星也会被强大的力量所毁灭 唉 看来这就是命运 盖亚叹了口气 命运吗? 灵昂摆手 我不信这种东西 什么? 我说 我这就带您出去 说完 灵昂发动能力 盖亚瞳孔微缩 她感受到了 这个连续统一体 居然在灵昂的触碰下 瞬间坍塌 该死 雅典娜 你想毁了这个宇宙吗? 灵昂一出来 就听见赫拉克勒斯在怒吼 她搀扶着盖亚 目光不由地向赫拉克勒斯和雅典娜飘去 另外一边 反蓝星的队伍 也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放逐生灵的手段 一时间摸不准灵昂究竟什么时候能归来 而混沌之王 也开心地大笑起来 哈哈 你们的领袖确实很强 但是 连续同一体 是摆脱时间和空间束缚的域外宇宙 想要回来 绝对不容易啊 听到这话 雷神索尔和洛基的攻击 不免也停滞片刻 他们也注意到了 自己的攻击 虽然能伤到混沌之王 但是无法直接杀死对方 继续耗下去 他们可守护不住这个宇宙 可恶 我们还是太弱了 雷神索尔和洛基 握紧手中的武器 懊悔的情绪涌上行头 几乎快要流出泪水 这时 一双手搭在两人的肩膀上 淡定 林昂 两人瞪大眼睛 作为天神 他们很清楚 天后赫拉的恐怖之处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 林昂居然不过 眨眼功夫 就从一空间里面逃脱出来 呼 吓死我了 战场的另一端 钢铁侠松了口气 美国队长看向旺达 你早就知道了吗 旺达摆手 无所谓 如果他逃不出来 我就用混沌魔法 把他拉出来 另一边 秦也轻轻歪头 他注意到 旺达和自己一样 施法的手指轻轻颤动 好吧 他俩 其实只是强装阵点 怎么可能 雅典娜今生尖叫起来 赫拉克勒斯 看着只是消失了一瞬的林昂 不由地松了口气 该死 混沌之王 看向雅典娜的表情 愈发低沉 所谓女神的智慧 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吗 林昂没有说话 只是站在上空 静静俯视着两个脆弱的神明 其实不是雅典娜没有智慧 而是林昂太强 强大到雅典娜的那点智慧 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小孩一般的把戏 你观察了混沌之王的能力 结合自己所使用的混沌魔法 你顿悟了 你获得了归虚之力 使用归虚之力 你可以将世间万物 化为最本源的形态 可以选择驱使或者消除 原来如此 混沌之王 这就是你的能力 林昂目光透过混沌之王的本体 终于看清他的真面目 第317章 修复空间 暴行战斗 混沌之王 永恒的反面 宇宙摧毁者 他与永恒一同诞生 是宇宙之前就存在的强大存在 林昂学习对方的能力之后 终于看穿了混沌之王的身体 以及他的能力的运行规律 简单来说 混沌之王之所以要吞噬毁灭宇宙 将宇宙回归到无尽的虚无 是因为他必须以此为生 而当他彻底吞噬宇宙 将宇宙回归虚无之后 他就会取代永恒 获取永恒的所有权柄 而他 也将成为新的永恒 所以 在原作美漫中 永恒之王既不能出手攻击混沌之王 也会鼓励超级英雄对抗他 这是因为 如果永恒直接对混沌之王出手 那么永恒的能力 就会被混沌之王洞悉并且吞噬 而他将会直接死去 被混沌之王取代 但他也不能直接杀死混沌之王 因为混沌之王是永恒的反面 一心同体 不仅如此 世间万物会随着时间 不可避免走向伤增 混沌之王是毁灭的象征 却也是伤减的手段 倘若直接消除掉混沌之王 那么即便永恒不死 也会随着伤增 不断走向毁灭的道路 你的能力很强 林昂如此评价道 但是 混沌之王用错了 在林昂的眼中 此刻 混沌之王体内能量斑驳杂乱 一切都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 林昂猜测 或许是之前被霓虹神明打败的缘故 重新获得天从云之剑 突破封印的混沌之王 因为对封印过于恐惧 以至于他选择将天神的能力 吞噬到身体里面 以此来增强自己 只是 作为将宇宙回归原处的强大存在 这种能力看似强大 实则大大削弱了混沌之王的力量 看好了 混沌魔法 归须之力 是这样用的 林昂抬起手 一道贯穿宇宙般的恐怖痞练 笼罩战场 混沌之王尖叫着 抬起手抵挡 然而 无济于事 破碎的神系 被奴隶的天神 无数混乱的空间 甚至是混沌之王 都无法阻挡匹炼的前进 被恐怖的能力扫过 下一秒 万物归虚 破碎的神系将欲消失不见 被奴隶的天神光速 消融在宇宙之中 混乱的空间洞口和裂缝 也不知所踪 而混沌之王 他的半个身体 都被攻击切开 但是 喷勃出来的不是血液 而是被混沌之王吸收的 无数天神的强大力量 凌羊没有直接吸收 而是将这些力量 回归宇宙本源 于是 宇宙中诞生出 无数浓郁的能量 化为数百万计的 渺小星系 好恐怖的力量 大帝女神盖亚 看着凌羊的背影 忍不住惊叹 她能感受到 在那些星系之上 诞生了强大的智慧生命 如果这些智慧生命 有信仰的天神 那么 这个天神的实力 或许能够瞬间 超越普通的天赋 成为媲美众神之王的强大存在 为什么 你归还的这些力量 只会让永恒 变得更加强大 混沌之王皱眉 凌羊没有回答 首先 她和永恒 并没有直接的冲突 其次 她接触过死亡女神 对四大神明的力量 有基本的怠念 自大典说 即便是对上永恒 以她的学习能力 未必会败 见凌羊不说话 混沌之王忍不住怒吼 可恶 臭小子 别以为我会输 虽然体内能量 被大量蒸发 但她本身的力量 也极为不俗 在她看来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 说着 混沌之王将手掌刺入胸口 而后 她从胸口之中 拔出一把巨大的白色宝剑 那就是天从云之剑 虽然霓虹神系 已经被混沌之王全部毁灭 但北欧之神奥丁 有全知全能的度压 这东西能给她带来无尽的知识 所以 奥丁看见宝剑的第一眼 就认出了这个强大的存在 林昂小心 奥丁出声提醒 林昂点点头 目光锁定在天从云之剑上 你观察到天从云之剑 你顿悟了 你掌握了弑神剑法 弑神剑法 乃是须左之南 对抗八旗大蛇时 领悟的强大剑法 使用此剑法 能最高限度发挥 天从云之剑的能力 对生物体与天神 造成高额度的破甲伤害 受死 混沌之王大吼一声 朝林昂刺来 林昂伸手 第一苍穹之力 在手中凝聚出黑金色的苗刀 双方快速碰撞 恐怖的力量 形成巨大的能量浪潮 只一击 居然就将战场附近的星球 轻易碾碎 启动防御措施 火箭浣熊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还好 在林昂修复空间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林昂要做什么 连忙带着反蓝星的队伍后撤 果然 修复空间之后 反蓝星和蓝星 顿时被庞大的宇宙空间 挤回了原来的星星 此刻 反蓝星距离林昂的位置 已经有几十光年 然而 即便如此 对于反蓝星来说 战斗的余波也宛若巨浪一般 第318章 斩杀混沌之王 永恒绷不住了 一刀下来 混沌之王居然被震得吐血 林昂低头俯视 跪在地上的混沌之王 表情平静 这个结果他并不意外 混沌之王连 反蓝星的队伍都无法抵抗 更不用说他亲自出手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说 混沌之王一边吐血 一边无能狂怒 他打算趁机吞噬周围的空间 但他面前不是索尔 也不是洛基 而是灵昂 灵昂已经领悟了混沌之王的本事 当然清楚 如何才能与之对抗 空间封锁 能力发动 苍穹之力 混沌魔法 归须之力 无数力量凝聚成稳定的潮流 将周围610的宇宙空间层层封锁 就连之前打斗 产生的轻微的多元宇宙的波澜 都被灵昂轻松抚平 力量发动 震 下一秒 混沌之王只觉得 自己周身被恐怖的力量封锁 几乎无法动弹 你不能杀我 混沌之王尖叫道 灵昂没有理会混沌之王的挣扎 而是将目光投向宇宙深处 在那里 一道巨大的身影一闪而过 如果是其他人 或许会错过这一瞬的动静 但是灵昂早就洞悉了宇宙法则 它能轻松感应到 宇宙内部强大力量的波动 所以 只是一瞬 灵昂也捕捉到了对方的身影 那是由无数星系组成的躯体 巨大的身躯表面 有一层扭曲的薄膜 将路过的光线轻松扭曲 形成光滑如同琉璃一般的光影效果 那便是 四大神明之一 永恒 灵昂察觉到 永恒已经现身 但他不敢靠近 在宇宙深处 死亡女神发出一声轻笑 你这么在意自己的反面 如今又愁愁不前 简直侮辱了神明的威严 永恒远远撇了一眼死亡女神 吐槽说 那你呢 任凭一个凡人 玩动死亡的权柄 随后 不等死亡暴跳如雷 永恒轻轻叹息 希望灵昂能懂我的意思 如灵昂猜测的一样 永恒不能直接出现在混沌之王面前 否则他会被吞噬 但是 他也不希望灵昂灭杀混沌之王 那意味着 永恒也会陷入死亡 而后波及这个宇宙 灵昂会懂他的意思吗 永恒摸不准 另一边 灵昂已经收回目光 轻轻摇头 他原以为虚伪的懦弱的 只有所谓的神话天赋 没想到 永恒也是这个性格 说真的 有些失望 想到这里 灵昂压制混沌之王的力量 忍不住大了一分 而就是这一分 便几乎将混沌之王的身体 彻底粉碎 这一下 永恒的表情几乎凝固 就连力量都几乎没有控制 在宇宙中形成恐怖的涟漪 糟糕 永恒暗叫不妙 他刚刚以为灵昂要动手 下意识朝反蓝星释放了攻击 卧槽 这是什么力量 反蓝星内 众人突然看到监控装置 发出刺耳的鸣叫 接着 一阵恐怖的能量浪潮穿过反蓝星 螳螂妹连忙控制行星一哥 飞到反蓝星前方抵挡浪潮 巨大的能量一扫而过 行星一哥露出痛苦的表情 两个星球 连同所在的星系一起 居然在一瞬间被裹挟着飘向远方 宛若巨浪中的一夜偏周 上下扶摇 嗯 灵昂皱眉 力量提升 不过这次不是针对混沌之王 而是笼罩反蓝星 终于 在灵昂的庇护下 反蓝星附近的空间 才迅速稳定下来 永恒 混沌之王大笑 小子 你杀不死我 听到这话 确认反蓝星 已经平安无事的灵昂回过头 你很得意 灵昂伸手 直接将混沌之王的 天从云之剑夺取过来 白色的剑刃 在手上散发出 冰冷灰色的气息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 灵昂冷笑着握住剑柄 混沌之王瞪大眼睛 他愕然发现 灵昂居然激活了 天从云之剑内部的力量 该死 你怎么会知道 明明他已经毁灭霓虹神系 就连天照都被他直接吞噬 按理来说 灵昂不可能会知道 天从云之剑的真正力量 难道是假虾 不 不是假虾 灵昂高举天从云之剑 恐怖的力量 照亮整个宇宙空间 这是真正的神剑法 狂暴的力量 沿着斩机 涌入混沌之王的身体 一瞬间 混沌之王便受到 前所未有的重创 然而 灵昂并没有停住攻击 而是缓缓收剑 开始积蓄下一次的力量 住手 住手 灵昂冷笑 不可能 是神剑法再次发动 这次 灵昂直接将混沌之王 沿着脑袋劈成两半 哇 宇宙之外 永恒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灵昂 你想毁灭这个宇宙吗 灵昂没有回话 而是冷冷注视着永恒的位置 他不在乎 永恒是什么狗屁四大神明 灵昂只在乎一件事 伤害我同伴的人 必须付出代价 该死 我的力量要失控了 永恒双眼通红 看向自己的胸口 灵 第319章 观察永恒 顿悟宇宙定律 机会 灵昂冷笑 他不需要永恒给他机会 如果不是为了全宇宙的生命 他甚至可以立刻斩杀混沌之王 当然 灵昂不会这么做 因为宇宙万物并没有错 他也不是灭霸 一言不合 就要抹杀全宇宙 去讨好死亡女神 而且 如果整个宇宙 只有反蓝星和蓝星两个星球 未免也有些太寂寞了 所以 他没有直接斩杀混沌之王 而是将其劈成两半 再发动时间相关的能力 一道绿光一闪而过 混沌之王的时间就此冻结 而后 是宇宙创造能力 这个通过观摩连续统一体 而领悟的能力 在此刻产生作用 一个小型模拟宇宙 被灵昂创建出来 灵昂将冻结的混沌之王 直接丢进去封住 接着将整个空间封锁封印 混沌之王没有死 但是如果灵昂解除时间冻结 那么混沌之王就会直接死去 同样的 永恒也会遭受重创 这就是灵昂对永恒的反击 你 永恒露出恼怒的表情 但是不敢继续出言不逊 灵昂嘴角翘起 他看出来了 这个永恒还不是多元永恒 只是这个宇宙的永恒 从能量的本质上来说 他与灵昂之前击杀的 第一苍穹强度相差无几 在原作美漫的故事中 第一苍穹乃是宇宙的唯一 宇宙最初的实体 后来因为彩色天神组的背叛 第一苍穹的身体被击碎 被迫逃离到宇宙的边界 重新休养生息 暗中积蓄力量 当宇宙达到第八宇宙的时候 永恒将会处于虚弱的时期 这时候 第一苍穹就会现身 他将会囚禁永恒 并带领力属于自己的天神组 去感染永恒 想到这里 灵昂不由地想起之前的事情 当时他获得了弑神者战甲 而后引发天神组与反蓝星的大战 最后 第一苍穹现身与他战斗 想来 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倘若不是有他出现 或许第一苍穹 已经顺利拿到是神者战甲 开始筹备针对永恒的天神战争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眼前的永恒 连混沌之王都无法对付 面对灵昂针对混沌之王的攻击 只能出言不逊 虚弱的永恒 灵昂摇头 听到这话 永恒惊出一身冷汗 怎么可能 他难道知道什么 想到这点 永恒目光不由地投向 灵昂手中的小型宇宙 情绪愈发复杂起来 灵昂 你难道是想 留下我的把柄不成 是不是把柄 这得看你的表现 灵昂看向永恒 露出一幅波澜不惊的表情 他一开始 并没有打算将混沌之王劈死 只是打算将其重伤 然后封印到自己创建的小型宇宙里面 但是永恒的动作 让他改变了想法 只是因为受伤 永恒便忍不住对反蓝星出手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宇宙的永恒 并不是对此前的事情一无所知 相反 他很清楚 他清楚 第一苍穹在暗中积蓄力量 准备在某一时刻对他出手 也清楚地看到了 灵昂与第一苍穹对抗的场面 有一说一 灵昂并不认为永恒应该对他感恩戴德 毕竟 他不是为了帮助永恒 才击杀第一苍穹 而是为了保护反蓝星上的朋友们 才对第一苍穹出手 但是 从客观的层面来讲 哪怕灵昂不是为了永恒而出手 也消灭了第一苍穹 对于永恒来说 这应当算是帮他解除了一个巨大威胁 灵昂不祈求永恒的感谢 也没有要求永恒对混沌之王出手 但是 显然 永恒并没有认可灵昂 在永恒的反蓝星出手的那一瞬 灵昂就明白了 永恒将他当成了威胁 所以他 才会一直注视战场 并且随时准备对反蓝星出手 灵昂很愤怒 他不求永恒感恩戴德 但没想到 永恒会恩将仇报 这也是为什么 灵昂最后改变了想法 直接对混沌之王 发起斩杀性攻击 欺负他的同伴 就必须付出代价 那么 永恒 你要来跟我战斗吗 灵昂发起邀请 你触碰不到我 永恒一脸高傲 灵昂 你要知道 就连第一苍穹 也只能污染我 而无法杀死我 说到这里 永恒的脸上露出嘲笑 总是你拥有强大的力量 也无法对我造成有效进攻 你确定 我现在就可以杀死混沌之王 我建议你三思 就算是赫拉的连续统一体 也不过是宇宙的模拟 你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宇宙的行程 是吗 灵昂轻笑 他的目光穿过宇宙深处 落在那巨大的扭曲的身影之上 你注视了永恒 由于你之前领悟了宇宙法则 你顿悟了 你通晓了宇宙定律 宇宙定律 永恒稳定宇宙 并运行宇宙的强大能力 你可以使用此能力 对自身创造的宇宙 赋予真实宇宙的法则 使用宇宙定律 你将理解永恒的抽象性 获得攻击永恒的能力 我现在很好奇 你的自信 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说完 凌昂高举起天从云之剑 第320章 镇压永恒 宇宙存在的代理人战争 这一剑 永恒并不惧怕 四大神明本身并不具备实体 只是宇宙的某种代理 在永恒看来 凌昂攻击 它就等于攻击宇宙空间本身 作为抽象神明 永恒并不会因此受伤 而凌昂的攻击 也将引起宇宙内 某些强大存在的愤怒 想到这里 永恒不由得露出嘲讽的表情 然而 很快 它便无法维持自信了 是神剑法发动 宇宙定律发动 常见皮下 但是恐怖的攻击 没有波及宇宙空间 而是直接落在永恒身上 形成巨大的窗口 这怎么可能 永恒大惊失色 它不由得回忆起 宇宙战争期间的那些强大存在 那是在宇宙诞生之前 就存在的古老 而又强大的意识 也只有那些人 才具备攻击永恒的资格 甚至能够轻易将它杀死 然而 这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人类身上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 凌昂缓缓缓收回天从云之见 目光冷冽 它悟性无双 之前又多次触碰到宇宙级的强大敌人 领悟了宇宙本源法则 观察到苍穹之力 对于现阶段的凌昂来说 它已经能够清楚地凝视到 四大神明的存在 理解它们的能力更是轻而易举 更何况 这只是虚弱状态的永恒 不过凌昂不准备继续攻击了 它还没有重启宇宙的想法 这个宇宙需要永恒来维持 而且 凌昂已经达到目的 此刻 永恒已经露出胆怯的情绪 在目睹了凌昂的攻击之后 永恒再也没有之前嚣张的样子 因为他意识到 凌昂已经有了许多针对他的手段 无论是被时间冻结的混沌之王 还是这个能够直接攻击他躯体的力量 都无不再向他宣示一件事情 凌昂能够将永恒直接灭杀 现在 该轮到永恒来卑躬屈膝了 我觉得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永恒语气微妙 比如 比如 我知道的一些情报 先说 永恒轻轻叹气 想必你看出来了 我只是这个宇宙的化身 但是在宇宙之外 还有其他的多元宇宙 凌昂点头 美曼本身就有各种主宇宙和多元宇宙 而且 他穿越的地方还是 DC和漫威各种杂交混合的产物 之前他还见过多元宇宙的征服者康的一回 而且 他知道眼前的永恒 只是这个宇宙的永恒 如果是多元宇宙的永恒 不可能会这么虚弱 我的姐妹 无限 以及我的敌人 燕面 他们注意到了这个宇宙的反常 派出了他们的代理人 我可以给你这些代理人的情报 说到这里 永恒担心林昂拒绝 便快速解释说 他们有抽象神明帮忙掩护 如果我不说 你不一定能在事情发生之前 注意到他们的动作 就像这次 林昂点点头 永恒说的没错 比如混沌之王 这玩意是永恒的反面 但也是烟灭的分身 永恒和烟灭两边 本来就经常竞争 或者说厮杀 宏观层面的战斗一直不断 只是因为大部分战斗都在狱外 而且时间跨度俱长 所以 普通生灵完全无法意识到 仅此而已 混沌之王 能够在林昂眼皮子地下 攻陷众神之所 杀死噩梦之主 很难说没有湮灭在其中 插手作梗 那么 你现在知道 有哪些代理人 目前有两个比较明显的 说 万物之下 以及 建造者的仆从 永恒回答说 前者正在筹备地狱的进攻 而后者 正在谋划建造者的复苏 地狱 你是说 撒旦吗 是的 原来如此 林昂点头 此前他在解决浩克的事情时 就与万物之下 有过一面之缘 在漫威创作历史中 万物之下 被称之为万物理论的破坏者 为了破坏万物理论 将所有一切的宇宙毁灭 他创造了浩克 大脚怪 以及大头目 将其投入宇宙之中 去污染宇宙的一切 也就是说 混沌之王的行动 只是阴谋的一环 是的 永恒点头 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混沌之王 想要将宇宙化为虚无 烟灭的目的是将一切毁灭 而万物之下 更是打算将所有存在都摧毁 或许 当初帮浩克解决问题的时候 林昂就已经被万物之下算计在内 不 或者说 此刻的永恒也在算计 林昂看向永恒 他很清楚 永恒乃是四大神明之一 他的尊严 不会允许自己被凡人打败 或许告诉他这些信息 其目的 也不过是 为了利用林昂去对抗他的敌人 我说的都是真的 永恒再三保证 他觉得林昂的眼神有点危险 仿佛能够动穿他的心思 帮我盯着他们 是 林昂点点头 表情波澜不惊 转身朝着反蓝星方向走去 或许永恒确实想要利用他 但林昂不怕来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更何况 他现在也确实对地狱有些想法 火箭 帮我联系奥丁 第321章 反击 地狱的契约人 林昂 你是说地狱会趁这个机会进攻 反蓝星内 奥丁和宙斯脸色沉重 混沌之王的进攻相当突兀 所以 众天神并没有来得及反抗 哪怕是天赵大神 也在王座之间破灭之后 直接被混沌之王灭杀 如今 活下来的天神 也就只剩下奥林匹斯神系 和北欧神话诸神 可以说 天神已经毁灭了 你们会怪我吗 怎么会 两位天赋摇摇头 他们知道林昂在说什么 如今 林昂已经有扭转生死的强大力量 如果林昂愿意 他甚至能在一念之间 复活各大神系的天神 但是 两位天赋十分清楚 林昂并不愿意这么做 其原因也很简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大部分天神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态度 但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 之前 他们就曾经与林昂讨论过 这些神系的所谓天神 说穿了 不过是有强大力量的生命体 算不上真正的规则系强者 当然 如果只是普通的超级生命 林昂或许不会要求他们 去主动承担什么职责 人各有志 能力的来源也各不相同 他无权要求别人 遵从自己的道德 但是天神不同 他们仰仗凡人的信仰 通过吸取宇宙中的信仰之力 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力量 然而 当供奉信仰的凡人 遇到苦难的时候 这些天神却各种找借口 比如 在这一次的危机中 各大神系的天赋 并没有做出 与之职责相对应的行动 相反 他们在第一时间 就躲入王座之间 甚至企图封锁消息 好让混沌之王无暇 顾及他们的存在 对于这种天神 林昂觉着 他们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自然也不可能耗费能量 去帮他们重生 但是 地狱那边 应该怎么处理 赫拉克勒斯对此表示忧虑 他很清楚林昂的力量 但他担心 林昂只有一个人 而地狱能够从各种维度 进攻现实 如此一来 林昂或许会赶不及 这个 就要交给你们了 林昂拍着 赫拉克勒斯的肩膀说 我 是的 林昂看向大厅的众人 脸色轻松 朋友们 或许因为各种大战的缘故 你们觉得自己的实力 还有待提升 但我觉得 你们可以自信一点 听到这话 洛基和雷神索尔 面面相去 而后点了点头 在对阵混沌之王的时候 他们就意识到了 虽然自己的力量 无法阻止宇宙级的 超级强者自愈 但通过配合 他们完全能压制混沌之王 有了这一层实力 对付普通的地狱小怪 简直可以说是亲而易举吧 但是 我觉得 我还是不太行 赫拉克勒斯苦笑 林昂 我这次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放心 你会变强的 林昂想了想 从空间里面 逃出天从云之剑 这是 天津翁星的武器 看到林昂手中白色的长剑 赫拉克勒斯 觉着一阵炫目 作为霓虹神系 大名鼎鼎的神器 这玩意的威力 不容小觑 这是给我的吗 那你用什么 我不需要这种层次的东西了 林昂摇头 他已经获得宇宙级别的造物能力 创造宇宙都不在话下 至于天从云之剑 当然是随手就能够制造出来 对于林昂来说 武器什么的 根本不重要 所以 不如直接将天从云之剑 交给赫拉克勒斯 这样反而能够快速提高 天神小队的战斗能力 林昂 谢谢你 赫拉克勒斯满眼激动 哪怕他是大力神 也从来没有受到如此重视 差点恨不得当场跪下再次认住 林昂摆摆手 表示大家都是朋友 不需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那么 现在我们知道了 地狱即将进攻 究竟要如何防御呢 奥丁忍不住提问道 对于这一点 我们应该能帮忙 说话的是康斯坦丁 他们之前 就是为了寻求抵御地狱的力量 而来到反兰兴 而后跟随奇异博士 一起研究地狱维度的各种事情 如今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 说话间 康斯坦丁招来一片屏幕 首先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蓝星本身就存在大量被地狱蛊惑的普通人 直接寻找地狱 或许不太方便 但是 我们可以从被蛊惑的普通人手里寻找线索 他们想要联系恶魔 就必须使用恶魔专属的符文与魔法 并且达成契约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契约人 就能通过魔法破译契约的链接 从而找到地狱隐藏的通道 听到这里 奥丁点点头 那么 我们去哪里找到契约人呢 实际上 我们之前已经接触过了 第322章 契约来由 蜘蛛侠的诅咒 你们接触了谁 嗯 他说他叫蜘蛛侠 康斯坦丁想了想说 还说是您的熟人 蜘蛛侠 林昂想起来了 之前跟佐德将军战斗的时候 曾经与蜘蛛侠有过一面之缘 后来听闻格温被绑架 林昂带着彼得一起前去帮奥托博士解除了控制 带着两人一起来到反兰兴 然后 林昂就没怎么管他们了 在大部分时间里 彼得和格温两人都跟着奥托一起 负责一些科技层面研究 如果有什么战斗 就会让火箭和超人去指挥他们参与行动 但是 他怎么会跟地狱有契约 一众超级英雄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连林昂也没有想到 蜘蛛侠会跟地狱有契约 在林昂看来 小蜘蛛目前虽然不能算是顶尖超级英雄 但他经过火箭的升级之后 已经完全拥有媲美浩克的强大力量 更何况 彼得和格温的家里人都已经接到反蓝星上面生活 总不能说 肯叔叔在反蓝星上 被什么动物小朋友抢劫而死了吧 这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 光幕展开 彼得的身影出现在大厅中 少年露出局促的表情 显得有点紧张 林昂先生 不好意思 这不是什么大事 彼得 你先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跟地狱维度扯上关系的 这是之前的事情 在你毁灭征服者康之前 他找到了我 作为多元宇宙的旅行者 征服者康虽然实力不是顶尖级别 但是见多识广 有绝强的智慧 而在漫威多元宇宙中 蜘蛛侠也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像是什么机甲蜘蛛侠 小黑蜘蛛侠 一空间蜘蛛侠 甚至是四百大妈 但是 他们大多都有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必然会经历亲人的死亡 然后领悟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道理 这是就跟 DC宇宙里面 蝙蝠侠必然会经历双亲死亡 这是一样 但是 在林昂的宇宙中 彼得和格温同时获得了蜘蛛侠的力量 不仅如此 因为林昂跟佐德将军的战斗 提前遭遇两位蜘蛛侠 并将他们带到变种人学院学习 所以 他们并没有经历双亲死亡的事情 也从学院中学到了超级英雄的应有的责任 这让征服者康想到了 从内部瓦解反蓝星的方法 所以提前布局 找到了彼得 讲述了多元宇宙中蜘蛛侠的同位体 所遇到的各种事情 征服者康对彼得说 这是一种诅咒 在宇宙高位之上 有强大的神明 他们会将历史尽可能地固定 简单来说 虽然各个宇宙的历史不同 但各个宇宙都会存在相同的人 比如各大宇宙的征服者康 以及各大宇宙的蜘蛛侠 而对于这些角色来说 哪怕日后成就不同 但是必然会走上相同的 成为超级英雄的路子 所以 征服者康认为 哪怕有林昂在 哪怕彼得现在生活美满 无忧无虑 但宇宙的定律总会迫使他 走向命定之路 而且 林昂的干涉不一定是好事 经过多元宇宙的观察 征服者康得出一个结论 所有英雄都必然经历 所谓的起始之路 而如果有人没有经历这事 却成了英雄 那么 他将会在某个辉煌的时间 以千万倍的代价 去经历这个必然的痛苦 即便这个宇宙有林昂 彼得帕克 也逃不过命运的诅咒 所以 征服者康给我引荐了莫菲斯托 听到这话 康斯坦丁不由地看向林昂 林昂身旁 见证过是神者战甲争夺战的超级英雄 也不由地露出微妙的表情 林昂轻轻咳嗽一声 你们达成了什么交易 我和格温会免疫一次致命伤害 但是 如果我们使用了这次机会 那么我们将会忘记彼此的感情 胡闹 万磁王皱眉 我可不记得 学院提倡这种想法 对不起 算了 莫菲斯托被我封印了 所以这是问题不大 林昂表示理解 彼得毕竟还是个孩子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征服者康说的确实没错 亲人死亡这事 确实是蜘蛛侠的诅咒 那是来自创作者的恶意 同理还有蝙蝠侠的父母 也就是说 现在彼得身上 还有莫菲斯托的契约印记 X教授总结道 是的 康斯坦丁重新招来一片屏幕 上面是各种记录 以及符文的研究成果 通过与奇异博士的合作 我们成功从彼得身上 提取出了莫菲斯托的印记 现在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什么人 林昂不能启动通道吗 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主动出击 如果是林昂先生发动能力 可能会被撒旦察觉 康斯坦丁解释说 还有一件事 我们需要寻找到更多的契约者 而这件事情 有一个人能够轻易做到 第323章 恶灵骑士强尼 争夺力量奖章 芝加哥 睡骨 一间酒吧内 强尼 布雷泽正举着一杯啤酒痛饮 柜台边上 电视播放着钢铁侠总统的新闻发布会 衣着光鲜的托尼斯塔克 正在用他精湛的演讲技巧 向美国民众 讲述此前发生的危机 嘿 真的假的 酒吧里面 一群穿着朋克皮衣的壮汉 相互起哄 对于钢铁侠的发言颇为不屑 因为蓝星的时间被冻结 所以对于蓝星的民众来说 他们不过是 度过了日常的一天 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危机降临 所以 当钢铁侠述说蓝星的危机时 这帮人觉得 这613 不过是政府有一次的欺骗民众而已 嘿 在某宝的提问 强尼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放缓了喝酒的动作 作为扎坦诺斯的寄宿者 他知道钢铁侠所言非虚 在早上的时候 他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时间的封锁 那确实是针对蓝星的手段 因为他体内的扎坦诺斯 处于地狱维度和现实维度的间隙 所以 在时间冻结的时候 显得格外暴躁 同时 强尼还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在莫菲斯托消失之后 扎坦诺斯和地狱的仆丛 有过一段安静的时间 可是 时间冻结解除之后 他感到了来自地狱的蠢蠢欲动 想来 是有不少天神陨落了 所以 地狱才会 想要进攻人间 比如 现在酒吧里面 就有不少地狱的仆丛 强尼的目光 投向就酒吧的角落 那里是一个狭小的包间 一些黑道会在里面谈论非法的禁忌 此时 包间里面多了几个妖艳的女人 大家对此见怪不怪 对于黑道的人来说 这些女人就是他们手下的商品 除了日常玩弄 拿到酒吧 来推销 也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强尼知道 这几个女人并不简单 她们是魅魔 与某个沉默了的岛国的魅魔不同 地狱的魅魔 往往有着强大的战力 强尼知道 他们是奔着她来了 因为她之前弄死了不少地狱恶魔 老板负账 强尼将几个硬币拍在桌上 起身朝厕所走去 随着她的动作 几个女人也跟了上去 这场面 大家并不陌生 于是纷纷吹起口哨 对强尼的能力表示肯定 然而 走到厕所回头看向堵住门口的几个女人 我建议你们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 变身会让我心情不佳 撒旦让我们收回你的力量 那太好了 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回收 杀了你就行 我还真不意外 强尼叹了口气 一道火焰从她身体里面生腾而起 快速暴涨起来 而强尼的身体也在此刻迅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被恐怖火焰包裹着的白色骷髅 嗡嗡 酒吧之外 与厕所只有一强之隔的地方 一辆机车猛地燃烧起来 外壳 轮胎 现代化的装饰 全部销毁殆尽 只留下机车的躯体 化为末世朋克一般的简陋结构 而后 仿佛有巨兽咆哮一般 机车响起刺耳的轰鸣 魅魔意识到情况不对 掏出鞭子就要动手 而机车已经破墙而入 强尼跃上机车 挥动燃烧的铁链 带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冲向魅魔的队伍 只听轰隆一声 酒吧便被无数火焰包围 形成环形的火焰爆冲 卧槽 发生什么事了 街道上 居民瞪大眼睛 接着 他们看到一辆燃烧的机车 撞飞四五个女人 赤红色的轮胎 撵着他们的躯体 落在柏油路上 但是 几个女人仿佛没有受伤一样 他们缓缓从地上爬起来 撕下身体表面的人皮伪装 露出人皮之内的恶魔躯体 阴身女妖 恶灵骑士强尼 看着对方身体表面 油光增亮的羽毛和鳞片 倘若是普通的魅魔 她并不惧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有种危险的预感 于是 强尼连忙后退 而这一退 也躲开了魅魔的攻击 那是与她一样的 燃烧的锁链 力量奖章 强尼皱眉 连忙摸向自己的胸口 直到触碰到怀里的力量奖章 才彻底放下心来 找到了 魅魔露出满意的表情 糟了 强尼看到魅魔的表情 立刻意识到 对方的真正目的 而她身下 也浮现出魔法的痕迹 一到到绳索 就这么将恶灵骑士捆绑起来 你们想利用力量奖章 夺取所有的复仇之灵吗 没错 我们才不会让你开启地狱的通道 魅魔说到一半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因为这句提问 不是强尼说的 回过头 他们看到奇异博士 悬浮在天空之上 而强尼身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着一个东亚面孔的年轻人 此刻他正拿着恶灵骑士的力量奖章把玩 第324章 领悟上帝之怒 邀请恶灵骑士入火 你观察了力量奖章 由于你掌握地狱的力量 你领悟了上帝之怒 你可以轻松分辨罪恶者的灵魂 并且审判他们的罪恶 看到提示 灵昂露出满意的表情 将力量奖章还给强尼 你们是什么人 魅魔露出警惕的表情 虽然不认识奇异博士 但他们能感受到奇异博士身上魔法的力量 难道是然德基尔的手下 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大天使长出手 但是他们知道 这个大天使早就背叛了上帝 一直在暗中寄予力量奖章 人找到了 接下来怎么做 灵昂看向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点点头 来到强尼身前 掏出一块怀表一样的仪器 扫描一圈之后 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他身上的恶魔力量 符合要求 你们是谁 强尼很好奇 刚刚这名年轻人 明明有机会夺走他的力量奖章 但是对方好像对这东西并不感兴趣 康斯坦丁挠挠头 解释我们的身份有些麻烦 不过 你认识复仇者联盟吗 强尼点点头 心说 现在复仇者联盟的成员 一个是总统 一个是副总统 他想不知道也难 而且 他刚刚还听了钢铁侠的演讲 不过现在的问题 不是这个吧 强尼调转目光 看向魅魔群体 想要给眼前的两人使颜色 但他现在是一个燃烧的骷髅 这玩意有颜色吗 但无论是康斯坦丁 还是奇异博士 甚至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都好像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甚至奇异博士 已经从空中漂浮下来 对康斯坦丁说 既然我们找到恶灵骑士了 那么不如 直接开始行动吧 可以 呃 我想提醒一下 你们真的不用注意魅魔吗 强尼弱弱道 混蛋 竟敢无视我 魅魔也大怒道 他是撒旦的使者 走到哪里 不是被人毕恭毕敬 哪里有受过这种屈辱 可是 灵狼甚至都没有回头 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 师弟 再说话 其实奇异博士出来之前 灵狼就已经发动是神剑法 如果是天神祖级别的强者 或许会在一瞬间 发现自己死亡的事情吧 可惜这些魅魔并不强大 充其量只是地狱的排头兵 就连灵狼的攻击都没有察觉到 还保持着生前的愤怒 一丝血线 出现在他们脸颊之上 然后是第二条 第三条 一瞬间 魅魔群体身上 出现数以万计的斩机痕迹 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他们的躯体 一点一点抹除 就像用橡皮擦 擦掉纸面的污点 在强尼的目光中 他看到恐怖的一幕 魅魔群体 在灵狼的响指下 如灰烬一般散去 平静而绝望 这这这这这 这时候 强尼才注意到 在他眼里 灵狼的灵魂 并不像凡人一样清晰可见 他的能力 看不到灵狼的任何罪恶 也看不到灵狼的任何因果 甚至 就像是世界里面 不存在灵狼这个人一般 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一次 那就是 他去质问莫菲斯托的时候 也就是说 眼前的年轻人 比莫菲斯托还要强大 好了 弹店 奇异博士拍拍 恶灵骑士的肩膀 这种事情 对于灵狼来说 很简单的 什么 你就是灵狼 强尼瞪大眼睛 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 就是钢铁侠所说的 领导了强大的外星科技 在蓝星发生危机时候 站出来 力量狂澜的超级强者 呃 你们应该不是过来弄死我的吧 先说好 我的力量只针对坏人 嗯 我知道 灵狼安抚道 其实灵狼很清楚 恶灵骑士的力量 并不只是针对具有罪孽之人 或者说 他对罪孽的定义过于严格 所以时常会出现 执法过度的情况 比如 一个人不过是撒了谎 恶灵骑士便认定 他是必死之人 直接化作骷髅 对其动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强尼不仅需要克服 变身时候的痛苦 也得注意辨别 恶灵骑士盯上的所谓坏人 是否真的犯下了死罪 想到这里 灵狼开口说 强尼 你想不想摆脱痛苦 变成一个正常的英雄 什么 是这样的 力量奖章能够激发复仇之灵 你的家族 以及守护力量奖章的鲜血士族 都能够利用这个能力 变身恶灵骑士 嗯 没错 抢你点点头 没想到 您居然如此了解 但是 因为力量奖章 曾经遭受扎坦诺斯的污染 所以 使用力量奖章 也就必然会受到扎坦诺斯的蛊惑 陷入愤怒和暴力的燃烧中 这点我说的没错吧 确实如此 那么 你想不想摆脱扎坦诺斯 第325章 看守者 幻影骑手 想啊 抢你点头 他老特么想了 自从被莫菲斯拖拉上贼船 他对体内的这个恶魔 就一直深恶痛绝 就是因为 有这个恶魔的存在 每次变身 都要各种遭受痛苦 不仅如此 倘若他的意志变得薄弱 扎坦诺斯 还经常会出来抢夺他的身体 上次 在他拯救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就遇到扎坦诺斯 出来抢夺他身体 直接开摩托车 跑路的事情 好在后面 有其他超级英雄登场 小女孩才脱离危险 对于这种事情 强尼觉得受够了 可是他一直都 没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就算是鲜血士足 也只能请求上帝的帮助 但是强尼 没有什么沟通上帝的手段 据说那涉及到 OAA和生命法庭 不是他这种人能够接触 当然 激动之后 强尼还是有些狐疑 你不会骗我吧 嗯 之前有人跟你说过类似的话吗 奇异博士注意到这个细节 是的 他是大天使长 然德基尔 你没答应吗 还没来得及 康斯坦定笑道 是来不及 还是你忌惮对方 强尼没有出生 只是保持着燃烧的骷髅样貌 看我脸色形式点 JPG 灵昂倒是略知一二 在原作剧情中 大天使然德基尔 是上帝指派到凡间的代理人 负责监视和控制人间中的 恶灵骑士的力量 在二代恶灵骑士的漫画中 大天使长然德基尔 为了自己的目的 蛊惑了强尼的弟弟 将其恶灵骑士的本质 由恶魔转化成为天使 形成了蓝火恶灵骑士 并打算利用力量奖章 夺取复仇之灵的所有力量 如今 强尼仍然持有力量奖章 而他的弟弟 还没有继承力量 但是然德基尔已经找上门来了 是混沌之王的影响 灵昂开头解释 然德基尔一直想利用恶灵骑士的力量 去进攻天堂 但是他不敢表露自己的野心 听到这话 奇异博士和康斯坦丁连连点头 恶灵骑士也摸着下巴说 你是说 由于天神的陨落 然德基尔认为 天堂的力量被大幅度削弱 所以他提前布局 想要重新打上天堂 是的 那么 强尼 你愿意信任我们吗 康斯坦丁伸出手说 我觉得 你们可以信任 强尼伸手握住康斯坦丁的手 我知道 你们是拯救了地球的英雄 而且 他苦笑地摊手 从刚刚的事情来看 显然 这位灵昂先生 对我的力量并不感兴趣 嗯 因为我早就能够免疫地狱的攻击 灵昂点头 顺带一提 莫菲斯托就是我封印的 难怪 我说怎么从某一段时间开始 就忽然感受不到 莫菲斯托那股凡人的力量 强尼拍手说 那么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是这样 简单来说 我们打算进攻地狱 啊 强尼愣住 一时间没缓过神来 康斯坦丁健壮 上前一步 开始跟强尼解释 反蓝星的计划 听完反蓝星的计划 强尼愣了好久 也没有回过神来 抱歉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想要对地狱动手 有点震撼 你是觉得 我们做不到吗 那倒没有 准确地说 我很兴奋 奇异博士和康斯坦丁面面相去 心说你一个燃烧的骷髅 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兴奋的表情 这个忙我愿意帮 顺带一提 我能带上一些朋友吗 比如 鲜血士族的兄弟们 当然可以 林扬点头 我们需要快速找到地狱的节点 人多力量大 那我可以介绍一个人 谁 我的朋友 卡特 半小时后 骑着白马的牛仔 出现在几人面前 与强尼不同 卡特穿着一身白色风衣 头戴一顶牛仔帽 面部由白色丝巾包裹起来 看上去相当圣洁枯炫 林白一眼就认出来 眼前的人是漫画里面的幻影棋手 这一代看守者的领头人物 不过 虽然是白色衣装 但是当卡特解下丝巾的时候 还是露出一张正义的老脸 看上去和恶灵骑士电影里面的角色颇为相似 有一种美国西部硬汉的风格 面对几人 卡特也不废话 再来的路上 他就已经知道 林郎等人的目的 所以 他直接开门见山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随时 好 看来你们有备而来 卡特露出满意的表情 不过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尤其是你 强尼 如果想要进攻地狱 我需要你献出一部分的力量 卡特 你是想要让强尼将力量借给你带来的那个人吗 林郎看向街头间 远处 一辆机车正在快速接近 第326章 次语 林郎创造第三代恶灵骑士 机车缓缓停下 来者是一名壮汉 和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 是你 强尼认出了对方 这个穿着机车服的壮汉 就是亚当 强尼曾经收到对方的邀请 亚当声称 有能力医治他的能力 但后来强尼知道 亚当的目的并不单纯 他训练了他身边的这个女性 渴望将这个女人 变成最强大的恶灵骑士 以此来攻击整个地狱 但是 与林郎不同 强尼知道 林郎攻击地狱的计划 是为了平衡天神与地狱的实力差距 而亚当的计划 则是毁灭整个地狱 他知道 人间和地狱并不算没有关联 而如果毁灭地狱 那么人间也将会受到波及 可是亚当不在乎这些 他只想毁灭一切 所以 强尼并不同意亚当的计划 于是 两人的关系变得相当差 强尼要日夜忍受变身的折磨 而亚当也无法获得 他梦寐以求的恶灵骑士的力量 卡特 你是打算让他毁灭整个地狱吗 这你可就误会我了 卡特压底貌言呵呵一笑 我不过是 让他来帮个忙 听到强尼说话 亚当也是呵呵一笑 不一会儿 三个壮汉开始吵成一团 林昂等人默默退到一边 康斯坦丁巧声说 林昂 你看出来了吗 嗯 卡特并不信任我们 林昂知道 原作漫画里面的亚当 究竟怀揣着什么目的 卡特想必也很清楚 所以 答案其实很清晰 也就是 卡特想要利用亚当 来制衡林昂等人 作为这一代的看守者 卡特很清楚自己的职责 他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恶灵骑士的力量 被人拿来各种利用 所以用了驱狼吞虎的这一招 而且林昂还知道 卡特之所以笃定 亚当和他都夺不走恶灵骑士的力量 是因为恶灵骑士的力量 寄宿在强尼与莫菲斯托的契约之上 在卡特看来 无论是亚当 还是林昂 即便他们 拿走恶灵骑士的力量 他也可以让强尼利用契约 将恶灵骑士的力量 重新夺取回来 而眼前的这些争吵 不过是卡特利用强尼和亚当的不合 设计的一个小小的烟雾弹靶了 好了 大家不用激动 林昂朗声说 见强尼三人将目光投放过来 林昂再次开口 我有一个法子 可以让你们不用继续争吵 请说 强尼和亚当的争论 不过是因为 强尼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力量 交给亚当这个不信任的人 同理 作为看守者 相信卡特尼也不会认可我们 但是 我可以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 说完 林昂伸手指向亚当身边的那个女性 也就是漫画中第三代恶灵骑士 亚历安德拉 一道火光从林昂的手指升起 接着 两人之间形成一道火焰的链接 下一秒 亚历安德拉痛苦地惨叫起来 你小子做了什么 亚当几乎暴走 但是卡特将其拦住 亚当 别冲动 你的女人没有事 甚至可以说变强了 强你语气微妙 作为恶灵骑士和看守者 两人在林昂发动能力的那一瞬间看出来了 那是恶灵骑士的力量 甚至 与被扎坦诺斯侮辱的力量不同 林昂所使用的是来自复仇之灵的那股本源力量 与上帝同源 属于天使一侧 所以 亚历安德拉身上亮起的不是火红色的火焰 而是象征着承接罪恶的天使的蓝色的火焰 这是 我的力量 亚历安德拉很快回复过来 作为亚当培养的战争机器 他早就清楚 变身时候会遭受火焰烧身一样的痛苦 倒不如说 比起痛苦 他现在更惊讶于自己身上强大的力量 如今的他 能轻易看穿周围凡人灵魂中的罪恶 不仅如此 他有一种感觉 一种能够轻易将各种载具 化成自己的武器的强大感觉 现在 你们准备好了吗 抱歉 林昂先生 是我误解你们了 卡特叹了口气 他看出来了 林昂这一手是警告 也是示威 很显然 他其实并不在意 卡特和亚当的那点小把戏 从一开始 人家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意识到这一点 卡特也明白了林昂的战略 想来 对方应该已经与地狱有过接触 这一次战争 不仅是平衡地狱与天堂 更重要的 应该是找出钱藏在地狱里面的敌人吧 那么 现在请由我们来开启这场战争吧 卡特振臂一挥 旁边的屋子里顿时涌出一群牛仔来 而他们身上 都背着一个鲜血淋漓的人类 这些都是罪恶之人 此刻 便由他们作为祭品 开启通往地狱的大门 卡特伸手一指 他的身上也快速升腾起燃烧的烈焰 将他的身体与战马覆盖 形成酷炫的骑士人影 另一边 强尼和亚利安德拉也骑上摩托 面对罪恶之人 此刻 两人的力量几乎达到顶峰 第327章 绿门升起 灭霸归来 众神之所 雷神索尔正在研究有关地狱的各种典籍 正当他准备继续研读下一本书籍的时候 奥丁传来信息 索尔 我的儿子 地狱开始进攻了 接到信息的索尔立马赶到阿斯加德 果然 他看到彩虹桥之上掀起黑色的潮流 无数王者从大地之下生长出来 带着腐败的气息沿着彩虹桥前进 雷神索尔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海拉的王者大军 尽管在此前的战争中 海拉已经被林昂打败 但是林昂并没有消灭海拉的名符 雷神索尔不由得想起刚刚查阅的典籍 根据上面的记载 可以得知 地狱由最强大的万物之下统治 他窃取了恶魔的权柄 吞噬了原有的撒旦 并继承了对方的名字和能力 成为至高无上的地狱领主 而除了撒旦 还有其他的地狱领主 他们分别统治着各自的地狱维度 可如今 海拉已经不在 按理来说 这个地狱维度的力量 应该没有人能够使用了才对 想到这里 雷神索尔联络了奥林匹斯的同伴 名神哈迪斯 通过传送 哈迪斯在呼吸之间便来到阿斯加德 看到彩虹桥上面的亡灵大军 他的眉头也不由地皱起来 如何 我的朋友 你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是这样的 索尔 我和海拉同属于死亡类神明 掌控地狱 但我和海拉掌控的地狱 只会针对信仰我们的凡人和同系神明 哈迪斯解释道 举个例子 比如 我会帮助俄尔普斯 允许他领着自己妻子的灵魂离开地狱 但我不可能干涉你们北欧神话的神明 说到这里 哈迪斯指向死亡大军中间 雷神索尔顺着方向看去 居然在里面看到了 与混沌之王大战时候 陨落的神明的亡灵 不仅如此 我还察觉到 这些亡灵身上有奇怪的力量 一种腐烂的 愤怒的力量 腐烂 愤怒 雷神索尔细细咀嚼哈迪斯的说法 而后想起来 林昂离开之前 跟他说过的一些信息 索尔 如果遇到亡灵进攻 你要注意 看他们身上 是否有某种绿色的能量环绕 那是什么力量 从物理的角度来说 那玩意被蓝星人称之为伽马射线 但是其本质 是万物之下的身躯和力量 一般的亡灵 属于魔法侧 需要依靠死亡神明的权柄 附着在某种躯壳之上 才能重新出现在这世界之上 但是 附着了伽马射线的亡灵不同 此刻 雷神索尔注意到了 眼前的亡灵有一半没有实体 他们是纯粹的伽马射线 思考之间 阿斯加德勇士与女武神们 已经和亡灵开始交手 双方乱作一团 泼洒着血腥 好在 因为有反蓝星提前提供装备 阿斯加德的队伍 并没有出现太大伤亡 但是 雷神索尔敏锐地意识到 事情不太对劲 父亲 你能使用镀鸦观察战场吗 索尔 你难道发现了什么 奥丁眯起眼睛 而后召唤自己的镀鸦 无数视线在此刻汇聚到 他那独眼之中 发出蓝色的亮光 原来如此 我看见了 他们在聚集某种能量 用灵昂的说法 那是伽马射线吗 但是 他们需要伽马射线做什么 奥丁皱眉 而后忽然想起 灵昂之前提到的一个设定 万物之下是伽马射线的本源 这种射线不只能够引发变异 将班纳和浩克结合成为一体 还有一个需要警惕的作用 那就是 绿门 奥丁回想起来 说起绿门 哪怕是灵昂 也不由得露出一丝警惕的表情 根据灵昂解释 这玩意最恐怖的地方 在于形成一个生者与王者的通道 使用绿门 万物之下能轻易将他的目标 从地狱拉回现实 而在漫画中 这玩意使用频率最高的 就是将浩克从地狱里面拉回来 并且清除浩克的记忆 使得他与班纳各种决裂 糟糕 绿门快要形成了 王者的动作很快 他们利用死亡特性 在短时间内聚集了恐怖的伽马射线 于是 在奥丁众神震惊的目光中 一道绿色门飞 在阿斯加德彩虹桥上涌现出来 一只紫色手臂按住大门 剑术的身躯从里面缓缓走出 泰坦亡灵 灭霸 灭霸双眼无神 瞳孔之中 有绿色的火焰正在燃烧 萨诺斯 为什么会是他 雷神眉头紧皱 但是洛基已经提着世界之剑上前 此前 他就是被灭霸利用 差点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如今看到这个老对手 怎么能不动手 但是洛基的动作完全被灭霸看穿 他的长剑还没砍下去 灭霸已经一拳打在洛基胸口 轰的一声 洛基整个人将彩虹桥离出十几米的深坑 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第328章 小子 这就是反蓝星科技 灭霸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洛基从坑里面爬起来 不知道为啥 他总感觉这一幕有点眼熟 仿佛自己在其他宇宙也被这么揍过 或许是绿门的缘故 雷神索尔飞到洛基身边说 灭霸本身就是泰坦 实力不容小觑 而且听林昂说 通过绿门 受到绿门认可的生物 能够获得伽玛射线的力量 虽然眼前的家伙 一身紫色看不出什么 但是说不定对方身上 已经有能够匹敌浩克的力量 一起上 索尔举起雷神之锤 一大片雷电从天而降 瞬间清场 恐怖的雷617电 甚至将灭霸的身体 都压到地面之下 但是 灭霸并没有因此失去战斗能力 相反 他居然顶着雷电起身 怒吼着走向索尔 洛基趁机会连忙上前 一剑 砍在灭霸双腿上 世界之剑相当锋利 如同热刀划过黄油 灭霸双腿 瞬间被斩断 整个人都跪在地上 然而 没等两兄弟 露出满意的表情 战场之中 绿门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后 索尔和洛基 看到灭霸的双腿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升起来 我讨厌再升 洛基吐槽一声 举剑继续发动攻击 两人化为一蓝一律两个光点 以极快的速度 对灭霸发动攻击 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便砍了灭霸成千上万次 可以说 灭霸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 即便是这么恐怖的攻击 也并没有给灭霸造成一点伤害 每当两人砍下灭霸的肢体 很快 这些肢体就会再生出来 没完没了 洛基不由地想到 之前跟混沌之王的战斗 对方也是利用不死之躯 哪怕挡不住两人的进攻 也完全没有受伤的样子 这样下去 他们早晚会被这东西耗死 父亲 联系反蓝星 好 奥丁站在远处 拨通反蓝星的电话 火箭浣熊的脸 出现在光幕之上 火箭 阿斯加德遭遇攻击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是遇到了不死的敌人吗 是的 好的 正好 我刚刚研发了一个武器 这就给你们投送过去 说完 火箭按下某个按钮 下一秒 阿斯加德上空 亮起巨大的空洞 倒映出反蓝星的某个研究设施 接着 在反蓝星的地面上 巨大的舱门快速打开 露出一款细长的飞梭 利用强大的势力 奥丁看见了飞梭里面的驾驶员 那是星爵 此刻 他正露出兴奋的表情 轨道打开 飞行许可确认 即将弹射 请驾驶员自行判断 弹射时机 了解 星爵关闭舱门 戴上耳机 伴随着八十年代 绝世音乐的小号声 飞梭后 端亮起紫色的火焰 呜呼 星爵激动地按下启动按钮 而后便是恐怖的推背感 飞梭化为一道流光 自反蓝星起飞 如克利达摩斯之剑一般 从空洞快速向下 后撤 奥丁发出威严的命令 于是 阿斯加德的军队 快速离开战场 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如果援军实力不够 那么阿斯加德的军队 将会被亡灵军队追击 形成巨大伤亡 但是奥丁知道 反蓝星出品 必属精品 天空之上 云层传来尖锐的呼啸 火红色的飞行器 只用了眨眼的时间 便穿过数千公里的距离 狂暴的力量 直接将空气点燃 拉扯 压缩 就连索尔都忍不住抬头 星决的飞缩 没有使用什么机炮或者火箭 只用速度 便将彩虹桥附近的地面点燃 宛若神明 在地上写下火红的一笔 这一下 拥有实体的亡灵 几乎全灭 就连被绿门控制的灭霸 都下意识愣了一秒 而后 钢铁鸟儿展开双翼 腹部之下 舱门打开 自天空之上 投下大量的白色光片 最靠近绿门的光片 在空中三维展开 形成柱状发射器 下一秒 淡蓝色的力量将绿门笼罩 宛如巨大的手掌 牢牢抓住绿门 而后 粗暴地将其撕扯开来 形成巨大无比的通道 接着 无数光片落入绿门之中 毁灭降临 阿斯加德众人 只看到一道耀眼的白光填满视线 接着便是恐怖的灼热 沿着攻击轨迹扩散开来 在那绿门之中 无数地域生物 不过刚刚抬起头 便在眨眼之间变成焦炭 而后化为飞灰消散 爆炸 燃烧 分解 只是观看 索尔都觉得 自己的肌肤 要被绿门之中 恐怖的热量融化 擦 火箭你 究竟丢了什么东西进去 苍穹之力的一点小应用罢了 谈笑之间 一片小光片 透过灭霸的身体 而后 在索尔待着的目光中 灭霸的身体 如同飞沙一样 被风轻轻带走 甚至连再生都没有实现 嗯 我已经习惯了 洛基点点头 我觉得 以后 可以直接找反蓝星要支援 第329章 地狱进攻 复仇之灵全部出击 同样的事情 还发生在蓝星之上 夜晚 刚刚结束演讲工作的钢铁侠 正在斯塔克大厦顶层研磨咖啡 同时盯着贾维斯发来的科技研究进展 拖火箭的服务 贾维斯已经做过一次全方位的升级 同时 斯塔克工厂 加装了反蓝星赠予的智能无人机 形成庞大的产业结构 从原料 到加工 到最后的成品 各种高科技装备源源不断地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 开始组装 并且发送到蓝星的大气层圈 不断组成愈发精密的行星级别防御与监测系统 而就在钢铁侠刚刚做好一杯手冲咖啡的时候 贾维斯发来警报 纽约出事了 钢铁侠托尼连忙点开贾维斯投射过来的信息 然后他看到 在时代广场中央 一个红色的巨人正在大肆破坏 通过人工智能AI的快速研判 钢铁侠很快收到了这个红色巨人的信息 罗斯将军 见鬼 这是班纳的熟人吧 托尼下意识联系林昂 但是他注意到 在罗斯将军身旁 还有一道绿色的门飞 远处 是一个人拿着玄戒 正在快速施法 画面中 超级英雄猎鹰已经赶到现场 他张开双翼 快速穿过街道 朝红色巨人丢下几枚炸弹 轰隆一声 红色巨人被火焰吞噬 但是 很快 托尼看到爆炸的火光快速膨胀 红色巨人借助烟雾的掩护 高高跃起 见鬼 猎鹰吓了一跳 几乎快要被红色巨人一拳打下来 一发箭矢从旁边射来 爆炸箭头命中红色巨人 将其短暂的击退 鹰眼站在高楼之上 露出无奈的表情 神盾局的装备 对于蓝星的其他国家 确实比较领先 但对付这种怪物 就显得相当鸡雷了 这时 美国队长打来通讯 托尼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班纳 班纳目前来不了 神奇先生接入两人的通讯 凌羊说 班纳有另外的工作 所以会安排其他人来帮助你们 哦 是什么人 嗯 这我也不清楚 神奇先生挠挠头 他没有跟随凌羊前往蓝星 所以猜不透凌羊的想法 不过 凌羊出发之前说过 倘若地狱真的发动进攻 那么援军将会从地狱出现 地狱 钢铁侠看向画面 目光忍不住投向那巨大的绿门 如果有什么玩意 能称得上地狱之门 那就一定是这玩意了 看上去颇有种魔兽世界的感觉 而就在神奇先生说话没多久 钢铁侠忽然听到 绿门内部传来一阵隐情的咆哮 钢铁侠托尼 认得这个声音 他经常被人吐槽像是一个嬉皮士 当然托尼也确实如此 他叛逆 自傲 狂放 了解上流社会的一切玩具 而对于这样的一个花花公子来说 自然不会不认得 这种复古的超级玩具 机车 如果说 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美国文化 除了西部荒野上潇洒自由的牛仔 另一个便是穿着漏肩牛仔马甲 嘴巴叼着雪甲的丝瓦心格 拜托 终结者超酷的好吗 但是为啥地狱里边会有机车 托尼突然有种吐槽的欲望 心说地狱里边 难道都是什么热爱死亡重金属的摇滚歌手吗 而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道火焰自绿门之内喷波而出 伴随着热情的尖叫 燃烧着的机车轮胎 就这么狂放地 这里就是纽约吗 恶灵骑士强尼不由地敢开道 卧槽 新的地狱生物 不 那是友军 神奇先生向所有复仇者通知道 顺带一提 不止他们一个 话音未落 又是一道蓝色火焰的机车冲刺出来 再次撞在红色巨人的脸上 而后便是另外一辆燃烧的机车 以及一个燃烧着的白色骏马 和燃烧着的白色牛仔 你跟我说 他们是友军 阴眼一时间 有些摸不清这几人的路数 因为对方长得实在是太抽象了 三个燃烧的骷髅 和一个骑着燃烧着的马的燃烧牛仔 比起这四个 红巨人都显得相当正义了好吧 好吧 虽然很难想象 但是他们确实是友军 钢铁侠托尼轻叹一声 因为他收到了更多的监控画面 在蓝星各地 都出现了绿色的门飞 并且从那些门飞之中 走出了拥有完整躯体的人类 但是 通过AA研判 托尼已经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那就是 这些人类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死人 甚至有的干脆就是从坟墓里面苏醒过来 打破坟墓走上街头 完全失去了死亡记忆的样子 不仅如此 当他们看见曾经的亲友 都毫无例外地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而后 身体快速长大 虽然没有绿巨人好客那种恐怖的体型 但是比起普通人也要更加强壮 哈 好恐怖的进攻 如果只有我们 或许会受不住吧 但是 在画面中 每一个出现亡灵街区 都有机车的声音响起 而后 有燃烧的骷髅从绿门之中走出 第三百三十章 时间保时坐耳 灵昂的科学实验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所有复仇之灵出击的画面 时代广场 绿门内部 亚当暴凶说道 他所处的位置 是地域内部的某种高山之上 高山之下 是无数的出入口 而在出入口附近 都站着一只燃烧的骷髅 他们坐上燃烧的机车 将绿色的亡灵 按在地上暴打 根据灵昂的说法 这些亡灵会重新拥有肉体和灵魂 但是他们的一部分存在 会被万物之下剥夺 成为对方的奴隶 对于这些存在来说 复仇之灵能够直接审判灵魂 倘若对方的没有罪恶 那么复仇之灵 将会宽恕对方的灵魂 并引渡到天堂 而如果对方的罪恶过重 那么灵魂就会被轰爆 并投入地狱 无论哪一种 都能快速消磨对方的战斗力 而这一切都在一瞬间之内同时进行 亚当感觉有些恍惚 他仿佛看到一个巨大的骷髅 凝聚在宇宙之上 架起一块巨大的天平 将无数王者纳入其中 称良归纳 而这样的场景 还要归功于自己的老对头 初代恶灵骑士强尼 亚当是跟着强尼一起进来的 而后他看见强尼激发力量奖章 居然将历代的复仇之灵都喊了出来 想到这里 亚当不免觉得有些幻面 他一直觉得 强尼不过是一个信任 因为强尼本来不是复仇之灵的宿主 是莫菲斯托让强尼拥有了复仇之灵的力量 纵使这里边有莫菲斯托的某种阴谋 但毫无疑问 强尼克服了这些问题 得到了力量奖章的某种认可 那么 你们来到地狱 又打算怎么做呢 亚当看向旁边的两人 那是康斯坦丁和奇异博士 对方并没有与强尼一起 利用机车加速 撞出地狱维度 回到凡间 去帮助那些无辜的人 也不像亚当他自己 是为了给予亚历安德拉某种定位 好让他能够通过机车 再次回到这个地狱维度 两人来到这里之后 什么都没做 只是默默观察这个世界 并且眉头紧皱 没看到什么恶魔 有点古怪 康斯坦丁放下望远镜 除了绿门开启的地方 他几乎看不到什么恶魔或者王者 但是 这与灵羊说的不符合 也与他日常接触的恶魔不符合 康斯坦丁很清楚 恶魔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成分 他们善于运用谎言与契约 蛊惑人类堕落 玩弄人类的灵魂 他们不一定强大 但一定非常狡猾 康斯坦丁不信 这些恶魔会乖乖躲起来 除非他们在酝酿一些恐怖的事情 让我来看看吧 奇异博士从怀里 拿出阿哥摩托之眼 开始发动魔法的力量 整个人都变得快速抽搐起来 这时 一道恐怖的利爪突然出现 将三个人碾压成了碎片 嘿嘿 虚弱的凡人 土壤里现身露出猙獰的笑容 但是 下一秒 远处悄然出现一道圆形门飞 奇异博士 康斯坦丁 以及亚当 从里面跳了出来 亚当一时间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感觉人生观被刷新了 玩弄时间的一点小技巧 奇异博士摊手 这是他之前领悟出来的小把戏 能够叠加时间 形成一道莫比乌丝环 在这领域之内 没有任何存在 能够杀死他 一切都会在他死亡的时候重置 直到他自愿解除这个魔法 当然 这是对灵昂不管用 奇异博士曾经找灵昂测试 但是灵昂一发设险 就洞穿了时间的屏障 不过用来对付眼前的这些恶魔 已经足够了 而且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弄死这些恶魔 而是要让地狱真正的主人心动 那是 时间保时 一瞬间 地狱开始躁动起来 亚当只觉得 眼前一阵迷幻 仿佛空间都要破碎 无数光影 形成如同万花镜一样的光彩 以疯狂的姿态重叠在一起 而后 几个庞大的恶魔 从其中涌现出来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 带着牛角的黄色恶魔 亚当一眼就认出对方 入西法 而后 是别西普 黑心怪 托克 几乎叫得上名字的地狱领主 都在同一时间 出现在奇异博士面前 不仅如此 在他们身后 庞大的通道之外 是数以百万计的灵魂 与各种恶魔与怪物 亚历安德拉 我这边有点麻烦了 听到这话 亚历安德拉连忙掉转车头 但是 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身边突然传来恐怖的风声 亚历安德拉连忙躲避 这时他才注意到 时代广场之上 除了红色巨人 还多了一个背后 长满尖刺的巨人 那是曾误 这家伙也来了吗 猎鹰露出牙疼的表情 我可打不过两个绿巨人 无妨 一道声音传来 天空之上 有两道恐怖的雷霆劈下 将两个巨人 死死压在地面时 凌昂从天而降 伸手一张 一道微型宇宙 就这么创造出来 直接将两个巨人 拉入其中 现在 让我来实验一下吧 第331章 红巨人能吸收能量 那就用无敌的 欧米切射线试试吧 这里是哪里 罗斯将军和曾误 四下打量 露出不解的神色 他们看到 自己还处于 时代广场之上 但是 与之前不同 周围没有逃避的人群 也没有损坏的车辆 时代广场 就是像是有剧组包场一样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看着广场周围 巨大的电子屏幕 不 准确地说 不止他们一个人 在不远处 还站着一个 东亚面孔的年轻人 那是灵昂 果然 使用微型宇宙 能够屏蔽万物之下的力量 灵昂能够感受到 这两个巨人的身体里面 已经没有万物之下 赐予的那种强大的能力 剩下的只是 普通伽玛射线干涉 而形成的变异肉体 强度有限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灵昂能够使用 地狱火的力量了 作为万物之下 拿来对付浩克的底牌之一 罗斯将军和曾物两人身上 有着不少万物之下的力量 此前 灵昂并不能直接用审判之眼看穿 只能隐约看到 万物之下在作祟 而现在 他利用微型宇宙 断开了两人与万物之下的链接 于是 地狱火的审判之眼 便可以直接看穿两人的过往 眼下 灵昂通过审判之眼的力量 一眼就看穿了 两人与万物之下接触的过程 以及 万物之下 对于两人所交代的任务 简单来说 就是对方强化了两人的能力 并使其通过地狱 来增强自己的肉身 想要以此 来引出浩克 根据漫画设定 对于万物之下来说 浩克和大头目 是对方与凡间沟通的重要手段 通过浩克 万物之下 才能打开地狱的门飞 将其恐怖的军团释放出来 不过目前的情况 跟漫画设定有所差距 通过火箭的检测 他察觉到 宇宙各地 都出现了亡灵复生的情况 并且 这些附生的亡灵 与漫画中的浩克一样 拥有肉体和强大的力量 但是没有记忆 与之相对应的 万物之下的恐怖军团 并没有任何动作 想到这里 凌昂心里有了一些猜测 你在小看我们吗 红色巨人罗斯与曾物 发出愤怒的吼叫 两人虽然失去了 万物之下的力量 但是伽玛射线影响的 愤怒的本能还在 更不要说 凌昂出现之后 便用那令人讨厌的眼神 注视着他们 于是 此刻两人直接举起一辆汽车 对凌昂开始发动攻击 对于这一点 凌昂并不意外 他当然清楚 审判之眼会引起 审判对象的愤怒 他也有能力消解这种副作用 但是 没有必要 听说绿巨人越是 愤怒实力就越强 在漫画中 甚至能够掀起世界大战 掉锤神明 凌昂当然不可能去跟班纳对决 所以 他创造微型宇宙 将两个人拉进来 一方面是为了看看 能不能切断 与万物之下的联系 窥探过往的时间 另一方面 自然也是想要看看 两个伽马巨人的力量 为之后的行动兜底 狮子薄兔 一用全力 稳健才不会翻车 面对两人的进攻 凌昂发动欧米切射线 一瞬间 射线不仅洞穿两人丢过来的汽车 还迅速穿过两人的手臂 并将其分解消融 两人发出愤怒的吼叫 发动自愈能力 然后 两人注意到 自己被攻击消融的手臂 完全没有自愈 而是就这么消失了 嗯 只有这样吗 凌昂有些失望 他记得 漫画里面的红巨人 是能够吸收各种能量的 而且 伴随着吸收的能量的质量越高 他的实力就会愈发强劲 所以 凌昂一上来 就用了欧米切射线 想要看看 对方是否能够吸收这种力量 如果对方能够吸收 那他就会改变自己的战斗策略 想到这里 凌昂不由地摇头 也是 之前与他战斗的 都是宇宙级别的强者 对比起来 眼前的两人就差得远了 想到这里 凌昂手上的力量开始转换 苍穹之力 混沌之力 凤凰之力 维度魔法 半个小时的时间 凌昂换了超过一百种攻击 终于将两人的底线测试出来 也就是说 失去了万物之下的加持 大概也就是普通层面的自愈和吸收 比金刚狼还要差几个等级 除非有人投喂能量射线 将其不断提高 那就这样吧 一招解决两人 凌昂转身离开微型宇宙 此时 卡特和强尼已经在时代广场等待凌昂 凌昂 听亚当说 里边好像出事了 厄灵骑士强尼对凌昂说 不用担心 不是什么大事 凌昂看了一眼绿门 不借用能力 只是单纯利用视力 他就能轻易看到奇异博士等人的情况 如果只是电影里面的奇异博士 遇到这种情况 或许会觉得十分棘手吧 但是 这个奇异博士 有反蓝星的强化 无论是魔法还是肉体 都大大提升了 再者说 他派奇异博士进去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让反蓝星的人去验证技术指标 现在应该到时间了吧 凌昂小声嘀咕说 果然 下一秒 奇异博士在天空上画了一道巨大的圆形传送 露出反蓝星表面抬起的巨大电磁炮口 第332章 一炮重伤地狱领主 反蓝星建立地狱通道 似乎感受到某种恐怖的能量正在聚集 地狱领主们猛地抬头 然后看到巨大的炮管亮起致命的光芒 倘若是普通的动能武器 这些地狱领主或许并不害怕 他们都具有一定的魔法能力 规避物理攻击的手段也不少 但是 他们在那巨大的炮管上方感受到了某种恐怖的威胁 那是 通过弑神者战甲所激发的苍穹之力 准确地说 这发炮弹就是利用弑神者战甲的技术 所制造出来的 这是反蓝星第一次使用这种炮弹 用于攻击地狱目标 闲什么女士们 让我们看看 这盛大的华彩吧 火箭兴奋地按下发射按钮 与此同时 奇异博士也带着同伴闪烁到数千公里之外 下一秒 仿佛有雷霆轰鸣 只见天空亮起巨大的蓝光 在数百微秒之内 蓝光迅速变成毁灭的黑红色 以恐怖的动能落入地狱的地面之上 绿门之外 复仇之灵 强尼 卡特 甚至是时代广场上的超级英雄们 顿时看到了一幅末日般的景象 在光束落入地面的瞬间 地面仿佛被人吹起的气球一样 快速胀大起来 但是岩石的特性 使得它们不可能如同橡胶一样完美的膨胀 于是 数以百万计的猎蚊快速出现 沿着表面迅速蔓延 只是眨眼的时间 无数的基岩迅速破碎开来 被恐怖的力量裹挟着冲上天空 这是什么攻击 猎鹰等人感觉口水在疯狂分泌 它们距离攻击地点很远 但也看到了攻击的后果 那简直就像是看到一个星球表面 突然长出一个青春痘一般 然后快速喷射出红色的血水 但是 它们都是神盾局的人才 作为特种作战人员 能轻易分辨视觉比例与实际距离的差距 所以 猎鹰等人只是看了一眼 就知道 这个攻击的范围 差不多有几百公里这么大 如果是落在蓝星之上 先不提大陆板块的移动 单单是炸裂出来的岩浆灰 便能掀起 毁灭整个蓝星的恐怖气象了吧 我觉得 我好像小看火箭了 康斯坦丁擦着头顶的灰尘 他和奇异博士觉得 提前量已经留得够多 但是还是差点被攻击波及 当然 另一边 亚当和亚历安德拉的表情 就显得震撼到麻木了 擦 有这种能力 你们分分钟就能把地狱灭了吧 还有什么找他们的必要吗 似乎读出了两人的表情 奇异博士解释说 别妄自菲薄 如果没有你们 我们也没办法 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 偷渡进来 呃 谢谢夸奖 亚当麻木地点了点头 但不知道为啥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怎么说的他 好像是各地狱间带路党的样子 不过 虽然物理动能很强 但是真的能对地狱生物 造成攻击吗 亚当露出狐疑的表情 如果人类的物理攻击 能轻易打通地狱 那么卡特他们早就 跟黑帮近火军火 打上地狱了好吧 这个 我们也是在测试 奇异博士打开远望魔法观察弹坑 同时 反蓝星上面 火箭面前也浮现出无数道屏幕 用于反馈攻击信息 最直观的 是摄像机拍摄回来的视频信息 在弹坑中 无数恶魔已经烟消云散 但是地狱领主还活着 真是顽强 火箭露出惊叹的表情 通过各种数据的反馈 他得到了对方躲避攻击的手段 简单来说 在攻击落下的一瞬间 所有地狱领主 都将自己的身体 藏到了各自的地狱维度里面 倘若只是普通的动能攻击 说不定就打空了 但是 反蓝星的攻击 又是神者战甲的加成 所以 尽管躲入自身的地狱维度 地狱领主 还是遭受到了反蓝星的打击 哇 屏幕之上 地狱领主 猛地吐出一大口血 在他们身上 是萦绕的苍穹之力 恐怖的力量 将地狱的维度撕开 直接入侵到他们的身体里面 造成巨大的破坏 此刻 他们已经重伤到 无法动弹了 撒旦 再不出手 你的地狱 可就要被灭掉了 唉 地狱内 忽然响起一声略带淌疼的叹气声 下一秒 一团潦草的绿色线条 出现在蛋坑之中 你们也太弱了 操 你自己吃一发攻击试试看啊 几个地狱领主 在心中吐槽 但是他们虽然有一份填膺的心 却没有以下犯上的胆 所以只能露出一副对不起 是属下无能的表情 这下麻烦了 万物之下抬起头 地狱上空 与反蓝星宇宙空间 连接的入口处 蜘蛛侠彼得帕克 穿着机械战甲 处立在宇宙空间之上 伴随着卡马太基的法师们的努力 小蜘蛛的体内 涌现出巨大的魔法契约 而后 天空之上的通道 快速被固定起来 与反蓝星和众神之所联系在一起 下一秒 一个壮汉 站在了通道入口之上 第333章 首战 赫拉克勒斯 对战万物之下 那名壮汉 就是手持天 从云之剑的赫拉克勒斯 此时 他全身上下神力暴涨 已经拥有众神之神的雏形 看到赫拉克勒斯 手上的剑 即便是万物之下 也不由地露出牙疼的表情 而赫拉克勒斯 也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敌人 对方几乎没有实体 看上去是一团绿色的烟雾 和各种各样变异的肉体 杂交在一块的产物 在地狱之上 绿色的肉块 凝聚成四双巨大的手臂 而后 在这些手掌之中 猛然生长出一枚枚眼球 混沌之王的武器 万物之下语气凝重 说话之间 肉体形成620诡异的扭曲 就连那些眼球 也四下转动 好四下 一秒就要爆炸开来 看见这样的场景 赫拉克勒斯 不免想起之前 琳琅的警告 听好了 万物之下代表的是生命的反面 还有一些克苏鲁的元素 对方只对毁灭宇宙感兴趣 是几乎不能沟通的存在 赫拉克勒斯之前 是有些疑惑的 他想着 哪怕是地狱领主 也会为了生命而妥协 在他们的地盘 怎么会诞生 为了毁灭而存在的生物呢 现在 他感觉琳琅说的没错 拿到天从云之剑后 赫拉克勒斯的实力暴涨 还在出发之前 得到了大地之母盖亚的馈赠 面对万物之下的时 他只觉得 眼前的敌人 一直在散发着某种隐晦 而恐怖的气息 就连他这样的天神 都忍不住有些战力 战吧 赫拉克勒斯大喊一声 神力激荡 形成弹金色的光弧 然后他如同炮弹一般落下 只听一声金属的铿锵 天空激荡出巨大的白色浪潮 康斯坦丁咪 着眼抬头看去 发现在赫拉克勒斯身前 多了两个巨大的身影 那是红巨人与憎恶 林昂杀死他们后 这两人便被万物之下召回 现在成了对抗的帮手 对于两人的出现 赫拉克勒斯并不意外 早在出发之前 林昂就提醒过他 除了好客 万物之下 对这类受到 伽玛射线辐射的变种绿巨人 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哪怕林昂将两人困住 也没有用 因为万物之下能够 重新制造其他巨人 所以 林昂并没有选择将两人控 死在微型宇宙 而是在获得想要的结果之后 杀死两人 送两人回来 如此一来 赫拉克勒斯对上的 就是已知的敌人 而林昂已经在出发之前 就已经对赫拉克勒斯 讲述了两人的特性 以及相对应的弱点 所以 面对两人的防御手段 只见赫拉克勒斯 催动天从云之间的力量 再次拔高自己的输出能力 于是 天空之上有巨大的爆炸亮起 只见万物之下 身前的两个巨人光速下坠 落入地面 下一秒 延迟的爆炸波 浪卷起地面的尘埃 则 万物之下 发出不爽的声音 他很清楚 天从云之间的能力 那玩意对他来说 甚至有点克制 伽马射线 能力发动 地狱空间内 亮起醒目的绿色光芒 狂暴的力量 穿过整个空间 接着 大地开始振战 发生什么了 亚当觉得 自己仿佛在经历 六级地震一般 根本站不住身体 奇异博士也打开魔法观察 当然 最直观的 还是反蓝星之上的设备 指挥中心内 众人张大嘴巴 在屏幕之上 只是一瞬间 便出现了无数的红点 起先 这些红点不过是 散落在屏幕的各个角落 但是 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屏幕便被红点填满 形成一张红色的平面图 也就是说 敌人已经不能用 常规的数量来形容 发射 火箭按下开关 反蓝星上 顿时抬起数百架炮管 并且同时充能 接着 一道道带着试神者战甲材料 和苍穹之力的炮弹 划出黑红色的轨迹 冲向地狱内部 然而 这一次 炮弹并没有 直接落在地狱表面 众人看到 自地面之下 无数绿色的 诡异的 拥有爆炸性肌肉的变异生物 沿着炮弹的方向 快速结合在一起 一只巨大的手臂 在地狱之中快速升起 先是第一发炮弹命中 爆炸与动能沿着手掌滑行 宛若魔术节目中 留过魔术师手掌的燃烧着的酒精 但是 对于这些手臂而言 并没有产生任何致命伤 接着 眼前的场面 就如同小孩 用手掌接住天上落下的水滴 然后在手掌中炸开 火红的流星 几乎填满整个地狱的天空 裹挟着恐怖的热量落下 爆炸 燃烧 毁灭 单单是余波 就能将地狱领主带来的小弟们轰碎 然而 对于生长出来的手臂而言 却是几乎没有任何伤害 被炸裂掉的个体 不过很短的时间便能补充 恐怖的能量贯穿的组织 也很快被填补 那只巨大的手臂 就这么快速生长起来 几乎要抓到 赫拉克勒斯本人 第334章 上帝之怒 恶灵骑士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连忙后退离开巨手的攻击范围 然后他看到巨大的手掌 在天空合拢 恐怖的力量捏出狂暴的气浪 在天空形成巨响 那玩意是什么 亚当震惊了 这不就是你们一直对抗的敌人吗 康斯坦丁贪手 才不是吧 如果是这种层次的敌人 亚当才不会有自信 让亚历安德拉去解决掉对方了 似乎能察觉到亚当的心思 亚历安德拉摸着燃烧的下巴 不 我或许有办法 啥玩意 亚当回头露出一脸不可置信 但是 亚历安德拉双眼之中的火炬燃烧得 愈发旺盛起来 他有种力量越来越强的感觉 另一边 灵昂也感受到了地狱火力量的躁动 与强尼他们手上的地狱火力量不同 灵昂赐予的地狱火力量更偏向于天堂 而根据漫威各种杂柔的设定来说 天堂也分为常规神话的天堂 也有说生命法庭就是天堂本身 在漫画里面 蓝火恶灵骑士从属于大天使然德基尔 所以蓝火恶灵骑士的判定会更加严格 就连轻微的撒谎 也会被其判定成为罪恶 然后将对方的灵魂灭杀 不过 因为没有扎坦诺斯的污染 所以 蓝火恶灵骑士的力量 也更偏向于当初上帝赐予的上帝之怒 因为万物之下 是万物之上的反面 而万物之上 在一些设定里面 又会以生命法庭的形态登场 扮演神明 扮演上帝 所以上帝之怒 也会对其拥有特攻加成吗 灵魂倒是没想到 还有这一点 毕竟美漫的各种设定 还是比较复杂 甚至有些是互相矛盾的 不过 既然上帝之怒的力量 能得万物之下有作用 灵魂倒是不会吝啬自己的帮助 想到这里 灵魂伸出手指向绿门之内 下一秒 亚历安德拉身上的火焰 变得更加恐怖起来 而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计划 上面的神 让我来帮你一把 亚历安德拉 咆哮着拧动机车油门 伴随着火焰的暴涨 他直接突破物理定律 骑着燃烧的机车 朝着巨手 急驰而去 巨手之下 无数被灌入 伽马射线的绿色 怪物朝亚历安德拉 冲刺而来 火焰暴涨 亚历安德拉油门拉满 宛若一道蓝色的流星 那些怪物 根本没办法触碰 到他任何分后 每当靠近亚历安德拉 一米以内 他们的身体 与灵魂 就会被恐怖的热量点燃 这种直达灵魂的攻击 即便是没有思想的怪物 也会因为痛苦 而跪下 另一边 万物之下 也感受到了仆从 带来的反馈 那种附着在灵魂之上的灼烧 不由得让他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他刚刚诞生的事情 恶魔之母 用能力创造了乌德鲁 想要以此 来取代万物之上 毁灭宇宙 但是恶魔之母的计划 被万物之上发现 于是万物之上 对乌德鲁发动了攻击 等一下 不对 万物之下感觉自己的记忆 出现了混乱 按理来说 他应该是万物之上的反面 是因为乌德鲁的存在 引起了万物之下的愤怒 于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拥有了负面的情感 而这些负面的情感 便形成了万物之下 也就是他自己 但是 为什么 他会有乌德鲁的记忆 一瞬间 万物之下的巨手 猛烈波动起来 而这也让亚利安德拉 得到了机会 他一个加速 在巨手臂上 留下狭长的燃烧伤口 整个人宛若机车表演 一般高高飞起 来到赫拉克勒斯面前 天神 这个给你 亚利安德拉一边说着 一边将右手的机车握把投掷过去 这是什么 这是上帝之怒的力量 机车握把上面响起琳瑯的声音 接受它吧 赫拉克勒斯 好 赫拉克勒斯接过握把 而奇异博士也召唤传送阵 将亚利安德拉传送到地面 天空之上 赫拉克勒斯拧动握把 下一秒 蓝色的火焰覆盖他的身体 将其转变成骷髅的模样 而后 有机车的声音响起 我不会骑这个 赫拉克勒斯行响 仿佛能够听懂他的意思 接着 燃烧的机车握把快速组装 变形 形成一匹 用破碎的燃烧的零件 拼接起来的骏马 好 灵昂 我已感受到你的力量 感受到你的鼓舞 于是 赫拉克勒斯高举天从云之剑 一瞬间 恐怖的神力 在天空形成扭转的漩涡 接着 赫拉克勒斯催动骏马 骏马高高抬起上身 而后猛地踏下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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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加速 都在天空形成肉眼可见的 巨大蓝色火环 赫拉克勒斯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 与巨手狠狠撞在一起 第335章 扎坦诺斯现身 卡特笑了 轰隆一声 赫拉克勒斯神力全开 居然就这么洞穿 整个巨手落在地面之上 空气中 有烧焦的气息 地面上 赫拉克勒斯手握缰绳 双眼有旺盛的火焰 喷不而出 不仅如此 他还感受到 一种强大的能力 想到这里 赫拉克勒斯伸出手 举起天从云之剑 下一秒 无数复仇之灵便 从凡间召回 来到他的身边 这是复仇之灵 穿梭两界的能力 夜光骑士卡特 摸着自己的牛仔帽 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 虽然说复仇之灵 天生能够穿梭两界 将人类的灵魂 审判并引渡 但是在 所谓的撒旦上台之后 他们几乎就没办法 做到这种事情了 卡特对强尼很看好 他觉得 强尼是最强大的恶灵骑士 潜力很强 或许有一天 也能轻松地穿越两界 但是 强尼还没有成长起来 却已经出现了 更强大的恶灵骑士 请问你是 我是赫拉克勒斯 按照你们的说法 我是神话里面的 那个大力神 全是天神 卡特的语气 变得尊敬起来 作为看守者 他很清楚 神话里面的天神 都有原形 一些强大的天神 如今也还活着 但是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能够见到 不过 为什么天神 能够使用恶灵骑士的力量 似乎是看穿了 卡特的心思 赫拉克勒斯摆手 这不是我的能力 是灵昂 他赐予了我上帝之怒的力量 听到这话 卡特的表情 更恭敬了 之前 他就已经目睹灵昂 赐予亚利安德拉 上帝之怒的过程 但是他没有想到 灵昂居然能够 将这份能力 那么 现在 就让我们 一起去打败撒旦吧 赫拉克勒斯 高举天从云之剑 一马当先 化为流星 再次朝万物之下 冲刺过去 而在他身后 是历代复仇之灵 他们身上 燃起橘红色的火焰 也带着强大的力量 朝万物之下冲刺过去 一瞬间 天空仿佛被流星点燃 形成恐怖的红色 而对于万物之下来说 他惊恶地发现 这些敌人的能力 居然能轻易消除 自己的 伽马射线的影响 只是一次冲锋 自己手下的亡灵 便大批量简员 损失惨重 一时间 地狱内 冲刺着愤怒的厮杀声 无数复仇之灵 与万物之下 调动的恐怖军团 扭打在一起 几乎不要命 一般向对方 发动最致命的攻击 然而 万物之下突然发现 虽然自己的军团 确实能够 对敌人造成伤害 但是 这些复仇之灵 拥有复活的效果 他们被恐怖军团撕碎之后 没过几秒的时间 便会在赫拉克勒斯身边重生 而后加入战斗 反观自己的军团 这些恐怖军团 原本是能够复活的 但是地狱火的能力 反倒能够直接消灭灵魂 尤其是对上赫拉克勒斯 无论是天使从属的地狱火 还是对方手中的天从云之剑 都能对恐怖军团的灵魂 造成有效杀伤 只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万物之下的军团 便被打来的七零八落 可恶 既然如此 万物之下张开手 一道恐怖的力量激荡开来 接着 复仇之灵们 突然感受到体内的力量 变得紊乱 其中 强尼受到的影响最大 一个巨大的恶魔 从他的体内分离出来 在天空缓缓形成一个 巨大的骷髅身影 看到这个身影 卡特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作为看守者一族 他很清楚这个存在 究竟是什么 没错 他就是当初 被莫菲斯脱坑片 给予力量奖章 最后被莫菲斯脱衣 靠力量奖章封印 并污染了 力量奖章的存在 扎坦诺斯 姐姐 没想到吧 莫菲斯脱 你没想到有一天 我能够重见天日吧 扎坦诺斯紧紧握拳 感受自己身体里面 狂暴的力量 行了 别自恋了 先解决眼前的事情 听到万物之下的命令 扎坦诺斯露出尊敬的神情 而后伸手 只向复仇之灵们 酷哎 一瞬间 所有复仇之灵身上的 火焰快速消灭 几个呼吸之间 所有人都变成了 人类的形态 我的力量回来了 扎坦诺斯的身体 再次拔高 他感觉到自己 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盛 恐惧吧 人类 扎坦诺斯调动火焰 形成巨大的陨石落下 但是 他突然发现 地面上的复仇之灵 并没有露出恐惧的表情 尤其是这一代的 看守者卡特 老人右手 扶着牛仔冒颜 冒檐之下 眼神里面 仿佛有刺眼的烛光 下一秒 一道火焰 冲天而起 形成凤凰的形状线 这就是我们 这次的目标吗 勤轻轻打下响指 于是燃烧的力量 在天空炸裂 形成绚丽的烟花 接着 旺达朝扎坦诺斯伸出手 恐怖的混沌魔法 开始营绕 第336章 林昂出手 扎坦诺斯 与万物之下的败北 女人 找死 扎坦诺斯调动力量 想要挣脱束缚 但是旺达的混沌魔法 岂是如此能够 轻易挣脱的了 只见旺达调动力量 便轻易将扎坦诺斯 荡成皮球一样 狠狠砸在地上 拖行数千米之远 一瞬间 扎坦诺斯体表 出现了不少的流泻伤口 当然 这种程度的攻击 并不能破防 只会让扎坦诺斯 更加愤怒 然而 当扎坦诺斯站起身 想要攻击的时候 他愕然发现 自己居然完全找不到 两个女人的身影了 笨蛋 万物之下 怒吼着想要提醒 但是 秦的凤凰之力 岂是如此能够破解的 在秦的凤凰之力的作用下 扎坦诺斯已经完全陷入 幻境之中 丝毫无法察觉 在他面前 凤凰之力和混沌魔法 已经开始蓄力 万物之下想要偷袭 但是反蓝星的传送通道 突然亮起两个光点 下一秒 超人从天而降 钢铁一样的拳头 狠狠将万物之下 砸进地面 神奇女侠 紧随其后 一道真眼锁链 便将万物之下 死死捆住 这是什么东西 万物之下大惊失色 他完全没有见识过真眼锁链 根本想不到 这世界上 还有东西 能够轻易锁住他的身体 当然 扎坦诺斯的处境更加危险 万物之下 根本支援不到 所以 秦和旺达可以轻松蓄力自己的大招 两个能够改变现实的恐怖魔法 在此刻 已经蓄力完毕 两人调动能力 于是两股能量 迅速飞向扎坦诺斯 而后形成恐怖的侵袭 啊 扎坦诺斯痛苦地嘶吼起来 他的一半身躯 几乎被凤凰之力摧毁 另一半身躯 也被混沌魔法 改造成扭曲的模样 他完全想不明白 以自己的身躯 怎么可能会受伤 但是 攻击并没有停止 凤凰之力 和混沌魔法 继续作用在其身体之内 这时 扎坦诺斯终于感受到 这两个能力 真正的作用 对方正在改变他的属性 他的身体 几乎要变成实体的存在了 扎坦诺斯猛地抬头 天空之上 反蓝星的卫星轨道上 一颗巨大的飞弹尾端 亮起白色的喷气 悄然弹出飞行轨道 在天空划出优美的弧线 而后 导弹尾端点亮蓝色的火焰 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导弹便从天空 落到扎坦诺斯的身前 于是 地面再次形成一个 巨大的蘑菇云 恐怖的声浪 朝四周扩散 将地狱的表面 离了一遍又一遍 可恶 扎坦诺斯吐出一口血来 他重伤了 趁现在 要了他的命 秦和旺达同时抬手 两个恐怖的能量 再次聚集 你们 当我不存在吗 万物之下怒吼着 绿门 启动 万物之下 愤怒地指向扎坦诺斯 地狱里面 恐怖的绿色能量 也快速聚集起来 准备朝着扎坦诺斯 汇聚过去 突然 天空传来一个声音 封印 下一秒 绿色的能量 尽数停止 接着 扎坦诺斯的身体 就这么 被两个女人的力量吞没 整个人 完全消失掉了 这是什么能力 万物之下 露出惊悚的表情 原来如此 你不是万物之下 天空上 凌昂露出了然的表情 什么意思 我当然是万物之下 我就是撒旦 既然你是撒旦 又怎么会认不出自己的能力 认不出 自己的牢笼 凌昂伸出手 在他身边 也有一道恐怖的绿门 快速浮现 红巨人和增悟 从绿门之内走出 接着 两人的身体 快速缩小 变成了人类的模样 我这是怎么了 两人露出迷茫的表情 仿佛做了一个梦 绿门 伽玛变种人的救赎之门 凌昂轻生解说 当然 也是万物之下的牢门 通过绿门 各种类型的绿巨人 都能够从里面复活 但是 在漫画设定中 万物之下 可以通过占有复活的 伽玛变种人的身体 从而达到 在世间行走的状态 而他唯一能够 从绿门之中逃脱 并重新获得 至高无上的力量的方法 就是占据浩克的身体 凌昂一直提防的 就是这个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同时 作为绿门之力的拥有者 他注意到了 这个绿门并不完整 说穿了 这玩意 就是一部分绿门 以及一部分死亡法则 所扭曲杂柔 在一体的集合体 凌昂一开始怀疑 是因为这个美漫世界的 设定杂柔 所以出现了这么个玩意 但后来他通过 投射的地狱火之眼 看到了万物之下的过往片段 知道对方拥有乌德鲁的记忆 第337章 万物之下现身 重生的乌德鲁 为什么 你明明是万物之下 却不认得绿门的力量 为什么 你这么弱 为什么你知道 乌德鲁的痛苦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你小子 其实是被万物之下控制的 绿门的奴隶罢了 嗯 这时候 是不是该狂笑了 羚羊摸着下巴说 你在干啥 旺达不免觉得 有些迷惑 没啥 偷偷玩梗 羚羊摊手 当然 他说的话 对于乌德鲁来说 还是太过震撼了 我是 乌德鲁 不可能 万物之下瞪大眼睛 不相信吗 羚羊伸出手 绿门之力发动 一瞬间 两股绿色的力量碰撞在一块 但是羚羊的实力 明显比乌德鲁身上的力量强大 很快 众人都察觉到 有一股 隐晦邪恶的气息 被羚羊抓取出来 在天空 形成愤怒的头颅 羚羊 又是你 羚羊调动力量 感受对面的气息 这次 眼前的家伙 确实是真实的万物之下了 要打吗 听到这话 万物之下面 陆基讽 并不需要 绿门是我的禁锢 却也是我的保护 想要找到我 先解决 你眼前的东西吧 说完 万物之下转身 准备离开 谁说 我允许你走了 羚羊伸手 绿门之力发动 于是 万物之下的绿色能量 居然就这么 被羚羊卡住 不仅如此 万物之下 还察觉到 羚羊正在入侵 他的领域 一道绿门 在地狱中打开 这是真正的绿门 通往万物之下的所在 奇异博士 旺达 秦等人 都在第一时间察觉到 那股恐怖的伽马射线 朝四周扩散出去 当然 这种能量 并不能扩散得太远 而是被羚羊 完全封锁 绿门之内 万物之下的身体 展现出来 他化身成为 班纳博士的模样 脸色凌练 羚羊根本不须 睁开眼睛 一道欧米切射线 直接进入绿门之中 将万物之下 展现的身体绞碎 但是 万物之下 不会就这么死亡 他的能力 已经超脱分子层面 欧米切射线 并不能将他分解 所以 他整个人 裂开成了两半 但还是维持着生命 以诡异的姿态 行走 不过 即便是这样 万物之下 也感觉到了某种威胁 乌德鲁 别忘了你的职责 下一秒 乌德鲁的身体 出现在万物之下所处的绿门之内 可悲 林昂无情地 盯着乌德鲁 向对方投向怜悯的目光 在漫威的设定中 乌德鲁 是恶魔之母的造物 但他的诞生 不过是为了引诱万物之上堕落 使其内心 充斥出负面的情感 以此来诞生出万物之下 林昂很清楚 这种设定的来源 这是基于宗教 而做出的设定 美国的基督教 很喜欢走这种路子 在他们看来 圣洁的存在 会因为认知污染 而开始堕落 而当他们剥离罪孽 才会得到救赎 走上天国的道路 于是 宗教圣索 就会对人们说 天使因为欲望而堕落 人类带有原罪 所以你们 要摒弃欲念 自我忏悔 但实际上 是为了兜售赎罪劝罢了 同理 乌德鲁德 存在就是恶魔之母 污染至高无上的工具 引出对应的万物之下 于是 封印了自身残缺的万物之上 变成了圣洁的存在 想到这里 林昂能力 全部发动 一瞬间 空间和时间都被冻结 在万物之下 惊恐的目光中 林昂走到乌德鲁面前 乌德鲁发出怒吼 调动浑身力量 向林昂攻去 林昂没有躲 甚至 他解开了乌德鲁的冻结 下一秒 林昂用手掌 捏住乌德鲁的攻击 轻轻一抿 乌德鲁便直接跪在地上 接着 上帝之怒发动 炽热的火焰 将乌德鲁包裹 只是一瞬间 便将其烧焦 但是 一个呼吸之后 乌德鲁的身体表面的 焦弹开始脱落 展露出 满是眼睛的翅膀 以及那耀眼的身躯 与金色的鳞片 我这是怎么了 乌德鲁露出迷茫的表情 而后他看到 站在自己身前的 东亚面孔的年轻人 以及年轻人身前 那扭曲诡异的 裂成两半的尸体 想起来了吗 听到林昂的声音 乌德鲁露出恍惚的表情 我被万物之下攻击 落入凡尘 变成扭曲的怪物 然后 我的母亲 恶魔之母 恐怖主母 他出卖了 我沉睡的位置 于是我被万物之下 侵占了身体 说到这里 乌德鲁深深叹了口气 怎么会这样 那么 现在 我问你 你是要跟随我 还是执迷不悟 想要继续复活 你的母亲 乌德鲁摇摇头 金色的眼睛流出泪水 我已经绝望 此刻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向您 我伟大的主人 献上忠诚 第338章 万物之下 我是一拳超人 好 那么你便跟随我 凌羊安抚好无德鲁 而后转头 看向万物之下 我记得我说过 我们会再次见面的 那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可恶 如果不是 万物之下 欲言又止 当然 他也十分震惊 上一次看见凌羊的时候 他还没有这么强 如今居然已经领悟了 时间和空间的法则 甚至 他能窥探到 凌羊身上 有能够触及宇宙的法则 不仅如此 万物之下并没有看到凌羊身上有无限宝石的力量 一个人类 究竟怎么样才能620不借助无限宝石成为神明 万物之下觉得自己的大脑有些当机了 但是 这又如何 凌羊 你犯了一个错误 万物之下 放声大笑 在这个世界 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凌羊确实捆住了他的化身 但是 万物之下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它乃是无限愤怒与怨念的集合体 至高无上的反面 单单是窥探 就会污染心智 扭曲认知的恐怖邪神 区区时间和空间 怎么可能阻挡他的步伐 下一秒 乌德鲁听到某种玻璃碎裂的声音 接着 眼前的场面突然崩塌了 绿色扭曲的肢体 将三人所处的地方 一点一点撕碎 而后形成新的空间 在如同教堂玻璃 一般彩色的破碎的空洞之后 是一个巨大的扭曲身影 那是红巨人 乌德鲁一下 就认出了自己控制的存在 但是 他只能将其复活 而不是如现在的场面一样 红色的巨人身体 已经不成比例 他有着巨大的红色秃头 但是脖子 如同筷子一样纤细 其他身体部位 也有各种奇怪的变形 于是 红巨人罗斯将军的整个身体 就如同一个被拉扯的橡皮糖一样 形成约末百米高的巨大身体 看起来相当诡异 而在他身后 则是增物 与被拉长的红巨人不同 增物的变形 则是如同洗澡时候 满溢出来的泡泡一般 在身体表面 膨胀出五颜六色的肉瘤 而在这些肉瘤上面 是五颜六色的 伽玛变一体的肢体 主人 小心 这是万物之下的核心能力了 嗯 林昂点头 他很清楚眼前的场景 简直就像是 不朽浩克里面的 最终决战场景一样 万物之下 和绿巨人浩克 像是一坨又一坨的橡皮糖 滚在一起乱战成一团 不过 因为他拯救了浩克 所以目前还没有 班纳博士的父亲的戏份 所以目前在万物之下身体里面 滚来滚去的东西 他基本都不怎么认识 但万物之下的能力 也基本就到这了 对于漫威里面 尤其是与浩克接触的超级英雄来说 这份能力恐怖的地方 在于浩克 无论变成什么样子 都能够利用伽马射线复活 而万物之下 也能利用绿门之力 将自己投射到 伽马变异体身上 进行破坏 我是 不休 万物之下怒吼着 一切变异的肉体 在天空凝聚成一个 巨大的拳头 朝林昂打来 来得好 林昂正面朝着拳头 迎了上去 只见林昂的右手 迅速膨胀 变成绿色的巨大拳头 一道绿光冲天而起 林昂整个人 都迸发出恐怖的能量 被绿光包围 双眼射出绿色的射线 此刻 蓄力已成 林昂朝着万物之下 挥出拳头 一击之下 天地错分 万物之下的身体 瞬间出现一个直径 接近千米的巨大空洞 在他身后 绿色扭曲的烟雾与肉末 被狂暴的力量撕开 分裂成为 巨大的V字真空 随后 狂暴的拳风 才快速叠加 万物之下 仿佛被两道 无形的墙壁挤压 眨眼之间 便被碾压成为 纸片的形状 之后 便是第三道拳风 万物之下扭曲的身体 已经几乎变成碎屑 于是 在第三道攻击之后 林昂身前 瞬间清空 只留下绿门空间之内 唐突出现的 巨大峡谷深渊 这就是主人的力量吗 乌德鲁满眼恭敬 他还没死 林昂摆摆手 这种攻击 能弄死的 不过是万物之下的化身罢了 并不能直接杀死万物之下 当然 林昂也不会直接弄死对方 因为在不久浩克的剧情中 当万物之下逝去 阴谋被浩克洞悉 那么万物之上 就会出来干涉 现在还不是开战的时候 林昂伸出手 发动创造宇宙的能力 眨眼之间 绿门与残存的万物之下 被他收入自己的创造宇宙中 将其封印起来 做完这些 林昂打开绿门 与焦急等待的望达相拥 我这边弄完了 班纳那边怎么样 第339章 邪神教会 班纳死亡 红西镇 外围森林 班纳博士正在丛林中 缓慢前行 浩克则是潜伏在班纳的体内 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 在班纳博士身边 是跟随班纳一起过来的万磁王 还有X教授 见鬼 这里真的会有线索吗 万磁王看着周围森林 只觉得这里阴风的可怕 我觉得林昂不会出错 X教授 呵呵一笑 道理我都懂 但是 真见鬼 我只觉得这里非常危险 万磁王擦拭脑袋上的汗水 他有点后悔答应这个任务了 比起前往这种阴森湿冷的地方 他更愿意去跟那些 所谓的宇宙级敌人交手 算算时间 林昂他们应该还有半个小时 就会发起进攻了吧 我们的快点了 班纳博士提醒道 嗯 让我来吧 X教授发动能力 将整个小镇 都纳入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 突然 X教授露出惊恐的表情 连连后退几步 该死 查尔斯 你受伤了吗 万磁王连忙上前 X教授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 当他想起刚刚看到的内容 还是显得有些心有余悸 忍不住摸了摸自己脑袋上的心灵能力 抑制头盔 这是林昂特意提醒他戴上的 如果不是提前预知 想必他现在已经被敌人控制了吧 想到这里 X教授语气沉重 是邪神 我找到他们了 邪神 怎样的 埃里克 你看过小说吗 小说 没错 克苏鲁小说 听到这话 班纳博士和万磁王都露出古怪的表情 作为美国人 他们当然知道 这本小说 对于其中的一些设定也有些许了解 你是说 X教授露出苦笑的表情 没错 那玩意跟克苏鲁有点类似 只是一瞬间的探知 X教授看到了 在红锡镇所有的镇民都已经被一个恐怖的存在控制 并且在他们的精神里面植入了坚定的信仰 恶魔之母 恐怖主母 那是什么 奇异博士的敌人吗 万磁王露出费解的表情 不止 他涉及到浩克的渊源 也就是 万无之下 X教授一边说 一边看向公路 他们来了 要战斗吗 班纳扯着衣服说 X教授双手向下按压 冷静 暂时不用 至少 现在暂时不用 对方似乎想要跟浩克见面 说话间 一辆警车 缓缓停在道路上 一个壮瘦的警官 从车上下来 看向站立在森林边缘的三人 露出阳光的表情 嘿 你们好 我是红锡镇赛敌修女教团的成员 你们三个 需要帮助吗 不 我们不需要 万磁王皱眉 他只觉得眼前这人 是不是有点自来熟了一点 然而 当他回应之后 那警官的脸色 瞬间变化了 尽管对方维持着之前的笑容 但是整张脸都藏到了冒岩的阴影底下 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我最近听说外面有疯子在游走 我再确认一次 你们需要帮助吗 这小子 态度真差 万磁王嘴角一扯 哪怕他再怎么不想搭理着人 也听出了对方的前台词 如果他们不听话 那么就会被标定为疯子了吧 要说万磁王真不怕这种警官 他有一万种方式 控制对方的手枪 顶着对方的脑袋上 无妨 既然对方发出邀请 那我们接下就是 X教授眯着眼睛 悄悄按下 藏在袖子里面的通讯按钮 班纳则是提醒浩克 随时准备出手 防止意外发生 不过一路上 倒也没什么事情 三人 就这么被这个警官 带到了一处教堂门前 大门打开 里面是簇拥在一块的信教徒 看起来大约有两三百人 你注意到了吗 不注意是不可能的 我鼻子没有失灵 三人皱着眉头 看向教堂 尽管教堂里面的信教徒 已经尽可能的 把自己的身体 缩在黑暗之中 但三个超人类 还是能轻易看穿黑暗 注意到这些人的体态样貌 且不说 那湿漉漉的衣服 苍白松弛的肌肉与皮肤 单单是教堂内部 散发出来的臭味 就足够让三人 意识到里面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石铁 看到三人 众信徒 纷纷露出虔诚的表情 哈雷路亚 主位之上 苍老的夫人 露出癫狂扭曲的表情 昔日 红西镇被阴影笼罩 罪孽与恐惧 带给这里的人民灾害与苦难 直到神明降临 赐下预言的福音 兄弟姐妹们 我们长久以来为之歌颂 和祈祷的日子 终于到来 命定之人已经入位 此刻便是复活之日 听到这里 众人高呼 阿门 审判的终生 现在便敲响吧 下一秒 班纳猛地低头 他突然看到自己心脏 居然就这么被匕首刺穿 第三百四十章 合体 班纳和浩克的合作 迎接复活之日的到来吧 性教徒高声呐喊 赞美恐怖主母 仿佛他们的计谋已经成功 好险 X教授一边摸着太阳穴 一边发动能力 而浩克和万磁王 也注意到了 性教徒癫狂的样子 他们正围着之前 带着三人来到教堂的警官 用腐朽的刀刃 一次又一次地 刺入对方的身体之内 而那名警官 也露出癫狂的表情 不断撕扯自己的内脏 仿佛这是什么 非常光荣的事情一样 万磁王露出迷惑的表情 所以 查尔斯 他们在干什么 X教授放下手指 弹手说 我发动能力 逆转了对方的心灵控制 他们现在 正在对所谓的浩克 发动攻击 浩克 班纳博士看着地上 疯狂撕扯自己的警官 只觉得相当荒谬 不过 他和浩克 倒是注意到了 这个教堂的问题 那是类似于 达马射线一样的能量 但是又有些许不同 给人更加阴森 更加邪恶的感觉 顺着身体的本能 班纳博士 走向教堂中央的 巨大墓碑前 塞迪修女 落叶归根 班纳博士读着句子 但是并不理解 其中的含义 万磁王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对宗教 这方面的研究不多 不过 X教授 有更方便的办法 他直接控制狂信徒的思维 让他们 以为自己释放了好客 果然 这帮人 开始露出兴奋的表情 高声唱起诡异的歌谣 爸爸说要赞美他 妈妈说要歌颂他 我们手持钢铁 为伟大的存在挖掘 荣耀的深渊 会带我们回家 而后 这些信教徒 开始对着地面挖掘 这时 三人才注意 到教堂的地面 有被开凿的痕迹 似乎藏着某种东西 但是时间久远 就连铁锹都已经腐烂 如今狂信徒得到了 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没有打开地面的方法 于是 他们就用手指去挖掘 哪怕手指断裂 露出腐烂的肉体 与脆弱的骨头 也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浩克 明白 班纳博士体内 浩克一声怒吼 变身成为绿巨人出现 他对着地面 就是一拳 直接将脆弱的混凝土 地面打穿 教堂顿时崩塌 三人连同狂信徒 一起落入巨大的坑洞之中 哈雷路亚 狂信徒们大声歌唱 仿佛想要唤醒什么东西 然而 他们歌唱突然顿住了 神明 消失了 为什么 狂信徒茫然地看着坑洞 眼神中 充满不解 万磁王 则是掏出反蓝星的仪器 对着坑洞一阵扫描 很快 他得到一个结论 见鬼 这地方之前 似乎生存着高达 四十米的巨大生物 还有这些文字 X教授指着墙壁说 感谢主母 赐予我们福报 不过信仰的要求 居然只是挖掘坑洞 这真的没问题吗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平修女会的人说 这是主母的孩子 名字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 智朽 我们好像 找到智朽之子了 不过他的情况 似乎并不好 是一跤图干的吗 哈雷路亚 我们理解了一切 除了这几段文字 剩下的 就只有各种奇怪的划痕 看上去 似乎是挖掘坑洞的人 陷入了癫狂 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时 X教授 突然感觉到 一阵阴风袭来 接着 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幻影 对方穿着一身 白色连衣裙 看上去像是什么少女的样子 虚妄罢了 X教授 发动能力 一瞬间 幻想破除 但是 X教授 感觉自己大脑 仿佛被重锤 猛地留下一滩鼻血 不只是他 浩克和万磁王 也陷入了幻境之中 万磁王看到了自己的妻子 对方抱着望达 和快音 脸色欺然 浩克 则是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布莱恩 班纳 对方正露出一副 圣人的坏笑 浩强的心灵能力 如果不是 那一瞬间的偷袭 我或许也不能入侵 你的内心吗 布莱恩收回目光 看向班纳 此刻 班纳发现自己与浩克 已经脱离 变成人类的模样 你想干什么 班纳 浩克是计划的必需品 你不要挡路 果然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讨人厌 但是 班纳是我的朋友 朋友 别开玩笑了 伽玛变一体 没有朋友 而浩克 更不可能 现在 带着你的懦弱与恐惧 滚到灵魂空间的边缘 好好待着吧 布莱恩 伸手指向班纳 绿色的光芒 一瞬间透过班纳的胸口 但是 一只绿色的手掌 将射线挡下 浩克站在班纳身后 露出猙獰的笑容 班纳 是我的朋友 班纳博士 也露出爽快的笑容 抱歉 你来晚了 她的身体很快 与浩克融合在一起 现在 我们是好朋友了 缘 好 浩克发出爽快的吼叫 脚下用力 只是一瞬间 便轻易抓住布莱恩的脑袋 将其狠狠砸入地面 第341章 转败为圣 幕后黑手现身 一次两次三次 浩克一次次 将手里的人砸入地面 直到对方骨骼 全部碎裂 当然 班纳和浩克知道 这种攻击 对眼前的家伙 并不管用 果不其然 当浩克 将布莱恩的身体 丢到一边时 那如同烂泥一样的身体 还是开口说话了 在这个空间 你战胜不了我的 浩克回头 看到布莱恩的身体 快速地成长 那些破碎的骨骼 与血肉 都迅速膨胀起来 在呼吸之间 形成紧绷的肌肉 而布莱恩的身体 也在一瞬间 变成比浩克 还要高三米的灰色巨人 恐惧 是我力量的源泉 浩克看着巨大的身影 突然露出放松的表情 两人不由地 想起了出发之前 琳瑯交代的话 听好了 班纳 还有浩克 这次的敌人 说不定跟你们的父亲 有着紧密的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玩意 会寄生到 你们父亲身上 但想要发挥 布莱恩的力量 只有一点 那就是恐惧 我们能战胜恐惧吗 对于这个问题 琳瑯拍了拍班纳的肩膀 别担心 你们已经变强了 或者 当你们觉得 打不过的时候 可以呼唤我的名字 我会过来帮助你们的 琳瑯 朋友 班纳变身浩克 浩克伸出巨大的拳头 与琳瑯的拳头 轻轻相撞 想到这里 浩克嘴角上扬 露出健康的牙齿 虚伪的幻象 他脚踏大地 朝着布莱恩乐起 并且狠狠挥出自己的右拳 轰的一声 明明有着巨大的身体差距 但是布莱恩 还是被浩克轻易打飞 整个人狠狠撞在 坑洞的墙壁上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不会恐惧 浩克高声咆哮 整个人如同炮弹 一般向布莱恩 冲刺过去 他刚刚已经说过了 班纳是他的朋友 他们已经和解了 所以 现在的他们是拥有智慧 与勇气的无敌律巨人 又是一拳 汗天洞地 布莱恩的身体 几乎要被恐怖的力量打穿 可恶 布莱恩吐了一口血 眼睛开始射出白色的光芒 心灵攻击 一瞬间 班纳和浩克 只觉得自己身体遭受重击 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浩克已经有一半的身体 如同被狂风吹开的年夜 一般离开了班纳 而班纳 也露出了 自己瘦弱的一半身体 在这一刻 班纳意识到了 对方的目的 他们想要 以这种方法 捕获浩克 将其带到某个特殊的领域 怎么会让你们得逞 班纳果断呼唤 琳瑯的名字 下一秒 空间冻结 万籁俱寂 班纳和浩克一下 就从被玻璃的状态恢复 成为绿巨人的状态 从地上缓缓站起身 在他们眼前 布莱恩还保持着怒吼的姿态 就连身前的砂石 也还处于起飞爆炸的前兆 宛若一个一比一的精美雕像 哒 哒 哒 空间内 响起卡点的脚步 当脚步声音达到耳畔时 浩克转头看去 看到了琳瑯的身影 我来了 我们打不过 浩克指着布莱恩说 他能剥离我们两个人 嗯 辛苦了 琳瑯拍拍浩克的肩膀 将目光投向布莱恩 能力发动 一瞬间 空间被切成了三个片段 第一个片段 是布莱恩的巨大身体 这很正常 因为它就是依靠心灵的能力 来加强自己 在这个空间的力量 第二个片段 是布莱恩体内 藏匿着的人类 通体黑白色 身材火辣 看到这个人 琳瑯愣了一下 那是黑天鹅 杜姆博士 成为大毁灭者后 所吸纳的宗教信徒 负责帮助杜姆博士 毁灭其他平行宇宙 可是 杜姆应该 已经被超人 消灭了才对 琳瑯看着黑天鹅 猛地想起 当时超人 消灭杜姆之后 立刻便被万物之下 入身的情况 留了后手吗 第三个片段 是一团触手 只可惜 对方跑得很快 琳瑯的冻结 没有捕捉到 对方的具体身影 当然 仅仅只是一个触手 琳瑯 还是能看出 对方的跟角 这玩意跟光 召唤奇异博士 召唤出来 毁灭其他世界的 克苏鲁邪神 触手如出一辙 想来大概是 同样的东西 好了 就这样吧 你们两个 也该醒来了 琳瑯打了个响指 接着 班纳博士看到 X教授和万磁王 两张充满担忧的脸庞 我还以为 你醒不过来了 X教授呼出一口气 你这一下睡得可够久的 很久吗 好几个小时了 万磁王回答说 看来对方的心灵攻击 似乎不弱于我 X教授感慨道 不过 居然能够挣脱对方的攻击 是琳瑯帮了我 琳瑯 X教授挠挠头 万磁王也是 有些摸不着头脑 因为 琳瑯根本不在这里啊 一点小小的心灵能力应用而已 琳瑯从传送空间走了出来 她只是在班纳身体里 提前布置了 针对心灵能力的防御 此刻 她已经收到能力 反馈过来的记忆 只可惜 因为是分身 所以她并没有能够 是克苏鲁神抓捕 于是 她伸手对准修女会的尸体堆 藏在尸体堆里面的黑天鹅 被琳瑯用面洞里提了起来 让我看看 你的记忆吧 下一秒 地狱火 将黑天鹅的身体点燃 第342章 众神的臣服 琳瑯再次顿悟 手中握着燃烧的黑天鹅 琳瑯很快看到了 她的记忆画面 得到了有趣的东西 任务完成 我们走吧 一番浏览之后 琳瑯果断将手中的黑天鹅 烧成飞灰 迎面来的是卡特和强尼 两人还是一如既往的 燃烧骷髅形象 不过脚步 显得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琳瑯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卡特手中紧握着力量讲章 我已经感受到 恶魔的力量被驱逐离开 只剩下上帝纯粹的力量 看来 我的信用还算不错 琳瑯挑眉 现在你们可以正常履行 自己的职责了 是的 而且我感受到了 天堂和地狱 已经重新达到平衡 哦 对了 说到这里 雷神索尔那边 神奇先生将通讯弃地给琳瑯 好的 琳瑯接过来看了一眼消息 对卡特和强尼抱拳 抱歉 我这里有其他事情 就不跟你们去庆功了 卡特摘下牛仔帽爽朗道 哈哈 您可真是的大忙人 不过 我们会在酒馆 给你存下庆功的酒水份额 如果有一天 您愿意赏脸 我们随时欢迎 下次一定 琳瑯摆摆手 发动能力 带着一众英雄离开 等到众人都返回反蓝星后 琳瑯独自来到了众神之所 刚出传颂 他就看到一众天神 恭敬地站在大厅之中 奥丁和宙斯站在最前面 身后 是以雷神索尔 赫拉克勒斯等 神明为代表的神明群体 奥丁摸着胡子说 这次事情之后 相信天神和地狱 也能达到重新的平衡了 都是我应该做的 客气了 宙斯在一旁说 另一边 奥丁也点头 对宙斯的说法 表示认可 说白了 林昂完全有能力 单人灭掉各种危机 但他还是给足了 奥林匹斯神系 和北欧神系的面子 对于这一点 奥丁和宙斯 还是分得清的 所以 这次找你来 不只是为了表示 我们的感谢 说话间 奥丁从自己胸口 掏出一团能量光团 不只是奥丁 宙斯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而在他们两个表态之后 两大神系的天神们 如军队一般 迅速单膝下跪 这是 信仰之力 没错 奥丁点头 咱们 直接开门见山 我相信 林昂你也一定知道 所谓的众神之王吧 嗯 林昂点头 在赫拉克勒斯对战 混沌之王的漫画中 赫拉克勒斯最后 就是凝聚了 所有天神的力量 成为了众神之王 才能在 混沌之王手下 撑上几个回合 给予阿玛迪斯封印 混沌之王的机会 是这样的 目前来说 神系毁灭了一大半 而地狱 也因为这次的清洗行动 损失了 几乎全部的顶层强者 三界 重新达成了平衡 说到这里 奥丁顿了一下 但是 我们知道 世界正在快速变化 我虽然 已经无法预言未来 但我感受到了 某种可怕的宇宙 所以 尽管这份力量 对于林昂你来说 并不强大 但我觉得 这或许能帮上你的忙 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们希望 你能够成为众神之王 说完这句话 奥丁和宙斯 也单膝跪下 手捧着两团信仰之力 你观察了 天赋级别的信仰之力 你顿悟了 众神本源升级 进化成为万物本源 万物本源 这是构造万物的基础力量 你能轻易看穿万物的本质 控制对方的形成 结构 以及信仰 林昂双眼扫过众天神 他现在能轻易看到 所有人的分子构成 能量移动 就连灵魂的基础结构 也轻而易举 只需要一点小小的修改 就能轻而易举地 将对方的基础 构成破坏 甚至 连同思想都能够改变 好 那么我就收下这份礼物了 林昂将两团信仰之力 收拢起来 而奥丁和宙斯 则是满脸感激的表情 其实 他们知道 对于林昂来说 众神之王的称号并不重要 他的实力 能轻易干碎天神 称号对他来说 只是虚名 收下这份礼物 就相当于给予他们庇护的承诺 也就是说 林昂接受了他们的忠诚 并愿意担起 统治天神的责任 感激不见 无妨 因为我们是盟友 而且 你们的实力 其实已经很强了 尤其是赫拉克勒斯 雷神索尔 以及拿着世界之间的洛基 通过强化 他们已经有了顶级的实力 哪怕对付灭霸 也不在话下 只是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林昂经常会遇上 宇宙级别的强者 所以有的时候 会显得有些不够看板了 说起来 火箭的技术又有突破了 你们有没有兴趣试一下 第343章 旺达升级 领悟星球防御 哟 大家好 相信 你们对眼前的机器 应该不莫伤 火箭站 在熟悉的玻璃房门口 索尔等天神 看着玻璃房 嘴角也纷纷上扬起来 他们当初 对林昂表达忠诚 之后被允许进入玻璃房里面 强化了自己的天神躯体 尤其是洛基 在进入玻璃房之前 他不过 是一个小菜机 从玻璃房出来 之后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之前使用的 是至高进化留下来的一些技术 现在我们通过研究 加强了自身的技术 所以应该 还能提高你们的能力 不仅如此 林昂会亲自操刀 帮你们改造 623说到这里 火箭环视众人 当然 怎么会 这可是一般人求 都求不来的升级 洛基大声说 如果说 有谁更想要升级的力量 那他肯定是之中之一 洛基太清楚 没有力量的痛苦了 我先来吧 一个人举起手 大家看过去 是旺达 旺达走到林昂身前 神色坚定 我相信你 林昂轻轻给旺达一个拥抱 他很清楚旺达的想法 随着林昂的实力快速提升 旺达已经很久 没有跟上林昂的脚步了 面对强大的敌人 他能做到的 往往只能是 做一些保护的工作 他喜欢和林昂 组建家庭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梦想 但是他也意识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家庭的 组成不能 只靠林昂一个人努力 他信任林昂 但不代表 他要在家里 当一个乖乖女花瓶 来吧 旺达走进玻璃房 火箭也按下开关 肉眼可见的 旺达体内的能量 开始膨胀起来 这是火箭开发的 基于无限宝石的升级 在之前 林昂收缴了平行宇宙 大量的无限宝石 如果做成无限手套 那么可以轻易毁灭 一个宇宙 但是后来 通过研究发现 这些无限宝石 看上去很强大 但其实 只是一些劣质品 虽然对于其来源的那些 平行宇宙而言 确实是能够轻易毁灭 那些宇宙 但是在林昂的世界 内行不通 因为林昂 已经成为宇宙之主 领悟了宇宙法则 他能轻易察觉到 这些平行世界的力量 并将其封锁 而也正是因为 针对这些无限宝石的研究 火箭也发现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 即便是宇宙 也有高低强弱之分 这也是为什么 能够毁灭 其他宇宙的无限宝石 在这个宇宙 显得有些无力 但是 这些东西 能让人升级 此刻 妄达体内的能量 已经达到巅峰 不仅如此 他还多了不少感悟 时间 空间 现实 灵魂 力量 心灵 只要一个响指 他就能动用自己的魔法 改写这些存在 甚至 他还窥探到了某些身影 那是 死亡 见鬼 这帮人 在做什么 死亡一瞬间 就察觉到了这股视线 想要追踪对方 进行反应 如果是普通信徒 那他就会诱惑对方 如果是敌人 那他就会抹杀对方 但他刚想发动反制 就发现一道 更强大的视线出现 那是灵魂 抱歉 我老婆 刚刚提升实力 没掌控好力量 灵魂说得很恭敬 但是死亡听着很头疼 擦 这就是 什么事 要是放在其他人身上 死亡早就一把掌打过去 怒吼你特么 别用这种领导 安抚下属的语气 跟我说话 奈何说话的人是灵魂 他之前就打不过 更不要提灵魂 还把永恒给揍了 想来对他们这种层次的 抽象神明 也是碾压 思来想去 死亡心里 只有一个词 操 然后 他可耻地耸了 很快 旺达的气息 几乎充斥着整个玻璃房间 但是 这不是这次提升的终点 灵魂伸出手 开始为旺达调整 顿无万物之源的能力后 他感觉自己 学到的各种能力 都变得融会贯通起来 此时 他能一眼看出 旺达的各项参数 直接达到物质 最本质的阶段 甚至就连分子的组成 都能够轻易更改 所以灵魂 只是一个念头 就直接将旺达体内的魔力流转 调整到了最佳层次 玻璃房内 旺达只觉得 自己的能量 忽然变得顺畅起来 以往他还需要通过手势 控制魔法 现在 只需要一个念头 魔法变宛如精灵一样出现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旺达从玻璃房里面走出来 要试试你的力量吗 火箭贴心地指着 反蓝星外面的测试场 不 这些东西不够 旺达轻笑 然后看向星空之上的某个亮点 只是一个念头 便将一个星系 轻松拉到反蓝星附近 在引力警报响起之前 在其表面 覆盖了一层空间立场 一瞬间 这个星系与反蓝星重合 处于同一个空间坐标 但是不处于同一个空间 灵阳愣了一下 星球防御 是的 旺达载卓言说 你之前跟我提过的那个 第344章 危机 起源炸弹来袭 星球防御 空间技术的一种使用方法 原理 是将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星球 拉到与目标星球 同一个空间坐标 然后使用空间技术 将两个星球重叠 平日里 只会显现一个空间坐标 而当星球遇到攻击的时候 则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星球 来进行星球防御 灵阳之前只是跟旺达提过一次 不过他没有深入研究 因为彼时的反蓝星 还没有对于这方面技术的研究成果 而如果让灵阳自己 来维护这种事情 又难免有种小题大做的感觉 然而 灵阳没想到 旺达如今已经可以轻易做到 而且是 直接拉来了一整个星系 所以 即便是灵阳也觉得有些震撼 对于这一点 旺达颇为自豪 他感觉自己终于算是 能帮助灵阳了 而看到旺达的实力提升 一众超级英雄的目光 也逐渐火热起来 火箭没有吝啬玻璃房的使用 让大家纷纷进入玻璃房间里面强化起来 与此同时 蓝星大气圈层之外 钢铁侠和美队 刚刚抵达蓝星外围轨道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成果吗 马尔法克侠尼克弗瑞 趴在弦窗上 露出震惊的表情 在他眼前 是巨大的环形同步轨道 他们悬浮在蓝星外围轨道 形成如同星环一样的包围 尼克弗瑞看得出来 这玩意比起当初他们设计的神盾局系统要高端得多 大部分都是反蓝星的技术 钢铁侠摆摆手 神奇先生出了不少的力 那么 你叫我上来是要打算做什么 钢铁侠摊手说 老实说 我对于之前的神盾局没有多少好感 听到这话 尼克弗瑞不免露出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他也很想顺着钢铁侠的话 去吐槽美国政府的那些个臭撒臂 但毕竟自己也是神盾局的一员 所以只能按捺住以下范上的想法 不过他也听出了钢铁侠的言外之意 你是打算让神盾局接管星球防御系统吗 是的 现在神盾局已经是自己人 而且 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一旁 美对欲言又止 他看出来了 钢铁侠在撒谎 因为星球防御可以依赖反蓝星的人工智能 而不需要太多人手 之所以这么说 是为了让尼克弗瑞的精力放在星球防御上 从而忽略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去反蓝星旅游 顺便强化一下自己 当然 美对不会揭穿托尼 因为他也想这么干 两人好歹是名义上的总统和副总统 两个高层不找点理由直接跑路 等回来的时候 会被各种文件淹没的 这么庞大的系统 尼克弗瑞还处于震撼之中 他觉得 这玩意已经比斯库鲁人的那些东西强了 好吧 毕竟咱们是朋友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接下这个任务吧 尼克弗瑞嘿嘿一笑 不过 你得先教会我 当然 我稍后会给你一本操作手册 不过 你可以先参观一下 说着 钢铁侠带着尼克弗瑞走到指挥中心 在这个巨大的球形空间 三人能清晰地看到蓝星和星环的全息投影 而在全息投影旁边 还有几个巨大的操作台 以及巨大的模块化屏幕 这个是全球犯罪监视系统 我们可以根据监视来抑制犯罪 不过我还没有启动 你懂得 国会的某些刁民 想要以此来达成某种目的 我还在斡旋 这个是星环的能源系统 你可以从这里看到 星环的能源剩余 以及调度能源攻击 这个是星环攻击系统 上面是各种武器装备 你可以通过呼唤贾维斯 或者反蓝星的人工智能来唤醒 这个是星环防御系统 它可以检测到 才外星而来的攻击 至于其他的 就是一些比较细枝末节的东西了 我会写着操作手册上面 好了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听完钢铁侠的介绍 尼克弗瑞点了点头 然后指着全息投影上 快速移动的两个红点说 那这个红点又是什么东西 是流星吗 红点 钢铁侠抬头看去 不由得露出尴尬的表情 呃 那是外星攻击 哈 贾维斯 启动星环防御系统 了解 系统已经启动 正在检测攻击来源 预判撞击时间 三分钟 一瞬间 整个星环快速展开 在蓝星表面 形成六个巨大的环形 将蓝星包裹 分析已经完成 输出判定 攻击来源 建造者 起源炸弹 检测到特定攻击 星环防御预案启动 捕获装置 正在运行 第345章 战斗 阿列夫火力全开 建造者 钢铁侠三人 不约而同 露出疑惑的表情 不过 反蓝星提供的AAI系统 很快便将敌人的来历 写在全息投影上 建造者 如名字所说 他们是宇宙诞生之处 就存在的种族 信仰宇宙之主 负责开展宇宙的建设 创造各类生物 不过 后来他们背离了宇宙之主的初衷 开始实行严苛的种族主义 捕获程序启动 星环张开巨大的立场 高速飞来的起源炸弹 如同落入珠网之中 速度骤降 钢铁侠一边观察捕获程序 一边查看原有的攻击位置 然后他发现 这些起源炸弹 几乎全部瞄准了蓝星上的人口密集城市 种族毁灭 并不是种族毁灭这么简单 贾维斯调出了数据库中的资料 根据林昂先生事先提供的知识描述 这些起源炸弹的作用 是清除有害生物 而后重塑地面生态 也就是说 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害虫 尼克弗瑞反应过来 忍不住说了一声麻热法克 好消息是 他们估计没有想到 我们的科技发展迅速 美队看着捕获程序说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星环防御系统 已经将起源炸弹稳定下来 在场的三人都不傻 听到重塑生态这一词汇 就立马意识到 防御系统的预案 想要做什么 很快 随着立场发动作用 起源炸弹转变方向 朝着蓝星之内的几个无人岛屿飞行而去 同时 伴随着起源炸弹的 还有数以千计的无人机阵列 他们如同蜜蜂一样包围着起源炸弹 随时观察炸弹带来的影响 做完这些 星环防御系统 则是将攻击来源地标注出来 距离不远 就在火星之上 好吧 伙计们 现在有工作要做了 钢铁侠撇撇嘴 他可不是挨打了 就不还手的主 尽管因为有反蓝星的帮助 他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但这不代表 他们会放过 带着恶意前来的敌人 两人直接登上星环轨道的 昆士战机 朝着火星飞去 一落地 他们便被火星表面的情况震撼 与以往的情况不同 如今火星不再是荒芜的样子 相反 这里植被茂盛 空气清新 地面是金属铺就的银色表面 远处 有一个巨大的花园设施 钢铁侠透过头盔能观察到 在花园设施内 有几颗巨大的藤腕 正散发着恐怖的热量 而藤腕的数量 正好与起源炸弹的数量相对应 美队不禁感慨 这些人如果去改造环境 那真是数一数二 钢铁侠看守 可惜人家觉得 我们才是破坏环境的那一个 检定 未知生物 检定 残次品 检定 消除 一个银色的机器人 从花园里面缓缓走出来 黄色的眼睛 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托尼 这玩意是什么 我看看 根据资料显示 这是阿列夫机器人 不过他看上去并不友好 我看出来了 美队盯着阿列夫机器人 此刻 对方的脑袋已经展开 从里面伸出几条探测眼睛 同时 对方身后推进器 已经亮起红色的光芒 钢铁侠和美队 连忙翻滚躲开 下一秒 阿列夫机器人 如同炮弹一般 扫过两人所在的位置 钢铁侠双手掌心炮 对准阿列夫机器人发射 但是对方一个回旋 便躲开了攻击 反手便是一记能量炮 美队连忙举盾 能量炮击中盾牌 便成好几道光线散发出去 好快的动作 那我也不能藏私了 说着 钢铁侠身上的装甲 快速变形 依赖于反蓝星的强化 它的奈米科技 已经相当成熟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钢铁侠托尼脚底 已经形成火箭一样的推进结构 接着 它突破阴障 移动到阿列夫身后 一脚将其从空中踹下去 地面上 美国队长身体表面 也涌现出 纳米装甲 在脚底形成推进器 它瞄准落下来的 阿列夫机器人 借用推进器的力量跃起 用盾牌边缘 砸向阿列夫机器人 轰的一声 阿列夫机器人 在地上里 出了十几米的轨迹 见鬼 它好硬 两人目光 落在盾牌击打的部位 如果是普通机器人 现在应该 已经被盾牌的边缘切碎了 但是阿列夫机器人的身体表面 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伤痕 简定 威胁 阿列夫机器人发出机械声 而后整个身体 都变得通红起来 下一秒 从它身体背后 忽然伸出十几个炮口 光芒亮起源 一瞬间 钢铁侠和美队所在的地方 便被炮击淹没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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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瞬间多出几十块坑洞 无数浓烟将钢铁侠和美队覆盖 就连阿列夫 也看不出两人的生死 第346章 深渊出手 钢铁侠大战神奇女侠 简定 阿列夫机器人 死死盯着烟雾 想要看看自己的攻击成果 这时 烟雾里面传来轻微的轰鸣 一道道光芒亮起 淡蓝色的光辉 透过烟雾 钢铁侠举着一张巨型盾牌 美队站在他的身后 T标也多了类似于钢铁侠的装甲 两人的装甲表面 有类似宝石一样的功能电容力 简定 纳米科技 阿列夫机器人的眼光闪烁 他的数据库里面 没有这种装甲的资料 但是通过刚刚的攻击判定 他知道 这玩意的技术程度不低 要继续打吗 美队举起拳头 我可以跟你们打一整天 文言 阿列夫机器人目光再次闪烁 下一秒 两人看见这个机器人背后的推进器 亮起光芒 身影冲天而起 钢铁侠和美队也不甘示弱 直接追上 双方在天空 形成三道不同颜色的光芒 而后狠狠对撞都一起 一时间 居然显得有些难解难分 另一边 蓝星表面 林昂正在为天神们强化身体 突然收到了来自复仇者联盟的通讯 打开通讯 尼克福瑞的脸出现在屏幕中 林昂 蓝星遇到了新的敌人 系统显示 他们是建造者 建造者 林昂想了想 是整个舰队吗 不 只是发射了一点起源炸弹 现在托尼和史蒂夫正在跟某个目标战斗 好的 我知道了 林昂关掉通讯 点开钢铁侠和美队的通讯 然后他便听到两人战斗的声音 有钢铁的碰撞 还有各种炸弹 看起来双方都没办法奈何对方 林昂 太好了 你能过来直接秒杀这个家伙吗 说话间 钢铁侠发来投影 通过摄像头 林昂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阿列夫机器人 原来是阿列夫 不是什么大人物 林昂回复说 我可以让反蓝星的人去帮你们处理 正巧 超人克里克和神奇女侠也在现场 两人之前已经强化到几乎是完美生物的存在 所以 对这一次的强化性质缺缺 听到有事情 神奇女侠双眼放光 林昂 让我去让我去 你和克里克一起去吧 林昂想了想说 对方也算是创造生命的一种种族 对了 如果遇到一个黄色的壮汉和黑色的女人 可以尝试收服他们 然后给予一部分基因给他们 诶 怎么给予 神奇女侠红了脸 血液就行 林昂白手 没有理会对方的昏段子 随后 林昂为两人力打开了传送通道 走出来 超人和神奇女侠 立刻注意到天空之上的战斗 钢铁侠和美队 还有阿列夫机器人 正在高速缠斗 但是双方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收益 几乎就是你一拳 我一拳 你给我一导弹 我还给你一发能量炮的层次 神奇女侠嘴角上扬 真言套索出手 捆住天上的云彩 整个人瞬间腾空起来 介入到阿列夫移动的轨迹之中 一脚重击 轰的一声 天空出现巨大的冲击纹路 阿列夫机器人直接砸在地面 当他爬起来时 超人已经来到他的身前 一拳出手 阿列夫机器人再次被砸进地面 此刻 阿列夫机器人终于首次发出 机器关节的摩擦声 听起来受伤不清 而超人也不废话 他的攻击相当朴实无华 就这么站在阿列夫机器人身前 对方一旦起身 他就来一拳 并且加大力度 只是短短几秒的时间 阿列夫机器人便承受了五拳 整个机器的面部都已经凹陷下去 正当超人打算直接解决对方时 地面突然升起一道道粗壮的藤腕 将超人的四肢捆住 而阿列夫机器人借助短暂的空挡 居然立刻修复了面部 并且加足马力后退 离开了超人的攻击范围 神奇女侠健壮 便立刻高速移动到阿列夫机器人背后 打算补刀 突然他注意到 余光之处有能量袭来 只好快速减速 并且抬起护腕抵挡 轰隆一声 神奇女侠被能量轰得倒退了十米 我们来帮忙 钢铁侠和美队正打算发动推进器 突然 他们听到身后有女声轻轻低语 有这么一瞬间 钢铁侠和美队 突然觉得超人和神奇女侠很陌生 甚至 他们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威胁 他们是什么人 敌人 受到蛊惑 两人不约而同地朝神奇女侠 很超人抬起武器 神奇女侠刚刚稳定身形 便看到无数攻击朝自己飞来 他抬头看去 注意到钢铁侠和美队身后 悬浮着一名黑色的女性 第347章 一个响指轻松秒杀 神奇女侠被攻击命中 不过他利用护腕全部格挡开来 能量和炮弹在周围炸开 却没有伤到他分后 另一边 超人也轻松挣脱束缚 脸色不善地看向偷袭神奇女侠的金色壮汉 如果灵昂在这里 那他一定能认出偷袭神奇女侠的两人 高大的金黄色皮肤的壮汉 就是虚无之主 也被称为创生 黑色的女人 就是深渊 他们是建造者创造出来引导的生物进化的仆从 在建造者的计划中 每一台阿列夫机器人都会携带一名一岸两枚种子 前往宇宙的各个角落孵化 金黄色的种子就是虚无之主 当它生长成熟之后 就能够拥有创造生命的能力 黑色的种子就是深渊 它的职责是判断虚无之主创造的生命是否达到要求 两人配合起来 就能够创造出建造者所需要的合格产品 而类似于蓝星这种自行发展起来的生命 在建造者眼里 就是一坨残次品吞噬宇宙资源的害虫 所谓的起源炸弹 就是一个灭杀残次品生命 而后引导生命快速进化的改造炸弹 这玩意不仅能够将常规意义上的生命升级 还能将星球直接改造成为生命 在生物方面 可谓是相当先进 蓝星上面怎么会有这种层次的生命 深渊目光落在超人身上 满眼都是好奇 它能评判虚无之主创造的生命 自然也能看得出超人的基因价值 虚无之主嘴角微微上扬 它和深渊心灵相通 所以很清楚自己妹妹现在想干什么 所以 它果断发动攻击 藤蔓迅速生长 朝着神奇女侠和超人奔去 超人轻轻一拳便将藤蔓打碎 但是这些碎裂的藤蔓 居然在空中再次生长 形成更多的藤蔓 既然如此 超人果断发动能力 从眼睛中射出高热射线 射线穿过藤蔓 如刀斑将其切断 恐怖的热量直接将藤蔓点燃 不给对方一点复原的机会 而神奇女侠这边 它没有超人这么恐怖的AOE技能 但是它身体素质极强 所以 整个人直接脚踏大的朝着深渊冲去 阿列夫机器人从天而降 企图拦截 但神奇女侠反应更快 它已经掏出家传宝剑和盾牌 一顶 一刺 一踹 交错之间 阿列夫机器人便冒着火花 被神奇女侠踹飞 突然 天空有呼啸传来 神奇女侠抬头看到钢铁侠和美队举着拳头 用标准的超人飞行姿势朝它冲来 对方很快 但神奇女侠更快 它一跃而起 在天空扭动身躯 以旋子转体的姿态躲过两人的冲击 手中的真言套锁也投掷出去 卡兹一声 钢铁侠和美队的手腕关节处被真言套锁勒住 纳米技术的防御有限 而且贾维斯也能识别出神奇女侠的身份 没有刻意加强防御 于是 真言套锁轻松破坏了防御 触碰到两人的肉体 卧槽 两人立刻清醒过来 向深渊投去愤怒的目光 糟 深渊看到两人脱离控制 顿感不妙 而美队的盾牌已经出手 当当当 利用周围植被的掩护 盾牌做出复杂的几何学轨迹 直接将深渊从空中砸下来 钢铁侠跟上掌心炮 深渊直接被轰飞出去 另一边 虚无之主对准超人使用能量炮 巨大的光束将超人退后的轨迹封锁 然而 超人并不需要躲闪 他站在地上 双眼射出射线 催枯拉朽一般 超人的射线轻松融化了虚无之主的能量炮 将他的肩膀动穿 同时 神奇女侠也朝着深渊丢出祖传短剑 将其钉在藤外上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虚无之主看着超人 脸色沉重 超人没有理会虚无之主 而是拨通了凌昂的通讯 哦 抓住了 凌昂 他俩是你要找的目标吗 凌昂看了一眼被钉起来的两人 没错 接下来怎么做 凌昂想了想 目光投向虚无之主和深渊 我听说建造者正在筹划一场战争 现在 你们两个有机会证明自己 为我献上忠诚 空口拔牙 就想让我们沉浮吗 我并不意外 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凌昂表情平静 在原作漫画里面 是附着在黑人身上的宇宙队长出门 两人才倒戈投降 不过 我需要提醒你们一点 我给你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现在沉浮于我 我能为你们开放反蓝星的好处 之后 可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当然 只是这么说 你们可能对我的实力 没有什么概念 说话间 凌昂轻轻打了个响指 下一秒 阿列夫机器人顿时停止动作 在众人的目光中 阿列夫机器人的身体化成了飞灰 第348章 复刻阿凡达 行星一哥的生物种群 这是何等神力 虚无知主 和深渊的表情都呆滞了 他们作为建造者的仆从 对于阿列夫机器人的属性 不可谓不熟悉 从出生开始 他们就借助阿列夫机器人 来学习建造者方面的知识 开始履行他们的职责 对宇宙空间的生物 进行定期的清除和打理 除了虚无知主本身的能力 能够清理一部分的生物外 更多的时间里 还是阿列夫机器人 来完成这一职责 所以 对于虚无知主和深渊来说 阿列夫机器人 就像是他们的父亲 威严 不可战胜 循规蹈矩 627 现在 想好了吗 听到灵阳的言语 虚无知主和深渊对视一眼 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们感觉自己 这次可能是提到铁板了 但是 这是建造者赋予他们的职责 这是他们的信仰 想要我们改变信仰 这是不可能的 虚无知主摇摇头 无妨 等几天 你们就会知道 自己错得有多么严重 灵阳摆摆手 然后转头 跟超人开始吩咐 接下来的事情 虚无知主和深渊 只是事件的钱菜 这是阴谋的一环 他们并不是意外来到蓝星附近 而是被某种存在引导 在火星附近扎根下来 所以 灵昂才不会直接击杀两人 起源炸弹 应该按照预定轨迹使用了吧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蓝星了 灵昂将手中的资料传递过去 钢铁侠和美队点点头 接收资料 然后朝着蓝星飞去 他们需要前往起源炸弹的地点 去建立科研机构 至于火星这里 则是交给反蓝星 变种人学院 在X教授的带领下 跟着神奇先生一起 在火星表面 开始建造研究设施 至于研究对象 那自然就是虚无知主 和深渊两人 研究两人创造生命的过程 神奇先生看着文档里面的介绍 不由得露出狐疑的表情 要是普通人跟他这么说 他会推荐对方去看小电影 但是灵昂跟他这么说 那他就得重视起来了 显然 灵昂说的 不是普通的生命繁殖 而是给予基因层面的改造 对于神奇先生的研究行为 虚无知主和深渊 倒是没什么反应 他们两个本来就不是什么喜爱争斗的生物 虚无知主的兴趣 全都在创造新生命上 而深渊 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所以 眼见着自己的花园并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限制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虚无知主就开开心心地 去进行创造生命的科研工作了 而正是这样的行为 反倒是让神奇先生 学到了不少知识 收获颇丰 尤其是虚无知主将无机物 变成有机物的操作 神奇先生在仔细观察之后 与火箭一起着手在行星一哥的表面使用 很快 行星一哥表面 生长出了不少粗壮的藤腕 这些东西的意识与行星共享 但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 不仅如此 依靠藤腕作为基础 行星一哥表面逐渐发展出 能够与植物共享意识的生物群体 用灵昂的话来说 这就是复刻了阿凡达里面的潘多拉星球 而且电影不同 因为生物群落受到一哥的控制 而蟑螂女又可以直接操控一哥 所以 一哥表面的生物群落 可以直接使用反蓝星的科技力量 极大丰富了反蓝星的军队力量 而在火星研究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 蓝星表面 起源炸弹所在之处也传来消息 托尼说 他们找到了完美生物 火箭挠着头就信息交给灵昂 完美生物啊 也不能说非常完美吧 力量还是比较欠缺的 灵昂打开钢铁侠发来的图片 上面是拥有斑马条纹的人形生物 这玩意就是起源炸弹改造出来的生物之一 它们不需要进食 不需要呼吸 拥有正常的智力 而且发育极快 不过后来 编剧就忘了它们的存在 唯一的作用 就是让至高进化露了一下脸 如果至高进化看到 估计会极度的发疯吧 听到这个名字 火箭也咧嘴笑起来 作为至高进化的作品之一 它可太清楚 这种物种对于至高进化的吸引 可惜 它遇到了灵昂 所以 你收下起源炸弹 就是为了得到完美基因 这些都是小事 你知道 我并不在意完美 无论是反蓝星 还是蓝星 我们都是依靠不完美的自己 一步步走到今天 灵昂拍了拍火箭的肩膀 这些生物是一个预兆 一个性雕 我需要依靠它们 来确认永恒所说的那些 所谓的 危机 说起来 蓝星出现起源炸弹 那个人应该就会出现了吧 第349章 起源炸弹的影响 宇宙队长登场 太平洋的无人岛集群中 钢铁侠和美队 正在远处查看 根据林昂给出的预案 星环防御系统 将起源炸弹 固定到了不会危及人类城市的地点 并开始利用起源炸弹 改造生命的能力 来创造新时代的生命 而眼前的这些 有着斑马纹的生物 就是其作品之一 此刻 这些刚刚成长到 初中生大小的孩子 正在木屋里面上课 负责课程的 是各国派来的支教团队 一方面是为了 开发这些孩子的智力 另一方面 是防止某些极端的宗教团体 和新时代的极端意识形态 组织混进来 给孩子们灌输什么奇怪的知识 用林昂的话来说 就是他不想某天过来 蓝星视察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 家人们谁懂啊 如今 小岛上的这些生物的智力 已经发展到 如同大学生一样的水准 从教师团队反馈回来的数据来看 这些孩子 已经能够理解高等数学 开始学习各种基础理论 相信再过不久 就能达到顶尖人类科学家的水准 听完报告 钢铁侠不由得露出蛋疼的表情 作为蓝星的顶级科学家 他太清楚 这种事情需要多大的天赋 然而 虚无之主 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出这样的生命 也难怪对方看不起人类 将它们称之为 狭子品和害虫了 当然 开始进化的不只有这些孩子 还有起源炸弹爆炸范围内的其他东西 比如说 有一个岛屿发育出了岩石生物 它们能够调动岩石 是天生的建筑工人 还有一个岛屿的藤腕 开始快速繁殖 可以以极高的效率进化空气 还有一部分海域的海洋生物 进化出了恐怖的再生能力 而且肉质鲜美 自从起源炸弹落下之后 这块区域的各种东西 都在疯狂地进化与迭代 仿佛几个月 就走过了生物亿万年的道路 真是厉害 钢铁侠不由地感慨 如果不是有林昂 我是绝对没有信心去信任 和引导这些生物的 是啊 美队也同样感慨 它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 它很清楚 人类的劣根性 对于未知的威胁 人类的第一反应 一定是消灭对方 不过 话说回来 林昂吩咐我们 在这里等人 它究竟在等谁呢 美队摇摇头 它并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两人在这里助手 已经有小半年了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不过这样也好 经历过数次大战之后 钢铁侠觉得 自己已经够累了 它现在每天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在忙完之后 去找恶灵骑士喝酒 顺带体验一下 民风淳朴的西部基层 然后在第二天 以各种理由找国会要钱 不得不说 地狱火的能力 实在是太方便了 看一眼就知道 哪些人是贪官污吏 钢铁侠借助强倪 清除了不少政敌 过得顺风顺水 滴滴滴 通讯器响起声音 钢铁侠打开一看 发现是自家的安全主管哈皮 哈皮此时 坐在复仇者大厦 对面街道的咖啡店内 端着一杯咖啡 但是表情有些紧张 石塔克先生 有个女人找你 谁 钢铁侠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心说自己自从当上总统之后 就没出去乱搞过 怎么还会有女人找上门来 哈皮将摄像头转过去 露出一个黑人女性的脸庞 钢铁侠的表情 就更加微妙了 因为对方长相平平无奇 看上去就是普通路人的水平 听说 你们现在正在研究起源炸弹 我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遇到一个黄色壮汉 黑色女人 还有一个机器人 听到这话 钢铁侠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女士 我觉得吧 询问别人事情之前 先报上名来 会显得比较有礼貌 哦 抱歉 我对人类的礼仪 还没怎么掌握 女人摸着下巴 想了想 下一秒 她发动能力 于是 钢铁侠看到这个黑人女性身上 突然有黑色的生物快速覆盖 眨眼之间 便形成了一套黑白配色的紧身衣 而在那黑色的部分中 似乎有宇宙一样的星光闪烁 你们好 我是宇宙力量 当然你们也可以教我宇宙队长 你好 不知道您找那三个人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观测到起源炸弹 已经落在蓝星表面 本来我是想帮忙的 但后来注意到 这次攻击 似乎已经在星球表层 就被你们化解 而且 你们似乎还有一想 要使用这份能力的样子 宇宙队长摸着下巴 我想了好几个月 最后想起来 这似乎与我的孩子有关 所以想要问问他们的情况 我们没有杀害他们 那太好了 我能去看看他们吗 第三百五十章 灵物宇宙增幅 七千五百倍力量强化 我最近总觉得 自己还差这么一点 虚无之主对深渊说 他自诩为艺术家 对于他来说 创造生命 就是创造艺术 而一个艺术家 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追求 最近虚无之主 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他觉得 自己距离完美的作品还差一步 但是不知道差了什么东西 这让他非常苦恼 你还差一个基因而已 谁 虚无之主看向声音处 突然发现 一个身穿黑白色星光景深衣的女性 矗立在大门之处 这种感觉 木槿 神渊反应过来 这种感觉不会错的 在阿列夫机器人创造他们的时候 就已经为他们灌输了宇宙之主的相关记忆 所以 看到眼前的女性 神渊立马就认出来 她就是建造者的信仰 传说中的宇宙之主 你们好 不过我现在应该叫做宇宙队长 宇宙队长向两人打招呼 两人连忙单膝下跪 露出恭敬的表情 好了 既然你看见他们没事 那我们的合作应该能继续了吧 听到这话 虚无之主和神渊抬起头 这才看到宇宙队长身后还站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他们很熟悉 是灵昂 母亲 你被他们胁迫了吗 不 并没有 是我主动找上来的 宇宙队长摸着虚无之主的脑袋说 这是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当时他的本体 还是美国的一个普通人 宇宙队长的力量 正好路过蓝星 本来他无意停留 但是混沌之王突然发难 而反蓝星为了保护地球 冻结了时间 宇宙队长感觉到这个星球的危险 打算出手帮忙 于是寄宿在了现在的黑人女性身上 想要打破时间的控制 不过他还没有出手 混沌之王便被灵昂带走 拖到宇宙深处 去战斗 并将其重伤封印 眼见事情结束 宇宙队长本来想要继续前往宇宙流浪 但蓝星的食物实在是太好吃了 是的 宇宙队长其实是一个吃货 时间冻结结束的时候 他恰好吃了一口当地的低温慢烤牛排 于是被这款美食福货 开始在蓝星上探索美食 一直到起源炸弹落在蓝星 他才开始纠结 要不要前来查看情况 阻止自己的孩子对蓝星出手 然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的孩子打不过蓝星 反倒被对方囚禁起来 总之 我是过来劝你们的 宇宙队长语气温柔 孩子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一点 建造者已经变了 他们不再是引导世界成长和进化的领头羊 看看你们的所作所为 你们这是在进行种族屠杀 可是 虚无知主和深渊面面相去 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 引导世界进化 不只是要创造先进的物种 同时 也要引领落后的物种 单纯将你们认为的瑕疵品清除 这是偷懒 母亲教训的是 而且 你们想想 你们认定的瑕疵品 真的是瑕疵品吗 看看你们现在的处境 孩子 你们被打败了 这足以证明 你们受到的教育出了问题 虚无知主和深渊无言以对 他们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信仰 让他们不愿意低头承认 好了 现在回头也不算晚 宇宙队长拍拍手说 那么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吗 虚无知主和深渊恭敬道 创造 凌昂将一管血液交给两人 这是超人的血液 通过调制 他已经称得上是完美生物 所以 用超人的血液 来执行这个计划 是最稳当的 虚无知主看不懂凌昂的计划 但是他信任宇宙队长 所以果断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很快 花园内生长出一朵巨大的花孤朵 从仪器的反馈来看 里面有强大的生命正在孕育 你观察了虚无知主的创造过程 你领悟了虚无知主的创造能力 你顿悟了 获得生命调制器 通过生命调制器 你能绕过死亡女神的监视 创造具有独立灵魂的新型生命体 你观察了深渊审判生命的过程 你领悟了深渊的判断能力 结合已有能力 你顿悟了 获得生命研判器男 通过生命研判器 你能轻易察觉生命体的瑕疵 将其塑造成为 逃离死亡女神监视的异常者 你观察到宇宙队长的能力运作 你参透了宇宙力量 你顿悟了 获得宇宙增幅 使用宇宙增幅 你可以将力量提升到最大7500倍 宇宙增幅 可以通过已有能力 嫁接给同伴使用 第351章 观察液甲面 顿悟机械清河 只是经过几个星期的孕育 花孤朵便生长成熟 很快绽放开来 一个壮瘦的人类拨开花瓣 从里面虚弱地滚出来 医护人员连忙上前 用各种仪器测试其体态数据 然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刚刚出生的人 居然已经有正常青年的身体素质 真是奇迹 虚无之主大声赞叹 他感觉自己这次创造出了最完美的作品 神奇先生等人站在仪器前 看着仪器里面的能量参数 以极快的速度上升 不得不说 建造者对于生命创造这一技术上 给神奇先生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不过 在场还有两个人表情平静 一个是宇宙队长 另一个人则是林昂 无论是宇宙队长 还是林昂 都很清楚 虚无之主创造的这个生命 代表着什么 它叫夜假面 或者说是夜假面候选者 在美漫的故事剧情中 多元宇宙是非常常见的设定 而建造者本身就是多元宇宙的生命种群 他们在各大平行宇宙 都设立了能够观察宇宙洪流的极限 而每当一个低等的宇宙 即将升级进化 那么他们的机器 就会自动销毁 并且促使建造者的仆从 培养四大要素 正义 一马 夜假面 以及星标 正义负责维持身为的秩序 一马负责引领科技的进化 夜假面负责转变物种的意识 星标则负责星球的防御 不过 在经典的大事件中 因为宇宙毁灭危机 所以导致诞生的四大要素并不完整 于是只剩下夜假面和星标 显然眼前的人 还没有成为夜假面 因为林昂已经查看他的能力 这个诞生出来的人类 只是刚刚具有与机械沟通的能力 既不能控制和改变机械 也不能跨宇宙传送 能力有限 当然 既然对方已经出现 那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宇宙正在升为 如果出现四个要素 那么意味着这个宇宙在正常升为 而如果只出现两个要素 那就意味着大事件即将降临 而林昂觉得 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 因为黑天鹅出现了 这玩意是杜姆博士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所创造的大毁灭者宗教 而产生的信徒 既然对方出现 那意味着末日也会如期而至 先赋予他正常说话的能力吧 林昂对宇宙队长说 当然 我可不会看着孩子 露出无助的表情 宇宙队长走上前 手指放在叶甲面的额头 白光闪过 叶甲面立刻同步了自己的语言 母亲 系统已经损坏 有东西在靠近 损坏 什么东西损坏 神奇先生不解 他说的应该是白光事件 林昂转头看向宇宙深处 他感觉到了 轰隆 平行宇宙的链接缝隙中 建造者的蒲丛 刚刚目睹了工作流平台的损坏 这个稳定运行了一百万年的科技装置 在一瞬间被某种狂暴的力量撕碎 而最让蒲丛担心的事情是 损坏的不只是一个工作流平台 而是 几乎所有 一瞬间 根据平台预案 智能AI迅速做出了决定 他看着仅剩的几台工作流平台 纵使这些平台所处的宇宙 并没有发育到正常的水准 他们还是按下了预案开关 于是 一道力量迅速下沉 突破平行宇宙的界限 传入现实之中 下一秒 蓝星人感受到一股刺眼的阳光亮起 白光事件 灵昂看着白光亮起 他没有阻止 因为他很清楚 这股能量将会以什么形式诞生 果然 白昼之后 叶甲面地形态急速变化 因为使用的是超人的基因 所以一开始 他只是一个身材结实的白人 而现在 他已经成长成为 身高两米的超级壮汉 上身宛弱施瓦心格一样夸张 下半身也形成一款黑色马面裙 表面有机械波纹的花式 白光事件发生了 叶甲面南南滴雨 忽然 他伸出手指向周围的机械 锁到之处 机械纷纷自行拆解 然后重新组装 你观察了叶甲面的能力发动 你顿悟了 你领悟了机械清河与快速组装 你利用万物本源 观察了叶甲面地能量波动 你顿悟了 你领悟了跨宇宙传送与意识传送 他想要干什么 神奇先生凑到灵昂跟前 他感觉这个生物 想要进行某种动作 而且 灵昂好像完全清楚 对方想要干什么一样 他想找人 现在正在接入全球监视网络 和生物样本追踪 灵昂解释说 最终目的是想要找到他的同伴 不用找了 灵昂挥手 于是各种仪器全都回复原状 我已经知道 对方在哪里了 第352章 星标觉醒 一击如何淡 纽约的一家餐厅内 凯文 康纳正穿着白色厨师服装 在铁板上煎烤汉堡肉 这是他的兼职 为了凑够学费和教材费用 他每天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打零工 眼前正在打电话的是他的同班同学 与凯文不同 同学有钱多金 自信耀眼 他是课堂讨论的发言常课 也是提出各种想先进观点的天才 还有一个身材火辣的女朋友 与之相比 凯文则是非常不起眼的普通人 现在 两人处在同一空间 但是对方完全没有认出他 一个操作台的距离 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凯文时常也会幻想 自己会不会其实是一个超级英雄 在某一个大众瞩目的时候 有人推门进来说 老兄 快走吧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还等着你 去拯救世界呢 哈哈 凯文苦笑 这种事情不可能 的吧 框档 餐厅大门被人粗暴地踹开 来者长着一副东亚面孔 戴着墨镜 身穿黑风衣 仿佛是从黑衣人片场里面走出来的演员 看上去相当中二 但餐厅里面的人 都在第一时间平住呼吸 因为站在这人身后的两人 身份非凡 左边那位是二战时期 就已经成名的超级偶像 人称美队 现在担任美国副总统的位置 右边那位是纽约首富 超级科技公司斯塔克的总裁 而最重要的是 他是现任美国总统 凯文没来由地想到一个苏式笑话 话说 勋章大王伯烈日涅夫 除了收集勋章外 还酷爱飙车 有一次 眼看开会要迟到了 于是博烈日涅夫 换下了司机 自己开车 飞快地向克里姆林公行驶 路边的警察一看超速 便让手下开车去拦截 不一会 拦截的警察一个人回来了 警长问道 人呐 没追到吗 小警察 放了 警长又反问道 车上是谁 小警察答道 车上是谁我不认识 不过司机是博烈日涅夫同志 当然 眼前人的气质厚重 不知道为什么 凯文有种直觉 他觉得 这个领头的东亚面孔 反而是两人的领导 复仇者办事 钢铁侠和美队 启动身上的纳米战甲 形成覆盖 在万众瞩目之中 为首的东亚年轻人 来到凯文面前摘下墨镜 你还在等什么呀 我的老弟 世界末日等着你去拯救 快跟我走吧 哎 凯文感觉自己大脑 快要当机 就连他之前羡慕的那位 富二代同学 也当场愣住 手中的苹果手机摔在地上 也没有察觉 是时候出发了 伟大的冒险证 等着你呢 话语之间 凯文身上 亮起传送门的标志 下一秒 凯文发现 自己来到了某座小岛 来了 东亚面孔的年轻人 抬起头 并且轻松将钢铁侠和美队 送到几公里之外 接着 天空亮起一道金色的星标 轰隆一声 大地撕裂 从天空俯瞰 地面被恐怖的力量填平 在其踏映出星标的标志 方圆三千米 寸草不生 哦 凯文发出痛苦的嘶吼 他只觉得 身体有属不尽的力量 但是他并不能熟练控制 只能任凭能量不断爆发 卧槽 那是什么力量 钢铁侠透过面甲 观察小岛的情况 发现那里有恐怖的能量 不断释放 几乎与核弹相当 美队也不由地留下一滴冷汗 如果没有凌昂出手 他们绝对不可能毫发无伤地 将这个年轻人 转移到无人区 很快 爆炸的能量缓缓降低 即便是星标 也是有极限的 凯文跪倒在废墟之中 他终于从力量的支配中 清醒过来 看向周边 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眼前的地面 已经被高温烘烤至焦黑 就连沙力 也呈现出流体的特性 宛如岩浆 这是自己干的 凯文感觉 就像是做梦一样 这时 视野左侧探出一个脑袋 哟 鬼啊 我很像鬼吗 林阳看着自己 服装完好 发型不乱 很正常啊 一般人能扛得住 这种攻击吗 凯文瑟瑟发抖 真是失利啊 我明明 把你打造成了英雄 英雄凯文 临危受命 在无人岛全力出手 将敌人消灭成灰 这个剧本不错吧 听到这话 凯文终于冷静下来 他重新看清 眼前的脸庞 这才注意到 这个面孔 正是将他带来这里的 那个东亚年轻人 所以 他果断贵了 大佬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你现在的能力吗 呃 不知道 少年 你被选中了 第三百五十三章 要素凑齐 末世将至 你确定这人安全吗 钢铁侠看着研究设施内 刚刚穿上战服的星标 脸上带着怀疑 放心 我能搞定 凌昂回答说 他早就用心灵能力 观察了凯文的内心活动 之所以在餐厅如此高调 就是为了博取星标的信任 当然 除了心灵能力 凌昂也有其他准备 你观察了星标的力量爆发 你顿悟了 你领悟了星标之力 星球防御的力量吗 凌昂摆摆手 他现在的能力 已经在星标之上 星标的力量 对于他来说 没什么太大的提升 不过 有了这股力量630 他倒是能更轻松地 确认星标的情况 要知道 在漫画内 星标几乎没有 学习能力的时间 最后好不容易知道 怎么用了的时候 却被超越神族偷袭死亡 实验室内 看到凌昂 凯文开心地挥了挥手 他现在很兴奋 感觉自己 就像是即将出征的英雄 钢铁侠看着凯文清澈 从哪里吐槽 最后只能感叹一句 年轻真好 星标的事情先放一边 我觉得 有一些事情需要告诉你们 这块更重要 凌昂将众人 带到反蓝星的会议室 点开之前 就做好的方案 之前我只有大致的预感 但是没有找到证据 现在我算是 拿到证据了 那么 接下来我说的事情 也大概率会发生 事情的起因 还得从混沌之王说起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脸色 纷纷变地凝重起来 他们之前就听过凌昂介绍 所谓的混沌之 王室永恒的反面 也是湮灭的化身 力图将整个宇宙化为虚无 而那场大战 他们也亲身参与 老实说 如果没有凌昂出手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赢 当然 凌昂想要讲述的重点 不在混沌之王 而是后面的内容 在混沌之王事件结束 并将永恒暴打一通之后 凌昂从对方口中 听到了平行宇宙战争的事情 对于凌昂来说 他并不奇怪 这个宇宙会有各种各样的战争 因为无论是DC还是漫威 都有各种各样的大事件 这些事情 少则影响一个星球 多则影响一个宇宙 而对于平行宇宙之间的战争 更是数不胜数 各种战力设定 更是崩的乱七八糟 也正因为这些大事件很多 所以凌昂无法第一时间确定 所谓的宇宙战争 指的是什么 无法直接预知具体的剧情 虽说他拥有预知风险的能力 但美满的大部分预知能力 基本都有副作用 要么就是谜语人 要么就是夸大事实 所以凌昂并不想用 转折点在于黑天鹅的出现 在漫威的漫画中 黑天鹅是隶属于 大毁灭者的信徒 而这个大毁灭者 则是传说中的杜姆博士 在原作剧情中 杜姆博士参透了 世界毁灭的危机 在分子人的帮助下 前往超越神族的废弃图书馆 在其暗中 开始以毁灭来拯救 和延缓世界的毁灭 而凌昂则是在 黑天鹅的记忆里面 确切地看到了 杜姆博士的身影 当然 即便是这样 凌昂也不能笃定 之后的剧情是什么 因为黑天鹅 能够借助毁灭者的力量 穿越平行世界 去攻击大毁灭者 标定的平行世界 所以凌昂觉得 自己所处的世界 并不一定会按照 相同的剧情发展 而是会在某一时刻 跟杜姆博士的世界撞上 到时候再发生战斗 不过 为了确认这一点 凌昂还必须找到 其他证据 而这份证据 就是叶甲面 以及星标 此前 永恒就曾经对凌昂说过 建造者即将复苏 当时凌昂 只以为会是 普通的阿列夫机器人 针对文明的打击 而等到黑天鹅出现的时候 凌昂觉得 一切都串起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提前做出 针对虚无支柱 和深渊的预案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 就显而易见了 也就是说 之后 我们将会遇到 两次重大危机 凌昂将所有东西 都投拼到会议室里面 第一个危机 便是宇宙对撞危机 在美漫剧情中 宇宙对撞 是因为金刚狼 频繁穿越时空 最后导致时空紊乱 并在超越神族的干涉下 无数宇宙开始对撞 最后完全消亡 只剩下窃取了 超越神族力量的 杜姆博士创造的斗剑 凌昂自认为 没做过什么 紊乱宇宙的事情 鬼才知道 是不是哪个平行宇宙 出了问题 又或者是某种 不可名状的力量 驱动着危机必然出现 第二个危机 就是建造者的宇宙战争 当然这个危机 主要是因为上一个危机 建造者具有 平行宇宙观察的能力 而星标之所以会出现 也正是因为 他们用于观察宇宙的 工作流平台 被对撞危机 产生的爆炸波及 以至于全数销毁 想必现在对方 应该已经知道 危机的地点 正在朝着蓝星奔来 按照时间顺序 建造者会率先行动 不过 在此之前 宇宙对撞的危机 也会同步进行 我已经定下了 足够稳妥的方案 这一次 建造者这边 需要你们自己去解决 第354章 旺达的担忧 听说这次很危险 法兰星的房间内 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旺达靠在林昂肩膀上 目光忧愁 嗯 因为目前还缺少一部分情报 林昂自认为 自己已经非常强悍 不仅领悟了宇宙法则 成为宇宙之主 最近甚至能够 轻易解析分子级别的 万物本源 说句实在话 即便现在 对上生命法庭 他也没在怕的 只是美慢的大事件 战斗力飘忽不定 有的不过是 蓝星内部的斗争 超级英雄们 打起来宛若街头斗殴 但有的又会涉及到 平行宇宙的事情 超级英雄们 打起来 各个都是暴星实力 反派也会现实加强 与这些加强的反派 对位起来 啥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像什么四大神明了 生命法庭了 万物之上了 基本都不结果 所以 林昂觉得 自己至少得稳重一点 对于各方面的事情 都得办得完美才行 好消息是 随着星标和叶甲面的出现 他大概能确认 后续的剧情发展 而对于他这种层次的人而言 情报比起战斗 要重要得多 总而言之 我现在只差一个要素 就能拿到胜利的天平 什么要素 坐标 干啥用的 林昂想了想 开始给旺达解释 这一场世界末日 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在美漫剧情中 杜姆博士 就是利用各个世界的分子人 作为炸弹 将超越神族直接毁灭 而后让最后一个分子人 接受了大部分的神力 自己接受一部分的神力 从而达到伪神境界 最后 分子人重塑了整个宇宙 而杜姆博士 则利用一部分的神力 将重塑的宇宙 改造成为自己想要的世界 也就是斗剑 那么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晰了 林昂只需要找到超越神族的坐标 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想要找到这个坐标 就必须依靠杜姆博士的 大毁灭教团 这些教团的黑天鹅 会击杀一些平行宇宙的分子人 而这些失去了分子人的宇宙 将会被超越神族标记 从而派出制图师来查探情况 只要杀死制图师 找到对方的尸体 林昂和叶甲面 就能通过跨宇宙传送的能力 来到超越神族所在的地方 到时候 无论是直接终止对撞 还是如同美脉一样 直接重塑整个宇宙 对于林昂来说 都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 如果能找到超越神族 林昂也能更清楚 去观测多元宇宙的情况 说不定宇宙重塑之后 就会对上升为来的宇宙 到时候 说不定会出现以前的反派 以更强大的姿态 重新上线的事情 林昂觉得 自己都为这些事情早做打算 那么 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得守在蓝星 反而要让钢铁侠他们 去宇宙 进行针对建造者的战争呢 因为蓝星是平行宇宙对撞的地点 林昂继续解释 根据美脉设定 平行宇宙的中心就在蓝星 所以 每一次平行宇宙对撞 都是两个蓝星的对撞 不仅如此 每当两个蓝星对撞的时候 就会在蓝星的某个区域 形成一个时空交错的区域 这片区域会短暂隔绝 而且时间极短 以蓝星目前的科技实力 还做不到观测 比起在建造者战争中 分心观察蓝星 不如让林昂在这里助手 如果运气好一点 遇到拥有制图师的星球 那么林昂甚至可以依靠制图师 来对超越神族发动进攻 还有就是 我相信你们的实力 反蓝星已经经过多次的科技和能力的提升 林昂觉得 他们已经有能力去针对建造者的舰队 你已经遇见这么多事情了吗 旺达不由地叹息 明明自己已经强化 但他总觉得 自己距离林昂已经越来越远 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家 林昂轻轻揽住旺达的肩膀 他很清楚 旺达对于家庭的执念 无论是在漫画 还是在电影里面 这个女人都能为了家庭付出一切 编剧的恶意 让他陷入疯狂 但林昂不想要这样 对于他来说 旺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爱又性感 他不希望旺达变得疯狂 旺达 看看这个家 看看这个星球 这是我们的港湾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和平 势力的争吵 高等生物的窥探 那些恐怖存在的一举一动 对于普通人而言 不亚于一场天灾 林昂叹了口气 轻声说 乱世之下 唯有变强 才能掌握自身的命脉 你知道 我担心的不是这些 旺达爬起来 翻身跨坐在林昂身上 双手轻轻捧着林昂的脸庞 你这样 会不会太累了 林昂盯着旺达的眼眸 轻轻将额头与对方紧贴 人总是需要奋斗的 更何况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 并不怎么消耗体力 骗子 好吧 那我亲爱的老婆 你有什么让我放松的法子吗 旺达小脸通红 想了想 轻轻拉开了自己肩膀的吊带 第355章 灾难 反蓝星和蓝星的双线危机 一夜温存 第二天 林昂带旺达 来到蓝星的变种人学院 驻扎下来 两人少有的度过了 轻松愉快的时间 林昂每天负责到星环防御系统 查看情况 顺便跟神奇先生 一起研制观察 与预知宇宙碰撞的机器 旺达则是担任变种人学院的讲师 通过自己的能力 引导孩子们 掌控自身的特种能力 到了晚上 两人则是像一对普通的情侣一样 在大学湖边漫步 或者是到城市内部 去观看最新的电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直到有一天 火箭浣熊接到一个信息 目标星系爆发战争 看到这条消息 反蓝星的超级英雄们 战争来了 众英雄齐聚一堂 随后火箭投放出目标星系的投影 那是林昂离开之前 跟他们指定的位置 加拉多星系 庞大的宇宙战舰集团 出现在加拉多星系边缘 而后便是无数的阿列夫机器人 入侵到加拉多星系内部 当然 加拉多星系并不是普通的文明 在这星系内部 有强大的科技能力 面对建造者的入侵 加拉多星系很快反应过来 派出了自身的防卫力量 加拉多骑士团 在投影画面中 众人看到加拉多骑士团英勇奋战 以一己之力 几乎差点就打退了阿列夫机器人的攻击 但是 建造者的军团 自然不只是区区阿列夫机器人了 他们最强时期 建立了超越普通宇宙的新宇宙结构 并且以此来观测普通的平行宇宙 直到他们达到宇宙尺度 建造者才会出来 引导其中的生物进化 而对于加拉多骑士团这种级别的科技 建造者看到阿列夫机器人的攻势受挫之后 果断从天空朝加拉多星系投掷了一个超大号的科技炸弹 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整个加拉多星系瞬间化为一片虚无 好恐怖的实力 众人脸上都纷纷留下一滴冷汗 虽说林昂确信他们能够解决这次危机 但看见一个星系瞬间毁灭 众人还是有些心里发虚 另一边 林昂也同时收到了消息 与消息一起前来的还有宇宙队长 他的表情看上去相当沉重 我没能遇见这场灾难 看来有额外的因素参与 林昂也皱起眉头 他知道宇宙队长能注意到建造者的动向 原作漫画中 宇宙队长就是借助多面体的能力 前往加拉多星系支援 然后因为本体能力不够 即便增幅也无法抵抗建造者的攻击 于是被爆炸打昏 而后被建造者俘获 所以 林昂一开始就拒绝了宇宙队长的传送要求 要求他去反蓝星帮忙观测 并吩咐卡马太基随时启动传送程序支援 如果能直接拯救加拉多星系 反蓝星应该能掌握先机 只可惜 对方似乎找到了某种屏蔽宇宙队长的能力 直接摧毁了加拉多星系 好在 宇宙的尺度很大 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之 编剧没有给予建造者在宇宙内快速穿行的能力 所以 他们只能用横扫千钧的气势 从加拉多星系一路往蓝星前进 但林昂觉得 这里面有点问题 我觉得 建造者过于高调了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宇宙队长很疑惑 他已经习惯这帮叛逆的孩子如此行事 他们已经摒弃了宇宙之母的信仰 成为傲慢的独裁者 林昂摇头 如果只是自大 那么没必要屏蔽你 显然对方知道 蓝星和反蓝星上 有能够直接传送到现场支援的力量 那么这么高调 只有一个原因 想到这里 林昂连忙拨通火箭换雄的通讯 火箭 你们收到加拉多星球灭亡的消息了对吧 是 我们正在讨论 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么 你们有收到银河议会的消息吗 嗯 火箭骤媒 连忙拨通银河议会的通讯 然而 他连续拨了好几下 银河议会那边也没有任何回响 果然 林昂轻轻叹了口气 一级战备 火箭 这次 你们可能要面对整个宇宙的联军了 收到 我这就启动应急预案 火箭关闭通讯 转头点开反蓝星的星环防御系统 打开星际望远镜 同时将望远镜传输回来的画面 投影在屏幕上串 下一秒 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反蓝星的星图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点 而在星际望远镜投影过来的画面显示 成千上万的舰队 如同风群一般 正在快速朝着反蓝星和蓝星两个方向袭来 不仅如此 与此同时 林昂转身看向蓝星的某个角落 一道时空气泡在此刻悄然出现 他们的第一次宇宙碰撞 出现了 第356章 时空碰撞 林昂大战反转英雄 我们一起去 林昂来到旺达身边说 听到这话 旺达不免有些吃惊 但看到林昂信任的眼神 他就反应过来了 林昂不会轻易让他冒险 如今他实力提升到一种恐怖的境界 所以 林昂会带上他去参加最前线的战斗 保护一个人 不是要让他成为龙中犬 而是要让他获得足够的锻炼 不断变强 两人身形一闪 立刻出现在太平洋 督某个岛屿之上 往前一走 便是时空气泡的范围 进入时空气泡 两人的视野 立刻被末日一般的红色包围 旺达抬起头 他能清晰地看到 一个巨大的星球 悬浮在视野之中 就连星球表面的板块形状 都清晰可见 而那板块的形状 一如他所学过的地理知识 上面的 是另外一个宇宙的蓝星 不仅如此 旺达还看到 对面星球表面 有几个黑点 正在快速放大 那是另一颗蓝星的强者 他们正在穿越时空气泡 嗯 旺达点头 手中已经开始蓄力混沌魔法 他听林昂说过 平行宇宙也有 跟蓝星 类似的超级英雄 他们也会经历 蓝星超级英雄 类似的成长过程 不过 由于平行世界的发展不一样 所以 这些英雄 不一定就都是正义的 相反 在蓝星上正义的超级英雄 在平行宇宙里面 说不定是毁灭 整个宇宙的反派 当然 需要忌惮的事情 并不止这些 因为宇宙对撞危机 基本没有人能够阻止 强如建造者 也只能依靠 毁灭蓝星这种极端手段 才有逃离 对撞危机的一线生机 所以 即便是正义的英雄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 也会做出毫无人性的决定 失去人性很多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 旺达想到 林昂曾经跟他说的这句话 很快 平行蓝星的宇宙强者 便突破了中立的时空气泡 突入到了蓝星的大气层中 而当最先一位落地的时候 旺达的眉头 已经紧紧皱起来 哦 这里居然是有人的星球 不过 只有你们两个来交涉吗 白色的装甲落地 为首的正是钢铁侠 旺达凑到林昂身边 林昂 这人是不是旧事 就是他 或者说是 类似的时空同位体 林昂点头 他已经用心灵能力测试过了 眼前的白贯钢铁侠 和漫画里面一样 是被红骷髅的能力 反转了心里的反派钢铁侠 而在他身后 浩克 蜘蛛侠 雷神 惊奇队长 这些也统统都是被反转了的正派英雄 他们的内心已经被邪恶腐化 我 白贯钢铁侠 还想继续说话 但林昂已经动手 爆 一个响指 天空的之上的星球 瞬间爆炸 那是白贯钢铁侠准备的反物质炸弹 他打算趁着说话的功夫 偷偷利用反转奇异博士的能力 投送到林昂所在的蓝星内部 然后再用讨论讨论的话术 逃离林昂所在的蓝星 当然 林昂并没有直接杀死整个宇宙的生物 他在摧毁这个平行宇宙的同时 也利用创造宇宙的能力 将那些心存善念 反对屠杀宇宙的生命 全部纳入自己的小宇宙之中 当然这是 眼前的反转英雄们并不知情 怎么回事 你攻击了我们的星球 白贯钢铁侠 目光不善 他的世界里面 没有林昂这好人 旺达倒是认识 但不具备轻而易举毁灭星球的能力 所以他觉得 是林昂派出自杀小队 摧毁了他们的星球 不过无所谓 对方只有两个人 那可是数不清的生命 你小子 找死 白贯钢铁侠 发动机甲引擎 而反转英雄们 也相当默契 同时出手 雷神高举师格之锤 巨大的雷霆 从天而降 浩克搬起巨大的石头 惊奇队长火力全开 死人在说话 旺达冷眼注视这些反转英雄 一道红色的光芒 一闪而过 死人 你在说什么 反转蜘蛛侠 抬手想要发射蜘蛛丝 却发现 整个右手快速膨胀起来 蜘蛛感应带来窒息的感受 只是一瞬间 反转蜘蛛侠 便炸成一块块碎肉 浩克还在空中 但是身体分化为 无数小型正方体 惊奇队长大声喊叫着 但是完全偏离了目标 将钢铁侠撞成肉末 与白贯钢铁侠 一起爆炸开来 形成一道 核爆一般的巨大蘑菇云 至于雷神 他做出攻击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被林昂抓住锤子 咔嚓 咔嚓 林昂捏着尸隔雷神之锤 轻而易举 便将其粉碎 而后 雷神的身影 吞没在恐怖的核爆中 消散如烟 嗯 时空在收缩 林昂看向时空炮的另一端 被摧毁了的平行时空 伴随着蓝星的爆炸 以宇宙的尺度 迅速收缩 停 随着林昂的命令 收缩的时空炮被瞬间冻结 第357章 宇宙联军大战反蓝星 天神出击 另一边 时空气炮之外 正常的宇宙中 反蓝星正在准备与宇宙联军进行对抗 同时 反蓝星也试图与宇宙联军建立通讯 如果能谈判 那就最好 经过不断努力 火箭终于与宇宙联军取得联系 然而 当火箭打开通讯屏幕 他便知道 这场谈判绝无可能成功 因为通讯的会议室里面 建造者正坐在一块巨大的头颅面前 那是克里帝国的至高智慧 克里帝国的决策者 和领 导者 而在至高智慧旁边站着的 则是一众星际帝国的高层 像是同属于克里帝国的指控者罗南 西亚帝国的领袖斗剑士 在远处则是各种外星生命体的 他们处立在议会大厅的外围席位 不过这些人集合起来 也绝对是不小的战斗力 而最让人瞩目的 还得是 站在建造者身旁 身材火辣的黑天鹅 林昂跟火箭说过黑天鹅的事情 有这玩意 基本就意味着 宇宙碰撞的事情已经公开了 这帮家伙 想要牺牲蓝星来保护自己 然而 建造者根本不知道 黑天鹅骗了他们 消灭蓝星 并不能摆脱末日 蓝星爆炸 只会让所在的宇宙加速坍塌 反蓝星 最近快速崛起的强大科技帝国 与蓝星是同盟 建造者看着手里的资料 你们是想要臣服 还是想要死亡 我原以为 尊贵的建造者 不会听从别人的差遣 听到火箭的讥讽 建造者不由地看向黑天鹅 他摇了摇头 不要用你那没有发育的大脑侮辱我们 我只不过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帮手 那么你们呢 火箭转头 看向其他银河帝国领袖 至高智慧缓缓开口 蓝星是宇宙毁灭的根源 想要保住蓝星 我的计算概率是零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开战吧 火箭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浣熊 关闭通讯 火箭直接按下手中的按钮 战备信息一瞬间 便同步到所有人的终端之上 动手 最先行动的是天神成员 宙斯 奥丁 洛基 雷神 以及赫拉克勒斯 分别带着一个队伍 从提前埋伏好的星球出发 同时发力 检测到高能单位 宇宙联军中的指挥舰 发出刺耳的提示 但是天神的攻击已经落下 狂暴的能量 只用了一瞬间 便将舰队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 天神们长驱直入 冲进舰队之中 就是一阵乱打 当然 建造者们并不慌张 他们指挥各大帝国的战士 前去拦截 最先出现在洛基面前的是指控者罗南 两人都为灭霸效力过 曾经有一面支援 不过后来灭霸暴毙 罗南也没有继续搞事的理由 只能暂时潜伏起来 谎言之神 投降 你还有一线生计 就你 洛基大笑着 朝罗南奔去 不自量炼 罗南继续力量 手中武器朝洛基打去 两人的攻击 只在一瞬间 便将脚下的战舰甲板撕裂 形成恐怖的爆炸 一道身影突破爆炸的烟雾 砸入战舰残骸之中 谁飞出去了 一些宇宙海盗面面相去 倒飞的人速度太快 他们没看清 一个海盗宁笑着说 当然不可能是罗南 指控者的实力 你们很不清楚吗 对啊对啊 有道理 宇宙海盗纷纷附和 然而 当烟雾里面的人走出来 他们都傻眼了 那是洛基 你怎么会这么强 罗南吐出一口血 虽然没有力量宝石 但他也是宇宙数一数二的强者 不可能打不过洛基 这个谎言之神 若小 那是以前 洛基握着世界之剑 他已经经过二次强化 而且是凌昂亲自 帮他调整的强化 已经可以说 站在宇宙之巅 除了反蓝星的那些变态 以及一些抽象神明 他还真不怕 现在的这些强者 同样的场面 也出现在 其他天神小队的战场 天神们轻而易举的 就打烂了拦路的敌人 无论是战斗强者 超级战舰 还是什么隐藏的 高科技机甲 在经过强化的天神面前 就像是玩具一样 轻松被撕成碎片 只是钱菜罢了 罗南擦去嘴角的血液 你以为星际帝国 在宇宙中生存 依靠的是什么 罗南见过神明 这些来自蓝星的传说 宇宙强者的普通水平 甚至还不如灭霸的本体 然而 即便是灭霸 也没有办法不依靠 无限宝石 去抗住战舰的炮击 洛基抬头 看到宇宙中 亮起无数道闪光 宇宙联军 骑射 数以千万计的光束 和动能炮弹 迅速穿过阵地 这是建造者发起的攻击 他们完全无视了 战场上的普通人 一群蝼蚁罢了 建造者预判了 反蓝星的偷袭 眼前的宇宙联军 不过是一帮海盗 和边缘势力而已 对于建造者们来说 他们不过是一群 廉价的炮灰 解决了神明 你们的科技 对我们来说一文不值 就这 火箭看着战场 不由地笑出声 第358章 反蓝星的底牌 戴森球计划 战场中 一道道身影 突破残骸和废墟 缓缓飞行出来 天神小队 毫发无伤 这些攻击 对于被灵狼 亲自调教过的躯体来说 简直如同挠痒痒一般弱小 这是什么实例 战场情况几乎是公开的 所以银河议会的一些成员 都看到了天神小队的情况 就连斗剑士 都显得有些动摇 他自认为 自己不可能在这种 恐怖的攻击里面存活 现在 他有点后悔 开始不由自主地 估算起场面的形势来 不要慌 建造者看向黑天鹅 后者也不由633地 流出几滴冷汗 这跟上头提供的情报不一样 大毁灭者 是从未来归来的王者 拥有几乎全能的预知能力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事情 有点超出毁灭者的掌控了 好在建造者并没有为难飞天鹅 这一次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告 虽然场面有点失利 但这不代表建造者们没有后手 下一秒 两枚炸弹快速逼近战场 这下 你们要怎么抵挡呢 奥丁看了一眼 杜亚为他带来了炸弹的信息 并且接驳到 反蓝星的计算系统之内 请客间 反蓝星的天神 收到了指挥策略 润 塔玛太极的法师纷纷发力 一道道圆环 传送出现在天神脚下 只是眨眼的功夫 天神们就回到了反蓝星表面 接着 两个能够摧毁星系的炸弹炸开来 一个星系就这么当场消灭 只留下无数的宇宙尘埃 在无际的星河中缓缓飘荡 很好 建造者露出满意的表情 他当然有注意到天神的撤退行为 不过不要紧 既然对方撤退 那就意味着 对方没有抵抗的呢 你们这些作战人员确实能跑 但是 你们要怎么守护你们 想要保护星球呢 想到这里 建造者露出残忍的笑容 好了 数据收集到了 火箭浣熊看着屏幕 嘴角上扬 他们此前有些摸不准 建造者的武器的强大 但是对方居然直接用两颗炸弹 攻击天神小队 这倒是让反蓝星 拿到了珍贵的数据 强度也就那样 火箭浣熊吃笑一声 他们会不会还有其他的能力呢 回归反蓝星的奥丁好奇道 不太可能有了 火箭翻找着灵狼留下的一些预案 上面详细写明了 建造者的各种手段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这种文明毁灭炸弹 以及对方神鬼莫测的光学隐身系统 但是 这些在火箭这里都不是什么难事 他本就是科研天才 又经过各种调整和强化 最近还让灵狼亲自帮他强化了大马 所以 他早就搞好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比如 现在反蓝星的屏幕上 就显示着光学系统和辐射系统 两个系统的探照情况 光学系统确实没能看到建造者的指挥剑 但是在辐射系统的视野中 利用超光速巡航行动的建造者指挥剑 在广袤的宇宙中留下了巨大的黑色轨迹 此刻正清晰地描绘出这些指挥剑潜藏的位置 现在 轮到我们反击了 反蓝星表面 一道光芒闪过 光学迷彩解除 一颗颗巨大的恒星 突兀地出现在反蓝星所在星系之上 按理来说 这些巨大的活跃的恒星 将会直接破坏反蓝星系的引力 然而 在恐怖的科技和魔法加持下 这些东西就这么悬停在反蓝星系之上 不仅如此 在光学迷彩解除之后 恒星也没有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光量 而是相当规律地闪烁着 这些情况 第一时间便投射在了建造者的观测屏幕上 那是什么东西 一些银河议会外围的成员 发出不解的疑问 但是 老牌星际帝国都忍不住 想要破口大骂起来 干 戴森球 这是一种恐怖的技术 通过建造人工设施将恒星包裹 那么 这个文明就能够以最大效率 来获得恒星提供的各种能源 但是 这种事情对于材料学和各项基础物理的科技要求 简直就是地域难度 即便是恐怖的星际帝国 也只能在一些指挥星球进行这种实验 谁能想到 会有一个文明直接囚禁了负数的恒星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挂在自己的星系之上 且不说捕获恒星需要多么恐怖的实力 单单是解决 恒星针对星系的引力影响这一点 即便是他们这种庞大的星际联盟 也觉得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而就在下一秒 他们看到了反蓝星的攻击方式 自复数个戴森球之上 有一道微小的流星缓缓亮起 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联合舰队前方四千艘战舰 被瞬间点爆 第359章 星标能力的真正用法 火箭的疯狂计划 队列失去响应 队列失去响应 屏幕内 星际帝国的代表们的脸色 黑得能滴出水来 他们的舰队瞬间训爆 可他们完全没有攻击来源的头绪 斗舰是盯着反馈 脸色发白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建造者一时间没摸不清头脑 连忙召集指挥舰 收集探测录像 经过几分钟的解析之后 他们终于在屏幕上面 看到一道模糊的反光 那玩意有着极为光滑的表面 如果不是建造者 有极为恐怖的探测仪器 能够察觉到 物体表面轻微的光学弧度 他们说不定都看不清 攻击物的来历 然而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建造者也不由得冒出一滴冷汗 虽然对于普通的宇宙生命来说 建造者一族的科技力量 非常雄厚 但他们很清楚 建造者一族的科技 来自于造物主 宇宙之母提供的知识与能量 而对于现阶段的建造者而言 他们已经失去了 提升科技的能力 就连观察宇宙的工作流平台 也是百万年前 先祖留下的遗产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些银河帝国的人 不由得好奇起来 强作用粒子弹 建造者开口解释 那是一种基于基础粒子层面的 一种物理技术 原理是利用某种庞大的力量 将原子钉死在一起 如此一来 就能够获得 具有恐怖硬度的超级子弹 建造者指挥官 曾经在以前的科技资料里面 草草看过这种子弹的相关介绍 而对于如今的建造者一族来说 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 具有星球防御力量的超级人类 星标 只有它能够直接看到基础粒子 并且对这些粒子进行加工 仅仅是这种东西 就能破坏掉四千艘战舰 就连黑天鹅都惊声尖叫起来 一群猴子 建造者有些破防 一脸无语地看着这个 自称是大毁灭着信徒的女人 这种恐怖的材料硬度 已经达到了分子层面 击穿一颗星球 就像是子弹通过蛋糕一样简单 这些低端星际文明的科技材料 根本不可能与这种力量抗衡 不过 想到这种技术的难度 建造者的心情 很快稳定下来 派出指挥舰 虚无知主也开始行动 宇宙空间中 掩藏身影的建造者指挥战舰 开始朝外围移动起来 开始对反蓝星所在的宇宙空间形成包围 他目光愿读地盯着屏幕上面的两颗星球 这种东西 你们难道还能批量制造不成 当然可以 火箭浣雄面对一脸好奇的班纳博士 露出灿烂的笑容 林昂已经将星标体内的能量的技术原理 全部分析出来 并且将其命名为水滴 但是 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原则 这不科学 靠 你一个绿巨人 怎么会跟我谈科学 大哥 咱们宇宙里面的各种神明和魔法 还少吗 火箭吐槽说 能量来源 你应该是最熟悉的 伽玛射线 没错 林昂做了个抽取装置 能源源不断地 从那个劣质的万物之下体内 抽取伽玛射线来使用 通过这些力量 我们完全能够批发这种子弹 顺带一提 这些恒星的引力 也是这么解决的 听到这话 班纳博士一时间 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吐槽 他不由地想起 自己波澜起伏的前半生 自从被父亲坑害 被伽玛射线辐射之后 他一直都在误会与愤怒中 与体内的好客不断拉扯 做了不少后悔的事情 现在火箭居然跟他说 让他如此痛苦的罪魁祸首 已经被囚禁起来 当成发电机使用 班纳总觉得 人生有点幻灭 所以 他决定转移话题 指着屏幕上面的光点动向说 建造者的战舰 好像打算包围我们 嗯 我看到了 所以 你要用这些子弹继续攻击吗 当然不 这事就跟防空一样 子弹只能提供点的杀伤 真正想要做到控制空域 还是得依靠爆炸 来产生立体防御 火箭伸手调动星图 将建造者所在的星空 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立方体 班纳看着火箭操作 忽然意识到 这些在屏幕上 看着狭小的立方体 在宇宙空间中 完全能容纳负数的星系 等一下 你这个尺寸是不是不太对 什么炸弹 能制造这么大的控制区域 班纳不由地想起 之前建造者 使用的星系炸弹 那玩意的爆炸范围 也没有这些立方体的一半 格局 你要打开格局 火箭脸上带着狂热的笑容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 这种完全释放的感觉了 说话间 他轻轻按下一个按钮 下一秒 塔玛太基的法师们 身前缓缓升起一个台子 王法师看着这台子 对着身后的法师们说 同志们 反蓝星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第360章 反蓝星的终极武器 建造者全军覆没 指挥舰正在前行 身边伴随着 不同批次的护卫舰 建造者目光灼灼 这些战舰每一艘都携带着恐怖的武器 只要能够接近反蓝星的范围 他们就有机会将反蓝星的生物全部消灭 当然 行动的不止是这些 正面战场上 更多批次的星际战舰 几乎不要命一般 顶着水滴攻击 朝着反蓝星前进 其中还有无数的阿列夫机器人 以及强大的虚无之主们 水滴子弹引线穿针一般 在宇宙联盟的舰队之中 大肆破坏 几乎每一秒 都有大量的宇宙战舰被水滴摧毁 然而 宇宙联军还是切而不舍地朝着反蓝星前去 而除了这些炮灰 还有强大的超级英雄 趁乱突破到了反蓝星的星系附近 像是罗南 斗剑士 以及各路星际豪杰 针对这些人 火箭则是让神奇女侠和超人前去拦截 两人带领着反蓝星的基础科技力量 与宇宙联军交战在一起 就连天神小队也加入战场 一时间 整个宇宙空域之中 交织出各种颜色的光芒显得相当热闹 好 就这样拖住他们 建造者们眼睛冒着危险的光芒 忽然 他们注意到反蓝星出现了一变 那些戴森球开始快速变形 他们不再当作水滴子弹的超级加速器 而是收拢了所有的展开 形成一个巨大的喷口 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加速 喷口部分亮起一道刺眼的火光 在建造者惊恐的眼神中 这些恒星居然开始缓慢地移动起来 不 说是缓慢 只是因为在宇宙的尺度面前 庞大的形成被缩短成渺小的角度 在视觉上显得缓慢 通过光学仪器的测算 建造者发现 这些恒星已经被加速到 普通战舰的二分之一的速度 有人点燃了 这些恒星内部的质量 作为顶尖的科技生物 建造者在这一瞬间 想到了某种可能 不可能的吧 不可能这么疯狂吧 而且 这种速度 根本来不及 建造者测算了一下 想要将这些恒星 推到战场的位置 至少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而且因为质量太大 即便有恐怖的科技 反蓝星也不可能在恒星上面 加装曲率引擎 只是普通战舰二分之一的速度 在宇宙的尺度来说 就如同蜗牛一样缓慢 然而 当他这么想的时候 突然 他看见那些戴森球表面 亮起一道巨大的圆环 擦 我还是第一次 做这么痛苦的事情 王法师和斯特兰奇满头大喊 几乎想要破口大骂 但是 他们也很自豪 因为借助反蓝星的科技 他们完成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成就 恒星及传送阵 借助传送阵制造的捷径 几个戴森球快速通过 下一秒 建造者战舰内部 响起极为刺耳的警报声 巨大的红点 几乎盖住舰队的地图 而这些代表戴森球的红点 所覆盖的位置便是 建造者的隐藏舰队 对于指挥舰上的议会成员来说 他们所观察到的 不过是一个红点 但是 对于所属宇宙空域的舰队成员来说 他们看到了恐怖的亮光 巨大的星球 散发着宛若死神一样的气息 突兀地出现在舰队的行径路线上 那恐怖的引力 在一瞬间 面对战舰内部的引力控制系统 产生了严重的干扰 一个指挥官手中杯子里面的茶水 在这一刻 朝着恒星所在的方向流去 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 体会到了失重的感觉 然而 这并不是最恐怖的地方 他们知道 反蓝星运送恒星过来 并不只是为了干扰引力 尤其是建造者的成员 他们相当清楚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恐怖力量 同一时间 建造者的指挥舰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 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他们无视身旁的护卫舰 快速掉头 坚硬的舰体 直接将周围的护卫舰撞成碎片 宛若夏天拿着电纹 拍走像田野一般 黑色的星空里面 亮起成片的爆炸闪光 然而 建造者的指挥舰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他们争先恐后地 想要逃离这片区域 可是时间不够 死神已经投下捕获的网 一道黑点在戴森球表面出现 很快形成一道漩涡 恒星 坍缩了 容纳无数的光芒 形成扭曲 最后化为一道纯黑的点吹 黑洞 星际战舰不是没有逃脱黑洞的能力 但凡兰星直接把黑洞打到了他们脸上 建造者指挥舰前半段还在转身 另一半已经被恐怖的引力 随着光线一起撕碎 复数个黑洞出现在战场之上 建造者战舰 全军覆没 第361章 平行时空对决 凌兰与死亡的决战 另一边 时空气泡内 旺达跟着凌兰一起前往平行宇宙的蓝星 你冻结了时空 是想要确认什么 我想看看 这个时空有没有抽象神明 两人穿越时空气泡 很快 凌兰发现了自己想要确认的事情 在这个平行宇宙的深处 确实有抽象神明的存在 不仅如此 他们也能察觉到有人冻结了时空 看到凌兰过来 他们纷纷露出警惕的表情 旺达看着那些神明 表情微妙 谁能想到 他和凌兰一开始 只是吃高净化的收养回去的试验品 而凌兰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些神明 看似能够逃脱时间的冻结 但是他们并没有脱离这个时空 而且 从他们的表情来看 显然 这些神明并不认识 从平行宇宙过来的凌兰 在美漫的剧情中 抽象神明的设定 是很混乱的 有的时候 他们能穿越无数的平行宇宙 站在所有时间和空间的顶点 遥望着宇宙里面的挣扎 但有的时候 他们又无法超脱于 自己所处的宇宙 即便是万物之上的代言人生命法庭 也存在平行时空的个体 会被平行时空里面的存在 杀死 虽然在与自己宇宙的抽象神明 永恒接触的过程中 凌兰就已经大体能确认 这些抽象神明 只存在于他所处的宇宙 但毕竟 没有真正深入地去接触 凌兰并不能肯定 这些神明没有撒谎 尤其是死亡女神 在灭霸的各种刊物中 这个女性神明的狡猾阴险可不少 干得缺的事情 那真是数不过来 伪装 还是真实 打一顿就知道了 灵阳的力量开始凝聚 找死 四大神明眼神狠辣 他们刚刚还在战斗 想要通过吞噬其他神明 去找到离开这个末日宇宙的方法 没想到意见来客举 想要对他们出手 四位神虽然相互之间并不对付 可以有着常年的默契 他们同时出手 恐怖的法则 在这一瞬间扭曲了整个世界 死亡女神对着灵阳和旺达 下达死亡的命令 无限将整个空间碾压 永恒带着手中的多元宇宙攻击 湮灭的分身 对着灵阳发射毁灭的法则 好弱 灵阳的意识 飘向自己收纳的平行宇宙生命 他没有看到 建造者投放的四个升华要素 也就是说 这宇宙 就连建造者都看不上 至于眼前的四个抽象神明 与他在自身宇宙所接触的 也有相当恐怖的差距 比如死亡 他的力量 甚至无法影响旺达 异常者 死亡瞪大眼睛 他上一次看见这种存在 还是自身宇宙中的死事 灵阳不过一个眼神 便将死亡砸到宇宙的边缘 灵阳的力量随后而至 旺达抬起手 一道混沌魔法笼罩全场 灵阳的力量是修改现实 但这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两股力量交错在一起 形成恐怖的扭曲 自扭曲之中 一道黑色的巨人 挣扎着成长起来 是永恒出手了 他将自己的负面交给灵阳 毁灭的怪物诞生出来 巨大的爪子 一瞬间就将周围的星球击穿 混沌之王 旺达终于知晓 这玩意究竟是如何诞生 毁灭 混沌之王无视了身后的神明 他大笑着吞噬周围的空间 用愈发庞大的爪子 朝着旺达扫去 什么毁灭 旺达提出一个疑问 神明们愣住 猛地朝混沌之王看去 那巨大怪物的手 不知何时居然消失不见 他攻击旺达的行为 就像是一个残疾人 用手肘去横扫机里外的行人 显得异常滑稽可笑 还有时间看别处吗 一只手猛地按住死亡的脑袋 作为抽象神明里面 最快破格的神 死亡女神 有不少被击杀的记录 所以 灵阳第一时间就盯上了她 无数力量将死亡封锁 并且狂暴地 注入其神区之内 死亡发出绝望的惨叫 但还是抑制不住 体内狂暴的力量 在虚无的边际中 迅速消亡 当然 灵阳知道 对方还有后手 死亡逆转 法则躁动 宇宙崩坏 强大的能量 推举着残破的身躯 自无数深渊之下 快速凝聚 惨白的手指 撕扯着生与死的边界 带着无数绝望 与阴冷的气息 不断崛起 虽然没有任何 可以成为话语的声音 但灵阳知道 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想要杀死我 没那么容易 是吗 灵阳望着那股躁动的 法则力量 发动了能力 巧了 死亡法则我也会 桑中为谁而鸣 恍惚间 抽象神明们 似乎听到一声 沉重的轰鸣 宛如一道重锤砸下